西元明甘笑着道 那样果然是不对的吧 用猎枪指着别人 这种行为还是太危险了 最重要的是 我还把子弹填上了 月水气龟脸上带着一丝无奈 不 枪栓是应取拉上的 不过那不重要 我才是用枪口指了他们一路的人 是 是啊 上村拓麻想到昨天晚上月水气龟的举动 汗了汗 又担心月水气龟会有麻烦 你昨天晚上说 要是他们有什么小动作 就开枪打死他们 这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就是这句话最麻烦了 月水气龟小声嘀咕了一句 又对一脸担心的上村拓麻四人笑了笑 不过没关系了 池先生以前帮群马陷阱解决过事件 只要他帮我跟警官们解释一下 警官们一定会相信 我只是开玩笑的 郎母在一旁默默观察 相比起拉克 这位月水小姐跟陌生人 熟人相处都比较轻松随意 接触下来挺开朗的 身上有着一股活力 却不莽撞冒失 那是一种极其舒缓 不会给人压力的活力 而昨晚将歹徒移交给警察的时候 这位月水小姐居然用猎枪对着对方一路 还说出乱来就开枪打死你们这种话 能看出平时胆量就不算小 否则不会想到做出这种举动 如果换作胆量不大的女孩子 肯定会担心枪走火 拿到枪这样的危险物件 抬起来瞄一下人 就差不多到极限了 不可能会用枪对着人走了一路 另外 传统温柔的女孩子 应该会担心自己 在恋人面前表现得太凶悍 这女孩却没有这样的担心 或许是确定过拉克不在意 但不管怎么样 性格里应该也有着一点小孩子似的古灵精怪 总的来说 这种性格的女孩子 在发现恋人杀人之后 确实不会被吓坏 再加上侦探面对罪犯的自信 很有可能在发现之后 选择先去找恋人谈一谈 也难怪拉克昨晚会那么有信心掌控事态 是这样吗 松本游相听月水气龟这么说 也松了口气 不会有事就好 昨天晚上要多亏你们 我们才能跟西元老师 说出藏在心里的事 没有让老师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跑出去 真的很谢谢你们 中村会也补充道 如果你们有麻烦 我们也没办法安心旁观 要是需要作证 我们也可以去找警官们 证明你们昨天晚上 除了制服他们之外 根本没有做出任何伤害他们的举动 真是不好意思 昨晚我玩心太大 让你们担心了 不过应该是 不会有什么大麻烦的 月水气龟笑了笑 你们要找挂氏 就早点去吧 我们也要走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以后可以到东京你花艇的 气真探事物所来找我 上村拓马四人 本来是想等吃飞吃来了 正式告别一下 跟月水气龟客气了两句 最后还是被月水气龟说服了 把道别的话 交给月水气龟转达 离开了酒店 老母接过了女接待员递来的包装盒 等月水气龟 跟上村拓马四人说完话 主动跟月水气龟告别 她只要搜集一下 这个女孩的性格信息就行了 留久了 也容易 让这个女孩发现异常 或者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现在这个女孩还不是自己人 她可不想被人完全记住 老母刚要到电梯 电梯门打开 池飞池 东城盛泽 英曲严南 连同两个秘书 一同走出电梯 老母稍微让了一下路 池飞池也和其他人一样 走往另外一边 双方没有多看对方 就这么擦肩而过 前台 月水气龟拎起了装酱料 装酒的盒子 主动迎上前 池先生 怎么样 半手里都拿到了吧 都拿到了 池飞池到了月水气龟身前 主动伸手 接过一个装酱料的大盒子 和装酒的盒子 转头东城盛泽等人道 要不要再确认一下东西 如果没有什么遗漏的话 我们这就走了 电梯里 在老母进入电梯之后 两个从室内温泉过来的客人 也进了电梯 见没有人再进电梯 伸手按下了关门按键 老母静静站在两人身后 抬眼看着大厅里 查看东西的一行人 目光在池飞池手里的盒子上 停留了一下 最后看着电梯门 在眼前彻底盒上 若有所思的 垂眼看向地板 现在拉克跟女孩子交往 会主动接过手里拿着的重物 应该算是能够跟异性 好好交往了吧 但是正不正常 目前时间太短 还无法断定 发生在组织成员身上的事 只要那一位想知道 都能有办法知道 也就是昨天晚上 他听那一位提及才知道 原来拉克跟弗兰特 有过亲密接触 结果就是弗兰特脖子上 至今有一条未消退的疤痕 弗兰特坦白这件事情时 说到毫无记忆 浑身疼痛 手臂上有针孔 仍透着些许恐惧和不安 换谁来看 这都不会是正常 也难怪那一位会觉得 拉克跟恋人相处时 没有过激举动 情绪稳定就算是不错了 不过现在还早 说拉克行为正常 还为时过早 拉克真的不会把人 吓得直接去报警吗 他是不是需要提前做好 帮忙扫尾的准备 酒店外 一辆七座商务车 开到了酒店门口 两个秘书和英曲延南 把行李 非食物类伴手里 放进后备箱 月水汽龟 陪着池飞池等在一旁的时候 侧头跟池飞池窃窃私语 今天是第七天了吧 池飞池青 恩了一声 确实是第七天了 不争之醉的体验期 已经到了第七天了 之前懒惰 暴时 都是七天过完就结束体验期 只是在暴时之后 他过了十四天 才进入选择星元醉的时间 现在他无法肯定 不争之醉的体验 到底会持续多久 会不会在今天十二点过后结束 感觉怎么样 月水汽龟追问道 有没有觉得很难受 和之前一样的是 看谁都觉得很顺眼 偶尔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偶尔会觉得微不不适 没有觉得有强烈的不适 而不同的地方是 我好像越来越能接受对别人好 我觉得自己的行为 可能有点不对劲 但是细想之下 又觉得那也没什么 也就是说 不争之醉 可能已经绕过我的思想防线 并对我的观点 进行过一些改变了 举例来说的话 就是我觉得 圈养人类是可行的 池飞池轻声说着 目光看向前方 跟酒店负责人 道别的东城胜泽 之前我就想过 像是东城社长 这样可以从事业中 获得快乐的人 他需要圈养吗 圈养不就是剥夺了 他的快乐吗 我是否可以只考虑 圈养那些不想工作 希望可以不用劳作 就能吃饱穿暖的人 或者 我需要稍微改变一下 圈养的思路 给予大家更多的自由 比如 让大家生活在原本的环境中 尽力去消除 他们生活中会遇到的 一些风险或者不公 一开始可能不会 对大家的生活有太大改变 但可以一点点推进 最后让每个人 比起以前都更加快乐 自由 最后这个想法 月水弃归忍不住评价道 很伟大哦 就像是那些为人类 做出过伟大贡献的人们一样 但是月水 你说的那些伟大的人 他们有崇高的想法 并为之付出行动 也真的用智慧 为人类社会带来好的改变 而人由衷地感谢 敬佩他们 人类本应该变得更加快乐 和谐的 但不管在哪个时代 人类都有不同的争斗理由 即便是生存不再有压力 人类也会为了别的事争斗 持飞持目光平静地 看着前方说话的 东城圣泽等人 也看着前方街道上 走过的一群观光客 这就是人类的本性 当一些让人们争斗的 稀有资源足够风域时 人们又会找到 新的斗争方向 让他们的生活环境 变得更好 只是治标不治本 月水弃归 思路逐渐变得不对劲了 而且我发现 新的圈养思路 就算是东城社长这样的人 他拥有快乐和我圈养他 这两者也并不冲突 持飞是说出了 自己对于新圈养计划的构思 我最近在研究的那种药物 原本是想当作 我的有效安眠药剂 在我受原罪影响 太严重的时候 让我用那种药物 进入沉睡状态 避免我做出清醒之后 会后悔的决定 不过目前制作出的半成品 存在着很大的副作用 我突然想到 或许可以把药物副作用加大 让全人类陷入沉睡中 并且可以凭借自己的心愿 改变梦境内容 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把它们分开 放置在一个安全的容器 这么说 会让它想到科学养殖这个词 到现在为止 世界也没有完全进入和平 仍有国家处于战火中 且未来也会有新的国家陷入战火 在那种环境下 每一年死在战争中的人类 都能活下来 不仅如此 也不会再有人因为意外事故 凶杀等因素身亡 持非持越想越觉得 自己这个想法实在可行 而他们又能在梦境中获得快乐 不管他们想要什么 都能在梦境中获得 即便他们都想成为世界的A 一 他们也不会为此而产生争斗 在他们 每个人的梦境里 他们就是on 一 这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难道不比那种短暂的美好要强吗 可是那样的话 只靠机器是 无法保证运行始终不出错误的 还需要你清醒着控制机器 月水期 试图从持非持计划中找漏洞 你就要面对一个 没有其他人类活动 枯燥无趣的世界 面对很多很多很多年 月水 持非持语气轻而认真 我已经有了面对痛苦的觉悟 月水期 在不争之罪之下 跟池先生谈你要牺牲什么果然是行不通的吗 而且这个世界没有人类再活动 也会有其他动物 当人类全部沉眠之后 会给其他物种带来很多生存空间 也不会再有工业污染 持非持试图让计划达到有益循环 人类为它们腾出生存空间 作为回报 在它们即将死亡的时候 也需要献出自己的躯体 让机器从它们体内提取出营养成分 攻击人类 月水期 思路偏了一下 动物也有互相斗争的 你不管吗 当然要管 当某个物种内部产生太多争斗 或者对其他生物的生存 造成太大威胁时 我也会将它们圈养起来 持非持想了想 我知道 需要圈养的生物会很多 不过那个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 只有慢慢来 未来还可以分区饲养 这样机器排列出来 会整齐美观一点 而生物生存所需的养分 可以利用管道互相输送 用年迈的生命 供养新生命 达到完美循环 而我还可以根据情况 调控每种生物的数量 让它们都能保持最大数量生存下去 那你说 地球会不会也是一个饲养民呢 有某个规则 给予生物很大的自由 但是 它又在用某种方式 控制着物种的数量 某些物种的消失 会不会是它自作主张地认定 那些物种需要被淘汰 月水期 稳了稳心神 笑着劝道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再考虑圈养的事了吗 现在有这么多物种生活在地球上 人类也存活了那么多年 这可能是人家计算好的最佳方案了 我们只要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呀 你说的没错 你说的那个规则 名字叫自然 持飞持目光有些优深 我认为 它的计划有些部分过于残酷 希望能够进行更新换代 这难道不好吗 月水期 想到小泉洪子对持飞持的称呼 愣了一下 不确定持飞持现在还清不清醒 试着提醒道 那个背叛好像出现了 我知道 持飞持平静回应 不争之罪是过分爱慕世人 同时也会隐藏着背叛这个特征 他会背叛组织 背叛公安 背叛安布雷拉 不 他是乐意为组织或是日本公安做一点事情 但他从未把这些事例当成信仰 既然原先就谈不上忠诚又怎会有背叛可言 而安布雷拉是他所想建立的事物 就算他不再建立 将之摧毁 也只是放弃 而非背叛 他之前就有过一个猜测 真正能够被他背叛的 是自然 自然或许就是让他拥有第二次生命 又给予他强大力量的强大存在 只是自然某个环节的运行出了问题 导致这个世界的时间不正常 这才需要从高一纬度的世界中 拽一个不受他错误时间 规则影响的灵魂过来 以后自然可能会用他来填补规则 或是让他来修正规则 前者是把他当成牺牲品 作为填海的石头 填进大海里 后者则是让他成为副手 自然具体会怎么做 他还不清楚 暂时也没办法弄清楚 那的确是很强大的存在 而现在 他却忍不住去质疑对方实行的规则 想要改变或者破坏对方的规则 他作为被赋予了生命和即将的一方 对赋予者最核心的事物 产生了叛逆与反对 这才是背叛 越水七 再次提醒 你要是坚持这个计划 他可能会揍你的哦 自然发现自己孩子叛逆 或许不会一下子放弃自己孩子 选择销毁重造 但一定会狠狠教训一顿 自然也绝对有能力揍池先生一顿 甚至可以揍得池先生 腾个数百上千年 他不是认为池先生不能质疑 反对自然 只是池先生在不清醒的状态下 做出让自己后悔或者受伤的事 而这 也是池先生之前对他的嘱托 池飞池摆出了为世界考虑的心态 无所谓到 揍我也没关系 越水七 意识到自己很难说服降起来的池飞池 顺着池飞池的话提议道 那我们回去之后 就去看看药物实验进度吧 这么重要的药物 一定要确保 不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 据他所知 那种药物还在研究初期 连半成品的实验都没有完成 池先生有圈养人类的想法也没关系 反正药物一时半会儿做不好 可以托池先生很多天 等药物做好了 池先生很大可能也恢复正常了 就算是药物研究进度很快 那也没关系 这不是还有他在吗 他可以搞破坏 池飞池看穿了越水七 的想法 我知道 你想拖延时间 越水七 也对 池先生又不是彻底失了痣 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那边 东城盛则跟酒店负责人说完话 剑池飞池和越水七 再小声说话 没有催促 又跟两个秘书聊了起来 池飞池不想让其他人多等 动身往车旁走去 同时轻声补充道 但是没关系 我知道自己现在的想法可能不太对 所以我会避免做任何决定 把希望寄托在药物研究上 确实能拖一下时间 今天回去之后 我再试着用其他事情 分散一下注意力 如果明天恢复正常 我会去东兜休闲产业参加会议 宣布这次的调查结果 如果明天我没有恢复正常 那我就放弃 参加这次会议 由我母亲自己远程宣布调查结果 越水七 见池飞池还清醒 松了口气 又有些担心 池飞池太辛苦 跟着池飞池坐上车 压低声音道 需要我帮忙做些什么吗 池飞池 转头对越水七 柔声道 继续做我的保障就好 越水七 池先生被不真知最影响的时候 也挺好的吗 当天下午一点 一群人抵达东京一处未完工的游乐场 视察着这个东兜休闲产业最新的投资项目 由于施工项目 有一部分支出账目并没有上传至方舟 池飞池让秘书打电话 找来了人手 把项目全部录入 同时也安排了人 前往另外两个正在建设的投资项目 让人检查账目是否全部录入 东成盛则本以为东兜休闲产业内部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 没想到既川渡村开发项目之后 又有投资项目出了问题 一颗星辰到了谷底 没顾得上叹气 就主动让员工把公司前几年的账目 也录入内部网络 恨不得把公司所有人都查一遍 到了下午五点半 公司员工下班离开 池飞池 东成盛则安排的人 也把账目录入完毕 被打发去休息 池飞池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链接上公司网络 偷偷用左眼给自己开了高等级权限 再用电脑给方舟发布了账目分析任务 东成社长 账目分析 报告会在十分钟后出来 里面会标注出可疑的大额资金支出 或者转入 还会有具体的统计报告和分析报告 比如某一项支出存在有问题 出现过多少次 支出申请者和批准者分别是谁 可能是什么情况 考虑到账目不可能计算的分毫不差 也要理解大家 不可能把每一分开支都记录清楚 所以金额低于五万日元 低频率出现的账目不会被标注 到时候 报告会以邮件的方式发给你和我 请你注意查收 我知道了 东成盛则正色点头 看了看室内摆放的扫描机器 电脑 又惆怅叹息 我对计算机一直用不太习惯 对网络接触最多的 只是电子邮件 其他的算是一窍不通 之前我也没有想过 公司内部的网络系统会这么方便 每次我都觉得自己 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我老师也不擅长使用电脑 不过不妨碍他是一个名侦探 在东城社长这个年纪的人 有很多人都不是很擅长使用电脑 是非是有心宽慰东城盛泽 却也是在说实话 现在电子设备不断更新换代 其实年轻人都未必能全部完的赚 不过 安布雷拉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网络科技公司 作为安布雷拉内部的公司 东城社长 还是需要让自己 尽快适应计算机网络的使用才行 东城社长 应该有自己在安布雷拉内部网的账号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教你怎么用内部网 东城盛则既感动又觉得不好意思 可是这样实在是太麻烦您了 没关系 时非时想也不想地杂出一堆好话 东城社长 可是安布雷拉在日本产业线上的主力军 我母亲希望您 能够跟大家一起走得更远 我和一些认可您能力的人 也是如此 所以请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我只是给您介绍 演示一下 您不太了解的新武器 您有了这把武器 能更好地发挥出实力 是 东城盛则 神色坚毅的应声 那就麻烦您了 窗户前 英曲严南看了看暗下来的天空 又低头观察着楼下的路人 他家老板好起来是真的很好 那些话说的 连他听了都觉得很感动 但愿东城社长 见不到他家老板不好的一面 在安布雷拉内部网账户里 东城盛则的账户 算是地区管理的高等级账户 不止可以像普通员工那样 用内部网传输工作上的信息 还能使用一些管理功能 加上人工智能检索分析能力 使用内部网 能让管理工作更加轻松 方便 吃飞吃花了半个多小时 把安布雷拉内部网的 公司管理功能演示 给东城盛则看 中途也会让东城盛 则自己试一试 对于一些容易混淆的功能 也十分耐心地举例说明 您所担心的安全问题 安布雷拉的程序师们也考虑过 所以 如果您用账户登录内部网络 在查阅重要资料 或者批复重要文件时 不仅需要您在电子版上进行签字 还会有严格的身份验证程序 就像这样 需要您在摄像头下 做出上面要求的表情动作 另外 这个程序还有自动报警功能 如果检测到镜头下游歹徒挟持了您 程序就会自动报警 那么 如果对方在镜头之外 要求进行某个操作呢 这就需要您自己设置一个暗号了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您可以在验证程序中 悄悄发出求助暗号 可以是一些表情和动作 也可以是一句话 或者某种声音 我是建议您 设置平时不会有的动作或者语言 这样可以防止误触报警系统 同时 也要用不容易被歹徒察觉 你在求助的暗号 五分钟后 池飞池的内部网使用教学正式结束 月水期归 结果东承盛则秘书端来的热茶 放到池飞池身旁的桌面上 秘书也往东承盛则手边放了一杯热茶 又端着托盘走向窗前 给英曲延南送热茶过去 东承盛则把网站几个重要功能 重新熟悉了一遍 确定自己记下之后 发现池飞池一直在默默喝茶等自己 连忙出声道 真是不好意思 我想趁机巩固一下 现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让人预定一下餐厅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吃的食物 不用那么麻烦 去找加拉面店或者家庭餐厅 随便吃点什么就可以了 池飞池看了一下电脑上的时间 解释道 明天有会议 我们今晚要把账目分析报告看完 晚一点 我还要给我母亲发一份报告 时间比较紧 东承盛则想到 池飞池今晚要做的事会比自己多得多 没有再坚持 立刻改口道 那就去附近的家庭餐厅吧 那家餐厅做的素食美味又健康 很适合在忙碌的时候 用来对付一顿 池飞池和东承盛则到了餐厅 吃了一顿闸串 咖喱饭 在餐厅门口坐上不同的车子 就此分别 殷取延南兼任着司机的工作 问了池飞池之后 就开车前往米花亭 送月水汽龟回去 路上 池飞池想到 前一天 小林橙子给自己打的电话 给冲尸毛打了一个电话 明天小孩子收假上学 后天就有低单小学一年必班的料理课 他和小林橙子在电话沟通过 料理课在后天上午最后一节课 他已经确定自己会去 并且把要带孩子们做的食物 需要准备的食材和工具 都告诉了小林橙子 之前冲尸毛提出要跟他一起去 他得打电话 跟冲尸毛说一下时间 孩子们明天就去上学了 小林老师还拜托小爱他们 不要告诉同学 我也不知道 这对于孩子们来说算不算惊喜 没错 是假期结束以后的第一节料理课 明天吗 明天我有事情 晚上有时间 差不多要到下午六点过后 那就明天晚上见 等池飞池挂断电话 月水七龟才出声问道 池先生 你今晚要去七真探事物所过夜吗 池飞池垂谋 看着手机上的新信息 不 今晚工作有点多 我想回去把工作都处理好 月水七龟有点担心 池飞池受不争之罪影响太大 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来 暗示着问道 不用我做点什么了吗 不用 池飞池放下了手机 转头对月水七龟道 这几天辛苦了 你好好休息 月水七龟 见池飞池态度坚决 意识到池飞池 可能是有其他事要做 再放心不下 也只能答应下来 那好吧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哦 十分钟后 车子停在七真探事物所大门外 等月水七龟回家之后 车子转过街口在路边停下 殷取延南下了车 在街口拦了一辆出租车离开 池飞池打发殷取延南先回去 自己则是开车在下一个路口转进了街道 一路开车到了毛利侦探事物所楼下 晚上八点多 街上街灯明亮 毛利侦探事物所二楼办公室没有亮灯 三楼隐隐传来电视节目的声音 毛利小五郎醉醺醺的喊声 不时夹杂着 像是毛利兰在埋怨的细微说话声 一楼波罗咖啡厅里已经没了客人 椅子全部排列正式 桌面被擦拭得干干净净 在灯光照射下 水渍未干的桌面还反射着一点点水光 店里 安石透挽着衬衫袖子 弯腰用拖把拖着地 察觉门外有一辆黑色商务车停下 停住了动作 直起身看了过去 池飞池没有在店里看到夹本子 见安石透注意到了车子 停好车就打开车门下车 绕到副驾驶坐一侧 重新坐上车 没有静电的打算 也没有关车门 安石透见状 继续把地拖完 洗了拖把洗了手 把手擦干 又回到吧台后面 检查了冰箱 把需要定时的机器设定好 其余机器全部断电 最后关灯触电锁好了门 解开机再放在门把手上的袋子 转身走向停在路边的车子 让你久等了 顾问 我这里有打包好的 番茄意面和三明治 你要吃吗 不用 我刚吃过晚饭 池飞池坐在副驾驶上 用笔记本电脑 看账目分析报告 回答着 转头看向安石透手里的袋子 你还没吃晚饭吗 小子小姐今天下午请假 去看他哥哥了 所以 今天晚上我负责关店 安石透站在车旁 回头看了看无人的店铺 今天是假期 晚上到店里来的客人也不算少 我一个人招待客人 也不是忙不过来 但是也没办法坐下来 好好吃东西 所以 就想给自己留一份食物 等关店之后再吃 你要在路上吃吗 池飞池合上了电脑 转身把电脑递到后座放好 下了车子 那我来开车 安石透猜到 池飞池之前 换到副驾驶坐 本意是想让自己开车的 当即道 不 吃完再出发也行 我吃东西很快的 如果你有事情要忙 我来开车也没问题 只是要看账目报告 再写一份报告书 账目报告看得差不多了 报告书晚一点 再写也没问题 池飞池重新坐到驾驶座上 看着安石透上车关好车门 你的车子 不会又坏了吧 千万别这么说 只要我没有用它做危险的事 它还是很耐用的 才不是那种 动不动就坏掉的车子 安石透笑着 给自己车子证明 关好车门 动手打开了手里的袋子 我今天在休假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答应波罗的老板 今晚由我来负责关店 既然是在休假期间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就想 今天干脆不要不开车了 直接一口气跑到店里来 结果到了下午7点多的时候 我收到了封建的消息 今天晚上我要去找他 这才想 让你送我回去取车 顺便跟你说一件事 你应该知道 被称为纪委九情人的 国际通缉犯吧 听说过 纪委九情人是一对恋人强盗 池飞池回忆了一下 那对国际通缉强盗组合的信息 国际刑警 已经调查出了他们的身份 男人名叫查理 父亲是欧洲人 母亲是亚洲人 在父母离婚之后 他独自一人到法国生活 本人至少能够流利地说 六门不同国家的语言 同时很懂得跟人拉近关系 很有人格魅力 不过他在法国时 就曾因为盗窃 无驾驶执照开车 蓄意伤人 等多项罪名进过监狱 女人名叫莫妮卡 在认识查理之前 只是医院的护士 并未有过犯罪记录 他们在一起之后 就在各国流窜作案 抢劫杀人 已经被证实 牵扯进12起谋杀事件里 不过他们实际犯下的命案 应该要更多 因为他们惯用的作案手法 是利用自身的交际能力 跟被害人拉近关系 成为朋友 骗被害人喝下 产有麻醉剂 或者安眠药的鸡尾酒 等被害人失去意识之后 再洗劫被害人身上的财物 并将之烧死 而莫妮卡本身也擅长调酒 所以他们也被称为鸡尾酒情人 不愧是7月 能把通缉犯的信息 记得这么清楚 安市透赞叹道 国际通缉犯 不止这么两个人 他说到鸡尾酒情人 顾问就能一下子说出对方的基本信息 要么是对两个人过于关注 要么就是把大部分 国际通缉犯的个人信息 记得牢靠 他觉得应该是后者 一些厉害的青道猎人 也都会把很多通缉犯的资料 直接记住 脑海里的罪犯资料 比大部分警察要多 近似于一个通缉犯信息 资料库跟顾问接触多了 他能肯定顾问也会是这种人 池飞池没有跟安市透来回客气 直白问道 之前有消息说 他们逃窜到了日本 我还试着找过 不过一直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日本吗 飞沫军团和方舟组成的情报网 是很强大 但对于那些通过整容改变了长相 或是相貌 没有被调查出来的国际通缉犯 只要对方没有再次作案 或者以别的方式暴露身份 他们还是很难确定 那些通缉犯当前的身份 位置 各国警察也是一样 要抓住那些足够狡猾残忍 又隐匿在某处的国际通缉犯 很多时候 只有等对方重新露出踪迹 才能再次追查下去 是啊 他们应该是前两年逃窜到了日本 安石头用袋子包着三明治 低头咬了一口 咀嚼了两下咽下去 说起了自己之前看到的资料 以国际刑警目前所知道的 十二起谋杀案来说 他们最早一次犯案 是在泰国 作案手法 是假装成游客 骗取了两个欧洲游客的信任 在鸡尾酒中加入大量麻醉剂 骗那两个欧洲游客喝下去 抢走了两人身上的现金和珠宝 并将因麻醉剂过量 而窒息的两个人丢在了旅馆里 幸运的是 那两个游客之后 及时被人发现 被抢救回来了 那两个欧洲游客报警之前 他们到了马来西亚 用同样的麻醉鸡尾酒 洗劫了一个亚洲游客 这一次 他们把那个亚洲游客 以及对方的女友 溺死在了海里 第三次 他们的暴行再次升级 他们又一次 选择了两个欧洲游客 只利用少量麻醉剂 让两人失去反抗能力 然后将两人活活烧死在汽油桶中 其中一个被害人 是化学专业的知名博士 被害之后 警方在调查期间 还在同一个地方的海岸边 挖出了一具女孩的尸体 根据调查 女孩是法国人 一样是到马来西亚旅行的游客 体内同样发现了麻醉剂 而死因也跟那对欧洲夫妇一样 是被烧死的 女孩在被烧死前 应该还有意识 并且挣扎过一段时间 因为犯罪手段太过残忍 被害人都是不同国家的游客 再加上被害的化学博士 引起轰动 当地警方联系了国际刑警 希望能够得到国际刑警的帮助 根据之后的调查来看 在国际刑警前往马来西亚调查时 查理用从他人手里收购来的证件 加以改造 和莫妮卡一起到了法国 同样洗劫并烧死了两名日本游客 随后 国际刑警在马来西亚 经过一系列调查 发现曾经跟被害人们 有过来往的查理和莫妮卡很可疑 且注意泰国的那起麻醉剂抢劫案 由于这几起案件的被害人都是游客 且尸体体内都发现了大量麻醉剂 所以国际刑警判断 这些案子都是同一人或是同一团伙所为 根据泰国案件中两名生还的受害人提供的信息 他们是被一对很热情的外国游客情侣欺骗了 其中男性英俊迷人 面部有明显的混血而特征 女性十分娇媚 两人的描述完全与查理和莫妮卡一致 负责调查此案的国际刑警看到笔录 就认定查理和莫妮卡 就是犯下这些案件的雌雄大盗 正好当时查理和莫妮卡出现在泰国 所以国际刑警就让当地警方监视他们两人 当时在泰国生还的两名游客已经返回了欧洲 国际刑警想将查理和莫妮卡的照片发给他们确认 联系当地警方耽误了两天时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查理和莫妮卡发现了泰国警方对他们的监视 突然消失在了警方的监视下 他们失踪之后 国际刑警通过两名生还欧洲游客的指证 确认了两人就是雌雄大盗 对外发布了通缉令 把他们的特征和个人信息告诉各国警方 并且发布了赏金通缉 有不少国家的报纸都刊登过警告信息 让民众小心这两个抢劫杀人的通缉犯 不过 查理伪造证件的手段十分高明 他们两个人在流窜过程中 一直在改变自己的形象 还会在杀死目标之后 伪装成目标人物 利用对方的身份逃逸 之后他们又犯下七起谋杀案 持非持戒案势透 一边吃东西 一边说明情况不容易 主动接过了话 前六起事件 他们依旧选择游客进行抢劫杀人 被害人数量在一人到三人之间 不超过三人 除了麻醉之后 用火活活烧死 他们还尝试用过刀子刺杀 毒杀等方式杀人 这只是警方发现的案件 可能还有一些没被发现的凶案 而在第七起事件里 他们再次改变了之前的作案手段 对多人旅游团投毒 造成二十多人中毒 在那个时候 始终追在他们后方的国际刑警 终于堵到了他们 但还是让他们跑了 安石头快速吃完了三块三明治 对着第四块下口 神色沉重到 他们在各国流窜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杀死了至少三十个人 五年前国际刑警的抓捕行动中 他们两人试图挟持人质逃脱 当时有国际刑警开枪 打中了查理的腹部 可是在当地警方 配合着国际刑警展开搜索时 他们还是及时逃出了包围圈 并且再次利用之前的办法逃往他国 根据国际刑警发现的线索判断 他们手中应该持有超过数十份个人证件 以线索来看 他们当时有可能逃往美国 日本 荷兰三个国家 在得到消息后 三个国家的警方 也配合着进行过入境排查 但是排查就像大海捞针 他们又很擅长藏匿 所以也没有任何收获 据我所知 他们这五年时间里 都没有再次作案 持飞驰继续说着 自己掌握的信息 四年前 意大利有过类似的案件 不过最后被证实 那是魔旁作案 魔旁作案的凶手 也已经被抓捕了 根据那个凶手供述 他并不认识查理和莫妮卡 只是在报纸上 看到两人的报道 又从一些渠道里 了解到了两人的犯罪细节 觉得对游客下手 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抢劫杀人之后 又能把罪行 推给基为九情人 所以那个凶手 才会魔旁作案 没想到第一次作案 就被抓住了 之后也陆续有过魔旁犯罪 但凶手都已经被逮捕了 没错 像他们这样的 连续杀人凶手 除非被捕了或是死了 不然是不可能停止作案的 而他们五年间 没有再次作案 有人怀疑 他们因其他案件 被捕入狱了 也有人怀疑 他们在逃亡过程中 因为意外死亡了 安石头把最后三明治吃完 转头看向池飞池 顾问 他们这一次之所以会被发现 其实跟你有一点关系 池飞池 他这两天在到处查账 也就是昨天晚上 遇到两个歹徒 碰到一起假造的灵异事件 但是昨天晚上 那两个歹徒 是两个男性 怎么样也不可能是 鸡尾九情人 除此之外 他最近就没遇到 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吧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 线索来看 他们五年前 应该是逃亡美国 在美国杀死了一堆 日本过去工作的夫妇 并且整容成了那对夫妇 用那对夫妇的身份 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 大概半年前 他们又用那对夫妇的身份 回到了日本 之后 就用那对夫妇早年赚的钱 在各地旅行 玩乐 安石头又拿出塑料杯装的果汁 喝了一口果汁 五天前 他们到了一个村子 想参加完当地的冬日记就离开 在旅馆住下的时候 他们听说 那一带有着一个神秘的组织 成员大多数是年轻人 在活动日会全体穿着黑袍 拿着镰刀汇聚在某处 对一些异端行为进行审判 池飞池立刻想到了 跟自己有渊源的某个神秘组织 无语确认 FFF团 没错 他们为了扮演好那对日本夫妇 特地了解过日本的一些历史人物 也就知道了一些风尘秀吉的故事 他们听说那个神秘组织的原型 是风尘秀吉的命令火工部队 黑莲母一众 就感到好奇 正好冬日记那天的深夜是活动日 那个神秘组织的人 会在村子某个地方聚会 旅店老板为了渲染气氛 还跟他们说 晚上千万不要随便出门 安石头有些哭笑不得 他们听说 那个神秘组织的人会烧死一端 想想自己也不是没杀死过人 不觉得害怕 再加上好奇 当天晚上就出门了 出门之后 就看到一个个披着黑袍的人 从各处走出来 排队往某个地方去 看到他们 还有人一声不吭地 给了他们一人一件黑袍 池飞时听明白了 那就是中二人士的特别活动而已 其实 这也是冬日记活动的一部分吧 是啊 但是他们两个人不知道 披着黑袍跟上了人群 到了活动日的集合点 看到不少人站在广场上 假期火炬 准备对人进行审判 还听着大家一起唱了 肃穆威严 又有气势的团歌 安石头笑容有些古怪 他们大概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犯安了 看到群众扮演的审判环节 内心恶念被引动 居然找到了 茂木侦探这个团长 提出想要加入行刑队伍 由于他们两个人 不在大家事先排练的剧本里 再加上两人说到烧死活人时 又显得格外激动 还说出一些残忍的字眼 茂木先生意识到不对劲 就提出自己需要确认 他们是否具有行刑能力 让他们到自己旁边回答几个问题 池飞池 茂木不愧是世界极名侦探 这算什么 人在团中做 通缉犯从天上来 那两个人就不觉得茂木咬屎眼熟 对了 茂木咬屎那个时候 应该披着黑袍 所以 那两个人没有认出来吧 因为FFF团之前喊出的口号太吓人 成员又大多数是年轻人 茂木先生被警示听公安部的人登门拜访过 现在他们组织大型聚会活动 都会提前跟当地警署报备 这一次活动也是一样 而且因为参与人数太多 所以当地警局也安排了人过去 有四五个警察 穿着黑袍 混在人群中维护秩序 在茂木先生发生不对劲时 在场的警察也发现了 偷偷围了过去 把两个人和普通人隔开 安石头又喝了一口果汁 神色感慨道 其实当时的情况还是很凶险的 现场有很多国中 高中的孩子 也有很多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普通人 池飞池见前方路口亮了红灯 把车子暂时停下 当时的情况确实凶险 不只是茂木摇屎 和警方觉得凶险 纪为九情人的两个人 恐怕也觉得凶险 本以为是参加犯罪团体的狂欢 结果是一个中二扮演游戏 作为为二的真正罪犯 还被侦探和警察包围了 双方应该都觉得相当惊喜 相当意外 顾问 你等我一下 安石头看到路边有垃圾桶 先下车 把装三明治的垃圾袋 喝光了果汁的塑料杯 丢进垃圾桶里 迅速上车 继续分享自己听到的抓捕经过 茂木先生等着警察 把他们和普通人队伍慢慢隔开 为了稳住对方 一直在陪对方胡扯 听那两个人 说他们国际通缉犯 他也说自己是国际通缉犯 听那两个人 说到他们犯下的安子 他也把一些没有确定 凶手身份的安子 往自己身上扯 因为他了解那些安子 所以 还真骗过了对方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肯定 那两个人 就是继维九情人 因为继维九情人 有过向一群人下毒的行为 茂木先生担心 要是不小心让他们逃脱 孩子们会被报复 到时候 如果他们偷偷向一些人下毒 那就麻烦了 所以 为了让抓捕万无一失 茂木先生 还暗示在场的警察 联系更多同事过去 而在等着其他警察赶到的 那段时间里 茂木先生像套到了很多话 并且用录音笔 偷偷录了下来 总之 那两个人可以把很多 范安细节说清楚 能确认 他们就是继维九情人 至于他们从美国 到日本之后的细节 也都是他们自己 跟茂木先生说的 在场警察也偷偷 拨通了同事的电话 还把茂木先生 想要传达的消息 全部传回了警署 当地警署的刑事警察 和防暴队 很快赶到 并且在外围披上黑袍 伪装成了 FFF团的团员 偷偷围上前 把两个人都抓住了 安石头说到 两个强盗被抓住 神色却比之前 更加凝重 昨天晚上 被带到警署的 那两个人承认 他们就是 国际通缉犯 纪为九情人 并且交代了 这五年里 在美国犯下的两起 在日本犯下的一起罪安 因为他们是 国际通缉犯 又涉及到 在美国犯下的新安件 所以当地警署 准备将他们移交 到东京警事厅 由东京警事厅 联系国际刑警 和美国警方 确认那两起安件的情况 再加上他们说 东京半年前的 仓库交尸案 是他们做的 所以在今天早上 东京警事厅 派出人手前往当地 准备和当地警方 一起把他们带到东京 结果押送他们的车子 进入东京没多久 他们就逃跑了 驰飞驰剑 绿灯亮了 开车通过了路口 直接从押送车里 逃走了吗 把那种犯下 多起杀人罪行的 国际通缉犯 带到东京 负责押送的警察人数 应该不会少 有一群警察的看守 还把被抓住的犯人 给放跑了 是啊 今天下午两点半左右 车子行驶到东京足利区 一家私人医院附近 前后三辆警车 右后方的车胎 全部爆开 车子发生碰撞并停住 安石头眉头皱起 他们趁乱 打开了手铐 袭击了车上的警察 还抢走了身旁 一位警察的配枪 开枪打穿了车门上的安全锁 然后迅速下车 跑进了医院里 当时医院门口 有病人和病人家属进出 他们手里又有枪 警方担心 他们在人群里胡乱射击 所以 没有人敢向他们开枪 当然 也没来得及拦住他们 对医院出入口 进行封锁了吗 池飞池问道 问题就在这里 那两个人跑进医院大门之后 现场的警察就立刻 对医院出入口进行了封锁 本来已经做好了 那两个人会挟持人质的心理准备 但是那两个人 却像是消失了一样 警察找遍了医院 都没有再看到那两个人 安石头盯着前路 出神思索 现在那家私人医院的出入口 还有人盯着 附近的路口 也在设立了交通领检 但一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由于那两个人很危险 任他们乱来 可能会危害到民众的生命安全 所以 警示厅的公安部 也安排了人手过去 今天下午六点多的时候 封间联系我说到 他已经带人在医院里 找了两圈 警示厅的刑事警察 机动队员 更是连停时间的冷冻柜 都看过了 却还是没有找到人 所以我想过去看看 也想让我过去看看 迟非迟说出了安氏透的小心思 安氏没有提前关店门 打车走人 说明这件事 不是警察听警备局的任务 至少不是安氏需要完成的任务 某个黑皮纯粹是自己放心不下 还想拉着他去打白宫 不过 他今天很有帮助警察的欲望 听说出了这种事情 就算安氏不提出让他去看看 他恐怕也会忍不住跑过去的吧 没错 安氏透被说穿了心思 坦然笑了笑 原本陈宁的脸色 也舒缓了不少 那家私人医院面积不小 住院楼就有三栋 我一个人找过去 需要看的东西太多 说不定就会有地方被我遗漏 所以我确实想让顾问陪我去拿看看 而且医院那里人多 我不打算跟封建他们一起行动 晚上一个人在医院里走来走去 未免也太孤独了 还是有个人陪着会比较好 所以你要陪我去看他吗 我陪你去 池飞池肯定说着 开车转进了一个更加僻静的路口 在那种可能有凶途潜伏的地方 你一个人转来转去 实在太危险了 安石头没想到池飞池会说出我担心你有危险这种话 愣了一下 很快又笑了起来 顾问 拜托你对我有点信心啊 要是我遇到了那两个人 我和他们谁会有危险 还真说不准呢 虽然他们抢走了一把锦用配枪 但是我也有配枪 他们想赢过 我可没那么容易 啊 对了 你那里有撑手的武器吗 有两瓶催眠瓦斯 一把多功能便携刀 还有金属牌 池飞池道 自保足够了 那就到时候再看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让封肩帮你借把手枪 安石头笑明你道 虽然没有提前申请过 就用警方不太好 但是事急从全嘛 而且 只要我们不说 嗡嗡 前方路口 远远传来摩托车的轰鸣声 池飞池猜到 那是暴走足在飙车 提前放慢了车锁 安石头从车外后视镜看了看后方 确定后方没有任何车辆 行人跟着 才收回了视线 他潜伏到毛利侦探事务所 目前已经能够得到的一个好处 就是跟顾问接触比之前方便得多 就以今天晚上来说 他让同门师兄开车 送自己回去 也没什么吧 前方路口 四辆摩托车陆续冲了过去 车上的年轻男女 发出了大笑声 啊 哈哈 池飞池等摩托车路过之后 才重新提了车速 开车开过路口 真是的 这么晚了 还在居住区飙车啊 安石头目送摩托车扬长而去 一脸无语地收回视线 想到刚才 自己好像听到后座 有冬的清响 把手里装番茄一面的一次性便当盒 放在仪表台上 回头看着后座 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倒下了 是一个长条形的盒子 里面的东西好像摔出来了 差点砸到电脑上 说着 安石头侧过了身 伸手去扶倒下来的东西 这种东西随意放在后座 不太安全哦 很容易倒下来 或者掉到座位下 是酒吗 池飞池开着车没法转身 听到安石头说 东西差点砸到电脑 还在想 后座放了些什么 听安石头说到 酒 就想到那是什么了 那是我之前去温泉酒店试茶 带回来的 嗯 一瓶黑麦威士忌 伸手扶到瓶身的安石头 也看清了酒标上的 Rai Whiskey 脸瞬间变得更黑了 看到黑麦威士忌 他心情就好不了 比起看到黑麦威士忌 更能让他心情不好的是 是他意识到 顾问居然背着 他喝黑麦威士忌 看到这瓶酒的一瞬间 他都有种窒息的感觉了 池飞池侧头 看了一眼江珠的安石头 很快收回视线 继续看路开车 那里的酒不多 我尝了一杯黑麦威士忌 觉得这款黑麦威士忌的 口感比较特别 所以顺便带了一瓶回来喝 是这样 安石头将盒子和酒瓶 拿到了前座 重新在座位做好 低头看了看瓶身上的酒标 摆出一脸真诚的模样 感叹道 顾问最近的品位 下降了很多呢 池飞池很想感慨 在整个组织里 拨本阴阳怪气的水准 也是数一数二的 不过考虑到这话 可能会让安石头 本就不好的心情再度恶化 本着做人要和谐有爱的精神 没有吐槽安石头 转移了话题 你最近跟老师去调查过安子吗 安石头噎了一下 想想池飞池没反对 自己已经很难得了 也不愿意再破坏气氛 见好就收 一脸无语的把酒放回盒子里 把盒子封好 没有 毛利老师昨天开车 带小兰 柯南去了一个委托人家里 听说是他以前的委托人 那个委托人三个月前 从石阶上摔下来 已经去世了 昨天早上 委托人的未婚夫打电话给他 说委托人是被杀害的 已经知道凶手是谁 想邀请他去一下 他也问过我 要不要跟去 不过那个地方有点远 昨天晚上我有事情要做 所以我就没有跟去 今天老师 小兰和柯南到波罗咖啡厅 吃早餐的时候 我还听他们说起来 他们昨天晚上 去到那户人家的时候 打电话找老师过去的男人 已经被杀死了 他们解决了事件 又连夜赶回来 十分钟后 车子停在一栋公寓楼外 池飞池确认没人跟踪之后 跟着安石透下车 一起到了楼上 这不是池飞池第一次 到安石透家里 没有跟安石透客气 直接开口 借用安石透的洗手间易容 伪装成那个外貌 普通的大叔公安顾问形象 安石透也没有跟池飞池客气 把自己易容伤疤赤颈那段时间 从贝尔摩德那里蹭的小工具 丢给池飞池 让池飞池找找 有没有可以用上的东西 自己回到房间里 换上了公安工作期间穿的西服 顺便拿上了枪 两人再次出发时 开车的人换成了安石透 车子也换成了安石透的白色马自打 池飞池手头工具不够 没有把易容假脸做得太细致 借了安石透的一顶黑色棒球帽带上 拿上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在路上把账目报告继续看完 又写起了 自己要发给池家奈的调查报告 半个小时后 车子开到足利区那家私人医院附近 纪尾九情人两人下午 逃进医院之后 押送两人的警察封锁了医院出入口 同时也担心那两人挟持医院里的人当人质 小心翼翼地进医院搜查一遍 没有在医院里发现两人的身影 那些警察通知了警示厅 叫了支援 还让交通警察在附近路上设卡领检 很快 警示厅派出了机动队员 和其他组的刑事警察来增援 一部分人和医院的人 组织着病人撤离医院 一部分人进入医院 进行第二次更细致的搜索 留在大门在的指挥人员就负责调看医院内部 医院外附近街道的监控录像 到了下午四点多 第二遍搜查 没有发现那两人的踪迹 警示厅的公安警察加入了搜查 而白色马自达抵达医院附近时 医院的前后院子 大楼被探照灯照的明亮 病人已经被转移完了 整个医院内部静悄悄的 有一种奇怪的空旷冷清感 和医院里不同的是 医院大门口乱糟糟一片 救护车 警车停在一处 不少警察挤在几辆救护车车门前 一些警察则是拿着对讲机 焦急喊着什么 安石头把车停在巷子里 远远看到医院大门口的情况 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打电话联系上了封建玉也 很快 封建玉也从大门口 一辆转播车里下来 走到了巷子前 看到巷子里的白色马自达 回头看了看身后 确定没什么人跟过来 才动手走进巷子里 快步到了车子前 降鼓先 升 看清白色马自达里 还有另一个人 封建玉也愣了一下 他家上司是站在车子旁 只是车子副驾驶座的车门大开着 里面坐了一个 带着黑色棒球帽的人 正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双手手指 不时在电脑键盘上敲几下 难道降鼓先生 特地带了电脑高手来支援 但是这次抓捕计划 需要用到电脑高手吗 时飞时察觉到 封建玉也的视线 落在自己身上 顶着封建玉也 见过的公安顾问大叔脸 抬头看了看封建玉也 又低头继续写报告 用上了假声解释道 我有工作报告要写 还有三分钟搞定 你们先沟通目前的情况 不用等我 原来是顾问啊 封建玉也认出了那张大叔脸 思绪不禁飘忽了一下 带着别的工作出现场 就算顾问这样级别高的人 平时也很辛苦呢 顾问打字速度不算快 敲击几下键盘就停一会儿 也不知道一篇工作报告 要写多久 顾问这是不擅长写报告吗 还是说 顾问平时也像降鼓先生一样 喜欢把工作报道丢给布下来写 车里 池飞池修改着电脑里的报告书 他的调查报告 不仅要发给持加奈 还要用在明天会议中 以后还会存进公司内部网 必须好好写 不是他给持加奈发一封我调查过 没问题的邮件就能完成的 报告里面要写清楚 他对各处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估 评估根据 再加入账目数据进行对比 确认某个项目存在 或者不存在账目问题 如果有问题 他还要把问题都写清楚 除此之外 他还得注意用词是否得当 是否能让其他人理解等问题 最好在今天晚上12点前写好 发给持加奈 要完成这份工作报告 需要不少时间 他没打算靠自己一点点把报告写出来 只是把关键数据 判断根据等信息 输入方舟 由方舟生成报告书 然后他再检查一遍 把需要修正的地方修正 方舟生成报告 也就一两秒时间 报告里需要修正的内容不多 真正耗时的是他这里的操作 输入各产业的评估数据 就用了五分多钟 之后查阅已生成的报告 修正差不多得十分钟 其实报告到了持加奈那里 持加奈八成 也只是让方舟把重点提炼出来 汇报一下 只是一些内容 他们现在或许不会看 却一定要有详细记录 好在目前报告 也只剩几页没有查阅 修正了 等修正完 他再大致看一下 确认没问题之后 把报告发给持加奈 就可以收工了 车子旁边 封建玉也脑洞 已经扩散到了安石透身上 将谷先生经常拜托他 帮忙写工作报告 不会是因为将谷先生 不擅长写报告吧 难道将谷先生属于报告 看起来很好 但写起来 要花费别人数倍经历那种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帮将谷先生写工作报告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安石透不知道封建玉 也一瞬间想了那么多 远远看着医院大门前的混乱景象 正色问道 这里发生什么新状况了吗 是 封建玉也回过神来 转头看着向外说明情况 神色严肃起来 大概半个小时前 在院方配合警方 把医院里的病患 全部转移到附近医院之后 临时指挥处决定 再进行最后一次联合搜查 在场的警察和机动队员 全部参与 分组从不同的出入口进入医院 每组负责不同的区域 同时展开搜查行动 病床下方 洗手间等地方 都要进行细致的搜查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如果这样还找不到人的话 那说明鸡尾九千人 两个人已经不在医院里了 警示厅公安部 过来支援的公安警察中 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事 留在指挥处传递指令 其他人都进入了医院 加上机动队员和刑事警察 此次一共有57名警察 参与了全面搜查 但是全面搜查开始没多久 就陆陆续续有人失联 在指挥处的调度下 全副武装的机动队员 去查看情况 发现失联的人 晕在不同的房间里 现在已经有8个人昏迷未醒了 封建玉也转头 看着大门口的救护车 这家医院派了医生来帮忙 他们在救护车里 给昏迷的人做了检查 昏迷的人身上没有外伤 血压和心跳过低 还有人出现了呼吸抑制的情况 根据医生判断 他们应该是 吸入了过量的雾化麻醉剂 这才昏迷在房间里 现在有呼吸抑制情况的5个人 已经被送进医院急诊处了 救护车里还有刚送出来 情况比较轻微的3个人 医生正在为他们注射 提升血压的药剂 目前还有两个警察失联 指挥处知道他们失联前的位置 已经通知机动队过去找人了 医院大门口 四个带着防毒面具 全副武装的机动队员 两两一组 抬着担架从医院里跑出来 将担架上昏迷的两个警察 送到救护车上 安视透看着机动队员 成了抢救小队 整理了一下思路 出声问道 这些人昏迷的地方都在哪里 您稍等一下 封建狱也早有准备 左手拿着自己刚才带过来的平板电脑 解锁之后 把里面显示的地图缩小了一些 递给安视透 这是指挥处临时找人制作的实时地图 红点处就是发现昏迷警察的位置 安视透接过了平板电脑 看了看医院大图中 分散在各处的红点 又放大地图 查看每个红点的具体位置 里面有六个地方 是住院楼的病房 且位于不同的楼层 如果他们早就在医院里 布置了麻醉剂机关 之后趁乱逃离了医院 那在警方和院方组织病患转移时 那些机关有可能被人触发 但是之前转移病患时 并没有任何异常 那就说明 机关有可能是在病患全部转移之后 警方开始联合搜查之前才布置上的 他们现在很可能还在医院里 他们从下午两点多就进入医院 如果想用麻醉剂 放倒警察和其他人 应该早就可以完成了 之前一直没有动静 可能是打算悄悄藏匿在医院里 让警方认为他们已经逃到别处去了 等警方放松对这里的监视 再想办法逃出去 后来他们之所以会用麻醉剂 袭击搜查的警察 可能是因为 警方这次联合搜查行动 给他们带来麻烦 让他们觉得这样下去 他们会被找到 池飞池修正完的工作报告 用邮件发给池家奈 锁上了笔记本电脑 下车到了安石头身旁 探头看了看平板上的地图 和那些红点 抬头看向封建狱也 最后这次联合搜查 跟前几次有哪些区别 除了更细致 要求搜寻每一个角落之外 你们是不是还加入什么新办法 封建狱也一脸严肃地点头 是有不同 之前的搜查中 我们公安部带上了便携式热能探测器 不过其他警方没有 最后这一次搜查中 警示厅送来了很多热能探测器 负责进入医院搜查的警察中 基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 我们也怀疑 会不会是他们发现 我们用上了热能探测器 担心被我们抓住 所以他们开始急了 安石头低头看着地图上的红点 搜查人员带了实事对讲机 只要他们袭击某个点的搜查人员 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响动传出来 他们就会面临其他搜查人员组成的包围圈 所以他们应该是利用通风管道之类的设施 把大量物化麻醉剂灌进去 说着 安石头用手指滑动地图 停留在诊疗大楼 又调整了3D地图的视角 找到了麻醉科的位置 看了看同一楼层楼梯口房间 被标注的红点 搞不好 他们差点就会被发现了 当然 陆续有搜查人员被麻醉剂放倒 大楼里出现混乱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医院每个大楼的出入口 被我们布折探照灯 还安装了临时摄像头 指挥处的转播车里 随时有人盯着监控 封建狱也笃定到 他们没有机会 趁乱跑出大楼 应该还在大楼里面 安石头想到那些戴着防毒面具 抬着昏迷警察出来的机动队员 猛地抬头 看着大门口救护车旁边围拢着的人群 目光锐利地吓人 封建 告诉刑事部的木木警官 让他们配合我们的人 把所有人都排查 池飞驰本来也想到了 两人放倒两个全副武装的机动队员 假装成机动队员跑出来这个可能 只是很快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立刻打断了安石头的话 等一下 零 不对 不是那样 安石头愣了一下 转头看向池飞驰 就算知道这个时候 不应该想别的 但还是控制不住思绪恍惚 顾问应该是不想让封建 从安石这个称呼里 联想到池飞驰 才想用他的本名来称呼他 而打断他说话的行为不礼貌 再加上顾问语气有点急 顾问可能是觉得 直接称呼降鼓会有点遗止气势 所以才直接叫他灵 他完全可以推理出 顾问改变称呼的原因 这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听到这个称呼 他才突然想到 好像很久没有人叫他灵了 最早是从七年前开始 他生活里听到灵这个称呼的次数 就减少了不少 到了三年 他听到这个称呼的次数 就迅速减少到 平时难得听到一次的程度 再到一年前 尹达班长去世 他好像就没怎么听别人叫过他灵了 在公安警察里 他大多数时候是降鼓先生 在组织里 他是波本 此外 他也会是安石头 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的人 他不至于对自己的名字感到陌生 但他试着回忆 上次有人叫自己灵事在什么时候 好像也要把记忆往前拉很远 突然听到身边同伴这么叫他 他有一种时光与空间 在眼前错位的恍惚感觉 罪犯在遇到警察的时候 逃跑很正常 但是纪尾九情人 他们逃得太软弱了 一些行为也很奇怪 没有趁着转移病人时 制造混乱逃跑 手里有枪 却没有试着挟持人质 逼警方放他们离开 池飞池见安石头 还是直勾勾看着自己 并且双眼有些失焦 顿了一下 抬手在安石头眼前晃了晃 你在听我说话吗 啊 抱歉 我分心想了一下别的事情 安石头说回思绪 让自己快速把注意力 放回这次的抓捕行动上 回想了一下池飞池提出来的疑点 若有所思道 从五年前在抓捕中逃脱之后 他们就变得低调了 而国际刑警 给各国警方提供的信息之中 说到五年前 他们抓捕纪尾酒情人时 开枪打中了查理的腹部 难道说 查理五年前腹部中弹之后 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吗 封建玉也听安石头这么说 也想到了一件事 当年纪尾酒情人犯案很张扬 他们把骗被害人服下 麻醉剂纪尾酒 当成自己的作案标志 不介意会不会因此 而被更多刑警盯上 不过 根据他们这次 交代的新案件来看 东京那起仓库交尸案 应该就是他们做的 他们说出了很多 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细节 但这起案件中 被害人体内检测出的是安眠药 而不是麻醉剂 也没有酒精的成分 所以 这五年时间里 他们应该也有犯案 但是犯案的次数可能并不多 而且没有继续骗人服用 麻醉剂纪尾酒制的作案特征 让警方没法想到 这是纪尾酒情人做的 而这一次 他们在村子里被抓之后 在警署里 并没有表现出抗拒的态度 很配合地回答着问题 安石头看着医院大门的人群 没有持枪挟持人质 出现这种反常的举动 可能是因为他们没办法 长时间作战 因为制造混乱离开 需要抓紧时间 跑出警方的包围圈 可能需要持续的高速移动 至于持枪挟持人质 逼警方放他们离开 那也需要跟警方对峙一段时间 还需要策划逃离计划 并且实施 直到甩开警方的追捕 这期间 也要他们注意力高度集中 且身体状况稳定 相比起来 躲在医院某个地方 等警方自动放弃 身体不好 或者身体状况不稳定 也有希望躲过去 如果他们 是出于身体原因 而放弃趁乱逃走 他们就不可能 伪装成机动队员 到一群警察身边来 持飞持到 那样更危险 也需要更强的身体条件支撑 才能安全逃离 换句话来说 要是他们不受限于 自身身体问题 赶在病患 没有被转移之前制造混乱 会比现在冒充机动队员 更有希望逃离 安石头跟着思路分析 想来想去 都觉得持飞持的想法是正确的 那两个人的身体 可能出了问题 以他们之前的一些逃脱计划来看 他们也具备这样的策划头脑 不会让自己 落入现在这样的困境中 所以要排查的不是机动队员 当然 要是觉得不放心 也可以查一查 不过还有两件事 比核对机动队员身份更重要 实飞是看向封建玉野 棒球冒下的大叔脸 神色认真 显得格外严肃 第一件事 是调查一下这家医院的就诊记录 看看他们两人冒充的日本夫妇 有没有到这个医院来就诊过 他们选择逃到这里 能很快躲藏起来 又能通过通风管道之类的设施 把麻醉剂输送到多个房间 对这里有所了解 他们很有可能在这里治过病 也是故意选择逃进这家医院里 如果能找到他们的就诊记录 我们就能知道 他们之中的谁身体出了问题 具体是什么问题 虽然查理五年前腹部重担 很可能是身体出问题的那个人 但也不排除是莫妮卡身体不便行动 把情况确认清楚 有利于我们抓捕他们两人 第二件事 则是我们要尽快到医院里去 安氏透神色透出一丝凝重 很快转头 看着池飞驰笑了笑 对吧 池飞驰点了点头 看着逐渐恢复秩序的医院大门口 目光凭借而认真地轻声道 他们有预谋的选择 逃进这家医院里 医院里说不定会有他们准备的危险物品 就算没有提前准备 在无法逃脱的困境下 他们也可能做出一些危险的举动 比如尽可能地杀死一些警察 那他们使用麻醉剂让警察晕倒 可能只是在拖延时间 准备给我们一个大惊喜 他们应该还在诊疗大楼 安氏透看到门口的警察又在集合 似乎打算进入医院 神色瞬间变得俊丽 封建让那边的警察 不要大量汇聚在诊疗大楼附近 只留下出入口看守的人就可以了 另外 你告诉守在大门口的那些刑事警察 就说有两个同事要单独进去看看 我跟顾问要到诊疗大楼里查看一下情况 一定要快 如果纪维酒情人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我们越快查清楚就越安全 晚一点可能会有大麻烦的 等我们进去之后 你别忘了调查医院的看诊记录 有了发现就及时打电话联系我 是 封建狱也见安氏透脸色过于沉塑 把这么近去会不会危险之类的话咽了回去 正色应声之后 立刻转身出了巷子 快步往医院大门口走去 你还有别的帽子吗 池飞池转头看着安氏透问道 暴力搜查一刻也参与了这次搜查 目目十三 左腾美和子这些人见过安氏透这张脸 安氏透不能这么光明正大地走过去 让其他人知道他是公安警察 我车上还放了一件连帽外套 我前两天担心天气降温 晚上出门调查会觉得冷 才放在后备箱里备用 现在正好可以用上 安氏透露到车后 打开了后备箱 从一个纸袋里 拿出一件折好的黑色外套 为了方便活动 把西服外套脱了下来 只把黑色外套穿上 把证件之类的东西 全部换到黑色外套口袋里 顾问 我让封建把他的枪暂时给你用吧 现在情况紧急 就算我们没有提前申请 也不会有人追究我们 是不是违反规定 池飞池关上了副驾驶座的车门 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留在车里 没有拒绝安氏透的好意 这样也好 他们会利用通风管道 输送麻醉气体 手里还有枪 我们代购武器会安全一点 以我们两个人的射击水平 一起带着手枪进去搜查 应该就没问题了 安氏透关好后备箱 锁好了车门 把黑色外套拉连拉上 又把帽子戴上 笑着走上前 不过我们这个样子过去 可能会给封建的工作增加难度 医院大门口 封建狱也一看 其他警察已经集合完毕 准备包围诊疗大楼 立刻出声阻拦 等等 诊疗大楼里有特殊情况 我们公安会派人进去查看 在没有排除危险之前 请各位不要靠近诊疗大楼 搜查行动也暂时终止 先维持原样不变 刑事警察和机动队员 都准备进门了 被封建狱也走上前一栏 全都愣了一下 警示厅公安部的六个人 看到封建狱也挡门 没有问为什么 也跟着走了上前 拦在了大门口 那两个国际通缉犯 就在诊疗大楼里 对吧 左腾美和子不解问道 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手 还有穿上了防弹衣 携带着防弹盾牌 戴上防毒面具的机动队员 只要一路搜查上去 想抓住两个人 应该不成问题吧 封建狱也心里也觉得 这么多人一起上是没问题的 可是自家上司觉得有问题 那就是有问题 想解释 又说不清自家上司有什么判断依据 只好板着脸道 这是为了以防万一 反正大楼出入口 医院出入口 都有人守着 犯人跑不了 晚一点进行抓捕 也没关系吧 一旁 六个公安看到两个奇怪的黑衣人走过来 警惕看了过去 看到安石透抬手拉了一下头上的帽子 视线捕捉金发之后 猜到来人是安石透 放松了警动的神经 刑事警察和机动队员 全都背对着过来的两人 有人发现 公安警察往自己身后的方向看 有人则是 发现有人接近 转头看了过去 目光警惕地打亮两个神秘人 大晚上的靠近警察行动现场 还一个戴着棒球帽 一个戴着连帽外套的帽子 把脸挡得看不清楚 怎么看都很奇怪 而且被他们这么多警察盯着 就算是急到组织的人都会有压迫感 这两个人却没什么反应 让人担心这两个人会突然袭击 这是我之前说的 会进入诊疗大楼查探情况的人员 封建玉也主动出声解释着 退到一旁 让开了路 一切等他们确认过情况再说 由于池飞池和安石头的打扮实在古怪 在场的刑事警察和机动队员心情有些矛盾 一方面 他们知道公安部会调查一些特别的安子 里面有一些成员的身份是需要保密的 打扮成这样出现也很正常 另一方面 公安什么都不说清楚 就阻止他们包围诊疗大楼抓人 还找了两个人神秘的人进去 如果是警察体系对这件事有特殊安排 他们愿意配合 但如果是眼前这个公安警察出于个人私心 想放走罪犯或者要冒险夺功劳呢 那个 机动队的队长看了看 走到旁边的两个黑帽人 上前一步 看着封建玉也问道 请问 暂停抓捕行动 并让人先进去查探这件事 已经申请过了吗 我也想知道 木木十三 转头看着走近的两个人 一脸严肃地问道 这次抓捕行动的指挥权 现在由公安单独接手了吗 来的时候 不对 到现在为止 他们接到的只是信息 也只是公安部会过来帮忙 并不是让他们什么都不做 把事情都交给公安警察来决定 现在想让他们配合着 不进行抓捕行动 让两个奇怪的人先进去查看 至少也要给他们一个配合的理由 不管是解释这么做的原因 还是给他们一份我们得到了许可 现在听我们指挥的声明 总得有一样吧 我们不会让大家为难 池飞池用中年顾问的声音说话 语调也有些散漫 走到木木十三合机动队队长中间 赶在木木十三皱眉之前 从外套口袋里 拿出警察厅给自己的证件小本本 只是让木木十三合机动队队长 看到外壳并没有打开 恕我无法透露个人信息 不过 我们已经联络过警示厅 你们上级应该很快会给你们新的指示 只是现在时间紧张 我们要先进去 不会等你们确认清楚 安石头在池飞池拿出证件时 就侧头跟封建域也低声沟通 借用配枪的事 他可以让封建 获得这次抓捕行动的全盘指挥权 甚至封建自己 也能向警示厅公安部负责人 申请并获得许可 只是那样需要一点时间 他们现在最不想耽搁的 就是时间 这些刑事警察 听过安石头的声音 他又不能像顾问一样改变声音 就只能让顾问拿证件试一试了 看到警察厅的证件 再加上有封建这个公安部成员在这里 应该可以说服其他警察 让他们先进去 木木十三合机动队队长看清 那是警察厅的证件时 祖兰的心思确实一扫而空 带头退到一边让路 是 失礼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 下一步指示 安石头从封建域也拿了配枪 和驰飞驰走进大门之后 把手枪递给了驰飞驰 驰飞驰一边走 一边从外套口袋里 拿出毛线手套袋上 又擦拭了枪上的指纹 低头检查着枪里的子弹 大门口 封建域也没有耽误时间 立刻找到了 等在警车旁的医院院长 向对方询问 怎么能查到医院问诊记录 佐藤美和子目送着两个神秘人 走过前院 进入诊疗大楼 想着那本警示厅外科的证件 不确定这次抓捕行动的情况 到底有多严重 有些迟疑地 看向木木十三 木木警官 木木十三朝佐藤美和子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也不确定是什么情况 也暗示佐藤美和子暂时不要多话 封建域也听医院院长说 医院内部电脑输入自己的管理账号和密码之后 都能查到问诊记录 但院长去了距离门口最近的接待 急救楼 安市透和池飞池通过门口警察的看守 进入诊疗大楼之后 也拿出了自己的配枪 简单检查之后 打开了保险 走向楼层指示牌 压低声音问道 如果他们是来医院看病的时候 把一些危险物品 带到了医院藏起来 那他们藏东西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经常活动 可以长时间停留的地方 诊疗大楼内有各类检查室 麻醉科 手术室 药房 他们可能去过的地方不算少 我们从一楼开始往上找吗 还是先去麻醉室附近看看情况 池飞池也走到了楼层指示牌前 看了看楼梯指示牌 也压低了声音说话 直接去顶楼的麻醉室 不一定能找到他们 还是顺着找一找 等封建那里的消息 安市透点了点头 拿起前台处的一个笔筒 动身往电梯方向走去 那我们先强制 让电梯停在一楼 无法关门运行 然后走楼梯找上去 顾问 你说查理五年前被子弹打伤的部位 会不会是肾脏呢 我也有这样的猜测 池飞池跟着走向电梯 正常人有一个肾脏受到损伤 对身体影响不算严重 但如果是原本就肾功能异常的人 或是老人 一个肾脏受损 也会导致肾功能不全 查理不是老人 但不排除他之前肾功能不好 或是一侧肾脏存在问题 在五年前 又被子弹打中了完好的那个肾脏 让他五年时间里 一直承受着重担的后遗症 而肾功能出了问题 确实会有浑身乏力 容易疲倦 和体能衰退的症状 也会引发心血管疾病并发症 这些病症都可以让人 没办法进行挟持人质的逃亡计划 如果稍微严重一点 甚至没办法进行太剧烈的运动 是啊 虽然肝脏 胆囊出问题 导致的肾功能不全 同样会出现乏力异倦的情况 和多种并发症 一直不好的话 还会有上腹部疼痛的情况 那样也影响人正常活动 但肝脏和胆囊都只有一个 人要活着 就必须留在体内 这样到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一定能看出呢 是子弹贯穿伤 就算他找理由胡弄过去 医生也肯定会对他有强烈的印象 在警方进入医院搜查时 可能就有医生从照片认出 那是医院里的病人 安石头认真分析到 他们伪装成那对日本夫妇 到日本也才半年 来看诊 也会在这半年里 要是子弹打伤过肝脏 或者胆囊 应该会有医生剂的他们 如果是肾的话 要遮掩就简单多了 迟非迟到 可以把受伤的肾脏切除 枪伤痕迹 就用手术伤疤之类的做掩盖 医生问道 为什么有过肾脏切除手术 也容易遮掩过去 再就是 当年查理和莫妮卡 是在逃跑中被枪打中 而追捕他们的国际刑警 明确说道 查理被子弹打中了腹部 肝脏和胆囊在右上腹 混乱中会让人不确定 到底是胸腔部位 还是腹腔部位 国际刑警可能会说 胸腹部或者肝躯 如果不是确定在腹部 国际刑警是不可能明确说 腔伤在腹部的 说话间 两人到了电梯前 没错 而肾脏在中腹的左右侧中 下腹重弹会让人第一时间 确定是腹部重弹 安石头按下了电梯门的按键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 蹲下身 把笔筒放在两道电梯门中间 这样 电梯门就关不上了 哇叶 飞驰怪叫出声 主人 电梯顶上有一个女人 驰飞驰察觉到 飞驰身子都绷直了 抬手放在左肩上 用手隔着冬季的后外套 给飞驰按了按身子 她是不是太久 没带飞驰去狩猎了 不就是电梯顶上有个人吗 这都能把飞驰吓一跳 飞驰身体放松了一些 但声音还是很激动 她现在就趴在电梯顶上 眼睛还贴着安全窗路处的缝隙 在看我没有 她还在看 太吓舌了 是非只想到电梯窖顶上 有人在静静盯着他们 觉得浑身不自在 猜测电梯顶上趴着的人 很可能是莫妮卡 转头左右看了看 寻找着目前可以借用的道具 医院病患和医生撤离得比较着急 诊疗大楼一楼的地上 有些凌乱 咨询台边调了一本登记册 一个女性用的黑色隐形细长夹子 一粒被采葬的药片 和三支原子笔 医院的原子笔 不是都会越用越少 经常神秘失踪吗 她待过精神病院 待过宠物医院 也因高烧不退 住过综合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同时 她见过福山志明 和重症监护室的负责医生 站在病房门口 一手拿签字单 一手摸遍了空无一笔的口袋 那一刻她就知道了 以前她在宠物医院 兼顾宠物猫狗的术后观察 上药工作 在病房 看诊处 药房 来回转上两圈 发现自己口袋里的签字笔消失时 她的反应 可能跟那两个人一样 摸笔的手显得茫然 表情倒是淡定的有些麻木 这家医院 居然还能三支原子笔掉在地上 真是赋予得让人觉得 有点不对劲 不管那边的原子笔 通往洗手间的走廊上 居然还有水桶 抹布 拖把之类的东西 靠墙放着 是清洁人员急着撤离 随手把东西放在了那里吗 好了 我们去 安市透站起身 发现池飞池在左顾右盼 疑惑地压低声音问道 顾问 这里有什么不对劲吗 不 池飞池走到放水桶的墙边 伸手拿过拖把 转身回到电梯门口 拿着拖把进电梯 我只是看到 电梯地板上有水字 强迫症有点犯了 由于安市透在电梯门中间 放了一个小盒子 池飞池在握着拖把木柄中段 跨进电梯时 为了不让拖把扫飞小盒子 由于把拖把提高起来 假装不小心 让拖把木柄顶端 对到了电梯窖顶的安全窗 趴在窖顶上 透过安全窗缝隙 往电梯门口 看得小黑 看到拖把顶端对向安全窗 急忙翻身向并一边 避免了被安全窗拍脸的下场 咚 拖把顶端对的安全窗 往上开了一点 重新落了下来 边缘和较顶板层 严丝合缝地合在了一起 英池飞池往前走了一步 让拖把顶端又往前带了一点 正好磕到了安全窗的安全锁卡扣 让卡扣前端一部分 卡进了凹凸槽中 小心一点 安市透看到池飞池 居然用拖把对到了电梯顶上 下意识地出声提醒着 脚步也往前踏了一步 听到电梯较顶的细微声响 想到池飞池突然地强迫症举动 趁着抬头看电梯顶部的机会 把安全窗的安全锁都 飞速扫尸了一遍 看到安全锁并没有好好扣上 心里有了答案 电梯顶上有人躲在那里吗 刚才对方会不会再透过 没有完全合上的安全窗 再偷看他们 一想到刚才他在电梯门口放盒子时 有一只眼睛 静悄悄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汗毛都竖起来了 几位九情人那两人 可能比他想象中难缠 确实该小心一点 抱歉 池飞池转模作样地 为自己的莽撞行为道歉 用拖把将电梯地面的水字脱干 又拿着拖把往电梯外走 好了 这样就顺眼多了 真是的 安氏透配合着笑道 你看到地面有水字 就想清理的毛病 还是没有改啊 池飞池出了电梯 将拖把放到了墙边 侧目看着安氏透 目光沉浸认真 却还是用着中年顾问 大叔那种散漫的语气 声音说话 都是我太太以前 因地上有水字而滑倒了 我那天到外面工作 只有她一个人在家 让她不得不自己去医院 事后她跟我说起来 我才想起 水字是我不小心弄到地上的 每次想到 都愧疚得不行呢 重点 太太 她一个人在 自己 安氏透回望着池飞池 用坚定的目光表示自己 已经收到了池飞池的信号 耳朵留意后方 电梯较顶上的动静 所以 你就养成了 看到地面有水字 就想清理的习惯吗 清理了几次 突然就习惯了 之后看到水字 如果不加以清理 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担心会有人因为水字滑倒 而且我太太又是一个冒失的人 池飞池说着 走到了咨询台旁边 在散落的三只 原子笔旁边蹲下身 抬头看着安氏透 提醒安氏透 关注一下原子笔 我只好细心一点 在家里多注意一下 有可能会让人滑倒的东西了 原来如此 安氏透注意到池飞池的视线 可以看到电梯里的情况 放心地离开了电梯门前 一步步走到池飞池身前 在池飞池对面蹲下身 用戴着毛线手套的右手 捡起一只原子笔 垂眸看着 摔倒有时候也会很麻烦的 这三只原子笔 原先放在柜台上 在紧急疏散时 被人碰掉了 他是在宠物医院里待过的人 医院咨询台的原子笔 一般都会系上房丢绳 不然转个身就找不到了 不会这样被碰掉在地上 是医生和护士撤离时 被人群挤掉了 被人踢到了咨询台边 大厅里地面有点凌乱 也有一些纸张 发卡之类的东西掉落在地 应该是疏散时 有人的随身物品被挤掉了 看地上的情况 是有原子笔被人挤掉的可能 不过这三只原子笔 是同一品牌 笔身上还印着医院的标志 说明这是医院 为医生和护士们提供的办公笔 病患家属 身上带的原子笔 有可能会被挤掉 医生和护士身上的笔 却很难因为人群拥挤而掉落 他以前在宠物医院时 亲眼看过一个医生找顾问借笔 下一秒 顾问被叫去了解宠物情况 对方签完了字 又被人急急忙忙叫走 笔也就被对方顺手放进了口袋里 等顾问跟另一个医生说了宠物情况 在因其他事情 在医院其他地方转上两圈 到了需要签字的时候 他口袋里那只笔 就能发挥作用了 医生和护士忙起来的时候 会忙得团团转 没时间去等别人写完字 把笔还给自己 也容易被种种紧急情况吸引了注意力 时候能记得自己的笔到哪里去了 就算好的了 而医生很多时候需要签字 填写病例本上的记录 没有笔也是不行的 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笔没了 又急着向别人借 达成了一个不完美的循环 总会有人发现自己口袋里的笔多了 也总会有人没有笔可用 工作两天 他就发现了医院里的笔 是一种特殊资源 会随时在口袋里 帮顾问准备一支笔 避免他们在需要写字的关键时刻 在周围到处找笔 他不是医生 平时也不穿白大褂 但只要是跟顾问去病患 和家属多的看诊处 他也会找件白大褂穿上 就是因为白大褂的口袋身 笔之类的东西不容易被挤掉 反过来说 这里除非挤到医生护士都摔到了 不然这些原子笔 是不太可能被挤掉的 而紧急疏散时有警察在场 也不会混乱到这种地步 所以 这三支原子笔 掉在这里 有点奇怪 这三支笔看上去都很新 难道说 安试透把三支原子笔 一一捡起来看过 把原子笔放回原处 起身走到咨询台后 亲手亲脚的伸手 拉开了抽屉 这是咨询台存放起来 备用的原子笔 有人打开咨询台的抽屉 翻找东西时 可能随手 把笔丢在了咨询台上 离开时 把笔碰掉了 或是对方 拿走某种东西的时候 把抽屉里的原子笔也带了出来 之后原子笔掉落在地 而对方匆匆离开 并没有在意 这三支原子笔 翻过抽屉的人 有可能是纪尾九情人 如果他能知道 对方翻抽屉的目的 有没有拿走什么 说不定可以让他们弄清楚 对方做了什么准备 池飞池也站起了身 面上若无其事地 转头看着安试透翻抽屉 实则借着转头的机会 观察了周围 确认周围没有异常或者危险 纪尾九情人两个人分头行动 这不是一件好事 查理的身体可能出了问题 但并不影响 查理会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 被通缉前 查理就已经掌握着六国语言 能够杀死那个化学博士 是因为自身也掌握着 深厚的化学知识 能够骗取那么多人的信任 其中不乏珠宝商富豪 和学术人才 也说明查理自身双伤出众 这是一个高智商犯罪的 代表性人物 现在他们只确认了 莫妮卡的位置 查理还像毒蛇一样 潜伏在某个地方 要是他们现在急着抓捕莫妮卡 查理可能会从他们背后 给他们狠狠来一击 另外 虽然他借用小动作 把电梯安全窗从内部锁上了 但是不排除莫妮卡 还有办法从电梯窖顶上面下来 或是爬到二楼 扒开电梯门出来 再绕到一楼袭击他们 他最好多多注意周围的环境 以免被那两个人跑出来 打个措手不及 警方为了方便搜查 把大楼里的灯都打开了 所以大厅的光线并不昏暗 比医院正常情况下的灯光都要亮 但是在开阔又寂静的大厅里 太过明亮的光照着白墙 反而给人一种森冷的感觉 他实在不喜欢这种环境 有时候白色也不比黑色 更让人安心 站在光亮中 反而会更难看清阴影里的情况 还是抓紧时间 搞定那两个人比较好 要是能知道 查理和莫妮卡到底想做什么 大概就能知道 查理可能会在什么地方了 回到这次追逃的其实点 查理和莫妮卡 在东京以北的一个村子里被捕 今天下午进入东京 在足利区这家私人医院外 警车接连爆胎 查理和莫妮卡 趁乱袭击了警察 抢走一个警察的配枪 然后跑进了医院里 根据他们的判断 两人在医院里逗留 没有尽快逃离医院 或者挟持人质 是因为身体出了问题 无法长时间与警察对质 而这个身体出问题的人 很可能是五年前 腹部重担的查理 两人应该是想藏在 某个地方蒙混过关 但是日本警察 及时封锁了出入口 还疏散了医院里的人 一波接一波的搜查 最后还用上了 红外热能探测器 等一下 他们之前默认 两个人发现跑不了 准备报复社会这个可能 日本警方大动干戈 严密封锁 并进行搜查的可能吗 作为一个高智商罪犯 查理选择这里作为逃脱点 难道就没有为逃离这里 做更多的准备吗 纪委九情人 在警方追击屡次逃脱 要说两人缺乏策划能力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两个人之前没有动静 搞不好不是因为想蒙混过关 而是在筹备一个 需要耗费不少时间的大计划 本来就没想着蒙混过去 假设他是查理 结合自身能力和环境来搞事情 他会考虑制作化学毒气 化学毒液 化学 假设医院疏散病患和医生 也在查理的计划内 查理希望看到这种走向 并且放任医院把人都转移走 思索着 池飞池拿出了手机 翻出了这家医院附近的地图 咨询台后方 安石头把所有抽屉打开看过一遍 找到了明显有物品医师 里面还留有两只备用原子笔的抽屉 俯身仔细观察了抽屉里的痕迹 直起身 拿出手机发邮件 同时低声解释道 顾问 有东西被拿走了 似乎是一个 诶 四指发现的纸袋 我让封建找医院 诊疗大楼咨询台的护士 问一下被拿走的是什么 池飞池在手机显示的地图上 写写画画 又在备忘录里打了字 伸手拍了拍安石头的肩膀 将手机备忘录里的内容 给安石头看 让他们切断医院主水管 水塔的供水 派人到医院后的医疗废水 集中处理处 堵上管道 或者把医疗废水 抽送到安全设备中 进行处理 安石头把字看完 抬眼朝池飞池头 去疑问的目光 池飞池在手机上 切换了那张 被自己写过画过的地图 让安石头继续看 地图上圈出了 附近的医疗废水处理厂 画出了附近的 供水管道的大致走向 还标注着一些数字 公式 无人等简单的文字 安石头对照着那些数字和公式 看地图上的线条 突然明白了 池飞池的意思 医院里的病人和医生都被转移走 从下午6点过后 医院就不会再用水 水会持续灌入医院的储水水塔 到晚上10点左右 水塔里的储备用水 会接近满溢状态 这段时间里 由于医院内部用水停止 排污管道也会停止排放污水 方便人动手脚 将之接到供水管道上 排污管不再使用 也会一直连通着医疗废水处理处 只要计算得当 就可以利用调整开关阀门等手段 造成管内压异常 等储水塔接近满溢状态 在医院内部 砸破某个地方的供水管道 就有很大可能 将医疗废水道抽出来 灌进供水管道里 医院的污水里 会含有化学物质 病原体 放射性废水 必须集中进行处理 在处理过程中 沉淀的污泥里 还会有大量细菌 病毒 寄生虫虫卵 需要经过消毒 或者高温堆肥 才能用作肥料 连接着排污口的池子 应该会是处理废水 最早的沉淀池 一般沉淀池的设计 都会防止污水回流 但如果 有人故意引起污水回流 也是有办法让污水 污泥被倒抽出来的 附近几家医院的医疗废水 都会排到后面的处理处 集中处理 就算这家医院停了排水 其他医院也会持续排入污水 污水足够多 如果查理和莫妮卡 真打算这么做 可以成功污染医院的水管 除水塔 搞不好还能污染到 周围的供水系统 附近有不少人居住 一旦供水系统 被医疗废水污染 又没有被人及时察觉 就会导致大量的居民染病 制造出瘟疫支援 池飞池收回手机 切换到备忘录 又在下方打出一行字 重新放到安石透面前 他也可能会往管道里投毒 提前做好防备 停掉医院供水系统 和排水系统没有坏处 让他们尽快 越早越安全 也要做得隐蔽一点 别惊动了 查理和莫妮卡 安石透神色凝重地 朝池飞池点了点头 在未发出的邮件中 添加了新内容 医院外 木木十三合机动队队长 接到了通知 让他们将指挥权交给公安部 配合公安行动 得到新指示 木木十三合机动队队长 才带上两个人 到接待大厅 寻找封建玉也 封建玉也刚收到安石透的邮件 正打算想出门找人帮忙 看到人来了 立刻把安石透安排的事情 分了出去 同时 院长也在电脑里 找到了查理和莫妮卡 冒充的那对日本夫妇的求医记录 里面记录了查理肾功能不全的诊断 也包括着一侧肾脏切除 一侧肾脏功能异常 这样的检查记录 还有不止一次的血液透析记录 封建玉也把记录全部结了下来 用邮件发给了安石透 五分钟后 佐藤美盒子找来了 诊疗大楼一楼咨询台的值班护士 确定抽屉里被拿走的是 预约登记册 医院诊疗大楼里 池飞池和安石透滑水式的 在一楼各处转了一圈 安石透没急着往二楼去 回到了咨询台附近站定 低声念着手机上收到的邮件内容 虽然现在能够在网站上看到预约 但诊疗大楼的咨询台 还是会有一本预约的登记册 让值班护士看到预约人之后 可以及时接待 或者给对方提供帮助 查理冒充的那个男人 近几天有预约血液透析吧 池飞池低声问道 安石透点了点头 轻声回道 值班护士听到他现在那个的名字之后 就想起来了 他三天前预约过检查和血液透析 预定过来的时间是今天下午 他原本应该是想从那个村子 参加完冬日集之后 就回东京 到这里来做血液透析 那么 他现在应该会在那里 池飞池点头 肯定了安石透的推测 转身走向电梯 之前他就想过 查理的身体状况 会不会比他们想象中更糟糕一点 查理放任医院 把病人和医生转移走 除了想利用医院供水管搞事情 会不会也是因为 查理必须独自在医院里做点什么 比如 等医院的人全部离开 就自己到透析室 做血液透析 在发现查理预约过 今天进行血液透析之后 这个猜测总算得到了证实 今天下午 查理逃进医院之后 身体状况就已经很不好了 在医院的人全部转移之后 就独自到透析室 做血液透析 拿走咨询台的预约记录册 既是为了隐藏自己 会来这家医院治病的事 就算隐藏不了 也要拖延被发现的时间 此外 就是为了隐瞒 自己今天需要做血液透析的情况 血液透析 一般是四至五个 池飞驰和安石透 再一次进入了电梯里 飞驰用热眼观察了一下 肯定地表示顶上没有人 那个女人已经离开了 安石透听不到飞驰的说话声 用拖把顶端 轻轻打开了卡扣 正色朝池飞驰 递了一个我上来的眼神 踩上扶手 抬手慢慢推开了 叫顶的安全窗 池飞驰没有阻拦安石透行动 看着安石透 丙心灵神地打开安全窗 爬上窖顶观察情况 拿出手机 给安石透发了一封邮件 要是直接告诉安石 人已经离开了 他说不清 自己是根据什么做出的判断 不如让安石自己上去看得清楚 再就是 莫妮卡之前待在一楼 应该是为了放风 在他把电梯窖顶安全窗锁上之后 莫妮卡没法观察到他们的情况 甚至很难听到他们的动静 这才离开了电梯窖顶 但既然要放风 莫妮卡就不会离开太远 他们刚才一直在一楼打转 在二楼某个靠近楼梯口的位置 随时观望他们有没有上楼 会不会到六楼透析室打扰查理 这样的话 等安石查看电梯窖顶 安石就可以 顺便从电梯井里爬上二楼 从二楼八电梯门出去 而他就从楼梯走上去 发出一点动静 吸引莫妮卡的注意力 和安石配合确认莫妮卡的具体位置 并且形成包围 先前没办法确定那两人的位置 他们需要谨慎小心一点 现在基本确认了那两人的情况 可能在的位置 他们当然就要正式出击了 电梯窖顶上 安石头拿出手机看了邮件 给池飞池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在池飞池转身离开后 用电梯揽绳借力 轻松地爬到了二楼电梯门下方 二楼电梯门被扒开了一人宽的间隙 外面明亮的灯光照进了电梯井 安石头屏住呼吸 听了一下电梯门外的动静 确认外面没有响动之后 才探头看了看外面走廊 动作飞快地爬上二楼 翘无声息地挤出了电梯门 回忆着一楼楼层只是排上的内容 电梯左右两边有着长长的走廊 墙壁被罩得雪白一片 诊疗大楼原本设有一处电梯 两处安全通道楼梯 不过之前警方进行全面搜查时 用大锁锁住了大楼一侧的安全通道 只沿着剩下的一处安全通道楼梯 一层层往上搜 那些锁到现在还没有打开 所以 莫妮卡只会守在当前 唯一可以上下楼的那处安全通道附近 安石透在脑海里 规划了前往安全通道楼梯口的路线 心里告诉自己 不要急躁 把速度放到最慢 把动静放到最小 慢慢找过去 终于在二楼楼梯口的小门后 看到了一个女人 女人扒着安全通道出口门的握把 身体紧贴在安全通道出口的门上 眼睛从门上的狭窄缝隙中看出去 关注着楼梯间的情况 楼梯间 驰飞驰走到一楼至二楼的缓步台上 一手拿着手机假装打电话 一手在口袋里磨出香烟 配合上中年顾问大叔说话时 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 就像是一个在工作中 抓住机会摸鱼的老油条 是啊 我们刚找完一楼 没办法 只有我们两个人 一边要注意安全 一边又要搜查 速度肯定快不了 紧不 干脆直接开启全面搜查吧 在尘缓拖沓的脚步声中 有一放轻的说话声 还是传到了二楼楼梯出口 莫妮卡虽然疑惑 怎么只有一个人上来了 但是听门外的中年男人 说到全面搜查 还是把心里的疑问抛开 凝神听着外面的声音 连身后一点轻微的响动 都没能留意到 安时透一点点 靠近莫妮卡时 隐约听到楼梯间的说话声 再看莫妮卡专注听声音的模样 就知道 时飞驰有意吸引莫妮卡注意力 给她制造下手的机会 估算了一下自己 和莫妮卡之间的距离 看了看莫妮卡 握在右手里的手枪 放轻脚步继续前行 再靠近一点 她就敢保证自己 一定能在第一时间 制住莫妮卡 只要三步 两步 一步 是 她去洗手间了 等我回来 我们再网上找一找 然后 楼梯间 某个中年大叔的声音 已经变得清晰 似乎没几步就会到门口了 安时透看到莫妮卡 准备从门后退开 在莫妮卡转身的一瞬间 如猎豹一般 扑到了莫妮卡身前 一手抓住莫妮卡 拿抢的右手手腕 一手握拳砸向莫妮卡腹部 到了这一刻 安时透才正式看清了 莫妮卡这时候的长相 他们看到的资料照片中 被莫妮卡冒充的中年女人 脸型比较瘦削 有着上条的眉 眼白裸露颇多的双眼 看上去就不是好胡弄的人 但照片上的女人 顶多只是看起来 有点挑剔刻薄 而莫妮卡本人的脸 即便不满惊恶 也难以掩盖 发现自己被攻击之后 一瞬间涌上眼底的胸利 比照片上的样子 更具危险气息 啪 莫妮卡的反应 比安时透要快一些 即使把手臂挡在自己的腹前 用小臂肌肉结实的地方 挡住了安时透的拳头 同时 也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泄力 后背也靠向那道 安全通道楼梯门 下一秒 门后的池飞池拉开了门 莫妮卡还被来得及靠到门上 就感觉到身后一空 心头一凉 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池飞池用左手控制住 莫妮卡挡在腹前的左手 右手中带麻醉药的手帕 已经按在莫妮卡口鼻上 啊 莫妮卡要喊出口的声音 被堵了回去 本来还想抬脚踢身前的安时透 却被安时透及时补上的拳头 击中了腹部 身体失去力气时 又吸了一大口手帕上的麻醉剂 意识也变得模糊起来 池飞池用中年顾问的声音提醒一会儿 至少控制一分钟 确保他真的晕过去了 即将失去意识的莫妮卡 这家伙有必要这么谨慎吗 真不愧是 安时透把七月这个代号验了回去 用莫妮卡手里拿走了枪 看了看通往三楼的楼梯 轻声道 封间那边差不多还要二十分钟 才能把管道完全堵上 现在是九点五十分 管道至少要到十点十分 才能完全堵好 如果查理打算十点行动 还要由我们去拖一下时间 顾问 要不你在这里把莫妮卡绑好 我先上去看看吧 不行 要去一起去 池飞池不太放心 安时透自己乱跑 顿了一下 又补充道 莫妮卡可以交给一楼门口的人看守 安时透拿出了手机 低头发邮件 也对 那我让封建通知他们 让他们上来接手莫妮卡 池飞池用手帕 足足捂了莫妮卡一分钟 在这期间 安时透就把莫妮卡身上的危险物品 都搜了出来 等楼下的两个机动队员上楼后 就让两人把莫妮卡绑好带下去 晚上九点五十五分 诊疗大楼六楼 透析式的门没有关紧 足足留了三指宽的空隙 传出断断续续的哼唱声 深爱夏天的人 内心坚强 击打岩石的海浪 我的父亲 池飞池和安时透走到门口 确认门口没有异常物品之后 转头对视一眼 池飞池先 安时透一步伸手 推开了透析式的门 透析式里宽敞明亮 摆放着一张张床铺 和一台台血液透析机 靠墙边的天花板 被砸得凹陷下去 露出了上方水管管道的一角 接了一根消防水带出来 消防水带垂落到床铺上 由于内部没有水 消防水带像是一条干扁的海带 在水泥块 尘土上铺开 一直延伸到透析式 后方的医疗废品 放置式 靠门的位置 一个体型微胖的中年男人 坐在病床上 右手按着左臂上的止血贴 冬季后外套和毛衣搭在床头 只穿了长袖T恤的身躯 看着有肉 实则全是水肿 带来的视觉效果 面部也肿得有些腹态 脸色却是灰败发黄的 察觉有人进门 中年男人抬眼看了看 池飞驰和安石透 很快又搭拉下眼皮哼歌 好像自己不是一个危险的 国际通缉犯 仅是一个刚到医院 做完透析的普通病人 深爱秋天的人 内心深邃 宛如泥南爱雨的海涅 安石透在门口停下了脚步 打亮着男人那张脸 确定那就是被查理 冒充顶替的日本男人的脸 没有急着上前 池飞驰倒是直接走到了透析机前 看了看屏幕上显示的内容 还顺手把搭在床边的动静脉 穿刺针拿了起来 暂时放到了机器上 查理 贝尔蒙 是吗 安石透 顾问收拾的动作太流畅俐落 这样开口确认查理的名字 就像是一名过来查看 病人情况的医生一样 这两个人 是在玩什么角色扮演吗 是 男人没有在哼歌 抬眼打亮着池飞池 摸不准这会不会是什么审讯手段 心里涌起了逆反心 故意不去提 查理 贝尔蒙 声音还是有些发虚的说着透析的事 我已经做过二十多次透析 该怎么操作都记下了 不会让自己身体出问题的 不过机器有没有用坏 我就不管了 池飞池又看了一下查理安压的左臂 觉得不争之罪也很疯狂 到了这种时候 他居然在想着 查理手臂安压止血正不正确 水肿情况持续多久了 最近病情有无恶化 当下感觉怎么样 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 他实在是太想问出来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池飞池还是决定问了 身体有没有什么 哪里感觉到不是 查理愣了一下 打亮池飞池的目光逐渐变得古怪 没有 我的操作跟医生一样正确 这一点我敢保证 现在感觉跟以前做完透析 也没有什么两样 这家伙不会真的是医生吧 还是说 这家伙是在暗示透析机有问题 自己已经中招了 如果他身体不适 就说明对方某个手段 该有的症状出现了 琢磨着 查理故意冷笑了一声 哼 你该不会真的是医生吧 池飞池走到查理对面的病床上坐下 顶着中年顾问的脸 用着中年顾问的声音 有些散漫道 我不是医生 只是平时对兽医之类的职业感兴趣 安市透 顾问是故意搞事情吗 先是表现得像一个医生 上前查看机器 询问对方情况如何 在对方问是不是医生时 虽然没直接说我是兽医 但告诉对方 只是对兽医职业有兴趣也差不多了 很像在骂对方 你是只动物 家畜 看着查理这脸色 他很想掏枪 提前防备查理抱起伤人 查理脸上的情绪 从惊恶逐渐变成愤怒 眼里也透出 一股吓一秒就能杀人的凶狠杀气 飞池压着声音提醒 主人 有杀气 池飞池 其实 飞池不用提醒的 这股杀气他不仅能感觉到 还能从查理的表情中看到 你该不会想故意激怒吧 查理强行收敛了自己脸上的怒意 直白问道 还是说 你认为我跟动物没什么区别 池飞池在心里赞赏 每一个直率的孩子 肯定道 当然了 人本来就是动物 脊锁动物门 脊椎动物亚门 哺乳缸 林掌木 人科 人鼠 查理 想象中的羞辱呢 这种情况 来抓他的人 不是应该一脸正直地宣告他被捕了 然后愤怒地指责 以你做的事 你不配为人吗 如果对方真要这么做了 他心里反倒踏实 但是对方却说人本来就是动物 这对话方向 有点超他的预料 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石透 顾问现在还正常吗 还是说 这是顾问用来拖延时间的办法 如果是拖延时间的话 效果应该会很不错 查理现在明显比之前迷茫多了 也不由自主地 把注意力放在了顾问身上 查理已经怀疑 是不是医院疏散病患的工作出现失误 让精神科的患者被遗漏 并跑上来找自己了 装出不以为然的姿态来试探 莫尼卡之前 给我发过邮件 说有两个人进来了 就是你们两人吧 没错 就是我们 持飞时目光平和地指示着查理 我想跟你聊两句 如果你听我说过之后 不想跟我聊 你也可以拒绝 查理默默判断 眼前这个中年大叔 脑回路不太正常 心里的愤怒完全消散 脸色恢复了之前的和缓 却没有之前那么倦怠 透出一丝好奇 那你说说看 看在你很有趣的份上 只要不是太无聊的话题 我都愿意跟你聊一聊 首先是一个问题 持飞时问道 你现在有分享 倾诉的星号星号吗 查理沉默了一下 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人是群体动物 遇到一件足以刺激自己神经的事情 就会想要跟他人倾诉 分享 罪犯当然也不例外 持飞时用着中年顾问散的语调 不急不缓道 连环杀手 基本都能从作案中获得掌控自我 掌控他人命运的快感 如果不对外分享 分享星号星号 就会始终被压抑 有很多连环杀手 明明可以把罪行做得再隐蔽一点 却还是会故意留下线索 这往往被视为对警方的挑衅 但这种挑衅 不是出于怨恨 只是罪犯为了满足自己的分享星号星号 如果能够在成功逃脱追捕之余 还能成功分享出自己的心情 获得快感 会比不为人知的杀戮 要强烈得多 而你 查理 你就属于这一类连环杀手 在发案期间 你本有其他手法可以选择 却还是一直坚持以 麻醉及鸡尾酒 作为犯罪标志 这也是一种对外分享的行为 你想告诉大家 那些都是你做的 查理颇感兴趣地看着赤飞池 耐心听完之后 还点头认同 你说得不错 被通缉之前 我就想过自己这么做案 早晚要被国际刑警注意到 但我还是想这么做 当亢奋心情积压在心里 无法向外分享 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 安士托觉得 眼前这两个人的精神或者认知 都有点不太正常 却也想摸清楚罪犯的犯罪心理 走到赤飞池身旁坐下 不是可以跟莫妮卡分享 倾诉吗 跟他分享 就会安全得多 赤飞池知道这题的答案 转头对安士透道 假如我们供养了一盆盆栽 在我们两个人的精心浇灌下 盆栽开出了美丽的让人惊艳的花 我们当然也会再凑在一起 谈论这盆花有多看 有多稀有 但如果你只能跟我一个人分享谈论 天天如此 你不会觉得那样很无趣吗 没错没错 查理有些臃肿的脸上露出愉快笑容 跟莫妮卡分享 跟警方分享 跟大众分享 跟同为连环杀手的其他人分享 那完全是一样的心情 有了一个可以分享的人 不代表不需要第二个 第三个 还有的罪犯 会跟被害人倾诉上一次犯案的心情 池飞池看着查理问道 你有过吗 当然有过 查理笑着道 那个被刀子刺死的人 从受伤到死亡 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然你以为我那段时间 是在跟他说什么呀 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 很残忍 冷血 不过安士透在组织见多了连环杀手 对此没有过多的反应 池飞池也没有太惊讶 继续问道 回到我最开始的问题 我想问的就是 你已经在警局交代了那么多犯罪细节 分享欲应该已经得到过满足 现在距离你从警局出来 不到一天时间 你现在面对 我们还会有分享信号信号吗 不过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你应该还有对外分享的信号信号 如果是那些只会问无聊问题的人 我想我可能没多少分享 信号信号了吧 除非是为了戏弄对方 否则 我是不会跟他们分享什么的 但是你不一样 你的问题很有趣 查理说着 再次笑了起来 圆脸上的笑容 显得温和坦荡 罪犯也跟普通人一样 面对聊得来的人 当然会更有聊天的信号信号 你很会说话 实非是心态平和的指示者查理 我只跟你聊 不想跟那些无聊的人聊天 跟我不想跟那些无聊的人聊天 但你不一样 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 不过 前者更适合用在一对一亲密关系中 后者更适合用来跟有人 出使者 关系亲密程度不够高的人交流 你有专门学过这些沟通技巧吗 还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这要怎么说呢 我从小就很擅长跟别人交谈 查理语气轻快 当然我也有特别留意过 自己的言行是否会让人不快 没有系统地进行过学习 不过确实思考过 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所以应该算天赋 但也有后天思考 改进的功劳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我也没有太过刻意 话说回来 难道你是记者吗 还是一个想研究我犯罪心理的心理学专家 都不是 只是一个处于奇怪状态中的人 迟飞迟顿了一下 我想听一听 你有没有别的事情想倾诉 他也没怎么 只是不争之罪想让他当一个神父而已 查理挑了挑眉 关于你状态 奇怪这一点 我很难否认 安氏偷在心里默默赞同 顾问跟一个连环杀手 聊得一团和气 现在透析室里的气氛 好得像是好友座谈会一样 他也没法昧着良心说 自家顾问不奇怪 那么查理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迟飞迟问道 在我回答之前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想知道的 查理笑着反问道 只要你跟我说一声 我会很乐意 把你想知道的事 如实相告 那我再问两个问题 你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回答 吃飞吃顿了顿 第一个问题 你这一次被警察抓住 是不是故意的 故意想去警署跟警察交一次手 或者想把自己隐瞒的案件 为公开的作案细节告诉警方 第二个问题 你留在医院里 做血液透洗 还在管道上做手脚 做这一切 是为了自己能够更从容地逃走吗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对那个FFF团很有兴趣 他们夜里在街上游荡 汇聚的行为 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查理情绪有些亢奋起来 我想试试看 如果他们真的是罪犯 那么我会和他们一起 制造一场犯罪狂欢 如果他们是普通人 那就吓他们一跳吧 在之后 我就可以把警察带到这里来 让你们见证 我自己制造的一个礼物 说着 查理低头看向自己的左臂 至于原因 我也可以告诉你 五年前的国际刑警 开枪打中了我的肾脏 虽然我成功逃脱 但是我也不得不切除了 那一侧的肾脏 很快 我的另一个肾脏也出了问题 医生说 很难找到适合我的肾脏 我等了四年 只能看着身体一点点恶化 从半年前开始 我就必须隔一段时间 就到医院做血液透洗 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再过不久 我可能需要一周 进行三四次血液透洗 会将大把大把的时间 花在这上面 还无法摆脱它 去哪里游玩 都要考虑下一次透析时间快到了 那种被束缚的感觉 真是让我受够了 之后是第二个问题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不过 我还是愿意将答案 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你 查理松开了按压 左手臂直写的右手 身子微微前倾 双眼印着 池飞池那张顾问易容假脸 隐隐透出一丝期待 半年前到日本开始 我就再为这个计划 做调查准备 最早我是将这里 当做逃脱点 以前我能够屡次 从警察的追击下逃脱 靠的可不是运气 而是靠这些逃脱地点 和逃脱计划 不过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受够了这种生活 而且我也没几年可活了 所以 我来这里就没想过活下去 也根本不是为了从容逃脱 只是为了 尽可能多地杀死一些人 安视透看了看透析机 既然你没想过要活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行血液透析呢 做透析是为了保证 我的状态不会太差 查理重新坐直了身 看向之前被池飞池推开的门 有些臃肿的脸 重新涌上倦意 这样一来 就算你们猜到了我的计划 破坏了我制作的管道 就算有很多警察已经到了外面 我也有精力来让事情回到正轨 我在六楼楼梯出口旁的房间门上 设置了感应器 接受信号的机器 就紧紧贴在我身上 靠震动来给我提示 但是到现在为止 也只有你们两个人到六楼来 说明莫妮卡已经被你们抓住了 对吧 那你们的同事呢 怎么还没有来支援你们呢 没错 莫妮卡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至于我们的同事 安视透察觉到口袋里的手机震动 拿出看了一下新邮件 看到封建狱也说 管道已经堵好了 立刻改变了糊弄的想法 直接说了实话 他们去堵上了医院的净水主要管道 排污管道 他们还把废弃污水 处离沉淀池里的污水抽走 引到另一边完全封堵起来的池子里 目前已经完成了 你们怎么知道 查理脸色一变 右手伸进外套口袋里 按下了遥控器按钮 刷 水声响起 自上方水管上垂落的消防水 带鼓了起来 内部被大水填充着 外观也不再像一条海带 像是一条粗壮的大蛇盘在房间里 消防水带里的水 持续奔涌 顺着放置室内的医疗废水管道 倾泻而下 半分钟后 消防水带扁了下去 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动静了 查理手里的遥控器掉落在地 突然神色痛苦地捂住胸口 安石头刚准备起身上前 胳膊却被持飞持用力拽住 被拽得坐回了床铺上 哼 查理右手捂着胸口 左手攀上了自己的脖子 完全是呼吸困难的模样 只是下一秒 又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脸上的痛苦神色没了 手也慢慢放了下来 露出藏在掌心里的细小针管 哎呀 你们居然没上当 我还以为能先杀了其中一个呢 接下来是不是该放毒气 或者麻醉气体了呢 安石头的脸上浮现一丝冷意 抬头看向头顶天花板上的通风管道口 那边的天花板被砸过 屋里落了很多尘土和水泥碎片 如果通风系统还在运作 通风口附近 下方的尘土应该会少一些 但是这个通风管道的隔片 都还有灰尘 再仔细看的话 隔片后方有一个管道口外形的东西 我想 应该是输送毒气或者麻醉气体的装置吧 有的人就是彻头彻尾的疯子 跟别人聊天时 表现得再友好 也照样会杀人 这一点他知道 不过他没想到 查理不仅准备了输送危险气体的东西 还演戏 想骗他们上前 用毒液针管先杀一个 这家伙真够阴险的 你之前问我们的同事 为什么还没来 不是怀疑 我们安排人去毒管道了 而是疑惑和试探 时飞持心平气和的补充道 因为按理来说 警方为了保证能抓到你 你的计划大概就是 等警察进入大楼逮捕你的时候 用房间里藏在通风口后的装置 释放毒气 如果顺利的话 可以杀死进入房间和走廊上的警察 少说也得有十个人 但我们只有两个人来了 其他同事也一直没有上来支援 让你的计划无法实施 查理脸色难看 又用脚后跟磕了磕床下的机器 嗡 天花板上的通风口 传出轻微嗡鸣声时 池飞池已经从衣服下 拿出防毒面具带上 在查理没反应过来之际 起身按住了查理 安氏透则拿出了两个防毒面具 自己带了一个 往查理头上带了一个 查理试着挣扎了一下 只是身体实在乏力虚弱 根本没办法摆脱池飞池的控制 只能任由池飞池控制着 通风管道口涌出的气体呈淡红色 很快充斥着整个房间 并且还持续往外面走廊扩散 池飞池将查理的双手拧到身后 烤上了手铐 转头看着安氏透 声音隔着防毒面具传出 有些发闷 你去把外面的窗户打开 发邮件让楼下的毒物处理小组 做好准备 我带他去安全通道楼梯 我们先离开这里 好 安氏透转身跑出门 到走廊里开窗通风 池飞池将查理拉了起来 一手按住查理的肩膀 一手按住查理背后 烤住双手的手铐 推着查理往外走 查理声音嘀嘀地笑了两声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刚才你的手掌在按到我身上时 已经被毒针刺到了呢 及时告诉他的话 让他通知医生准备急救 说不定你还能活下去啊 池飞池回头看了一眼 去开窗户的安氏透 推着查理往楼梯口走去 没必要 为什么 你真是让人看不懂 查理语气中带着郁闷和疑惑 我在双手手腕的袖子下 一共藏了六根毒针 本来以为 你察觉手被砸到之后会松手 没想到你 还是紧紧按着我的手腕 甚至趁着同事不注意 在给我戴手铐时 悄悄把我袖子下的毒针拔了 你是早就想好了 牺牲自己一个人 来确保日本其他警察 能够安全完成对我的抓捕吗 不是 是因为我的手套与手掌中间垫了硅胶 你的毒针都只是扎进硅胶里了 池飞池面不改色地向查理说了慌 在他进门的时候 飞池就提醒过他 查理双手袖子下六根毒针 衣领下还藏了小针管 查理假装呼吸不畅 用手悄悄从衣领下拿出针管时 也是飞池提醒了他 他才拽了安氏透一把 阻止安氏透上前查看查理的情况 当然 早在一楼搜索时 他就预想过查理准备化学毒气 化学毒液的可能 当时他也想过 有了水管倒抽医疗废水的计划 查理不一定会准备毒素 但既然有这个可能 他就要做好这个准备 就如同之前出门旅行前 带上小型氧气瓶 巧克力 多功能刀 压缩充气垫等应急工具一样 小心一点总没错 所以在楼下 他才提醒安氏透 在一楼带了防毒面具 并且让安氏透成为那个身上 带了两个防毒面具的人 毒气扩散很快 如果查理释放毒气 并且自身没有防毒面具 他们不仅要立刻给自己 戴上防毒面具 还要给查理戴 这样 就必须一个人控制查理 一个人来戴面具 他在一楼 让安氏透戴上两个防毒面具 就是提前做好了分工 表示由他来负责接触查理 飞驰发现 查理袖子下藏了毒针 就把具体藏针位置跟他说了 那六根针藏得很有技巧 如果他想迅速控制住查理 想给查理戴手铐 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毒针刺到 所以他在按住查理时 就想过让毒针刺中自己 没错 为了让他的手 更像中年男人的手 也为了掩盖自己手掌特征 让手掌看起来更宽厚一些 他的确提前手掌上裹了一层硅胶 但那层硅胶很薄 那些毒针 还是切切实实地刺进了 他手掌的皮肉中 不过 他体内有很多毒素的抗体 不管查理有没有在针上涂毒 涂了什么样的毒素 针刺在他身上 他还有活路 如果是刺在安氏身上 安氏可能到不了楼下就死了 查理是冲着杀人来的 就绝对不会让警方 有抢救中毒同事的机会 其实查理刚才说的也没错 他被毒针刺中之后 依旧紧紧按着查理的双手 没有松手 是为了避免让安氏触碰到毒针 要是他条件反射般松了手 安氏想把防毒面具 带到查理头上 就得用另一只手 去控制查理的头部或者身躯 在那种时候 安氏根本考虑不了太多 就算安氏 知道他松开手的行为有异常 避免去碰查理的袖子 双手获得自由的查理 也可以主动把毒针刺到安氏手上 同样 他敢在安氏之前 用安氏从封建玉野那里 借给他的手铐 把查理考上 也是因为不想安氏被毒针刺到 查理在袖子里准备的六根针 有四根是为某些强行 抓自己手腕的人准备的 还有两根的位置偏下 很容易刺到给查理戴手铐的人 如果安氏给查理戴手铐 查理手腕稍微一动 就能让毒针刺到安氏 他给查理戴手铐时 查理把双手手腕往内靠 并没有刻意把毒针往他手上扎 应该是 料定他已经被四根毒针扎了 想把那两根毒针留给下一个人 可惜他故意碰到那两根毒针 还趁着戴手铐的动作 用手快速把查理袖子下藏的毒针都薅掉了 安氏是他的助理 成天顾问顾问地追着喊 这是多么可爱的人类 他当然得把人护好 原来还有毒针啊 安氏透不知何时悄悄靠近了两人身后 头上戴着防毒面具 看不清表情 红色烟雾中 隐约能看到目光优怨的双眼 剑池飞驰转头看来 低头看池飞驰的手 怀疑问道 你真的没有被刺到吗 之前发现他的衣服袖子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才故意用硅胶探了探 池飞驰表示自己掌握着主动权 又道 要是真的被刺到 我刚才就让你通知楼下 急救医生做好准备了 但毒针确实没有刺到我 我的身体也没有哪里不舒服 查理应该也不会想到 我现在还活蹦乱跳 对吧 查理 查理 哼 这家伙 看他想说话吗 啊 哪有人在手套下垫硅胶的 这什么毛病 疑惑着 查理也问了 问得有点抓狂 你手套下 怎么会有硅胶这种东西 安氏透知道 池飞驰伪装过双手 只是不知道 池飞驰手上的硅胶有多厚 也无法判断 池飞驰有没有被毒针刺到 只是听着池飞驰声音 没有任何异常 被池飞驰说服了 当然 是为了 防备你做了毒针 池飞驰用中年大叔 撒慢的声音说话 与其理所当道 你以前是化学专家 我们肯定要防备 你准备化学毒气 化学毒液之类的东西 我们还准备了 防止你使用强酸液体的 防腐蚀格力膜 只是可惜 防刺战术服没有多余的 如果让机动队员 把身上的换给我们 那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急着上楼 来拖延 你启动那个水管装置的时间 让其他人 能够彻底堵上管道 所以不想耽误 安石头想打击查理 杀死他们的信心 想让查理老实一些 把自己这一边 考虑过的准备说出一些 防刺手套本来也想戴上的 不过直接戴防刺手套的话 我们担心 你起疑 或者受到刺激 逼得你直接启动 那个水管装置 要是戴上防刺手套 再戴普通的毛线手套 又可能会让手掌动作笨拙 不利于我们及时从你手上 抢夺遥控器之类的东西 查理气愤道 那他为什么还在手套下放硅胶 安石头当然不可能说是为了易容 只好与其悠然地撒谎道 啊 那个是我们在上楼的时候 觉得 没有防刺手套 还是不太稳妥 他才临时 往手套下垫了硅胶 需要按住你的事 就由他来 需要精细动作的事情 就由我来 这可是我们之前就说好的哦 某人演技过关 查理完全被骗过去了 防毒面具下传出的声音透着不快 你们日本警察 都这么小心翼翼吗 好了 别埋怨了 池飞池推着查理 进了安全通道楼梯口 你可以想方设法地尝试杀死我们 就不许我们想办设法地 避免被你杀死吗 查理侧目 撇了撇池飞池脸上的防毒面具 这家伙总是轻巧地进行合理抬杠 真是让人觉得讨厌又无话可说 什么话都不说 又让人不甘心 你还真是惹人压 安石头脸色 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 某些罪犯三番两次想要杀人 失败了 还试图给人造成精神打击 这样的人才叫惹人厌憎骂 没等安石头开口 池飞池就无所谓的抢先一步道 很多罪犯都这么觉得 我都习惯了 查理 意思就是 你试图对我进行的精神打击毫无作用 讨厌我的罪犯多了 你还得往后排一排 还有这种不以为意的态度 真是莫名让人不爽 安石头 对不起 他应该相信顾问弃人的能力 对了 查理 是非是好心了解起查理的心愿来 到了楼下 我们会对你进行更细致的搜身 你大概率是跑不了了 而且 你找不到合适的肾脏 也活不了多久了 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折腾了 接下来就老实一点比较好 既然你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想问一问 你还有什么想实现的心愿吗 安石头 顾问难道是在讽刺对方 你在我眼里 已经是个死人了 这种有点善良但不多的话 也让查理心头一睹 脸色难看到 你别得意的太早 接下来怎么样还说不准呢 池飞池觉得 人与人之间 真是充满了误解 这个世界的人类 是需要换一种相处模式了 心里再次琢磨起 人类饲养计划 却也还是平和地解释道 这不是得意 只是想问一问你的心愿而已 比如 想要贴纸 遥控小汽车 或者发条玩具之类的 查理停下了脚步 转头看着池飞池 沉默 池飞池也没有继续往前走 回望着查理 等着查理回答 就在安石头觉得 查理杀星将起时 查理继续往楼下走 语气和缓地开口道 那些玩具不方便买到 买到了也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跟莫尼卡说 池飞池又问道 没有 想跟他说的 我之前就跟他说过了 查理顿了一下 或许你可以送我一张 假面超人的卡片 我一直很好奇 他到底具有 什么吸引小孩子的魔力 三人到了楼下 走进毒物处理小组 临时准备的隔离帐篷中 毒物处理小组分了两对 一部分人带着工具上楼 一部分人准备处理 查理配合着搜了身 还把自己配置的毒物类型 如实相告 有了查理的配合 毒物处理小组 很快调配出了 中和毒素的浓缩解毒剂 要求三人在对水之后的 解毒剂中全身浸泡 池飞池和安石头的身份 不便泄露 让工在旁边安搭了 另一个帐篷 并且让人在外面守着 穿着衣服进了浴桶中 还被帐篷外的 毒物处理小组喊话 要求把头发也浸在水中泡一泡 全身浸泡解毒剂之后 三人的衣服 还要换下来 进行焚烧处理 封建狱也安排人手 到附近买了衣服 在某个中年顾问的要求下 又去附近买了一包 假面超人卡片 经过这么多折腾 池飞池的假脸是不能用了 好在他们 让封建狱也买的衣服 附有帽子 拉上帽子戴好口罩和围巾 别人别想看清两人的长相 池飞池换好了衣服 就把一容假脸 假手丢进火盆里 跟异物一同烧毁 还假装不小心 把自己从查理那里 耗来的毒针也丢了进去 这些毒针扎进他的皮肉 只要进行检测 上面会有血迹反应 到时候 他还要解释自己 为何没有中毒 为了避免麻烦 还是别让这些毒针 落到警察手里了 晚上十一点多 毒物处理小组 忙着清除诊疗大楼六楼的毒素 公安警察和刑事警察 准备带查理 莫妮卡去警示厅 池飞池戴上了新的毛线手套 把封建玉也买来的那袋 假面超人卡片拆开 在查理上警车前 把卡片送到了查理手里 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 由于池飞池是逮捕查理的自己人 而查理又坚持我要带上我的礼物 其他警察在检查过卡片 确认卡片没问题之后 也就随查理把卡片带去警示厅 安石头开车送池飞池回去的路上 忍不住问起了查理的事 顾问为什么提出要送查理玩具呢 之前我还以为你是戏弄他 不过看他的反应 似乎不是这样 池飞池坐在车里也没有摘下帽子 只是把口罩摘了 我已经拉下来了一些 我研究过很多国际通缉犯的个人资料 其中也包括查理的 由于他可能改变了外貌 自身也具备很强的伪装能力 所以为了有机会抓住他 我在看他的资料时 想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弱点是什么 其实国际刑警提供的那些资料里 就能看出来 别人眼里的他和真实的他是两个样子 是啊 安石头有些感慨 他掌握的六门语言并不属于同一语系 学习难度远比掌握掌握同一语系的六门语言要高 但是他在大学时期 就能把六门语言学到接近本国人的水准 还有着优秀的化学成绩 在学校里的风评也一直不错 大家都说他聪明幽默又谦和 算是校园明星般的人物 被他杀死的那个化学博士 就是他在学校里认识的老师 对方在被他杀死之前 大概从来没想过他会下手杀人 但他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 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的连环杀手 国际刑警里的犯罪心理专家认为 他可能早在18岁之前 就已经有过犯罪行为 比如盗窃 虐待动物 抢劫 或者打架斗殷 只是他隐藏得很好 其实到现在为止 也还是有人没法理解他 为什么要杀人 出生在父亲当政客 母亲为化学教授的家庭 自身也很优秀 从来没有被人看不起 没有不被社会接纳的经历 在男女感情 交往方面 也没有什么障碍 更没有受过打击 他很可能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可能会有遗传 脑部损伤等因素 池飞池拿出封建御野之前 帮忙买的香烟 低头拆着香烟盒上的外包装 不过他童年应该有被虐待的经历 而且持续了很多年 虐待 安石头惊讶地转头 看了池飞池一眼 碍于自己在开车 又很快把视线放回路上 来自于他父母吗 我刚毕业没多久的时候 也因为传闻纪尾九情人 可能跑到了日本 所以去看过他的资料 里面提到过他的家庭 他似乎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他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确实很严格 曾经说过 三个孩子都聪明又懂事 查理作为长子 也最让父母最骄傲的孩子 他们也在查理每一次 取得某个成就之后 送上祝福和礼物 查理在法国购买的别墅和汽车 去各地旅游的钱 都是来自于他们 那对夫妇看上去 不像是那种会虐待孩子的人 难道是来自于其他人吗 他父母本来就是名人 在他被通缉之后 不得不面对媒体的关注 那半年时间里 他们一共参加过八次采访 其中有三次是在他家里 池飞池简单说了一下 自己的判断依据 访谈中 他的弟弟妹妹 没有频繁出现在镜头下 偶尔回答一两个问题 也都是言辞得当 谈吐不俗的模样 但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他弟弟回答问题时 父亲的手突然搭在了 他肩膀上 那孩子的肩膀 居然抖了一下 身姿看上去 也变得很僵硬 而在镜头边缘 他的妹妹也抖了一下 身材很快做得比之前更直 说着 池飞池抽出一只香烟雕筑 拿出打火机点燃了香烟 顺便把车窗放低了一些 注意到之后 我把他们家所有公开的采访视频 都看了几遍 发现那两个孩子对父母的态度 与其说是尊敬 不如说是畏惧 他们会频繁地观察父母的脸色 而且回避父母 跟他们的肢体接触 跨度数年的采访视频中 这种情况一直存在 当时我就在想 他们家可能会习惯 对孩子进行严重的身体责罚 父母都有这样的习惯 随后 我调查了他父亲个人的采访视频 自查理出生之后的工作发展状况 调查了他母亲那些年的情况 查理有记可查的成长时间线 整理出了他们大致的活动时间线 里面有很多疑点 我没有证据证明 他们家里存在虐待 但种种迹象都表明 他父母对他有过虐待行为的可能性很高 不是孩子不听话奏一顿那么简单 可能对他有过灼烧之类的行为 灼烧 安石头眉头皱了起来 我找到了查理八岁时候 参加学校运动会的视频 当时他穿着短袖 跑步时被人撞了一下 摔倒在地 视频不算清晰 镜头中心也不是他 不过我看到他 原本应该被袖子盖住的手臂上 有不太自然的痕迹 持飞持视线盯着前方 回忆着那个奇怪伤痕的形状 长长的一圈 不规则圆环状的烫伤 就像是有人用某种圆形尖端的东西 烧热后一点点烫过去 却又不是香烟 类似香烟烙痕 是出现在他11岁随父母参加工艺活动时 视频中 他随母亲给捐献物资打包时 我看到他衣领旁边的锁骨 有一点不太自然的伤痕 像是烫伤 像是圆形的一点点边缘 外缘整齐有规则 跟烟烙伤痕很很像 另外还有其他隐藏在衣服下 不经意间显露的伤 只不过那些伤 并没有这么明显的人为特征 是啊 那两种烫伤 都不像是一个孩子调皮玩道时造成的伤 如果是别人造成的 以他父母的学识和认知 不可能不去追究 对查理造成这种伤害的人 在结合家里其他两个孩子 面对他们夫妇的反应 他们夫妇确实很可疑 安石头心里发沉 又突然想起一件事 查理之前说过 他从小就擅长跟别人交谈 也会特别留意 自己的言行是否会让人不快 想要得到大家的欢迎 是父母给他造成的影响吗 应该是 不排除有的孩子天生敏感 不过 过度在意别人感受 行为或者思想上 一直在讨好他人的人 童年时期大概率缺乏安全感 或者缺乏来自父母的认同和关爱 池飞池抽着烟 也感觉有些犯困 后背往以背上靠了下去 声音也放轻了一些 查理的成长环境 可能更加恶劣 或许他想过求助 但是他的父母 没有让风声传出来 也没有让他获得帮助 他没办法打破 强大父母带来的困境 很容易养成 不顾任何人死活的反社会人格 正如国际刑警当初的判断 他应该很早就有过 不道德行为或者犯罪行为 早期他需要父母的认可 和经济支持 养人鼻息生活时 会对自己的一些 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掩盖 到了某个时期 他判断自己 已经具备独自生存的能力 他就会不再掩盖自己的犯罪 而他作案的原因 也不是为了 报复与父母相同的人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 他彻底成了一个 没有同理性的恶魔 安时透顿了一下 忍不住问道 不过顾问 你居然能够调查那么多资料 把视频一遍接一遍地看 是对他格外关注 还是对所有通缉犯都这样 不是只有他 也不是全部都这样 实非实如实道 对于作案较多的那部分 国际通缉犯 我关注的都会比较多一点 安时透 顾问说的那部分 应该不止三五个吧 这就是优秀赏金猎人的 职业操守和职业水准吗 越想越觉得 人家赚点钱也不容易 心里感慨着 安时透又问道 那顾问之前 问他要不要玩具 是因为看出他童年并不愉快吗 访谈里 他们家从来没有过玩具 或者小孩子会有的一些东西 结合一些信息来看 他童年时期 很可能不被允许玩玩具 所以我才问他 池飞池感受着口中呛人的烟味 认真道 但不是为了感化他 也不可能感化他 是啊 安时透认可了池飞池的判断 这样的罪犯很少 但不是没有过 他会为自己的过去感到悲哀 也会喜欢这个礼物 继而觉得 送礼物的人比较顺眼 却不妨碍他 哪天杀死那个人 理由可能是 对方说了一句话 让他不高兴了 或者仅仅只是想看看 对方死的时候 会不会痛哭流涕 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池飞池轻轻叹气 你问这种问题就不可爱了 安时 哦 这种问题很难回答吗 安时透好奇问道 改天你惹我不高兴了 我搞不好 也会想杀了你 池飞池反思着自己的危险想法 偶尔我也会想看你死的时候 会不会痛哭流涕 只是听你一说 我就觉得期待 所以 不要问我这种问题 我确实会觉得难以回答 安时透一点不相信 自己去碰毒针的顾问 会想要杀自己 失效调侃道 你受那些家伙的影响 也太多了吧 我们也有专门进行 心理疏导的专家 改天我们一起 去看看怎么样 池飞池立刻拒绝 不要 我对心理专家 心理医生这类生物 严重过敏 看安时这样子 他就知道 安时不相信 他刚才的话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现在他不想 安时被别人毒针戳死 不代表他过去没想过 看安时透死前 会不会痛哭流涕 也不代表他 以后不会想得弄死安时 就他这种心态 要是被心理专家 或者心理医生看上去了 绝对跑不掉 一日 早上七点 池飞池自家里醒来 睁开眼睛 看了天花板一秒 很快坐起了身 拿过手机 开登陆赏金殿堂论坛 登陆国际有偿通缉网站 默默计算金额 八千万 一亿 一亿三千万 他昨天晚上 免费给日本警方 送了两个通缉犯 两个人 总价值七亿多日元 如果他昨晚 以七月的身份过去 把人抓住 就算由日本警方插手 他至少 还能从国际刑警 民间赏金 拿到半数以上的钱 差不多能拿到五亿日元 价格不如 石烤冰那个 杀富商抢劫的文物大盗 但也是罕见的高价赏金了 他手头钱多 不是非得要这些钱不可 但他还是 感觉自己很亏 亏得他心口发闷 亏得他担心 自己这两天会睡不好觉 人家银行劫匪抢 一次银行 才有多少 他这里一晚上 就把五亿放弃了 主人 非吃懒洋洋地翻了个身 却没打算起床 你醒来啊 今天外面冷不冷啊 冷 持非持面 无表情地起床洗漱 从他醒来 不再只想着牺牲和奉献 会考虑自己是不是亏了开始 他就意识到 不真知最过去了 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背叛自然 目前也没有能力去饲养全人类 不真知最的整个体验期 没发生什么惊险事件 再加上不真知最影响的手段 较为隐蔽柔和 七天时间过来 他也没觉得太难受 唯一不好的地方 大概就是 清醒后的后遗症 比较严重一点 放任高额赏金流失 这是作为赏金猎人的慈儒史 这几天 他陆陆续续送出了不少钱 杀自己的富 祭大家的评 一点不手软 这是一个黑心资本家的慈儒史 在持非持洗漱时 小美把早餐端上了桌 还端上了飞吃的鰻鱼块 得到持非持的指示 又高高兴兴地去房间里 帮持非持 找下午会议要穿的正装 东都休闲产业的会议定在下午一点 这也是为了方便持家奈 这个远在英国 跟日本存在时差的大老板 趁着上午有空 持非持到外面走了一圈 确认自己为了帮助陌生人的冲动 回到家给月水汽龟打了电话 月水汽龟听持非持说 不争知最体验期结束了 好奇问道 那你现在还想背叛自然 破坏自然的规则吗 我现在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把人都装进罐子里饲养 这样的世界很无趣 持非持想到了被自己放弃的武艺 心口又一次有点发闷 还好他没有把人都装进罐子里饲养 不然他在放弃五个亿之后 又放弃了人生最大的乐趣 你的态度变化还真大 月水汽龟想到自己之前 还用这种说辞劝过持非持 心里有些好笑 很快又到 不过这样也好 我就不用担心 你被自然揍了 对了 他不会是我找你算账吧 这些都是他安排的 他能找我算什么账 持非持强行控制着冷笑的冲动 觉得自己不能再去想自己那五个亿了 转开了话题 我下午去开会 晚一点要去找冲施先生 你今天有安排吗 这个嘛 小兰 园子和小爱 他们今天都上学去了 每箱子在秋叶园的洋装店里工作 我也不想大老远跑去找他 月水汽龟 声音带着惬意 如果今天没有约会 或者委托人登门的话 我要带上零食和平板电脑到院子里 在院子里躺在躺椅上 晒够了太阳 再回家躺沙发 持非是明白了 月水说这么多 其意思就是宅家闲鱼一整天 叮嘱道 虽然今天有太阳 但气温还是不高 你出去晒太阳 也要穿好外套 东都休闲产业 总部办公大楼 东承盛则安排了人手去布置会议室 自己暂时待在办公室里 用电脑确认过会议要用的材料 觉得现在去会议室还早 就用电脑熟悉起内部网站的操作 飞驰少爷那么耐心地 教他用内部网站 他不能辜负飞驰少爷的期待 其实了解过网站的操作之后 他发现使用网站并不难 现在要做的就是提高熟练度 让自己彻底适应这种办公方式 抓住碎片时间 可以看看最新的回报信息 各处项目最新更新的统计 嗯 水族馆 博物馆 这些他跟飞驰少爷之前去视察的地方 自他们去过的第二天 入园或入管人数都在上涨 另外 东都休闲产业 在娱乐一条街 主要靠商铺租赁获取收益 同时也有自己的商店 街机店和酒吧 这两天营业额也开始暴涨 是涨到让他怀疑 数字会不会出错的程度 根据经营者备注的信息来看 营业额暴涨 跟飞驰少爷前两天的大派送有关 飞驰少爷当初送出的那些玩具 气球 街机游戏充值卡 热饮 总计花费了差不多600万日元 看上去送出了很多 但他预想过那笔钱亏不了 早晚要从暴涨的人流量中赚回来 只是没想到 营业额会长得这么夸张 人流量丝毫没有下降的趋势 白天晚上都有不少人涌入 短期内 那边的营收不太可能会降低 思索着 东承盛则给娱乐一条街的负责人 发了一条工作邮件 提醒对方抓住机会 组织商户巩固一下当前的每日人流量 就算不组织活动 吸引客人继续前往 也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 让客人有不好的体验 治安 服务态度 街道只是排等问题 一定要多加留意 娱乐一条街的人流量 能稳住多少 决定着项目负责人的奖金是否上涨 也决定着他的股份分红是否上涨 同时也决定着 家乃夫人的收益能不能提高 他就说吧 飞驰少爷肯定没那么简单 表面上看似爱心泛滥 到处自费送东西 但也不是傻傻的再送 不然飞驰少爷 为什么要送电玩充值卡呢 那些充值卡 只能在娱乐一条街的街机游戏店里消费 当时有不少年轻人 拿到了价值2000 3000日元的充值卡 充值卡是免费拿到手的 年轻人就要到街机游戏店里待上一段时间 期间就有可能在附近商店 饮食店产生消费 而且年轻人去打街机 喜欢呼朋唤友 要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也会觉得怪怪的 根据的调查情况来看 很多人都愿意自己添一点钱 再加上充值卡 请好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新街机 一些大学生到了晚上 还会在那里吃饭 唱卡拉OK 对于他们来说 电玩充值卡 是一种赠送性价比很高的礼品 效果好像比赠送免费餐饮券 卡拉OK优惠券要好 送出一张免费充值卡 就有可能让那些年轻人 把聚会地点选在那条街上 再加上这一次赠送的总量不小 充值卡价值不低 未来一段时间里 只要不出特别重大的事故 娱乐一条街的人流量 绝对不会降得太多 而且 这次赠送充值卡 属于突发性行为 那天拿到充值卡的人 会更觉得惊喜 也更有可能会开心地 向朋友或者家人 宣扬这一份幸运 带动那些对娱乐街 某家店有兴趣的人 想要试试 自己能不能碰上这种好事的人 不知道下次聚会地点 选在哪里的人 到他们的娱乐一条街去 要不要多久 其他地方可能也会出现 这样的引流手段 但飞驰少爷 已经给他们演示了 一个精妙绝伦的招数 让他们占据了先机 他们就要及时稳固优势 并且总结经验 研究分析 掌握精髓 他们只要掌握这一招的精髓 就可以用其他活动 让娱乐一条街 保持繁荣热闹 20分钟后 秘书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社长 会议还有20分钟正式开始 您之前让我在这个时候提醒您 稍等 东城盛则退出了内部网站 锁上了电脑 拿起自己之前 整理好资料的储存卡 一边想着刚才看到的最新资讯 一边起身出了办公室 看了看门口的秘书 又看向会议室的方向 会议室都布置好了吗 远程通讯设备 应该都检查过了吧 会议室已经布置完毕 设备也全部检查过了 备用的设备 也已经放在了会议室里 秘书忙 汇报着情况 另外 参加会议的人员 都已经确认过抵达时间 迟飞驰在会议正式开始 前10分钟到了公司 另外一个股份占比不多的股东 也差不多同时抵达 故意在公司外跟迟飞驰会合 之后再跟迟飞驰一起到公司去 用行动表明了 以菲尔德大股东为主 我负责摇旗呐喊的态度 东城盛则安排秘书 接了两人上楼 同时 菲尔德集团的茶账智囊团 东都休闲产业各部门负责人 已经先到一步 汇聚在了会议室 其中 也包括负责项目存在账目问题的项目负责人 在场有涉嫌挪用资金的人 也有调查团队 有人沉默不语 有人忐忑擦汗 有人凑在一起 做最后的核对 有人调试着远程通讯设备 跟远在英国的池家奈的秘书沟通着 为池家奈远程参加会议 做最后的设备调试 会议室里的气氛 沉重而微妙 东乘胜则在确认会议布置没有问题之后 到会议室门口 迎了一下池飞池和另一个股东 看到一身冷冽气息的池飞池走出电梯 东乘胜则愣了一下 脑袋有些发猛 前几天 飞池少爷给他的感觉是坦然平和的 完全是一个谦和 有耐心且好脾气的年轻人 今天飞池少爷给人的感觉 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虽然神情还是很坦然 但眼神比之前更沉浸冷漠 导致整个人身上带着一股冷意 在看到的一瞬间 就让他忍不住放轻呼吸 今天公司会议算是一次 内部违规违法通报会议 不是小事 也不是气氛和谐的庆祝会 飞池少爷可能想让自己显得严肃一点 借此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感到愤怒 他可以理解 但是飞池少爷 以前和英曲先生走在一起 像是文雅大少爷和凶恶保镖 今天的飞池少爷 感觉比身后的英曲先生更不好惹 这变化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池飞池走到近前 主动出声跟东承盛则打招呼 东承社长 东承盛则回过神来 脑海里始终是池飞池 今天有些冷漠的目光 不太想抬头跟池飞池的对视 考虑到自己不抬眼也不会不礼貌 就垂谋回避了一下池飞池的视线 飞池少爷 池飞池出声纠正 我今天是以安布雷拉财团的特别顾问 此次账务清查 与公司内部违规调查负责人的身份 来参加会议 是 顾问 东承盛则正色改了称呼 看向池飞池身后半步跟着的另一个股东 由于两人是多年的好友 东承盛则看到对方一副默默顺从的模样 猜到对方可能不是很想在池飞池面前乱出风头 就没有特地跟对方寒暄 转身引两人进门 继续跟池飞池说着话 您和郑清先生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几分钟 现在远程会议设备还在调试 不过 此次会议名单上的参会人员差不多也到齐了 设备调试也很顺利 会议应该很快就能开始 另一个股东郑清智南 把秘书留在门口 殷曲延南也留在了门外 随着东承盛则带路进门 会议室里窃窃私语的人都安静下来 菲尔德查账智囊团 在看到一身冷意的池飞池时 一个个也都严肃起来 让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沉重压抑 东承盛则作为公司社长 又是负责主持这次会议的人 做到了主作 池飞池和殷曲延南 郑清智南和秘书 则分别做到了左右两边的刺席位 池佳奈远程参加会议 身影被投印在主作后方的幕布上 靠着会议室内的摄像头 来观看会议情况 会议期间会用 麦克风、网络、会议室传声器等工具 来跟其他人进行沟通 一切准备就绪 东承盛则先说明了这一次会议的主题 介绍了池佳奈大股东的身份 池飞池安布雷拉顾问 及调查负责人的身份 也介绍了郑清智南的身份 介绍完之后 东承盛则又提到了 缺席这次会议的两个人 一个是管理东京新宿区 两家酒店的负责人 一个是负责人的秘书 新宿那两家高档酒店 常年有外国游客入住 每季度营业额 占了东京地区产业的大头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负责人和秘书利用职务便利 从酒店营收中 魔用资金、中保私囊 还在收支账目上做了手脚 得知菲尔德集团驻东京分部 派出清查团队 酒店负责人和秘书 也有些慌了神 尤其是清查团队要求各产业 把账目录入内部网站 再通过网站迅速核对账目 这样检查账目的速度快且准 酒店负责人 觉得自己那些假账瞒不过去 再加上近期账目上 还有一笔被挪用的营业额没法填上 就动了歪心思 利用职务侵占公司财务 金额过大 酒店负责人 只要被公司起诉 就一定会因为经济犯罪而入狱 所以酒店负责人决定毒杀自己的秘书 再伪造一封遗书 把挪用资金的罪行 全部推到秘书身上 那样自己最多算是失职 不会因此而入狱 清查团队抵达东都休闲产业的那晚 酒店负责人以商量对策为由 带了葡萄酒在秘书家里见面 在酒里下了毒 成功杀死了秘书 不过酒店负责人没想到的是 秘书对他也有所防备 用手机录下了他进门之后的所有对话 在他伪造遗书 伪造自杀现场 并离开现场之后没多久 录音被自动发送到了 清查团队公布的举报邮箱 池飞池和池家奈都知道 那不是秘书有先见之名 而是诺亚在清查开始之后 就监控了各项目负责人 和其秘书的手机 电脑等联网电子设备 在酒店负责人杀人之后 把录音用秘书的手机发了出去 不过其他人不知道背后的真相 听东承盛则说着 这起凶杀案 其他人也只是在心里感慨 这两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目前 酒店负责人已经被警方 以职务侵占罪 谋杀罪等多项罪名逮捕 秘书的尸体 可能刚从警示厅 剑视课的解剖室里出来 两个人是没办法来参加此次会议了 东承盛则说到最后 还一脸严肃地劝道 犯罪这种事 只要有了开头 就很难终止 还会越陷越深 希望大家能把这件事引以为鉴 不要做出葬送自己未来的傻事 以罪案作为整场会议的前奏 其他人都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知道这一次清查 可能会从严处理 有人出声赞同东承盛则的话 也有人如坐针毡 有人低头不语 持非持把所有人的反应收入眼底 只是也没能清闲下去 在东承盛则把话题引到川渡村之后 配合着东承盛则说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川渡村开发项目负责人 算是引来这一次全面清查的根源 本人这一次也到了会议现场 是个刚过30岁的男人 持非持了解到 川渡村项目负责人签约流程存在问题后 就让清查团队注意查了一下 这人涉及到的账目 会议期间也用投影展示了有问题的账目数据 简单说了各项数据代表的情况 那些账目上存在一些问题 金额却不算太大 东承盛则说到了近期相关的第二起凶杀案 川渡村村长被村里冰雕师杀害的案子 再次提醒其他人经济犯罪要不得 容易跟凶杀案产生关联 川渡村项目负责人 也听说了川渡村村长被杀的事 等东承盛则说完 就在会议现场附和 道歉 一脸愧疚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 持非持在川渡村项目负责人进行反省时 始终平静地观察着对方的肢体动作 面部表情 他相信对方心有悔意 日本职场讲究资历排备 这人在30出头就成为一个项目负责人 不仅需要名校毕业 一毕业就进入公司 担任具备上升空间的职务 还要遇到一个不极闲度能 愿意把功劳分给部下的好上司 本人就要具备相当不错的工作能力 他看过这人的就职经历 名校毕业 入职也遇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上司 跟同事相处的也很和谐 口碑很好 一路从项目部职员走到项目负责人 着实也不容易 东都休闲产业各项目负责人的薪酬 不仅在投资时期有固定的薪酬 在项目开始盈利之后 会从项目利润中 否则的项目经营得好 收入也会随之上涨 公司员工走到了项目负责人这个职位 年收入跟以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一年的收入都不会少到哪里去 这人好不容易到了项目负责人的位置 能负责持家奈看重的川渡村项目 也是公司的一种重视 很有可能是东成盛 则为了培养有能力的年轻人而做出的决定 结果对方却在自己的第一个项目中 就出现违反规定 严重失职 涉嫌挪用公款等问题 一旦公司向警方提交证据并要求立案 起诉 可能会面临三年左右的刑期 个人履历上出现这种污点 以后到了其他公司 想爬上管理位置也不容易了 一个本有着光明前途的人 把自己未来全部葬送进去了 换谁来了都会后悔 但如果他这一次没有去川渡村 没有发现这些事 这人在公司里待下去 肯定会继续在项目中挖走公司的资金 大概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后悔 所以公司也不会因为对方不容易就放弃追究责任 我从22岁进入公司 到现在32岁 在公司里工作了十年整 川渡村项目负责人说着 眼眶不由自主地红了 眼里出了奥猛 后悔之外 也流露出一些伤感的情绪 这十年里 大家对我很好 社长也很重视我 我对公司没有任何怨言 之所以挪用资金 是因为我之前赌球输了一大笔钱 里面有不少借来的钱 我想着 先从项目里挪一些出来 以后再好好经营来 把钱补上 跟川渡村村长签约流程违反规定 也是因为村长承诺 可以尽快完成签约 并且配合我从项目开发中 磨出资金来 池飞池观察着 对方的眼珠活动轨迹 确认对方没有撒谎迹象之后 收回了视线 事情已经很明了 人在一切大好时 确实很容易放松警惕 落进某个会让自己 坠落深渊的陷阱中 以川渡村项目的负责人来说 在事业有所成就 手头宽裕 而生活也没有多少压力的时候 或许是自己 对赌球感到好奇 想要追求刺激 或者更好地融入某个群体 心里想着 投入那点钱不多 自己轻松就能赚回来 很容易跨出赌博的第一步 但是赌博本来就是一个 现人无数的大沼泽 像川渡村负责人 这样的人 往往会对成功更有信心和执念 在失败之后继续尝试 在成功时也收不住手 越陷越深 发现自己输光了手头所有的钱 这样的人会想着我可以预支工资 我下个月工资发下来 手头就宽裕了 发现自己 欠了数百万的欠债 会想着未来一年省吃俭用也能还了 工作再努力一点 多拿点奖金就能还上 在发现欠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时 又正好被位以重任 看着项目中预计投资的那一串数字 想到那些钱 很快就会经过自己的手 也会想着我稍微用来救一下急 只要及时补回去 也不会有人发现的吧 陷入赌徒心里的人 全都是暴食之罪的罪徒 最后只能看见眼前的美食 忘却自己的未来 我挪出那些资金之后 一部分用于还债 一部分又投入了国外的赌博网站 川渡村项目负责人 脸上露出一丝疲惫 声音也低了下去 所以真的很抱歉 我没办法归还挪用的资金 同时 我也愿意接受公司 和来自法律的任何处罚 会议室里其他人听的静默 不少人脸色都有些复杂 关于公司对你的处置 我一会儿再宣布 东承盛则看向会议室里的另一个人 稳了稳心神 面上维持着沉稳模样 继续主持会议 接下来提到的 东都休闲产业的老职员 比东承盛则还要年长几岁 当年东都休闲产业 得到菲尔德集团的注资 内部快速发展 也是这名老职员入职的时候 对方在上家那里 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一气之下 辞职加入了东都休闲产业 在公司快速发展时期 为稳定公司贡献了不少力量 曾经的某一次 还十分有魄力地决定 放弃公司投资的一个项目 让公司避免了一次大损失 这么多年下来 东承盛则也很相信对方 前些年就为对方 申请过股份作为激励 持家奈也批准了 奈点股份是不多 不过东承盛则这个社长 其实也没比对方多多少 这一次视察的地点 是持飞驰随机抽取的 最后一站 是那个还在建设出气的 横滨游乐园 对方可能没想到 持飞驰和东承盛则这么能窜 前一天才从东京到鸟曲 后一天又从鸟曲跑到横滨 也可能是账目问题太大了 根本没办法遮掩 决定摆烂 又或者是自信 自己手底下的项目不会被查 总之 持飞驰和东承盛则一道横滨游乐园 就发现项目的投资账目存在问题 最后一查 其中有问题的资金数额很大 游乐场建设也有偷工减料的情况 东承盛则则看到持飞驰定下的最后一站 是横滨游乐园 原本还在想 这应该是一次轻松的收尾活动 自己只要带持飞驰和负责人见个面就好了 甚至还想到 组织大家一起去吃晚餐 没想到去了之后 发现自己信任的人在背后大肆敛财 完全是自己陌生的模样 昨天下午 持飞驰和东承盛则才组织人手 把横滨游乐园的财务项目全部录入 也让人找了负责人手底下其他项目近年的收支账目 能录入的 全部录入了内部网络进行分析 前些年的账目有缺失 没办法把账目全部查清 不过以目前能够计算出来的金额来说 横滨游乐园负责人挪出的资金 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一旦被起诉 怎么也要有十年刑期 检察院也会协助公司追回被侵占的资金 持家奈 郑青智男跟横滨游乐园项目负责人 也是认识多年的朋友 一想到这就失去了一个曾经并肩作战的人 情绪也有点压抑 这一部分调查内容主要由持飞时说明 东承盛泽 郑青智男 持家奈 三个持有股份的人大多时候都在沉默 直到持飞时说完 横滨游乐园项目负责人起身鞠躬 说了一句十分抱歉 没有过多的解释 也没有询问公司的决定 说了一句接受公司的处置 又神色复杂地做了回去 会议室的气氛在这时沉重到了极点 随着东承盛泽开口 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菲尔德集团派出的清查团队 这一次还查出了两个人 一人是被内部举报 之后才调查出问题来的 也是公司的老职员 没有横滨游乐园项目 负责人的职位高 也没有侵占那么多公司资金 手段也比较圆滑 此外 还有故意勾结其他部门的人 抱团打压对手 要求手下人送礼 或是为高额消费品付账 骚扰女职员等违反规定的行为 清查团队花了不少时间 才把一封封举报信看完 核查清楚 团队领头人在会议上 起身公布调查结果时 只各项违规行为 就念了将近一分钟 另一人是公司的年轻财务 前不久挪用了一笔资金 没有同伙 也没有什么高明的手段掩饰 这一次一查 就被查出来了 算是清查行动中 被随手捕捞到的小鱼 随着清查团队的人 陆续起身汇报 两人设计违规 违法犯罪的行为 也被说明清楚 并且有部分证据在投影中公布 以确保调查中 不存在栽赃陷害的情况 在池飞池那些记忆里 池家奈一直是温和爱笑的 这一次会议 是池飞池第一次看到 自家老妈 脸上始终没有过笑容 这次清查 算是突击行动 所进行的时间不到一周 项目也只能抽查 再加上主要调查 近一两年的账目 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人物 没有被揪出来 不过清查已经开始了几天 一些证据可能也会被销毁 而且那些问题人物 涉及到的金额很小 池家奈也不打算 再继续调查下去了 主要处理被揪出来的六个人 这六个人里 一个已经死亡 一个已经被捕 在东城盛泽的决定下 清查团队 已经将被捕的人的罪证 交给公司法律部 由公司律师交给警方立案 后续的起诉事宜 也会由公司法律部跟进 对于剩下的四个人 东城盛则宣布了自己 池家奈 郑清智南商量过的决定 在规定时间内 退回全部违法所得 并主动离职 公司不报警 不起诉 另外 横滨游乐园负责人 要同意公司 回购自己手里的股份 如果无法退回全部违法所得 退回的部分非法所得 就当没有过 不会将这一部分侵占资金告知警方 更不会出现在起诉状中 能够减少刑期 横滨游乐园负责人手里的股份 同样会优先被折算 其实报案处理也会是这样 这些人能退回多少非法所得 决定着判决刑期会有多久 而横滨游乐园负责人 当初签订的协议里 也有过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可以直接回购股份的条款 只不过不报案的话 这些人不需要面临 入狱服刑的后果 不会留下刑事处罚记录 也能尽量减少这件事 对自己事业的影响 虽说日本商业圈里 可能会传出风声去 但只要不留下刑事处罚记录 这些人离开日本境内 还有希望获得不错的工作 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因父亲式的经济罪犯 而遭受别人的白眼 日本民众对于犯罪者的家属 一向有着苛刻的态度 本来校园欺凌 职场陋习就屡禁不止 罪犯家属会更容易成为 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人 如果这一次被查出来的人 只有年轻的财务 被内部举报的老职员 东城盛则和池家奈 会为了震慑其他人 直接选择报警处理 偏偏里面有一个为公司 做了不少贡献的老朋友 一个之前没有过大错 又让人觉得惋惜的人 不管是出于私人交情 还是为了让公司 其他职员不寒心 公司都要多一份宽容 池家奈和东城盛 则也就决定走一下宽容的流程 四人来参加会议之前 就知道自己隐藏的是被查出来了 早有心理准备 也早就想过 公司会有这样的决定 甚至考虑过 自己该怎么做 川渡村项目负责人 年轻财务都是因赌博而挪用资金 有心归还非法所得 来避免牢狱之灾 但手里的钱都丢进了赌博中 自己还欠了外债 根本没有能力 在指定时间内归还这笔钱 年轻财务 想想自己最多只有三年行期 第一个表示自己 没有能力退回钱财 决定接受报警处理的解决方法 川渡村项目负责人 不甘心人生留下这样的污点 但再也不甘心 也没办法 只能安慰自己 未来可以出国工作 或者开公司 那条路可能很难往上走 却也不是没有活路 也跟着表态 自己没有能力归还资金 只能接受法律惩罚了 随后是横滨游乐园项目负责人 在会议中长时间沉默之后 跟之前那句十分抱歉一样 寡言少语 没有任何解释 只说接受公司报案处理 股份 名下资产 可以按照法院判决来交给公司 池飞池昨天就听东城盛泽的情况 知道对方可能已经把大部分资产 都转移给了出国去的孩子 对于对方会做出这个决定 也没有感到意外 涉及到职务侵占 挪用资金这类犯罪 有的人是没有能力归还侵占资金 有的人则是不愿意 所以公司内部追赃这一环节 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个表示宽容的流程 最后还是要走到立案起诉那一步 被内部举报的老职员 是最犹豫的 在其他三人表完态之后 还满脸纠结地坐在原位半天 最后咬咬牙站起身 表示自己也愿意接受报案处理 看这人的反应 吃飞吃也能猜到 这人手里可能还有一些钱 并且想办法转移到了家人名下 如果选择退还那些资金 数目没法让公司不报案 也没办法免去牢狱之灾 内心犹豫来挣扎去 再损失一笔钱 少在监狱里待两年 和给家人留一笔钱 多入狱两年之间 还是选择了后者 不过没关系 按照法律判决 横并游乐园项目负责人手里的股份 会由公司回收 其他人名下那些未被转移的资产 也会成为抵债的商品 能挽回一些损失 最重要的是 东都休闲产业 已经做好了损失这笔钱的准备 清查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受到惩罚 让其他人看到这些人受到惩罚 把这些人送进监狱 也算是完成了目的 总要让其他人知道 挪用公司资金风险大 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即便横并游乐园项目负责人 转移了大部分资产 让家人到了国外发展 也不算是赢了 要是持家奈 哪天想朝其家人下手 也能很轻松地让对方一无所有 横并游乐园项目负责人 只是在赌持家奈会念旧情 念自己过去那些年的付出 希望持家奈能对那些钱的去处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持家奈确实不会追究下去 只是之后 安卜雷拉的雇佣或者合作 也不会优先考虑这家人 除非这家人出现了一个能力 出众到不可取代的人 最终 东成盛则联系了经济犯罪客 让警方将四人带走 向警方提供了证据 警方带着四人离开之后 东成盛则安排人 接手这一次出事的六人的工作 还交代公关部对外发布通告书 留意后续舆论走向 公司一下子没了六个人 事后可能还会牵扯出一些协助者 要是公司没有正式发布信息 不实谣言 可能会引发一些人的恐慌或者厌恶 影响到公司发展 下午四点 各方完成后续发言之后 会议正式结束 其他人陆陆续续离席出门 迟飞迟考虑自己 要不要打个招呼就走人的时候 被持家奈主动出声留了下来 一同留下来的 还有东成盛则 郑青智男两个人 等其他人都走了 东成盛则让秘书送了热茶上桌 让秘书出门时 顺便关上门 润了润说话 说得干雅的喉咙 才叹了口气 没想到 护仓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实在太大意了 让他在眼皮子底下 挪走了这么多项目资金 害得我昨晚一夜都没睡好 郑青智男看着东成盛则 搭了眉眼的样子 嘴角抽了抽 忍着笑意宽慰 不怪你 以前护仓是那么正直的人 公司给他的也不少了 换谁也想不到 他会这么贪心啊 让我最难受的 是他居然放任项目建设 偷工减料 东成盛则眉头皱了起来 脸因愤怒而憋得发红 刚才想到他会入狱 我还不忍心 但一想到他在建设时 偷工减料 我就觉得 我们就应该送他监狱才对 这家伙明明知道 那样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隐患 而且 那可是游乐场 是小孩子和年轻孩子们 作为主要客人的地方 一旦某个地方的设施出了问题 可能会让年轻的孩子们 失去生命的 持家奈在那边 也让人端了红茶上桌 浅出两口红茶之后 脸色比之前轻松了不少 眉眼重新变得柔和起来 关于这一点 我也觉得 护仓实在太过分了 所以 无论如何 也想让他得到惩罚 不过东成 事情都到了这种份上 我们也不得不接受 要是你实在气不过 可以去警示厅骂护仓一顿 也可以给自己放个假 别把自己憋坏了 东成盛则脸色缓和了一些 很快又叹了口气 算了 我还是不去了 去骂他 可能还会让他松口气 不如不理他 让他安安静静反省去吧 持飞驰听出 这是会议后的闲聊时间 却也没有参与闲聊 只是坐在旁边默默喝茶 他能从东成盛则脸上 看出痛心两个字 从昨晚开始就能看出来 飞驰 持家奈患了 持飞驰一声 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几天 你跟东成社长相处得还不错吧 东成盛则顿时顾不上痛心了 转头看着脸色冷淡的持飞驰 回想着自己跟持飞驰相处的经历 他跟飞驰少爷相处的 应该算是很不错吧 持飞驰点了点头 看向大荧幕上投影的持家奈的身影 东成社长是个很正直的人 跟他相处 让人很安心 东成盛则嘴角忍不住上扬 反思自己这样 情绪前后变化太大 会显得不稳重 努力把嘴角压下去 给持飞驰送上夸赞回馈 顾问有远见 又果决勇敢 虽然顾问比我年轻 我这么可能会显得奇怪 但是我跟顾问相处这几天 感觉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这是我真实的心里话 持飞驰不喜欢商业互夸 也不太喜欢友谊互夸 以及其他属性的互夸 尽力终止你来我往的互夸走向 所以我们相处得很不错 不管什么互夸 通通给他打住 你们相处愉快就好 持家奈笑了笑 知道不能让东成盛 则对持飞驰有小孩子印象 也就没有引导东成盛 则去回忆19年前周岁生日上的小婴孩 我这里早上8点多了 今天起得太早 我想去补觉 你们那里应该下午4点多了吧 要一起去吃晚饭吗 东成盛则不确定地看向持飞驰 这个 抱歉 我今晚跟朋友有约 持飞驰跟东成盛则说了一句 又对持家奈解释道 我跟朋友答应了小林老师 明天要去小爱班上当料理课的临时老师 因为课上要制作的料理 是由我来决定的 他不熟悉制作流程 所以我们约好今晚提前练习一下 原来是这样 你要去他们料理课上帮忙的事情 小爱跟我说过了 持家奈笑道 那你就早点去准备吧 今天晚上也要早点休息 明天要在妹妹的同学面前 好好表现哦 知道了 持飞驰起身离坐 对东成盛则 正亲至男点头 那我就先走一步 失陪了 东成盛则目送持飞驰出门 好奇问道 之前去试查的时候 我也听顾问和月水小姐 说到顾问的妹妹 但是之前我没听说你有女儿了 其实是我的教女 她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所以现在 由持家和他们家的一位亲戚一同照顾 持家奈笑着解释道 那孩子在日本上小学 在班上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当朋友 平时她也喜欢黏着哥哥 不想到英国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所以 一直是她哥哥在照看 家长该做的事 也都是飞驰在做 我也想过专心照顾他们 但是我近两年 恐怕没办法把手里的工作交出去 现在连句抱歉都不好意思 跟飞驰说 好在那个孩子乖巧懂事 照顾起来很省心 持飞驰送英取延南回了背护艇 自己开上自己的小红车 前往米花亭找冲石卯碰面 两人练习 料理的地点定在阿利博士家 冲石卯会准备好食材 让持飞驰忙完了 就直接过去 两人练习做出来的料理 就充当四个人的晚饭 当然 持飞驰也没空手过去 把自己 从长宇村带回来 那瓶黑麦威士忌带上了 二十多分钟后 冲石卯站在阿利博士家 料理台前 看着持飞驰打开包装盒 拿出一瓶黑麦威士忌 脸上保持微笑 心里不由自主地 开始反思自己 过去一段时间的言行举止 为什么是黑麦威士忌 是巧合吗 还是持先生知道些什么 有意试探他 他最近应该没做 什么可疑的事情吧 不对 就算是他身上有一点 持先生也不可能知道 他在组织的代号 所以 真的是巧合吗 阿利博士凑在一旁 看了看瓶子上的酒标 笑着感叹道 哦 是黑麦威士忌啊 还是美国那家 黑麦威士忌陈酿公司出产的酒 虽然我没有喝过 但是听说 那家只制造精品威士忌 他们家确实已酿造精品陈酿 威士忌出名 尤其是黑麦威士忌 原材料中的小麦含量很足 时飞时把酒放到了一旁 我前两天在温泉酒店不经意尝过 口感浓烈 味道厚重 喝起来很过瘾 所以就带了一瓶回来 博士 你今晚要尝尝看吗 不用了 我喝啤酒就已经很 阿利博士摆着手 瞥见辉悦哀在盯着自己 想到辉悦哀之前的叮嘱 迅速换上了决然的表情 不 我最近血压又有点控制不好 不能再陪着你们喝酒了 一口也不行哦 柯南特意跑到阿利博士家凑热闹 看了看酒标上的英文 又看像站在旁边的辉悦哀 以前辉悦说到right的时候 态度有点奇怪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 辉悦哀无视了柯南探究的目光 也让自己不去 多看那瓶黑麦威士忌 面不改色地看着池飞池 认真叮嘱道 你也不要喝太多 酒会对脑神经造成影响 喝得太多 可能会让大脑过度兴奋 导致睡眠质量下降 保证高质量睡眠 对你来说很重要 池飞池没有像往常一样答应下来 把装了食物原材料的袋子 递给冲石卯 但我想 今天稍微多喝一点 约冲石先生一起 今晚把这瓶酒喝光 慧玉爱脸上的淡定神情崩裂 喝 喝光 两个人把一瓶威士忌喝光 这还能叫稍微多喝一点吗 冲石卯接住料理食材的袋子 也忍不住看向台子上那瓶满满当当的酒 我是不介意跟池先生喝酒 也不介意多喝一点 但是两个人喝光一瓶 是不是太多了呀 一共700毫升 一人350毫升 我觉得并不多 池飞池转身去冰箱里拿鸡蛋 如果你觉得多 我500 你200 这样也可以 冲石卯不可能让池飞池喝一半还多 立刻出声确认分量 我喝一半也没问题 不会很勉强 只是我有点好奇 今天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需要多喝一点酒吗 阿里博士疑惑回想今天的日期 今天好像也不是什么节日 你不会跟七龟姐吵架了吧 会员哀也跟着猜测 不是 要说原因的话 池飞池从冰箱里拿出了鸡蛋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自己身边有人看这瓶酒不太顺眼 他觉得丢了可惜 只有找个人陪着 尽快把酒喝掉 转头看了看窗外草地枯黄的庭院 可能是这个冬天太长了 阿里博士 冬天太长 这也能算理由吗 冲石卯 会发出这种感触 池先生是突然感到忧郁吗 会员哀 他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 飞池哥今天的精神状态 冬天太长 柯南也摸不准池飞池 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感慨 琢磨了一下 直接问到 池哥哥怎么会突然想说这个 是因为冬天气温太冷 让你觉得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 还是说 持续很久 看到冬天萧条的景色 让你心情有些不太好呢 会员哀认真打量池飞池 对 还要注意一下 他家多灾多难飞池哥 会不会是呼吸道受冷空气刺激 感到不舒服 应该算是后者 池飞池认真感受着自己的状态 拿着鸡蛋走回料理台前 不过不是心情不好 只是感觉太久没有看到植物生机勃勃的样子 有点不太习惯 他也没法解释 他刚才的感慨 就是自念意思 这一轮的冬天 似乎比之前几轮都要长 之前的冬天 可能经过两三个案子就过去了 这一次冬天 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他迟迟看不到季节变化 感觉怪怪的 一个小时后 阿利博士家的餐桌上 摆了一盘盘饭团 柯南观察着桌上完工的两份老虎便当 这么做出来的便当 看上去跟池哥哥以前做的老虎便当 没什么两样吗 也不能随便敷衍小孩子 池飞池把两盘企鹅饭团端上桌 他们看到过你们的老虎便当 要是差距太大 他们会失望的 不过 在蛋黄里加入淀粉 只是 在用模具做出圆形的老虎头 和老虎耳朵 比直接煎鸡蛋饼简单多了 充实卯站在桌旁 眯眯眼打量着自己做出来的成品 微笑道 最后在里面填上米饭 把剪成老虎纹路的海苔片盖上去 外观上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鸡蛋饼要厚一些 这样改变制作方法 会影响味道吗 阿利博士好奇问道 味道肯定会有所改变 不过 我也有调整过米饭配方 里面的米饭 不是混合蛋黄炒出来的 而是混入了南瓜粉 吃飞吃解释着 转身回料理台前 把咸味便当 变成了淡甜味便当 应该会很受小孩子欢迎 阿利博士眼睛亮了 那还真是让人期待啊 桌上 还有其他动物外形的饭团 企鹅饭团有海苔片 白米饭饭团做出主体 又沾了胡萝卜片 做出企鹅的脚 嘴 一个个企鹅饭团身形又圆 比小孩子的拳头小一点 由于胡萝卜片 没办法沾得一模一样 排在一起的企鹅饭团 就像在东张西望 神态动作各不相同 看上去十分可爱 熊猫饭团也是一样 用白米饭饭团和海苔 做出熊猫的身躯 在头部用更小的海苔碎 做出熊猫耳朵 眼睛 把一个个熊猫饭团放在盘子里 前方摆上清炒过的根根芦笋 就像一群袖珍熊猫 凑在一起吃竹子 透出一股清新自然的意景 会员哀看着桌上的动物饭团 都有点舍不得下口了 问过池飞池之后 拿出手机拍的照片 用UL聊天软件传给了小林橙子 表面上是让小林老师看看 明天做成这样可不可以 实则是想在饭团被吃掉之前 跟其他人分享 阿里博士 池飞池 充实卯再加上柯南和惠元埃 两个小孩子 五人的晚饭 就是桌上的饭团大餐 配着蘸料和每人一份的鱼汤 也足够五个人打发一顿了 池飞池在晚饭开始后 就把那瓶黑麦威士忌 连同酒杯 冰桶 苏打水 带到了餐桌上 自己往杯子里添了冰块 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 惠元埃担心 池飞池之前是冬天萧条景致看过了 情绪莫名其妙低落 本来是不想让池飞池喝酒的 但是看着池飞池有兴致 想想自己很难劝阻池飞池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在旁边观望一下 池飞池的状态 再根据池飞池的状态 来决定要不要阻止 冲石卯同样没有往杯子里加苏打水 选择加冰醇饮 以前他在组织时 为了揣摩自己得到黑麦威士忌这个代号的原因 喝过不少黑麦威士忌酒 甚至几乎把市面上能买到的黑麦威士忌都尝过了一遍 今天这一款黑麦威士忌也不例外 虽然这款酒有不同的年份限制 不同年份的陈酿会有一些差别 但他喝过的不止一两瓶 整体味道相差不会太大 当然 他也有一阵子没有喝过这款黑麦威士忌了 即便曾经喝过很多次 再次喝到时 也依旧会被那种浓郁的口感所惊艳 石飞池和冲石卯都觉得这瓶酒味道不错 就算是在吃饭期间时不时喝一口 在晚饭结束后 也把一瓶酒喝了不少 剩下的酒水甚至不够倒上一杯 饭后 两人帮忙收拾清扫了餐具 就坐到了阿里博士加沙发上 把余下的黑麦威士忌 以一人半杯的量彻底瓜分掉 冲石卯喝着酒 一秒可以回想起三件往事 分神了一下 又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要乱想 转头对池飞池微笑道 池先生的眼光果然值得相信 这款黑麦威士忌 在所有黑麦威士忌里 价格不是最昂贵的 受众也不是很广 但它的口感是最特别的 像是压缩的内敛的 炙热岩浆 池飞池品尝着口中的酒液 评价着 心里也再次肯定狼母的眼光 不愧是酒肠老人 眼光真的没话说 是啊 深藏着强劲的爆发力 冲石卯对池飞池的感受颇为认同 又一次飘开 低头喝了一口杯子里的酒液 同是黑麦威士忌 不同厂家出产的黑麦威士忌 会有一点区别 就像是一个人 在不同环境中表现出来的特质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 是因为这瓶酒 总使他想到自己 以前在组织执行任务的经历 这瓶酒反映出的特质 不是口感醇厚柔滑的 似乎在面对女朋友一样的黑麦威士忌 也不是沉淀下来的 口感变得厚重的黑麦 更像是为组织执行着 危险任务的黑麦威士忌 池先生说的比喻 奇怪又贴切 就像是压缩的内敛的炙热岩浆 恍惚了一瞬 充时卯咽下了口中的酒液 又笑道 那种独特的感觉 几乎一下子就能尝出来 柯南从洗手间里出来 看了看还在喝酒聊天的两人 心里呵呵直笑 回头关上了洗手间的门 往沙发方向走 这两个人喝酒的兴致都很高嘛 让他都有一种打扰这两个人 喝酒会很破坏气氛的感觉 难怪会员说不出阻拦的话 不过 池飞驰今天 好像没有进入那种 好到他不安的状态 似乎恢复了以往 大多数时候的状态 相比起来 他还是比较习惯 这种状态的池飞驰 虽然没那么温和体贴 但他感觉 这样的池飞驰正常多了 不会让他一阵一阵的心慌 会员哀站在落地窗前 侧身靠着墙壁 用手机跟小林成子打着电话 察觉有人在看自己 回头看了过去 见柯南收回视线 去沙发那边 又继续讲的电话 还有小狗饭团 小猫饭团 没错 飞驰哥说 可以做任何外形的饭团 如果你坚持 我会转告飞驰哥的 不过 做完老虎饭团 还要再做其他动物饭团的话 课堂时间会不够用的吧 不 那样时间也很勉强 沙发处 充食卯还在跟吃飞驰聊杯里的酒 目前日本出产的黑麦威士忌 大部分都不如进口黑麦威士忌 口感浓烈强劲 之前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喝过 这类口感强劲的酒 就算是喝威士忌 也是口感比较柔顺的种类 我还担心池先生 会不太习惯这种口感呢 不管是什么口味的酒 只要有喝酒的心情 我都可以尝试 也都能喝下去 吃飞吃恶趣味上头 故意丢了话题给充食卯 不过 不少人确实会有 自己独特的喜好或者禁忌 安氏就不太喜欢 这种口感太浓烈的酒 毛利老是不挑 不过他更喜欢和很多人 热热闹闹喝啤酒 所以我在多人聚会时 也习惯选啤酒 自己一个人 或者聚会人少 而对方又不介意的话 通常会选择威士忌 或者别的烈酒 选什么 就看当时想要喝什么 面前有什么 充食卯听到了安氏这个字眼 大脑瞬间把其他内容自动淡化 只是表面上 还是要表现得没那么在意 多人聚会的话 啤酒确实是很高的选择 我很少跟人聚会 自己一个人喝威士忌的时候 也比较多 不过说到安氏 是毛利先生新收的徒弟 对吧 上次他用车子拦下了 犯人坐的车子 我也看到了 感觉是一个勇敢又有干劲的人 虽然勇敢又有干劲的人 不一定要喜欢口感强劲的烈酒 但应该不会介意尝试 我还以为他会喜欢烈酒呢 难道我猜错了 他平时不喜欢烈酒吗 持飞持剑充食卯上钩了 面上依旧没有特别大的反应 应该不是不喜欢烈酒 只是不喜欢黑麦威士忌这样的烈酒 他以前说过 黑麦威士忌这类酒的口感太浓烈了 他喝不习惯 充食卯 依依依 倒也在他意料之中 持飞是喝了一口杯里的酒 可能有人就是没办法接受 这种口感或者气味 跟性格没关系 大概就像有人喜欢香菜 有人闻到香菜的气味 都会觉得难受 既然他不喜欢 其他人也没办法 可能也没那么严重吧 充食卯觉得 某黑皮的情况 不至于像讨厌香菜的人一样 以后还是有可能重新接纳一下 黑麦威士忌这种酒的 低头喝了一口酒 持先生这次带黑麦威士忌回来 应该没有约他喝酒吧 没有 持飞是把杯子里 最后一口黑麦威士忌喝光 我知道他不喜欢 就不会约他来喝 这类口感强劲的酒 充食卯点了点头 心里感慨 持飞是的决定很明智 要是有人找那家伙 喝黑麦威士忌 那家伙会直接沉下脸来的吧 会原来拿着手机走到沙发前 看了看持飞是手里的空杯子 又仰头打量持飞是的脸色 你现在有觉得头晕吗 只是半瓶威士忌 还不至于让我头晕 持飞持起身把杯子送到料理台 用行动证明自己没喝多 小林老师打电话过来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没有 小林老师看到我发过去的照片 觉得熊猫饭团 企鹅饭团 小狗饭团都很可爱 就想着明天做老虎便当之后 可不可以再带大家做一下 某种动物外形的饭团 不过 我们计算了几遍 都觉得课堂时间不够用 就只能放弃了 下次再拜托 你去教大家做其他动物的饭团 会原挨打了的哈欠 抬手揉着眼睛 会带大家做冷面 还有其他同学的家长 想参加我们料理课 小林老师已经整理好了名单 所以 小林老师也想拜托我们 不要让其他孩子 看到老虎之外的动物饭团 不然的话 在其他家长去帮忙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还在想着动物饭团 那样会让其他热心的家长 感到伤心的 我知道了 持飞持应着生 在洗碗吃前清洗着杯子 头也不太地催促到 时候不早了 你和柯南早点去睡觉 一日 早 充实卯睡醒之后 到阿里博士家蹭了一顿早餐 在惠元埃和柯南出门上学之后 持飞持给熬夜太晚 还没起床的阿里博士留了早餐 出门晨练 料理课的时间在上午十点 持飞持和小林橙子 说好到学校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半 前往地单小学还太早 充实卯就跟着持飞持一起去晨练 两人跑不到米花公园 算是简单滴热了一下身 却也没有再继续锻炼 沿路慢走回去 准备在路上打发一下时间 充实卯走在路上 感觉冷空气往毛衣领口钻 想到昨天持飞持说冬天太长 抬头看了看白蒙蒙的天色 今天天气不如昨天那么晴朗 上午应该是不会有太阳了 嗯 持飞持轻硬了一声 昨天又是开会 又是跟粉毛喝酒聊天 他感觉自己社交能量被消耗了不少 现在也还没不起来 为了待会儿的料理课 他得节省一下社交能量 充实卯健持飞持沟通性质不高 没有再拉着持飞持说话 若有所思地走在一旁 看来昨晚不是他的错觉 跟他们去川渡村那几天相比 池先生说话的口气好像 没那么和缓了 似乎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昨天晚上 池先生跟他喝酒时 还能跟他多聊几句 变化不算太明显 到了今天早上 池先生跟人沟通的信号信号 似乎大幅下降 几乎降到了跟人说话好麻烦 让我自闭一下的程度 人的情绪有起伏 这很正常 池先生的情绪 也不算大起大落 至少相比起他们在一脚岩遇到杀人事件那一次 池先生这一次 其实不算变化太大 要知道 他们在一脚岩遇到事件那一次 池先生可是突然就提出身体不是要休息 直接离场了 今天池先生除了没有多少沟通信号信号 人至少还是愿意活动 愿意跟人相处的 不过人的情绪持续低落 也不是好事 还是要想办法打起精神来 他突然想到 池先生昨天说的 这个冬天太长了 人的体温 心率 内分泌 血倾诉发生变化 都会影响到自身情绪 而色彩 声音等因素 也会对人的情绪产生影响 冬日景色萧色 气候寒冷 阳光微弱 敏感的人很有可能出现冬季抑郁症 池先生搞不好也是这样 再加上今天上午的天气 比前几天更差 没有阳光 到处白茫茫的 周围的色彩比阳光晴朗时暗淡不少 池先生的情绪 是有可能会变得更加低落 琢磨着 冲石卯突然转头 看着池飞池问道 池先生 你听说过冬季抑郁症吗 听说过 池飞池知道冲石卯在想什么 继续往前走着 冬季抑郁症 又叫季节性情绪紊乱症 或者季节性情绪失调症 是指一种因天气变化而产生的忧郁症 主要是因为 人体生物中 没能适应冬季日照时间短的变化 生物节律紊乱 和内分泌失调 从而导致情绪与精神状态紊乱 现在进入冬季已经很久了 要是容易有冬季抑郁症的群体 应该会再入冬没多久就出现症状 而且 这种病常见于30岁左右的已婚女性 和老年男性 所以 能不能不要怀疑 她是季节性情绪紊乱症 虽然她的病已经很多了 多出这么一个小虾密病症 也不算大事 但是能争取让自己少一点毛病的话 她还是想争取一下的 不过 这种病也多发于性格内向 敏感多疑 感情脆弱的群体 包括容易受色彩 声音等环境影响情绪的人 也更容易患上冬季抑郁症 充时卯听出了 吃飞吃话语中的反驳 走在吃飞吃身旁 也用语言暗示自己没有被说服 所以 其他年龄的男女 也都有可能患上这种病 尤其是心理状态 精神状态 本就不够稳定的人 会更容易受到影响 轻则每天情绪低落 对生活和工作丧失积极性 严重一点 会导致原本已经通过治疗 而稳定的病症复发 更严重的话 会丧失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甚至是自杀 说着 冲时卯笑了笑 你眼看向路上的车辆 其实 北欧有很多人都会患上冬季抑郁症 那里冬季气温低 阳光罕见 人的情绪长时间容易处于低落状态 导致一些人患上了冬季抑郁症 所以 很多人都会去吃到海滨地区度假 我也只是在想 如果你觉得情绪不高 提不起精神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到温暖地方去 或者去街边咖啡厅 喝一杯热饮呢 时非是不想在这种事情上纠缠 争取一下不成 直接放弃了辩论 虽然我感觉自己的状态没那么差 但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也不介意试一试 冲时卯没急着决定去不去喝热饮 用左手拖着下巴 一脸困惑的呢喃 但问题是 我们刚才跑步去了公园 经过运动 人的情绪应该能提升一点才对 时飞迟 有没有可能 他只是想安静一下 都是之前不争之罪 害他在人际来往上太有耐心了 现在他恢复正常了 这些人却还没有事业 前方 一个穿着棕色外套的中年男人 站在路中间 神色惊恐地 伸手抓着身旁一个年纪差不多的男人 转头看着巷子 声音充满了慌张 高 高是他在里面 但是他的状态不太对劲 不管我怎么喊他 他都不动啊 池飞池和冲时卯停下了脚步 一是两个男人挡住了他们的前路 二则是 冲时卯转头看向中年男人跑出来的巷子 怎么喊都不动是什么意思 不会是死人了吧 巷子口摆着一台自动贩卖机 在靠巷子身处的一侧 有一个男人背靠着自动贩卖机坐在地上 从向外看过去 只能看到对方穿着黑裤的膝盖 灰色外套的袖子 和垂落在身侧的右手 不 不动 中年男人的同伴 被中年男人用力抓住手臂 也有点发猛 转头看到池飞池和冲时卯停了下来 拉着同事往巷子里走 一脸哭笑不得的出身安抚 会不会他喝酒喝得太多 睡得太沉了 你也知道高氏喜欢喝酒 每次都要喝到醉熏熏才会停下来 以前他也有过醉倒在大街上的情况 可是 穿棕色外套的中年男人 还是有些忐忑 他面前有一滩血迹 巷子口 冲时卯转头看向池飞池 我们也去看看吧 池飞池点了点头 和冲时卯一起走进巷子里 不是他想多管闲事 但如果这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发现尸体的这两个男人 又有什么问题的话 事后警方可能会在附近商店外的监控摄像头 看到他和冲时卯 猜到他们会路过 从而找他们了解情况 与其到时候被缠着问话 不如现在进去看看 要是发生了什么事件 这里还有一个粉毛能负责回答一下警方的问题 总比以后他一个人被警方找伤问话要强一点 高氏 高氏 你怎么样啊 先一步进巷子的两个男人 在自动贩卖机侧俯身 看着靠坐在自动贩卖机边上的干瘦男人 焦急地唤了两身 其中一人还伸手推了推干瘦男人的肩膀 察觉有人进巷子 穿棕色外套的男人抬起头 看着走近的冲时卯和驰飞驰 想起这似乎是刚才在路上的两个年轻人 冲时卯装出热心路人的模样 与其温和地主动出声问道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要不要我们帮忙 另一个中年男人直起身 皱眉看着地上被称作高氏的男人 这是我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的同事 今天早上 他一直没有到公司去 我们就打算出来 沿着去他家的路找一找 没想到他倒在这种地方 他怎么叫都叫不醒 嘴一脚还有血迹 棕色外套男神色担忧又紧张 拿出来手机 我看我还是打电话 叫一下救护车吧 身体差 齿飞齿打量着坐在地上的男人 目光扫尸过对方干瘦的四肢 骨胀的小腹 肝腹水很严重 应该是有酒精依赖症吧 明明肝功能已经很不好了 但他似乎还是到这个自动贩卖机来买啤酒 充时卯看了看自动贩卖机出口处 没有取出来的一罐啤酒 在看到对方腿前地面上的血字时 愣了一下 又抬头观察着高氏嘴角的血迹 同时伸手摸上了高氏的侧颈 又翻看了一下高氏的眼睛 神色凝重地轻声道 人已经死了 至少已经死了九个小时以上了 站在旁边的中年男人吓了一跳 神 什么 没有 小林老师看到我发过去的照片 觉得熊猫饭团 企鹅饭团 小狗饭团都很可爱 就想着 明天做老虎便当之后 可不可以再带大家做一下某种动物外形的饭团 不过我们计算了几遍 都觉得课堂时间不够用 就只能放弃了 下次再拜托 你去教大家做其他动物的饭团 会员挨打了的哈欠 抬手揉着眼睛 不过 之后的料理课上 东伟同学的妈妈会带大家做冷面 还有其他同学的家长 想参加我们料理课 小林老师已经整理好了名单 所以 小林老师也想拜托我们 不要让其他孩子 看到老虎之外的动物饭团 不然的话 在其他家长去帮忙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还在想着动物饭团 那样会让其他热心的家长感到伤心的 我知道了 池飞驰硬着声 在洗碗吃前清洗着杯子 头也不太地催促道 时候不早了 你和柯南早点去睡觉 一日 早 充实卯睡醒之后 到阿里博士家蹭了一顿早餐 在会员挨和柯南出门上学之后 池飞驰给熬夜太晚 还没起床的阿里博士留了早餐 出门晨练 料理课的时间在上午十点 池飞驰和小林橙子 说好到学校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半 前往地单小学还太早 充实卯就跟着池飞驰一起去晨练 两人跑不到米花公园 算是简单地热了一下身 却也没有再继续锻炼 沿路慢走回去 准备在路上打发一下时间 充实卯走在路上 感觉冷空气往毛衣领口钻 想到昨天池飞驰说冬天太长 抬头看了看白蒙蒙的天色 今天天气不如昨天那么晴朗 上午应该是不会有太阳了 嗯 池飞驰轻硬了一声 昨天又是开会 又是跟粉毛喝酒聊天 他感觉自己社交能量被消耗了不少 现在也还没不起来 为了待会儿的料理课 他得节省一下社交能量 充实卯剑池飞驰沟通性质不高 没有再拉着池飞驰说话 若有所思地走在一旁 看来昨晚不是他的错觉 跟他们去川渡村那几天相比 池先生说话的口气好像 没那么和缓了 似乎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昨天晚上 池先生跟他喝酒时 还能跟他多聊几句 变化不算太明显 到了今天早上 池先生跟人沟通的新号新号 似乎大幅下降 几乎降到了跟人说话好麻烦 让我自闭一下的程度 人的情绪有起伏 这很正常 池先生的情绪 也不算大起大落 至少相比起 他们在一脚岩遇到杀人事件那一次 池先生这一次 其实不算变化太大 要知道 他们在一脚岩遇到事件那一次 池先生可是突然就提出 身体不是要休息 直接离场了 今天池先生除了没有多少 沟通新号新号 人至少还是愿意活动 愿意跟人相处的 不过人的情绪持续低落 也不是好事 还是要想办法打起精神来 他突然想到 池先生昨天说的 这个冬天太长了 人的体温 心率 内分泌 血倾诉发生变化 都会影响到自身情绪 而色彩 声音等因素 也会对人的情绪产生影响 冬日景色萧色 气候寒冷 阳光微弱 敏感的人很有可能出现冬季抑郁症 池先生搞不好也是这样 再加上今天上午的天气 比前几天更差 没有阳光 到处白茫茫的 周围的色才比阳光晴朗时暗淡不少 池先生的情绪 是有可能会变得更加低落 琢磨着 冲石卯突然转头 看着池飞池问道 池先生 你听说过冬季抑郁症吗 听说过 池飞池知道冲石卯在想什么 继续往前走着 冬季抑郁症 又叫季节性情绪紊乱症 或者季节性情绪失调症 是指一种因天气变化 而产生的忧郁症 主要是因为 人体生物中 没能适应冬季日照时间短的变化 生物节律紊乱和内分泌失调 从而导致情绪与精神状态紊乱 现在进入冬季已经很久了 要是容易有冬季抑郁症的群体 应该会再入冬没多久就出现症状 而且 这种病常见于30岁左右的已婚女性 和老年男性 所以 能不能不要怀疑 她是季节性情绪紊乱症 虽然她的病已经很多了 多出这么一个小虾密病症 也不算大事 但是能争取让自己少一点毛病的话 她还是想争取一下的 不过 这种病也多发于性格内向 敏感多疑 感情脆弱的群体 包括容易受色彩 声音等环境影响情绪的人 也更容易患上冬季抑郁症 充时卯听出了 持飞池话语中的反驳 走在持飞池身旁 也用语言暗示自己没有被说服 所以 其他年龄的男女 也都有可能患上这种病 尤其是心理状态 精神状态 本就不够稳定的人 会更容易受到影响 轻则每天情绪低落 对生活和工作丧失积极性 严重一点 会导致原本已经通过治疗 而稳定的病症复发 更严重的话 会丧失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甚至是自杀 说着 冲时卯笑了笑 你眼看向路上的车辆 其实 北欧有很多人都会患上冬季抑郁症 那里冬季气温低 阳光罕见 人的情绪长时间容易处于低落状态 导致一些人患上了冬季抑郁症 所以 很多人都会去赤道海滨地区度假 我也只是在想 如果你觉得情绪不高 提不起精神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到温暖地方去 或者去街边咖啡厅 喝一杯热饮呢 是非是不想在这种事情上纠缠 争取一下不成 直接放弃了辩论 虽然我感觉自己的状态没那么差 但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也不介意试一试 冲时卯没急着决定去不去喝热饮 用左手拖着下巴 一脸困惑的呢喃 但问题是 我们刚才跑步去了公园 经过运动 人的情绪应该能提升一点才对 是非迟 有没有可能 他只是想安静一下 都是之前不争之罪 害他在人际来往上太有耐心了 现在他恢复正常了 这些人却还没有事业 前方 一个穿着棕色外套的中年男人 站在路中间 神色惊恐地 伸手抓着身旁一个年纪差不多的男人 转头看着巷子 声音充满了慌张 高 高是他在里面 但是他的状态不太对劲 不管我怎么喊他 他都不动啊 池飞池和冲石卯停下了脚步 一是两个男人挡住了他们的前路 二则是 冲石卯转头 看向中年男人跑出来的巷子 怎么喊都不动 是什么意思 不会是死人了吧 巷子口摆着一台自动贩卖机 在靠巷子伸出的一侧 有一个男人背靠着自动贩卖机 坐在地上 从向外看过去 只能看到对方穿着黑裤的膝盖 灰色外套的袖子 和垂落在身侧的右手 不 不动 中年男人的同伴 被中年男人用力抓住手臂 也有点发猛 转头看到池飞池和冲石卯停了下来 拉着同事往巷子里走 一脸哭笑不得的出身安抚 会不会他喝酒喝得太多 睡得太沉了 你也知道 高氏喜欢喝酒 每次都要喝到醉醺醺 才会停下来 以前他也有过醉倒在大街上的情况 可是 穿棕色外套的中年男人 还是有些忐忑 他面前有一滩血迹 巷子口 冲石卯转头看向池飞池 我们也去看看吧 池飞池点了点头 和冲石卯一起走进巷子里 不是他想多管闲事 但如果 这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发现尸体的这两个男人 又有什么问题的话 事后 警方可能会在附近商店外的监控摄像头 看到他和冲石卯 猜到他们会路过 从而找他们了解情况 与其到时候被缠着问话 不如现在进去看看 要是发生了什么事件 这里还有一个粉毛 能负责回答一下警方的问题 总比以后他一个人 被警方找伤问话要强一点 高氏 高氏 你怎么样了 先一步进巷子的两个男人 在自动贩卖机侧俯身 看着靠坐在自动贩卖机边上的干瘦男人 焦急地唤了两身 其中一人 还伸手推了推干瘦男人的肩膀 察觉有人进巷子 穿棕色外套的男人抬起头 看着走近的冲石卯和池飞池 想起这似乎是刚才在路上的两个年轻人 冲石卯装出热心路人的模样 与其温和地主动出声问道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要不要我们帮忙 另一个中年男人直起身 皱眉看着地上被称作高湿的男人 这是我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的同事 今天早上 他一直没有到公司去 我们就打算出来 沿着去他家的路找一找 没想到他倒在这种地方 他怎么叫都叫不醒 嘴一脚还有血迹 棕色外套男神色担忧又紧张 拿出了手机 我看我还是打电话 叫一下救护车吧 身体差 池飞池打量着坐在地上的男人 目光扫尸过对方干瘦的四肢 骨胀的小腹 干腹水很严重 应该是有酒精依赖症吧 但他似乎还是到这个自动贩卖机来买啤酒 充实卯看了看自动贩卖机出口处 没有取出来的一罐啤酒 在那个叫高湿的男人身旁蹲下 在看到对方腿前地面上的血字时 愣了一下 又抬头观察着高湿嘴角的血迹 同时伸手摸上了高湿的侧颈 又翻看了一下高湿的眼睛 神色凝重地轻声道 人已经死了 至少已经死了九个小时以上了 站在旁边的中年男人吓了一跳 神 什么 所以 你们还是尽快打电话报警吧 充实卯眯着眼睛抬头 看了看男人和那边去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棕外套 很快又低头看着地上的尸体 然后就留在这里等警方抵达 跟警方把事情给说清楚 他身上似乎没有别的外伤 衣服胸前 腹部粘到的血迹 应该是自口中流出来的 看起来像是肝硬化 导致静脉流破裂吐血 因为没有及时 被人发现 就这么死掉了 但是地上的那个血字 高湿的尸体 双腿随意曲着 双腿间的地上 有着一个大大的死字 字是用血流下来的 旁边散落着一只沾血的香烟 字边上还有血液溅出的细小血点 池飞池看着那些建设血点 心理判断 形成血字的血迹 是从上方滴落的 再看到血字中间笔质的长痕和香烟 血字中过于归整的六个圆形镂空 回想起了这起案件 出声提醒充实卯 这个应该是盗窃 他记得这个案子 人就是静脉流破裂吐血而死的 人死的时候 香烟和钱包里的六枚硬币掉在地上 血液浸泡着那只香烟和六枚硬币 在血液干涸后 有人拿走了死者的钱包和那六枚硬币 也把香烟碰到了一边 巧合的是 空出来的香烟长痕 六枚硬币圆形痕迹组合在一起 在地上正好形成了一个死字 总之 这就是一起意外和一个让人惊奇的巧合 如果非要追究的话 也就是那个拿走了死者财物的人 涉嫌盗窃他人财物 盗窃 充实卯有些惊讶地 回头看了吃飞吃一眼 又仔细观察了地上的血字 若有所思地站起身 既然是盗窃事件 那就不用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两分钟后 死者同事打电话报警说了情况 池飞池和充实卯离开了巷子 又过了不到三分钟 三个女高中结伴走在上学路上 路过巷子外时 试良真纯看到有人靠坐在巷子里 隐约听到里面两人说到警察之类的话题 好奇走进了巷子 那个 这里出什么事情了吗 巷子里迎来了第二批热心路人 看到三个女高中生 好心来询问情况 高师的两个同事说了 高师没有去上班 两人找到这里的经过 试良真纯业务 熟练地蹲到尸体身前 查看着尸体的情况 听说死者的两个同事 已经打电话报警 并联系了救护车 又观察起现场的痕迹 这个人应该有酒精依赖症吧 高师的两个同事 啊 是啊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厉害了吗 一个个的 只看一眼就知道 一个人是不是有酒精依赖症 试良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林牧原子好奇问道 这个大叔 有酒精依赖症 他的眼白上出现了黄胆 试良真纯 看了死者的眼睛 又低头看着死者腹部 明明很瘦 但小腹却很鼓胀 这是肝腹水 也就是肝功能异常的表现 说着 试良真纯看向自动贩卖机出口 自动贩卖机出口 还有没来得及拿出来的酒 看现场的情况 那应该是他死前想买的酒 像死者这样肝功能不好的人 一般都会戒酒 以避免病情恶化 可是他的情况 明明已经很严重了 却还想着喝酒 就只能认为他有酒精依赖症了 林牧原子呆呆看着自信微笑的 试良真纯 泥男出声 好厉害啊 还好啦 一般情况来说 这个大叔应该是肝硬化 导致静脉流破裂 没有被及时送往医院治疗 才导致死亡 试良真纯对林牧原子笑了笑 低头看向地上的血字 收起了脸上的笑意 虽然我也想这么说 但是这应该是一起谋杀事件 证据就是地上的这个血字 毛利兰探头看清了地上的血字 愣了一下 这种像是奇怪字体的死字 他以前看过 所以呢 两位报警是明智地决定 试良真纯看向高适的两个同事 目光有些锐利 很快露出纯真笑脸来 两位也是看到这个可疑的血字 才决定报警的吗 很奇怪 这个现场保持得很好 尸体没有被放倒 挪动 尸体附近的地上 也没有多少踩踏痕迹 而在他们进巷子的时候 这两个人就已经打过报警电话 正等着警察过来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在看到同事倒在地上之后 没有惊慌地试着抢救同事 一动同事 在几乎没怎么触碰死者的情况下 就判断出了死者已经身亡 立刻报警 并且没有过多触碰现场 大部分人在发现有人生死不明时 是不可能这么冷静地做判断 报警的 也没办法把现场保持得这么完好 要不了十分钟 就会把现场痕迹破坏掉很多 这里现场保持完好 要么这两个人自身有着侦探 刑警的能力 要么就是 有侦探来干涉过 当然 也有第三种可能 这两个人有问题 很有可能是凶手 在杀人后布置了现场 故意留下误导性的线索 所以才会尽量不触碰尸体 保留现场痕迹完整 并且及时报警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要试探一下 这个 棕色外套男看着 适量真纯的笑脸 不确定自己刚才看到 适量真纯目光凶是不是错觉 低头看向地上的血字 因为发现高氏死了 地上血字奇怪而报警 这一点是没错 适量真纯站起身 心有防备地看着两个男人 不过 最早发现高氏死了 最早想到报警的不是我们 棕色外套男的同事说着 见适量真纯一脸惊讶 如是说了刚才发生的事 我们刚发现高氏的时候 在外面路上遇到了两位年轻的小哥 我们正打算叫救护车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进巷子 问我们发生什么事 之后也看了高氏的情况 说了跟你刚才那些话相似的话 然后让我们打电话报警 说了相似的话 适量真纯猜测 有可能是遇到同行了 转头看了一下四周 那他们人去哪里了 棕外套男如实道 在我们打电话报警之后 他们就已经离开了 什么 适量真纯激动地上前两步 那两个人碰过尸体 在现场停留过吧 你们怎么能让他们 轻易就离开呢 棕外套男 吓得连忙后退 可是 他们说自己等会儿还有事 棕外套男的同事 连忙跟着解释 而且 他们在我打报警电话的时候 让我跟警方说 如果警方有需要 可以再联系他们 其中那个有紫色瞳孔的小哥说 只要跟出警的警察说 一下他的特征 对方应该就知道他是谁了 适量真纯脑海里冒出一个身影 即将抓到棕外套男肩膀的双手 垂了下去 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紫色瞳孔吗 毛利兰也想到了同一个人影 脸色也有些怪异 而且 只要跟出警的警察说 对方就能知道他是谁 该不会是飞驰哥吧 林木原子嘴角一抽 看着两个中年男人确认 你们说的那个有紫色瞳孔的人 应该是一个个子高大 长得很帅气 但脸色很冷淡的年轻男人吧 棕外套男连忙点头 是 是啊 另一个人的特征也很显眼 头发是粉色的 戴着黑矿眼镜 看起来很斯文 我报警的时候 跟电话那边的警察说过他们的特征 那边的警察回复我说 已经知道了 让我们在原地等待 还让我转告他们 有需要会联系他们 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他们发现是熟人 心情顿时放松下来 那应该是飞驰哥和卯先生吧 士良真纯回头看着毛里兰 卯先生 就是那个 那个暂时住进了宫藤家里的人 也就是博士的新邻居 林木原子炫耀般的孝道 同时也是个大帅哥哦 飞驰哥经常去博士家里 跟他关系似乎也不错 帅哥总是喜欢扎堆的嘛 这样啊 士良真纯 没有遮掩自己感兴趣的态度 我还真想见一见你们说的那位卯先生嘛 林木原子见士良真纯有兴趣 感觉找到了同好 激动地商量着 什么时候一起去看帅哥 改天 小兰要去工藤家里帮忙打扫的时候 我们也跟着去吧 好啊 到时候 你们别忘了叫上我 士良真纯就等着林木原子说这话 立刻笑着答应 很快又看向地上的尸体 神情带上了一丝疑惑 不过 池先生和那位卯先生 到底是有什么急事啊 居然放着这么可疑的杀人现场不管 也要急着离开 这个应该是道歉 那位紫色瞳孔的年轻小哥 是这么说的 宗外套男的同事主动开口道 粉色头发的小哥 看得高湿的尸体一会儿 也说到既然是盗窃事件 就不用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之后他们就决定离开了 盗窃 是说这个事件吗 士良真纯 有些正神 很快伸手 指着地上的血字 一脸难以置信地质问道 开什么玩笑 这里可是有人死掉了 现场还留下了像是挑衅一样的血字啊 两个中年男人再次后退 跟士良真纯拉开距离 白手表示 这种话跟自己没关系 但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我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士良真纯也知道 向两个中年男人提问 也问不什么来 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 转身回到了毛里兰 灵物原子身旁 郁闷嘀咕道 别说你们不知道 我现在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现场有明显的他杀痕迹啊 士良 毛里兰有些犹豫地出声道 其实地上那个血字 我见过很相似的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到 新一的爸爸 唯一一次放弃的神秘案件吗 士良真纯意识到 毛里兰说的那个案子 跟这次案件有关联 收起困惑郁闷的神色 正色看向地上的血字 难道说 那起案件里 也出现了这个 没错 十年前新一的爸爸还在日本 被委托调查某个案件 可是他却中途表示 放弃并退出调查 新一还很生气 毛里兰看着地上的血字 神色认真道 新一以前对我看过 优作先生留下的案件档案 里面有照片拍到了 死者身旁的地面 当年案发现场的地上 也有这样的死字 这种字体写法很罕见 对吧 十年前案发现场 那个死字的字体 跟这里的死字字体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不就是连续杀人事件吗 灵木原子剑多了鞍子 也能做出一些简单的判断 惊讶说着 突然愣了一下 看着尸体到 而且 不止十年前的案件 被放弃调查了 这一次也是一样吧 飞驰哥说 这是盗窃事件什么的 然后就不打算调查了 是啊 真的很奇怪 试良真纯皱眉看着尸体 开始怀疑 这个血字背后 会不会牵扯到 什么强大的能量 一秒挠不出一个阴谋论 突然能理解 龚腾心医 当年为什么生气了 他跟龚腾幽作先生 接触不多 但是池先生 是他接触过很多次的人 之前有歹徒 冲进毛利侦探事务所 池先生既保护了他们 又决然地避免了 歹徒被射杀 那么厉害 又有勇气的一个人 如果因为安建背后 牵扯到强大势力 就放弃调查 真的会让人感到难过 难过到气氛的程度 就算他知道 面对危险时 暂避锋芒没有错 就算他觉得 池先生不是那种 随便放弃的人 他也会感觉 有口气堵在心里 当年的龚腾心医 也是一样吧 心目中那么厉害的老爸 不知为什么 放弃了找出一起 凶杀案的真相 琢磨着 试良真纯 看向毛利兰 神情郑重道 小兰 你能帮我拿到 十年前那起安建的档案吗 我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让龚腾先生和池先生 放弃调查这么可疑的事件 啊 好啊 毛利兰见试良真纯这么认真 连忙点头答应 十年前那起安建的卷宗 应该还在心仪家里 我发邮件问一问他 拜托他让我们去他家里找找看 要是他听说 这里发生了与十年前 那起安建有联系的事件 一定不会拒绝我们的 林木原子忍不住猜测到 那个推理狂遇到感兴趣的安子 搞不好他 还会亲自跑回来调查呢 毛利兰正了正 行义会跑回来调查吗 试良真纯也觉得 某个名侦探肯定会有兴趣 想到自己可以跟柯南 一起寻找某个真相 心里顿时有种 大家一起战斗的豪情壮志 眼睛亮了起来 小兰 那就拜托你发邮件 问一问宫腾吧 一定要让他答应我们啊 好 好啊 毛利兰回过神来 我会尽力说服他答应的 警车已经来了 林木原子听到警笛声 转头看向巷子外 看到对面街道上 电器店的大屏电视 已经播完了早间新闻 脸色大变 双手分别拽住毛利兰 和试良真纯 焦急往外走 糟了 都已经这个时间了 我们快点去学校吧 给那个推理狂的邮件 小兰你晚一点 再给他发过去吧 反正我们也要 到放学才能过去找那份档案 地单小学 池飞池和冲诗卯 还是比约定时间 早到了半个小时 好在小林城子 也只是在办公室备课 听说两人在操场上闲逛 亲自到操场接了两人 顺便跟池飞池 说起了辉原哀的近况 会员同学最近跟班里 同学相处得也很好 池先生你也知道 会员同学是那种 比较安静的孩子 让他去跟同学热情交流 太勉强了 其实他刚开始 转学过来的时候 我有担心他没办法融入大家 但让我意外的是 他融入大家 没有遇到多大阻碍 他虽然安静了一些 但并不排斥跟大家沟通 讲话有条理 让人幸福 学习成绩好 他在班里 也是很有人缘的 池飞池 已经有当家长的骄傲感觉了 请再多说两句 虫尸毛 他应该算是班的家长了吧 反正他有那种家里孩子 真不错的骄傲感觉了 请再多说两句 功课当然也没话说 他们少年侦探团的五个孩子 一直都很认真的完成功课 每一次都做得很好 小林成子笑了笑 继续跟池飞池 沟通会员哀的情况 总之 会员同学 课上课下的状态都很好 是很让人省心的孩子 之前我想过 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 让他更加开朗一点 更有活力一点 不过仔细想一想 我又觉得 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 如果所有孩子都一样 那也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酷酷的会员同学 也是很可爱的呀 只要他自己觉得舒服 不影响他以后 跟人沟通来往 那就是最好的 我倒是觉得 跟人来往也不用考虑 持飞持语气 平静的不容智慧 就算他以后 不跟任何人来往 只要他觉得 那样让他心情愉快 就没有任何问题 小林成子 差点忘了 孩子家长也是那种酷酷的人 那么有这样的想法 也就不奇怪了 崇石卯认真想了一下 赞同道 日本很重视 个人融入群体的能力 池先生这样的观点 在日本可能会显得有点偏激 但我觉得 池先生这样的想法 没什么问题 小林成子 不禁反思自己的教育观念 是不是太狭隘 不够国际化 但是在日本生活 不能融入群体 真的是一件需要注意的事 会招惹偏见或者留言 不过话又说回来 会员同学以后 不一定就在日本生活 也不是一个朋友 都没有 那就没关系了 持飞持转眼 就接了充施毛的底 毕竟充施先生 也是朋友不多 不经常跟人聚会的人 这么说也没错 充施毛失效出生 是那种会让老板 或者同事觉得奇怪的人 不过 这样也可以有关系 要好的朋友 那就没问题了吧 小林成子想到 阿里博士 也是一个不加入任何机构 独自研究发明 单身至今的人 突然就能够理解 回原来 为什么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了 环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周围都是怪咖 小孩子会比较有个性也正常 而且 不管池先生 冲施先生 还是阿里博士 都是他心目中很厉害 很优秀的人 今天跟这两人聊了这些 他感觉自己以后 应该会更容易接受 理解不同的人 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 这是一件好事 这样他会更能理解一些特别的孩子 更擅长发掘那些特殊孩子身上的天赋和优势 心里这么想着 小林成子也坦然地对池飞池 冲施毛笑道 我好像可以理解你们说的那种观点了 今天听了两位的观点 也让我受益肥浅 真是没想到 平时我被孩子们教育 现在又被孩子的家长教育到了 池飞池 平时被孩子们教育 小林老师在班里的处境还好吗 冲施毛 他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太对劲的言论 小林成子见池飞池和冲施毛沉默 琢磨了一下自己是不是哪里说的不对 回忆起自己刚才说了什么 汗了汗 连忙红着脸白手道 不 我是说 平时要给孩子们上课 教育孩子们 没想到今天从孩子的家长 得到了很好的指导 就算他天天被班里的孩子念叨 教育 纠正 他也不想让家长知道 强行晚尊 池飞池没有揭穿小林成子 配合着把话题结果 原来如此 三人走到学校制餐处 清点了一下小林成子 让人帮忙准备的饭团材料 确认清楚之后 拜托对方把东西搬到分层餐车上 学生下课后 小林成子又回到了办公室 通过教室喇叭 让班里值日生到制餐处 把东西送到料理教室 并且让孩子们 自己把已经分成一份份的食材发放下去 这是锻炼小孩子的活 池飞池和冲施毛 只是在制餐处交出餐车 并没有干涉 巧的是 一年必班今天的职日生士 少年侦探团的五个孩子 再加上班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七个孩子结伴到了制餐处 分配了任务 就推着 扶着三辆餐车到料理教室 池飞池和冲施毛跟在一旁 到了教室外停步 等着孩子们把东西分好 也等着小林成子到教室来上课 这才跟着一起进门 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老虎便当 小林成子介绍了料理课题 介绍了池飞池和冲施毛 又说起了规则 虽然老虎便当经过池飞池的改良 但小孩子还是很难单独完成一份便当 所以 这次料理课室合作 做料理 每三人一组 配合完成一个便当 说完了规则 小林成子又笑着道 好了 大家开始选择 今天跟你一起做料理的队友吧 希望大家快一点 要在五分钟内完成哦 教室里 孩子们动了起来 有人张望四周 小声跟同桌交流 有人起身 走到好朋友身边 笑着和好朋友手拉手 池飞池站在进门处的讲台边 背靠墙壁 看着孩子们行动 视线没有特定 停在某个孩子身上 似乎透过这个教室 看到了很久以前的一个教室 那是原意识体 记忆中的教室 跟眼前的情况一样 孩子们在料理课 需要三人组队 在老师一声令下 到处都是 在寻找伙伴的队伍 或早或晚地组成了队伍 老师本来已经算好了人数 组队是不会有人 被剩下的 但是始终有一个人 被孤立在外 没有同学去询问那个孩子 而那个孩子上一次开口 却遭受到无视之后 也心有防备地 选择了原地沉默 到了最后 唯一的两人队 不得不接受了 那个独行者 一些孩子向他们 投去了戏血 怪异的目光 让那两个孩子 憋红了脸 心里发誓 下次一定要早点凑够三人 不要再被迫 带上那个独行者 理所当然的 那两个面红耳赤的孩子 对那个独行者 也不会有好脸色 能忽视就忽视 明明是三个人的队伍 却还是分成了 两人和一人 在材料只有一份的情况下 独行者要么 一个人把料理做出来 要么就早早被提醒 你不要碰我们的东西 在旁边看着就好了 老师看到了 当然会表示不可以 不应该 只是老师不可能 一直在旁边盯着 当老师转过身之后 独行者又要面对 两个同队都怪你 是你让我们被老师骂了 你就是一个 拖后腿的怨恨目光 日本教育 注重培养孩子 融入群体 学习团队合作 让孩子组队完成任务 是绝对的正确模式 这种模式 可以不善交际的孩子 变得开朗 勇敢一些 却也可能成为一群 霸凌者手中的残酷武器 一个厌恶排斥的目光 就有可能让一个 内心敏感的小孩子难过 而这样的料理课上 各种怪异的 恶意的 不满的视线 会出现无数次 每一个孩子 每一秒的反应 都可能变成一把 割伤独行者内心的刀 一刀 一刀 再一刀 原意识体最讨厌 这种课堂了 不 一开始是恐惧 恐惧任何 可能需要合作的课堂 一听到老师说 这次合作完成 心脏就已经被回忆割了一遍 紧跟着又在心课堂 被割上一遍 要不要多久 心脏碎成了烂泥 就不是很难受了 只是切割的成了灵魂 被切割者会怀疑自己 是否很糟糕 是否应该消失在世界上而已 等灵魂也碎完 才有资格产生厌恶 厌恶是恐惧演化成的 排斥与憎恨 他明明只是继承了记忆而已 心里却还是条件反射般 产生了厌恶 就像他每次看到小学的兔舍 仓鼠龙 鸡龙之类的小动物饲养处 记忆中的创伤情绪 就会冒出来 让他产生排斥心理 充时卯察觉身边气氛不对 转头看向挨得最近的池飞池 发现池飞池看着教室后方 脸色冷漠地像罩着寒霜 确认池飞池双眼没有焦距之后 疑惑低声换到池先生 池飞池双眼重新聚焦 也把心里那一份厌恶感按了下去 转而看向另一个角落 脸色缓和下来 同样压低了声音 我没事 充时卯有心追问 但感觉到了池飞池的抗拒 知道自己问了 也未必有答案 考虑了一下 还是没有问出来 过道间 袁太眼看五人小团队难以拆分 出声问道 小林老师就不能五个人一组吗 不行 小林成子态度坚定地拒绝 就只有三个人一组 没有例外 光烟拉拉拉袁太的一脚 小声提醒道 袁太 如果我们五个人一组 班里就会有一个被人空出来了 而且三个人一组 应该是一个 既不会让我们手忙脚乱 又能不让我们太悠闲的人员配置方案 会员哀走到另一张桌子旁 主动把队伍分开 小林成子只能干笑 什么叫不让大家太悠闲 虽然他确实有这样的考虑 但会员同学 下次能不能不要说得太直白 这样会显得他 像是一个折磨小孩子的恶霸一样 当然 会员哀神色淡然地补充道 队伍里的人多了 每个人动手不够多 我们掌握便当的制作方法 班里大多数孩子听得似懂非懂 不过还是相信 语气笃定的会员哀没有说错 加快了找队友的速度 那我跟小爱一组吧 柯南 袁泰和光燕一组 不美快步到了会员哀身旁 转头环顾教室 发现一个女孩子 犹犹豫豫地转头张望四周 笑着挥手招呼 千春同学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组啊 被招呼的小女孩愣了一下 很快又松了一口气 笑着快步走上前 好啊 迟非迟看了看组成小队的三个人 又扫视了一下 基本组队完成的整个教室 不美是好孩子 不过 他不至于因为这个 就动容地认定世界美好 也不会因为这个 就发誓 自己以后一定当个不杀人 不放火的好人 他内心是有点欣慰 是因为他觉得很好的孩子 是真的很好 但除了那一点欣慰 他心里是没有多少感觉的 自然也不会有什么 内心温暖的感觉 连心底那股排斥感 都没有退散多少 好了 组队完成就先安静一下 小林橙子看着组队完成 出声宣布下一环节 接下来 我带着大家 把料理的原材料检查一遍 之后会由池先生一步步 带大家制作老虎便当 他会把速度放慢 大家可以慢慢来 我和冲使先生负责提供帮助 制作时遇到问题 可以主动向我们寻求帮助 到了制作便当环节 池飞池也没有寿心底 那一丝排斥所影响 把料理过程 划分成简单的一步一步 耐心地在讲台上带头制作 熟米饭混合熟南瓜捏均 蛋液加淀粉加汁式 搅拌均匀 用模具制作蛋饼 小孩子多 一些孩子动手能力不算强 所以每一步都做得很慢 把蛋饼制作出来 距离下课也只有十多分钟了 好在接下来的步骤要简单一些 把南瓜米饭舔紧圆圆的蛋饼中 让蛋饼鼓起来 再用海苔片做出老虎纹路 放置在蛋饼上 池飞池把节奏控制得不错 再加上充实卯 小林橙子在 小林橙子拿出了相机 一一把孩子们做的老虎便当拍下来 蛋饼有模具可以用 大小形状统一 但是用海苔片做出的老虎纹路却不相同 导致每个孩子做出来的老虎各有特色 有的老虎似乎在撇左边 有的老虎像是在发呆 有的老虎又像是在傻笑 全部拍成照片 也是很有意思的班级纪念照片 等到了中午 老虎便当加上一点简单的配菜 就会成为孩子们中午的午饭 这样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便当 池飞池和冲食卯没留到中午 上完料理课就离开了学校 到了傍晚 柯南在值日的时候 发现手机收到了毛丽兰的邮件 毛丽兰在邮件里提到 想要去宫藤家里 找一找十年前血字事件的档案 林木原子 试良真纯也会去 柯南不想试良真纯这样的侦探 在家里到处乱看 也顾不上做值日 跟其他值日生打了声招呼 给毛丽兰回邮件说不用去 我让柯南找给你 匆匆跑回了家 毛丽兰 林木原子 试良真纯 还是去了宫藤家 比柯南晚一点进门 看到柯南的鞋子在玄关 从客厅一路找到了书房 书房里 柯南坐在二楼梯子上 从一堆档案袋里 找十年前那起事件的档案 听到门外走廊有说话声 就知道毛丽兰三人还是找来了 放声喊道 小兰姐姐 我在这里 三个女高中生进了书房 毛丽兰看到柯南坐在梯子上 连忙关心问道 柯南 要我们帮你找吗 没事 我很快就会找到了 柯南把看过的档案盒 放回书架上 笑眯眯对楼下的毛利兰道 你们去厨房泡杯红茶喝吧 我找到了 就把档案拿过去 林木原子左右张望 小鬼 住在这里的那位毛先生不在吗 我们一路过来 都没有看到人眼 柯南又从书架上 翻出一叠档案袋 低头一一翻看袋子上的标注 他和池哥哥 上午去我们班上 做了料理课临时老师 之后就去宠物收容所帮忙了 我从学校过来的路上 还去宠物收容所看过 池哥哥在帮宠物换药 毛先生也在帮忙打下手 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回来 一个小时啊 试良真纯摸着下巴思考 这点时间 可能不够 我们找到 他们想掩盖的真相吧 柯南动作顿住了 看向一楼门口站着的 三个女高中生 试探着问道 小兰姐姐 你们在说什么掩盖的真相啊 有点心慌 这三个人 到底是想来他家里找什么 就是龚腾幽作先生 和飞驰哥 放弃调查的真相啊 试良真纯 抬头看着二楼梯子上的柯南 嘴角挂着意味不明的微笑 我不知道龚腾新一 有没有告诉过你 今天早上 我们在放学路上 遇到了一起 看似是意外的事件 尸体旁边跟十年前 那起案件一样 用血流下了一个死字 小兰发现 两起事件血字的字体一致 所以我们 才想来找一找 十年前那起案件的档案 柯南觉得 试良真纯 看自己的目光有些古怪 不知道试良真纯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摆出小孩子懵懂的表情 点头道 新一哥哥跟我说过 但这个跟池哥哥 有什么关系吗 小兰没有在邮件里 跟龚腾新一说到的是 我们早上去到 那个案发现场之前 池先生和住在这里 那位卯先生 先我们一步到了现场 即便是尸体旁边 留下了那个可疑的血字 池先生在看过现场之后 还是说 那应该是道歉 然后就和那位卯先生离开了 试良真纯看到 柯南脸上有明显的错愕表情 刚压下去的嘴角 又扬了起来 听说十年前 龚腾幽坐先生 也放弃了那起血字案件的调查 我就想知道 那个用血液写出的死字 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够屡次让人放弃调查真相 你也想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吧 柯南 是 是啊 柯南随口硬着 眉头皱了起来 十年前 他老爸明明看到了 尸体旁边留有血字 却还是说 这不是杀人事件 我保证凶手不会再出现了 然后就放弃了调查 十年后 池飞池看到了 尸体旁边留有血字 也说这只是盗窃 然后就直接离开了 喂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试良真纯见柯南看上去 比自己更困惑 算是从柯南身上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反应 笑得更开心了 总之 柯南你快点 把档案找出来吧 我们去厨房喝茶等你 到时候 我可以给你看我早上 拍下来的现场照片哦 是 柯南乖巧回应着 收回思绪 专心翻找着十年前的案件档案 没多久 毛利兰在厨房里 煮上了红茶 试良真纯在厨房里 一通观察 在橱柜上 发现了可疑的发圈 疑似沾过口红的杯子 很快又在 洗碗池里 发现了一根疑似假发的长发 说出了这家里 有女人来过的结论 看毛利兰交集之后 才提醒毛利兰 住在这里的是充实卯 带女人回来的人 也应该是充实卯 柯南拿着档案带进门时 正好错过了 三人的八卦话题 被毛利兰 林木原子 用这是大人的话题 小孩子不要多问 堂塞了过去 试良真纯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找出早上拍下的 事件现场照片 将手机放到了桌上 柯南也从档案带里 找到了当年案发现场的照片 把其中递上死字的照片 放在了试良真纯手机旁边 两张照片放在一起 就能看出 两个死字 几乎是一模一样 毛利兰和林木原子 面对事件都有了经验 看了照片 神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这 这就说明 十年前的犯人再次作案了 对吗 是啊 这就是连续杀人事件吧 我在网上查过 当年的事件并没有公开 包括现场那个死字的照片 试良真纯神色认真道 也就是说 今天这起事件 是模仿作案的可能性很低 就算是见过这个血字的 十年前那起案件的相关人士 也很难把这个特别的死字 写得一模一样 想要做到这一点 几乎只有十年前 那起事件中的凶手 才可以啊 可 可是 柯南从惊恶中回神 抬头看向 转头看自己的试良真纯三人 脸上的迷茫难以掩饰 心一哥哥告诉我 他说幽作先生 十年前在那个案发现场说过 他以龚腾幽作的名义保证 留下这个死字的杀人犯 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什么 是真的吗 试良真纯 再次感到难以置信 龚腾幽作先生 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柯南正色点头 心一哥哥说 他肯定自己没有记错 心一以前拿照片 给我看的时候 也跟我说过 毛利兰皱眉看着 十年前的现场照片 而且他还说 虽然死者手掌 手指沾到了血 但指尖却没有血 说明地上的字 不是死者留下的 那分明是一场谋杀事件 他很激动地说 不知道自己老爸 为什么不调查下去 的确 试良真纯 也皱眉看着照片 怎么看 都像是谋杀事件 就算不是凶手 留下了血字 在尸体旁边的血液干涸前 也应该会有人 在尸体旁边停留 并恶劣地留下血字才对 可是他们怎么 都是那种态度 没错 我也想不明白 飞驰哥早上 怎么会说这是盗窃 林木原子郁闷嘀咕着 突然瞪大了眼睛 难道说 这个血字背后 关系到某个 很重要的人物呢 凶手其实是一个锦二代 关二代 或者副二代 虽然很可恨 但就是没办法制裁他们 可难 原子自己不也是 林木财团的大小姐吗 毛立兰干笑着提醒 可是 我觉得 不管是飞驰哥 还是新一的爸爸 都不会因为这样 就放弃案子的 那么 会不会为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 他们才不得不放弃调查呢 林木原子郑瑟道 没错 他们都不是那种 害怕困难和危险的人 但如果是关系到 很多人的安全 他们就有可能放弃 追查对方的罪行了 对吧 柯南咒没思索 小声呢喃 不 我觉得 我是说龚腾幽作先生 也不是那样就不管不问的人啊 他肯定会想别的办法抓住凶手 原子的说法 乍一听有道理 但他仔细想想 还是不对 就算是他老爸 为了更多人的安全 这才放弃追查下去 也不会真的撒手不管 明面上不调查 暗地里也会关注 应该不至于查了十年 还没有丝毫进展 而且时隔十年 这一次是池飞驰放弃调查 两个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不一定是提前串通过 也不太可能是两个人同时出错 很可能是他们遗漏了什么东西 试良真纯 也觉得 事情不简单 没有急着下定论 翻看了案件档案 把十年前那起案件了解了一遍 林木原子认真的跟着看了半天 思索无果 疑惑提醒道 我说 我们直接打电话 去问飞驰哥 不就可以了吗 直接问他 为什么要说 早上那起事件是道歉 对啊 毛里兰眼睛一亮 转头对试良真纯道 我们不方便打扰幽座先生 但打电话问一问飞驰哥 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他肯定也会跟我们说的 你确定吗 试良真纯直视着毛里兰 神色无比正重 如果有什么让他们放弃调查的原因 飞驰哥真的会对我们坦白吗 公腾心一 也没有从他老爸那里得到答案吧 柯南 不要点他名了 谢谢 毛里兰心里不确定起来 被试良真纯这么盯着 也没办法肯定地说 飞驰哥会告诉我们的 这 这个吗 试良真纯突然笑了起来 抬手揽上毛里兰的肩膀 所以我们就自己 把真相找出来吧 要不要打电话 去问一问警方啊 柯南出声提醒到 可以打电话给高木警官 如果他得到了什么消息 说不定会告诉我们哦 其他三人都没有意见 毛里兰当即给高木社打了电话 高木社正好在早上出警的队伍中 听到毛里兰打听早上的事件 也就说了警方掌握的情况 死者名字叫高士勋 就住在那附近 死因是肝硬化导致的静脉流破裂 那之后尸体怎么处理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案件被归为盗窃案 已经移交给了搜查三客 试良真纯听到高木社这么说 忍不住质问道 开什么玩笑 那个哪里像盗窃案啊 该不会是因为飞驰哥那么说过 你们警方就直接把案子定为盗窃了吧 林木原子也出声问道 哎 高木社有点猛 池先生说过 你也看见了吧 那个用写写的死字 现场留下了这个 应该是谋杀案的可能性更大吧 试良真纯极道 可是飞驰哥早上也说这是盗窃案 咦 池先生居然这么说过吗 高木社在电话那边疑惑道 其实我也觉得 这起案件很可疑 像是什么离奇的杀人事件 可是早上木木警官到了现场之后 看过现场 就说这是盗窃案 因为死者身上 确实没有找到钱包 所以我在想 那个死字 会不会是某个盗窃团伙的标志 他们喜欢在拿走死者身上 财务后留下血字 柯南 倒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但是他们哪里 都找不到相似的事件 没理由只有他老爸 池飞池 木木警官三个人 知道那个盗窃团伙吧 试良真纯愣了一下 可是我怎么查都查不到 相关的盗窃案 电话那边吵闹了一下 高木社连忙道 啊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情要去调查 就先这样了 喂 试良真纯听到电话挂断的声音 气恼叹了口气 真是的 那个血字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在说十年前的案件吗 门口传来温润的男生 让柯南和三个女孩 转头看了过去 毛利兰看到站在门口的冲石卯 也看到了冲石卯身旁的池飞池 主动出声打招呼 卯先生 飞池哥 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小时差回来吗 林木原子疑惑抬手看手表 发现他们都已经到这里五十多分钟了 不禁汗了汗 都 都已经这么晚了吗 试良真纯首次面对面看着冲石卯 打亮冲石卯的时候 着重留意了一下冲石卯的高领毛衣 跟袁子说的一样 是一个喜欢穿高领 全身包裹得很严密的人 是啊 我们给受伤的动物上完了药 就回来了 发现你们的鞋在玄关 人却没有在客厅 一路找了过来 冲石卯面对试良真纯的打亮 面不改色地眯着眼睛问道 柯南之前到流浪动物收容所去找过我们 说你们会来这里 找十年前某起案件的档案 找到了吗 池飞池站在冲石卯身旁 见证着兄妹两人的碰面 刚才粉毛看见自己妹妹 居然半点异常反应都没有 真不愧是能够混进组织的特工 业务能力很强 找到了 试良真纯收回了打亮的目光 看向桌子上的档案袋 不过 我们没有从里面得到 我们想知道的答案 那么 需要我们帮忙吗 冲石卯语气温和地问道 好啊 灵木原子期待看向池飞池 我们就是想知道 不 暂时不用 试良真纯打断了灵木原子的话 看着池飞池 突然觉得 现在很适合验证一下自己那个疑问 正色道 你们肯定知道我们想知道的答案 但我想 我们还是先靠自己努力调查一下 毛利兰和灵木原子有些疑惑 猜测试良真纯 会不会是担心池飞池不说真话 弄不清楚原因 也就没有急着反对试良真纯的提议 因为要是靠自己把事情弄清楚 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嘛 试良真纯察觉自己的脸色 可能太凝重了 缓和了脸色 转头看着毛利兰道 其实我本来是 想让小兰打个电话给她男朋友的 柯南 试良说的是她吧 这家伙到底想干嘛 持飞持神色 平静如初地看着试良真纯和毛利兰 没有去看餐桌后的柯南 对于刁民柯南来说 试良真纯 应该就是那个茫茫壮壮 有可能自己计划 或者害死自己的头号刁民吧 今晚宫腾信义会 复活在电话中吗 如果幽灵复活在电话里 她要先提醒请酒一声吧 真显 她差一点就让兴奋占据大脑了 让大名鼎鼎的高中生 侦探龚腾新衣参加这次的解谜 我想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试良真纯说话间 把视线移到了池飞池和冲尸毛身上 留意着两人的反应 她就是想知道 池先生到底知不知道 龚腾新衣就是柯南 现在住进龚腾新衣家里的可疑人物也在 她正好一并试探了 虽然这样很冒险 但是她早就想确认 池先生到底知道多少了 错过这次机会 实在可惜 她和柯南都在这里 如果这两个人有问题 他们应该能够搞定的吧 说到底 她就是不相信 池先生会是敌人 只要池先生不是敌人 就算剩下那个住进龚腾家的人是敌人 也不敢在他们的包围下 轻举妄动吧 男朋友 毛利兰愣了一下 红了脸 那家伙才不是我的男朋友呢 可是 她是你男朋友 园子一直是这么说的呀 试良真纯发现 池飞池没有去看餐桌后的柯南 充实卯眯着眼睛 却也没有面朝柯南那边 心里保留疑问 暂时一开视线 看着林木园子 故意怂恿到 而且还能让小兰有机会联系一下 她那个行踪不定的男朋友 这也是一件好事呢 你说对吧 园子 没错 小兰 不明真相的林木园子激动起来 抓住毛利兰的双手道 趁着这个机会联系宫藤吧 她肯定也想知道 这两个案件的真相 这样 你也可以趁机把你的答案告诉她 不是吗 池飞池静静观望着屋里的事态发展 发现试良真纯目光 不时停在自己脸上 猜到了试良真纯的目的 应该是在试探 她知不知道柯南变小 是不是柯南的盟友吧 试良真纯 没有想过她和冲尸卯 可能会是敌人吗 还是说 想过了 但是觉得自己 可以解决呢 或者是太急于求证 看到眼前有机会 脑子一热 就决定实施了 试良真纯 好歹是一个高中生侦探 就算能力比功腾心一弱 该想到的 可能还是可以想到的 那就是 自信自己可以解决 或是太着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试良真纯 能在这种事情着急 也是没有彻底重视 其组织的可怕程度 虽然前有赤井勿武失踪 玛丽被贝尔摩德卫毒药 但试良真纯 没有像柯南一样 被堵在橱柜里 没有看到 组织连自己人都杀的情况 还是缺少面对组织的经历 再加上性格因素 真有可能把情况想得很乐观 毛躁的 就像早期的柯南一样 嚼个口香糖 就把窃听器 往勤酒的车子里沾 缺少组织毒打的人 面对组织 通常都会比较急躁一点 毛利兰想到自己 是应该回应一下 龚腾心一在伦敦的告白 也觉得 这是个打电话 给龚腾心一的好机会 红着脸握紧手机 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我 我知道了 说到龚腾心一 冲尸毛看到毛利兰 拿着手机打电话 转头跟池飞池说话 我住进来之后 就从来没有见过 那个高中生名侦探呢 之前幽作先生 和有戏子小姐回来 好像也没有联系过 他们的儿子 我还听说 高中生龚腾心一 在调查案件的时候丧命 已经消失在解谜的舞台上了 我很久以前倒是见过一次 在D单高中的校庆会上 他和福布评次都在 池飞池拿出烟盒打开 低头咬出一根香烟 故意没有接 龚腾心一死了这句话 然后是 次郎吉先生的飞行船上 不过事后被证明 那个是怪盗积德 说起来 我也没怎么见过他 至于他知不知道 龚腾心一已经死了 就让其他人去猜吧 试良真纯看了看池飞池的手 态度这么随意 手也很稳 池先生看起来 真是一点都不紧张 不像是担心 柯南被电话 打个措手不及 等等 怎么连柯南也没动静 还没等试良真纯转头 去寻找柯南的身影 毛利兰已经无奈叹了口气 放下了手机 不行 心一的手机好像关机了 电话没办法打通 残桌后 柯南把已经关机的手机 悄悄放回口袋里 还好 听到试良那家伙说打电话之后 他就觉得不妙 借着桌子遮挡 把龚腾心一 那部手机拿出来关机了 那还真是可惜 充施卯摸着下巴 由衷的遗憾 自己没有机会验证一下心理猜想 我本来还在想 要是电话可以打通的话 我还有事情想问问他们 哦 试良真纯看着充施卯 脸上挂着假笑 不知道你有什么什么问题 想要问他们 小兰就在这里 如果你方便说的话 可以先告诉小兰 等小兰以后联系上了公堂 她可以帮忙问一问 没错 我可以帮忙 毛利兰很快想到 屋里有女人来过的痕迹 又想着 充施卯会不会是想问 能不能带女人回来这种问题 又连忙道 要 要是不方便的话 不说也没关系 以后我找机会帮你联系她 也不是什么大事 优作先生同意我去书房找书看 前不久我在客厅沙发下 找到了一本写着数学题的高中练习册 我当时正好要去书房 就顺手带过去了 我只是想找机会问问她 那本练习册放到书房里有没有关系 要不要帮她放到其他地方 充施某一本正经的撒谎 不过既然她的电话打不通 那就算了吧 改天我问一下优作先生 原来是这样 毛利兰没有多想 笑着道 你帮她放在书房就可以了 那本练习册 说不定是她不小心掉在沙发下的 要是她回来之后 发现有练习册不见了 应该会自己去书房找的 找不到也会主动问你 如果你不在的话 等她说起时 我也会告诉她的 这样吗 那我就不打电话去打扰优作先生了 充施某眯着眼睛 一脸认真道 要是打扰到她创作 我也会很不好意思的 毛先生住在这里 是因为认识优作先生之后 跟优作先生商量过的吗 试良真纯视线 依旧停留在充施某和池飞池身上 柯南把工腾新衣的手机关机 很可能是在她提议小兰打电话之后 这两个人至少其中一人 还不知道柯南就是工腾新衣这件事 另外 柯南也并不想让这两个人 或者某个人知道 看到小兰给工腾新衣打电话 两人都没有去留意 那边柯南的反应 看这样子 好像并不知道 柯南就是工腾新衣 只是这位毛先生提到 听说工腾新衣死了 让她有点在意 虽然外面也有一点这样的谣传 但是小兰在这里 这人还这么说 不觉得这样很没有礼貌吗 是不是在有意试探什么 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小时差回来吗 林木原子疑惑抬手看手表 发现他们都已经到这里五十多分钟了 不禁焊了焊 都 都已经这么晚了吗 试良真纯首次面对面看着冲尸毛 打量冲尸毛的时候 着重留意了一下冲尸毛的高领毛衣 跟原子说的一样 是一个喜欢穿高领 全身包裹得很严密的人 是啊 我们给受伤的动物上完了药 就回来了 发现你们的鞋在玄关 人却没有在客厅 一路找了过来 冲尸毛面对试良真纯的打量 面不改色地眯着眼睛问道 柯南之前到流浪动物收容所去找过我们 说你们会来这里 找十年前某起案件的档案 找到了吗 池飞池站在冲尸毛身旁 见证着兄妹两人的碰面 刚才粉毛看见自己妹妹 居然半点异常反应都没有 真不愧是能够混进组织的特工 业务能力很强 找到了 试良真纯收回了打量的目光 看向桌子上的档案袋 不过 我们没有从里面得到 我们想知道的答案 那么 需要我们帮忙吗 冲尸毛语气温和地问道 好啊 灵木原子期待看向池飞池 我们就是想知道 不 暂时不用 试良真纯打断了灵木原子的话 看着池飞池 突然觉得 现在很适合验证一下自己那个疑问 正色道 你们肯定知道我们想知道的答案 但我想 我们还是先靠自己努力调查一下 毛利兰和灵木原子有些疑惑 猜测试良真纯 会不会是担心池飞池不说真话 弄不清楚原因 也就没有急着反对试良真纯的提议 因为要是靠自己把事情弄清楚 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 试良真纯察觉自己的脸色 可能太凝重了 缓和了脸色 转头看着毛利兰道 其实我本来是 想让小兰打个电话给她男朋友的 柯南 试良说的是她吧 这家伙到底想干嘛 池飞池神色平静如初地 看着试良真纯和毛利兰 没有去看餐桌后的柯南 对于刁民柯南来说 试良真纯应该就是那个茫茫撞撞 有可能自己计划 或者害死自己的头号刁民吧 今晚宫腾心医会 复活在电话中吗 如果幽灵复活在电话里 她要先提醒请酒医生吧 真显 她差一点就让兴奋占据大脑了 让大名鼎鼎的高中生 侦探宫腾心医 参加这次的解谜 我想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试良真纯说话间 把视线移到了池飞池和冲尸毛身上 留意着两人的反应 她就是想知道 池先生到底知不知道 宫腾心医就是柯南 现在住进宫腾心医家里的可疑人物也在 她正好一并试探了 虽然这样很冒险 但是她早就想确认 池先生到底知道多少了 错过这次机会 实在可惜 她和柯南都在这里 如果这两个人有问题 他们应该能够搞定的吧 说到底 她就是不相信 池先生会是敌人 只要池先生不是敌人 就算剩下那个住进宫腾家的人是敌人 也不敢在他们的包围下 轻举妄动吧 男朋友 毛力兰愣了一下 红了脸 那家伙才不是我的男朋友呢 可是 她是你男朋友 圆子一直是这么说的呀 试良真纯发现 池飞池没有去看餐桌后的柯南 充实卯眯着眼睛 却也没有面朝柯南那边 心里保留疑问 暂时一开视线 看着林木圆子 故意怂恿到 而且还能让小兰有机会联系一下 她那个行踪不定的男朋友 这也是一件好事呢 你说对吧 圆子 没错 小兰 不明真相的林木圆子激动起来 抓住毛力兰的双手道 趁着这个机会联系宫藤吧 她肯定也想知道 这两个案件的真相 这样 你也可以 趁机把你的答案告诉她 不是吗 池飞池静静观望着屋里的事态发展 发现试良真纯目光 不时停在自己脸上 猜到了试良真纯的目的 应该是在试探 她知不知道柯南变小 是不是柯南的盟友吧 试良真纯 没有想过她和冲尸卯 可能会是敌人吗 还是说 想过了 但是觉得自己 可以解决呢 或者是太急于求证 看到眼前有机会 脑子一热 就决定实施了 试良真纯 好歹是一个高中生侦探 就算能力比功腾心一弱 该想到的 可能还是可以想到的 那就是 自信自己可以解决 或是太着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试良真纯能在这种事情着急 也是没有彻底重视其组织的可怕程度 虽然前有赤井物伍失踪 玛丽被贝尔摩德卫毒药 但试良真纯没有像柯南一样 被堵在橱柜里 没有看到组织连自己人都杀的情况 还是缺少面对组织的经历 再加上性格因素 真有可能把情况想得很乐观 毛躁的就像早期的柯南一样 嚼个口香糖 就把窃听器 往勤酒的车子里沾 缺少组织毒打的人 面对组织 通常都会比较急躁一点 毛丽兰想到自己是应该回应一下 龚腾新一在伦敦的告白 也觉得 这是个打电话给龚腾新一的好机会 红着脸握紧手机 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我 我知道了 说到龚腾新一 充施毛看到毛丽兰拿着手机打电话 转头跟池飞时说话 我住进来之后 就从来没有见过那个高中生名侦探呢 之前优作先生和有戏子小姐回来 好像也没有联系过他们的儿子 我还听说 高中生龚腾新一 在调查案件的时候丧命 已经消失在解谜的舞台上了 我很久以前倒是见过一次 在低单高中的校庆会上 他和福布平次都在 池飞池拿出烟盒打开 低头咬出一根香烟 故意没有接龚腾新一死了这句话 然后是 次郎吉先生的飞行船上 不过事后被证明 那个是怪到积德 说起来 我也没怎么见过他 至于他知不知道 龚腾新一已经死了 就让其他人去猜吧 是梁真纯看了看池飞池的手 态度这么随意 手也很稳 池先生看起来 真是一点都不紧张 不像是担心 柯南被电话打个措手不及 等等 怎么连柯南也没动静 还没等诗良真纯转头 去寻找柯南的身影 毛利兰已经无奈叹了口气 放下了手机 不行 新一的手机好像关机了 电话没办法打通 残桌后 柯南把已经关机的手机 悄悄放回口袋里 还好 听到诗良那家伙说打电话之后 他就觉得不妙 借着桌子遮挡 把龚腾新一 那部手机拿出来关机了 那还真是可惜 冲尸卯摸着下巴 由衷的遗憾 自己没有机会验证一下心理猜想 我本来还在想 要是电话可以打通的话 我还有事情想问问他呢 哦 诗良真纯看着冲尸卯 脸上挂着假笑 不知道你有什么什么问题 想要问他呢 小兰就在这里 如果你方便说的话 可以先告诉小兰 等小兰以后联系上了公堂 她可以帮忙问一问 没错 我可以帮忙 毛利兰很快想到 屋里有女人来过的痕迹 又想着 冲尸卯会不会是想问 能不能带女人回来这种问题 又连忙道 要 要是不方便的话 不说也没关系 以后我找机会帮你联系他 也不是什么大事 幽作先生同意我去书房找书看 前不久 我在客厅沙发下 找到了一本 写着数学题的高中练习册 我当时正好要去书房 就顺手带过去了 我只是想找机会问问他 那本练习册放到书房里 有没有关系 要不要帮他放到其他地方 充实某一本正经的撒谎 不过 既然他的电话打不通 那就算了吧 改天我问一下幽作先生 原来是这样 毛里兰没有多想 笑着道 你帮他放在书房就可以了 那本练习册 说不定是他不小心掉在沙发下的 要是他回来之后 发现有练习册不见了 应该会自己去书房找的 找不到也会主动问你 如果你不在的话 等他说起时 我也会告诉他的 这样吗 那我就不打电话 去打扰幽作先生了 充实某眯着眼睛 一脸认真道 要是打扰到他创作 我也会很不好意思的 某先生住在这里 是因为认识幽作先生之后 跟幽作先生商量过的吗 试良真纯视线 依旧停留在冲诗卯和池飞池身上 柯南把宫藤新一的手机关机 很可能是在他提议小兰打电话之后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 至少其中一人还不知道 柯南就是宫藤新一这件事 另外 柯南也并不想让这两个人 或者某个人知道 看到小兰给宫藤新一打电话 两人都没有去留意 那边柯南的反应 看这样子 好像并不知道 柯南就是宫藤新一 只是这位毛先生提到 听说宫藤新一死了 让他有点在意 虽然外面也有一点这样的谣传 但是小兰在这里 这人还这么说 不觉得这样很没有礼貌吗 是不是在有意试探什么 不 我一开始会住到这里来 是因为我住的公寓被火烧了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住 正好在那次事件中 认识了池先生和少年侦探团 充实卯寻找柯南的身影 发现柯南从餐桌后出来 一言不发地走近 愣了一下 才继续道 柯南告诉我 可以住在这里 之后我才认识了 龚腾幽坐先生 适量真纯 毛利兰 林木园子 注意到充实卯的停顿 顺着充实卯的目光 看向走到门口的柯南 门外 池飞池用火柴点燃香烟后 注意柯南朝自己这边来 也投去了关注的目光 死神小学生 这是想做什么 柯南面无表情地 走到池飞池身前 仰头见池飞池也在看自己 直接问道 到底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会说 今天早上自动贩卖机旁边的 那个事件是盗窃 贝尔摩德跟池飞池 可能还会联系 虽然贝尔摩德早就知道 他是龚腾心医 被贝尔摩德知道 龚腾心医出现了 也没什么 但是他不敢保证 贝尔摩德从池飞池这里 听到风声时 身边没有那个组织的 其他人在 即便那个女人会很小心 他还是觉得自己这边 也稳妥一点比较好 总之 他还是赶紧问清楚 是怎么回事 把适量那家伙打发掉吧 早上的事件 你说的是 早上高士先生 死在自动贩卖机旁边的案件吧 池飞池想到 柯南和士良真纯三人 今晚应该就是为了 这个汇聚在这里 抽着烟反问道 那个为什么不会是盗窃 柯南噎了一下 半月眼道 因为地上 那个穴子啊 尸体旁边有那样的穴子 怎么想都像是一起凶杀案 而且十年前 还有过类似的案子 现场也发现了一样的穴子 这难道不是 连续杀人事件吗 池飞池垂眸 看着柯南 与其平静道 今天早上那具尸体旁边的穴子 应该是硬币和香烟 掉到了地上留下的 充实卯见柯南和士良真纯正主 心情顿时愉快了起来 微笑着道 没错 看现场的情况 死者是到那个 自动贩卖机前买酒的时候 静脉流破裂导致死亡 他嘴上叼着的香烟 和六枚硬币掉到了地上 他口中的血滴落在地 形成一片血迹 却没有渗透进香烟和硬币下 在血液干涸后 有人拿走了地上的硬币 又把香烟碰到了旁边 导致地上出现了那个死字 柯南回忆着 尸体旁边地面上的血字 的确 那个字的空白圆形部分 太规整了 离开那里的路上 我向池先生求证过 充实卯继续道 看现场血迹空白出的大小 应该是两枚一元硬币 两枚一百元硬币 一枚十元硬币 和一枚五百元硬币吧 大小应该完全契合 至于死字中间的那条空隙 则是香烟留下来的 适量真纯楠楠出生 也觉得真相应该就是这样 很快又想起另一件事 转头看向餐桌上的档案带 那十年前的案子 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十年前也那么巧 刚好有什么东西 让血液形成了一个死字吗 十年前的案子 我倒是不清楚 充实卯看向桌上的档案带 你们今晚来找这个案件的档案 应该就是因为早上的事件吧 方便 让我们也了解一下 十年那个案子的情况吗 池飞池 为什么要算上它 算了 了解就了解吧 最终 柯南也没有再给池飞池 破坏推理乐趣的机会 在把十年前的案件情况 捋了一遍之后 就明白十年前的案件 是怎么回事了 跟今天的案件一样 是巧合 十年前 保育员的园长抱着鱼缸摔倒了 鱼缸破碎 玻璃碎片刺进胸口 导致死亡 园长死去之后 有个五岁孩子发现了园长 由于这个孩子 是在寺庙长大的 耳濡目染之下 知道一些葬礼流程 帮死者采了一束花 放到了旁边 日本传说中 如果死者死亡后 身上没有六文钱 就会被河边的名婆抢走衣服 死者的灵魂 也会掉进地狱中 那个孩子知道这个传说 担心园长死后掉下地狱 就在尸体旁边 放了六个圈圈堂 充当六文钱 为了不让六个圈圈堂被人拿走 还用花束 把圈圈堂挡了起来 死者血液顺着手臂 手掌阴开 浸泡到了圈圈堂所在的地面 六个圈圈堂 加上园长大拇指 正好组成了一个死字 随后 公园里一只被小男孩 喂过圈圈堂的小狗 到了那里 把圈圈堂吃掉 把花和圆长的手指 踢开了 种种巧合 才导致圆长的尸体 被发现时 手掌旁边留下了死字 充实卯 适量真纯 都有不弱的推理能力 知道早上那个死字 形成的真相 也能很快想到了 十年前那起案件的真相 和柯南 你一言我一语地 完成了推理 在柯南的引导下 连毛力兰和林木原子 都参与了推理 事件巧合地产生了 同样的血字 虽然不可思议 但我想 十年前 龚腾幽坐先生 应该经过了确认 充实卯在桌上弯着腰 眯眼看着桌上摊胎的照片 这些照片也比较齐全 连公园里那只小狗和狗盆 那个孩子拿圈圈堂的照片 都拍下来了 还特意提到 孩子是在寺庙里长大 这么看来 他的答案和我们是一样的 是啊 大概是因为不想 让这个孩子牵扯进麻烦里 他才没有公开 这个事件的真相吧 毕竟这个事件引起了关注 要是有人说 那个孩子供奉行为是恶作剧 可能会让那个孩子 遭受流言的伤害 不过 他应该有跟木木警官 说过这件事的真相 所以木木警官 今天早上看到那个案发现场 才会一下子就知道 这是盗窃案 至于池先生 试良真纯一脸感慨 说到池飞池 才想起半天 没有听到池飞池说话了 转头寻找池飞池的身影 咦 池飞池已经站在橱柜旁 抽完了一支烟 双手正拿着一个杯子 低头看着杯子口的奇怪痕迹 在试良真纯等人不说话时 抬眼见其他人看着自己 视线移动到充实卯身上 直白说了 自己在看什么 有口红被手指擦掉后留下的印记 毛丽兰犹犹豫豫地看向柯南 卯先生可能带了女人回来什么的 这种话题 当着小孩子的面说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呢 林木原子一脸兴奋地抱住毛丽兰的胳膊 还是飞池哥说话直接 八卦 他要听八卦 是吗 充实卯走上前 看了看那个有些击尘的杯子 应该是前不久有戏子小姐回来的时候 用过这个杯子之后 就顺手放在了橱柜角落里 也以为是干净的 就忘了收拾吧 林木原子听八卦的心愿落空 有些遗憾地问道 难道不是偷偷带女人回来什么的吗 充实卯转头看着林木原子 头上似乎冒出了问号 由于眼睛始终眯紧 面部看上去还是有点呆 不 我没有那种想法 林木原子思维发散开 是指 没有带女人的想法 还是没有把人带回来的想法 虽然帅哥有没有女朋友 都不影响他欣赏一下 但是 等等 既然不影响他欣赏 那好像也没有什么琢磨的必要了 话说回来 试良真纯看着充实卯道 你的推理能力 也很不错嘛 谢谢夸奖 充实卯瞇着眼睛 声音温和的回应 因为我是福尔摩斯迷 也很喜欢推理这种事 所以能听到这样的夸奖 对于我来说 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是吗 试良真纯 没有从充实卯的举动中发现异常 除了那句听说 龚腾心一死了给他一种 像是在试探某人的怪异感觉 其他也说不上有哪里古怪 试着拉长接触时间 转头扫尸过毛利兰 林木原子 柯南等人 我们不如 再去今天早上 那个现场确认一下吧 看看硬币能不能跟地上的血迹完全吻合 另外 我们还能在那里找一找 说不定有什么被遗漏的线索 毛先生和池先生也一起去 怎么样 抱歉 充实卯果断拒绝了 我今天早上醒得早 之后到地丹小学 做池先生在料理课上的助手 下午又去流浪动物收容所帮忙 现在想去洗个澡 看一下博士 推荐给我的学术认文之后 就早点睡觉 池飞池想起 这一次应该有人可以揍 但忙了一天 想到揍几个混混 还得跟人分 就不怎么想去凑热闹 也跟着拒绝了一同前往的提议 我也想早点回去休息 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 由于充实卯提出自己 要洗澡 休息 毛丽兰等人 也不好意思久留 把档案袋放回书房 告辞离开 池飞池比三的女孩早一不出门 到隔壁阿丽博士家 看过辉员埃 跟阿丽博士聊一会儿 才出门开车离开 学生上完了两天学 又一次迎来了假期 之前因演员满宫男跳楼自杀 Think公司的阴阳师系列电影 离人不知火 延迟了上映时间 之后 又因不时爆料满宫男绯闻的杂志社社长 被摄影师杀害的事件 电影又往后延期 最终并在这个时期上映 到了第二天 时间进入晚春 天气一下子暖和起来 上午 池飞池 月水七归 毛丽兰 林木原子 这些提前看过电影的人 也到电影院里贡献了票房 阿丽博士再带上少年侦探团 就当是一次假期活动了 唯一让少年侦探团三个真孩子 有些遗憾的 是毛丽兰带来的消息 说柯南早上犯困 不愿意起床 留在了毛丽侦探事务所 陪毛丽小五郎 并没有跟来看电影 会员爱听说毛丽小五郎 今年有委托要调查 猜到柯南是故意赖在家里 想跟去调查 却也没有拆穿 毛丽兰觉得 柯南没来参加集体活动太可惜 出电影院路过一家商城时 决定给柯南买两盒点心带回去 和月水七归 林木原子 钻进商城里 半天没有出来 凑够了商城 抽奖活动的消费精彩 出门抽奖 然后 恭喜这位小姐 抽中了我们最高奖盘的投奖 太棒了 林木原子激动不已 一把抱住身旁的月水七归 双眼放光地 看着转盘前的毛丽兰 让小兰来抽 果然是对的 投奖是我们的了 毛丽兰不好意思地回头笑道 我今天的运气也没有很好 你们把抽奖机会都让给我来 也只有最后一次抽中了投奖 前两次都只是三等奖和二等奖而已 迟非迟自进入商城后 就待在门口抽奖处旁边的休息区 坐在沙发上看书 听到毛丽兰的话 抬眼看向抽奖区 果然在围观群众的脸上 看到了惊恶 呆滞的表情 他在这里坐了两个多小时 参加抽奖活动的人 在他身前来来往往 他很了解抽奖情况怎么样 春日礼物 快乐购物奖这两个名字好听的奖项 与一个谢谢参与 在转盘上分成了六份 六块扇形占据了总面积70%以上 奖品是牙膏 挂件 手帕等小礼物任选 还有小额购物优惠券 以他坐在这里的两个多小时统计 抽中小礼物的人数达到了60%以上 当然 大多数人看得很开 觉得自己没有抽到谢谢参与 已经很值得开心了 至少能免费拿到了小礼物 而三等奖项的奖品有三种 大号毛绒玩具任选 折扣力度大的购物优惠券 精致的保温杯 价值要比那些小奖项高出一些 在转盘上只占据小小的三格 具体会得到什么 就看转盘上转到什么 以他坐在这里两个小时 看到的情况来统计 三等奖出现概率不足10% 二等奖的奖品有数码产品 小型电器 价值要高出很多 分战细长的两格 出现几率不足5% 至于投奖 再转盘就只有细细的一缕 紧挨着谢谢参与 被抽奖者认为不可能抽到的奖 看到投奖的奖品之后 来抽奖的人都能理解 投奖为什么设置得这么难抽 近期 日本海上自卫队有公开演习 首次向民众开放了军舰神盾舰 让民众登舰参观 并参与演习 名额极其稀有 只有拿到了邀请码 才能去网站上填写个人信息 发送参观申请 这个商城的抽奖活动投奖 就是参观神盾舰活动的邀请码 一分钟前 毛利兰到了这里 抬手一巴拉转盘指针 就抽中了一个二等奖 得到了一个智能手机 让没来得及离开的客人 都停了脚步 主持活动的工作人员 第二次 毛利兰抽中了三等奖 得到了一个保温杯 大概是觉得 这一次没有发挥好 一脸严肃地盯着转盘 用力一波转盘指针 之后 投奖就到手了 很多人都觉得 投奖是商城弄出来的噱头 根本不可能抽中 结果 据说参观邀请码是十点 才会正式发放 商城虽然提前摆出了转盘 但也要到时间 才能拿到一个邀请码 结果时间到上午十点零三分 这份抽奖就被抽走了 小兰一脸害羞地说 今天运气不是很好 真的很刺激其他人的神经 会员挨到了商城里 也没有去购物凑抽奖金额 在门口跟池飞池和阿里博士 看书 喝果汁 听到毛利兰这么说 也抬头看了看其他人的表情 侧头对池飞池轻声吐槽道 你看负责抽奖的那个工作人员 她的表情都有点扭曲了 小兰这么说是有些打击别人 池飞池也低声回道 不过 对于她来说 抽中一个三等奖 可能真的是一种耻辱 作为一名动不动就免费酒店住宿 名店免费餐饮 旅行招待券的锦理少女来说 小兰抽中一个保温杯这样的奖品 真的算是这次手机不好 就算对比今天前后抽到的手机 和神盾剑参观邀请马 一个保温杯 好像也不值一提了 会员挨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所以 在得到保温杯这样的耻辱之后 小兰姐姐憋了一口气 这才抽中了头奖吧 一旁 光雁 元泰 不美 已经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 小兰姐姐抽中了邀请马 我们也能一起去神盾剑上看演习吧 好厉害 那可是日本搭载了军事武器的在意军舰也 不过我听我爸爸说 就算有了邀请马 在填写完申请资料之后 海上自卫队 还要随机抽取邀请马编号 只有邀请马编号被抽中 申请资料通过审查的人 才能登上神盾剑 小兰姐姐拿到了邀请马 也不一定能被抽到吧 但不管怎么样 拿到了邀请马 才算是 拿到了申请资格呀 阿里博士笑眯眯的参与进讨论中 毕竟申请的人太多了 海上自卫队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上去参观 就只能用这种方法 抽取一部分人去参观了 能够参观这种军事舰艇 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了 池飞池看了看 欢欢喜喜去领奖的毛利兰 低声道 这么说不太科学 但是以小兰的运气 他拿到的邀请马 有很大概率会被抽中 登上神盾剑 就是下一次剧场版的剧情 他不相信毛利兰拿到的邀请马 会不被抽中 就算他动用个人的影响力进行干涉 最后主角团都可能会阴差阳错登船 他说跟大概率会被抽中 已经算是很保守了 是啊 完全不科学的说法 池飞池低声赞同道 但是很难让人反驳 一旁 三个孩子叽叽喳喳的议论邀请马 说着说着 开始讨论起了怎么申请 登剑注意事项 到时候演习能不能看到军事武器开火 把整个过程都捋清楚 就等着邀请马被抽中了 由于毛利兰用的三次抽奖机会 里面还有林木原子 月水七龟贡献出去的两次 在领奖时 毛利兰跟林木原子 月水七龟商量了一下 确定没有人需要二等奖抽中的手机 就跟工作人员折算成购物金 三人平分冲进了购物卡中 三等奖保温杯 就留给毛利小五郎当礼物 真正让三个女孩子在意的 也是头等奖抽中的邀请马 拿到邀请马 毛利兰 林木原子 月水七龟 都没有逛街的兴趣 左心干线回了米花亭 一群人在波洛咖啡厅吃午饭时 还顺便用池飞池的笔记本电脑 登上海军网站 看了一下神盾舰参观公告 找到了申请参观所需的资料 流程 居住地 工作地 在填完申请之后 还需要本人去试一所确认 林木原子端着果汁杯 视线凝聚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 认真想了想 我们其他人还好 申请之后 一起到米花亭所去确认就可以了 飞池哥 是不是要到背护厅那边去一趟 池飞池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借给三个女孩子 自己用手机登上网站看了公告 提醒道 在考虑这个之前 应该先考虑另一个问题 申请说明和底部重点事项都提到过 一个邀请码 只能供一个成年人使用 毛利兰 林木原子 月水七龟 顿时变了脸色 就连三个孩子和阿丽博士都愣住了 月水七龟回过神来 把网页上的公告往上翻 终于找到了刚才遗漏的一条说明 再把网页往下翻 在末尾的重点事项里 看到了彪虹的提醒 确实 里面重复了两次 每个邀请码只限一个成年人使用 开 开玩笑的吧 林木原子 看着屏幕上的彪虹说明 觉得难以接受 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呢 三个孩子互相对视一眼 齐齐叹了口气 也低下了头 我还以为 大家可以一起去神盾鉴上玩呢 虽然说 一个邀请码 只限一个成年人使用 但是申请说明中也提到过 未成年人 可以由成年人带领 参加这次公开演习活动 并不会占据名额 安市透端着托盘到了桌上 把托盘放在桌上 弯腰将一份份面条端到桌上 是否成年 就以日本法定成年的年龄为准 也就是看申请人 是否年满20周岁 申请说明 里面也提到过 成年人需要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在活动期间 保证未成年人的安全 确保未成年人不触犯规定 不前往禁止参观的地方 未成年人不受约束 而造成的一切后果 由带领他们的成年人承担 把三份意大利通信面放到桌上 安市透又拿起托盘 转身去柜台拿其他人的食物 除此之外 申请说明中 倒是没有限制过未成年人的人数 也 也就是说 光眼眼睛亮了 转头看向身旁其他人 我 袁泰 柯南 辉元和布美 可以由一个成年人带领参加活动 对吧 林木原子 顿时眉开眼笑 我和小兰都未满20岁 也可以作为未成年人 被戴上神盾剑 池飞池 这一拖的空子 钻得过分了 只要孩子们听话 我们两个人 也可以帮忙照顾一下大家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 毛利兰盘算着 事先在池飞池 月水七归 阿丽博士之间移动 博士早就满20周岁了 那非池哥 七归姐呢 林木原子期待看着两人 登船是在4月20日 只要生日差一天 就不算满20岁哦 很遗憾 月水七归笑得无奈 算到4月份 我已经满20周岁了 我也是 池飞池道 林木原子一下子泄了气 那你们三个人 就只能去一个了 过几天 我在大阪有一场产品 发布会要出席 阿丽博士笑道 这次发布会很重要 我必须要到场 虽然公开演戏活动的 神盾舰 会从京都五合港口出发 大阪距离京都不远 但是19号 晚上我还有晚会要参加 神盾舰会在20号 一早出发 我恐怕是赶不上的 所以我就不跟大家一起去了 是安布雷拉 和大阪那家科技公司 合作的新品发布会吗 月水七归 看向池飞池 我记得池先生早上说过 你也要去大阪参加发布会 是 我和博士要参加的是 同一场发布会 池飞池肯定道 发布会持续三天时间 我过两天就要去大阪 虽然发布会后面两天 我可以离开 但博士的产品 说明会在最后一天 我们本来是打算 一起在大阪待上三天 等发布会结束再回来的 所以 我也不跟你们抢参观 神盾舰的名额了 还有我 会员阿也出声道 博士的产品材料和发言稿 所以我 本来就打算陪他们 去大阪参加发布会 也不去参观公开演习了 需要我去帮忙吗 月水气龟 转头问池飞池 池飞池点头 回答得干脆直白 需要 如果他和月水 只有一个人 可以登上神盾舰 那就都别去了 反正他是不会让月水 一个人带着这群人去的 神盾舰上 会混上去一个危险的间谍 到时候参与进 剧场版剧情的人员 发生变化 一个不小心 月水可能就会替代毛利兰 成为那个掉进大海里的人 他的月水不是井里少女 又不像他一样 有翅膀 有次元肺 军舰还会用驱逐大型海洋生物 他不可能 让飞离那些动物 跟着神盾舰保驾护航 甚至以军舰的雷达探测能力 他自己都没办法用飞 或者潜游的方式办行 如果月水掉进了海里 搞不好就回不来了 哪怕只有千一分之一的概率 他也不会让月水 面临那种险境 月水气龟 听池飞池回应的这么果断 愣了一下 想着池飞池这么肯定的说 需要自己 心里乐滋滋的 当即对毛利兰和陵木原子道 那我也不跟大家一起去了 你们两个也太年了吧 陵木原子目光变得忧怨起来 瞥向池飞池 半月眼问道 真的是有事情需要帮忙吗 该不会只是想趁机 去大阪约会吧 月水气龟 看着陵木原子怨气冲天的样子 连忙干笑着白手 怎么会呢 园子 池飞池也懒得掩饰了 接过的话 我需要月水陪我约会 这也是一种需要 陵木原子 飞池哥 就不能骗骗他吗 他很好骗的 再骗一句 他就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了 真的太过分了 他坐在这里 是为了讨论神盾剑参观活动 不是来让飞池哥 给他塞狗粮的 一个人带那么多人 去参加公开演习 事件不容易的事 池飞池又提议到 就让毛利老师带大家去吧 端托盘到一旁的 安石头顿住了动作 和其他人一样 像池飞池投影关注的目光 那是不容易的事 所以让老师去 原来毛利老师是这么用的吗 虽然毛利老师有时候 显得不怎么靠谱 但他有社会责任感 去军舰上参加公开演习 不是可以乱来的事 他有分寸 池飞池耐心地劝说其他人 而且 你们要是遇到什么麻烦 他摆出自己名侦探的身份 也比较容易跟其他人沟通好 其他人 好像有点道理 另外 我们申请的人太多了 就算小爱不去 也还有四个小学生 和两个高中生 有一个成熟的 曾经担任过警察的名侦探带领 怎么看 都比让一个20岁的年轻侦探来带领 要让人安心 池飞池丢出了杀手锏 虽然申请说明中 并没有提到 不可以带一群小孩子 但是里面也提到 海上自卫队的审查处 有权拒绝任何不适合参加演习的申请 如果邀请马被抽中 由毛利小五郎带队的队伍 会比由月水带队的队伍 更容易通过审查 再者 这是神盾舰首次向民众公开 神盾舰上的海上自卫队队员 应该也会比较紧张 这个时候 还是让他们能安心一点比较好 毛利兰忍不住点了点头 看向林木园子 我觉得飞池哥说的有道理 真是没办法 林木园子也无奈地叹了口气 贪手道 既然七归姐要去约会 那就拜托毛利大叔带我们去吧 谁让我们这里的小鬼多呢 要是我们的邀请马被抽中 有他带队 确实更容易通过审查 由于柯南和毛利小五郎不在 毛利兰特的打电话问了两人 确定两人都愿意去参加神盾舰公开演习之后 借用池飞池的笔记本电脑 用邀请马打开了申请资料填写页面 将申请人填为毛利小五郎 填了毛利小五郎和其他同行者的资料 在填写补充说明时 毛利兰认认真真的填了一大段文字 先解释了他们队伍里的人员关系 提到孩子们对参观神盾舰的向往 表示 不管有没有被选中 都很会期待公开演习 如果没有被选中 也会看新闻 如果被选中了 在参加演习过程中 会认真约束孩子们 看着毛利兰这么认真的写补充说明 其他人突然觉得 要是审查人员抽到这个邀请码 看过这份真诚的补充说明 应该也不忍心拒绝通过申请 随后 一群人吃饱喝足 在波罗咖啡厅门口分开 毛利兰邀请袁太 布美 光艳三的孩子 和林木原子到自己家 提前了解一些神盾舰的相关知识 会员埃陪着阿丽博士回家 准备发布会需要用的材料 月水七归也不想闲着 跟池飞池 阿丽博士和惠元I商量过之后 接手了大阪三天游的 时速预定工作 给三人制定出几个 劳逸结合的大阪新方案 池飞池去了 背护挺一丁目的地下实验室 用地下实验室的电脑 接收了其他实验室 传来的实验报告 在实验室住了一夜 把实验报告看完 第二天上午 将调整过的药物处方 新实验计划重新转了过去 让那边实验室做出新药剂 并进行第二期实验 触发去大阪的时间 定在当天下午六点 月水七归已经预定好了机票 准备去大阪的四人 一起吃过晚饭 就可以直接到机场去 池飞池离开背护挺实验室 回公寓洗澡 并收拾了行李 正准备联系月水七归 就接到了一个意外来电 当天下午三点 池飞池顶着中年公安顾问 那张义荣脸 跟着安氏偷到了警察厅警备局 到了走廊尽头的一间休息室 安氏偷在门口止步 跟池飞池说了自己办公室的位置 直接转身离开 门口守了两个墨镜挡脸的男人 在联系过室内的人之后 朝池飞池点了点头 伸手推开了休息室的门 池飞池进了休息室 见到了当初 让他在领祖挂置的公安委员 公安委员等着池飞池落座 用遥控器打开了投影仪 开门见山地说起了正事 今天上午 海上保安厅的巡逻人员 在若霞湾一带的海岸巡视时 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东西 墙壁前的白色幕布上 投影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是在海岸边拍下的 一台疑似医疗设备的白色机器 被安置在杂乱岩石间 歪倒靠着摆放 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大型物件 公安委员用遥控器控制投影 展示那个物件的远景 近景照片 还有海岸的照片 照片加起来一种30多张 除此之外 还有附近发现的其他医疗设备 有的还制作了 岩石外观的涂层伪装 池飞池看到一半 就猜到了这个东西 是被用来做什么的 他以前给过Sank公司 一个剧本 完全翻拍前世的经典悬疑电影 嫌疑人X的现身 在开头就提到了一颗子弹 炸毁一艘军舰的理论 一颗子弹的射程有限 不可能飞到海上打中军舰 更不可能靠一颗子弹 就摧毁军舰 不过在电影里 罪犯利用医院电磁设备 制造出了电磁推注器 在电磁推注器上方 对着海面开了一枪 飞出的子弹 经过电磁推动 飞到了射程之外 并被增加了破坏性 直接摧毁了一艘军舰 电影里没有出现 炸毁军舰的场面 仅仅是侦探角色 做了一个相近的实验 让一颗钢珠 在经过电磁推注下 引爆了母版房 想靠一颗子弹 去炸毁军舰 难度可能不比 潜入军舰安装炸弹小 只制造出 合适电磁推注器 这一点就不容易 其中要经过 庞大的数据计算 才能利用电磁设备 组建出推注器 做出了推注器 推注器摆放的位置 军舰的航线 子弹射出的角度 都需要计算到精准 坦白说 它不认为靠人脑 可以完成这样的计算量 除非借助 超级计算机的帮助 而且就算成了 这种电磁推注器 不经过多次实验 功能也不稳定 再简单一点说 电影就只是电影 里面的手法 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 而且成功率很低 现实中要炸军舰 有着比这更省心 省力的法则 而公安委员 给他看的这些照片 那些医疗设备 放置在海岸上的位置 布局 看上去很像是 在制造一个电磁推注器 对 就是可以用一颗子弹 炸军舰的那种 电磁推注器 这是有人看了电影之后 决定实际操作 想炸一艘军舰试试看吗 公安委员 把一张张照片 用投影播放出来 每跳转下一张之前 都给池飞池 留了一点 仔细查看的时间 最后十多张照片 是岩石间一本笔记本 燃烧剩下的残渣 上面隐约 能看出一些残缺的数字 公式 公安委员放下了遥控器 你能看出这是什么吗 那部电影 嫌疑员X的现身 里的电磁推注理论 有人想还原电影里的 电磁推注器 池飞池肯定到 但是失败了 虽然对方好像是放弃了 这些东西 但是公安委员看着池飞池 目光平和而认真的问道 你能确定对方失败了吗 我知道 电影里的一些设想 不一定能在现实中实现 至少现阶段很难 有时候理论正确 并不代表可以实施 但这一次的事情 可能关系到国境安全 我希望你可以尽可能 准确地说出你的判断 池飞池用那些照片 回想了一遍 再次肯定到 我可以肯定是失败品 而且距离成功还差得远 岩石色泽涂层剥落的 那台白色设备 和侧导摆放 那台设备之间的距离 就存在一些问题 公式可能用错了 海上保安厅 发现这些可疑的设备之后 已经召集人手进行过研究 被召集去的物理教授 也看出 对方是在尝试制作 那部电影里的电磁推注器 并且初步观点跟你一致 想要做出那种电磁推注器很难 对方不像成功了 不过 海上保安厅 还会派人在附近海岸进行搜索 尽量找到所有的设备 再让物理专家 进行更准确的计算 说着 公安委员紧绷的神色舒缓下来 虽然大家都知道 军舰没有那么好摧毁 也不可能有人短短时间 就把推注器计算出来 但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我才想找你确认一下 哪怕你并不是物理学者 可你毕竟是那个在电影中 提出这种理论的H 让你来看看 我能安心很多 希望你能够理解 可以理解 时飞时顿了一下 我也没想到 有人动手能力这么强 居然真的居是这种东西 你口中动手能力强的那个人 或者说那群人 想法很危险 想要购买这么多设备 并悄悄运到海岸边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公安委员注视着池飞池 声音频缓道 最好的结果是 那只是有人好奇想要实验 但现在不排除其他可能 这可能是他国间谍 试图破坏军舰 也可能是危险的恐怖犯罪团体 想要制造动乱 最危险的是 近期神盾舰首次向民众 进行公开演习 神盾舰过几天 会经过若霞湾 而且 时间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虽然路线还未确定 但最近神盾舰上的在意人员 牵扯进了间谍调查事件中 神盾舰的航行路线 不是没有可能被泄露出去 到时候 间谍可能会掌握神盾舰的路线 为了确定在海岸上 真的不可能攻击到神盾舰 海上保安厅的人 接下来可能会申请警示厅的协助 让警示厅的小田切敏郎 提供你的个人信息 并找到你 邀请你去那一带海岸确认一下 我希望你能够答应下来 池飞时点头肯定 当然 事关重大 我也不可能拒绝 遇到这种情况 就算他再不想去 只要他 安卜雷拉 或者身边的人想在日本发展 也必须要去看看 公安委员松了口气 又道 另外 他们可能会邀请你 参加神盾舰的公开演习活动 那天会有不少民众登上神盾舰 你作为持家长子的身份 经得起查验 为了确保路上不出意外 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 应该都会考虑邀请你参加 我也希望你可以答应他们 池飞池 他想办法拦下月水 想把月水拐到大阪去度假 结果现在倒好 月水确实不会去神盾舰上了 他却得跑一趟 若霞湾一带的海岸 还得考虑去神盾舰上 参加演习活动 神盾舰上的在意人员中 有人跟潜入境内的间谍有联系 海上保安厅警贝克 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目前已经锁定了可疑的人 只是现在连海上自卫队内部有了内鬼 没办法确认 里面到底有多少人牵扯在内 有没有其他人被他们买通 领祖需要一些相关人员的情报 公安委员神色正中道 如果你愿意去参加这次演习活动 有人会在暗中进行配合 确保你百分百收到邀请 而你只需要把你在神盾舰上看到的 有关于在意人员的信息 全部提交到领祖就可以了 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提供一些你的判断 当然 这件事会算作你为领所贡献的情报 池飞池没有急着答复 只听公安在领祖挂职顾问 不拿薪水 也不会负责公安某个任务 偶尔去帮忙 都只是想帮安氏透刷一点功绩 怎么说呢 他和领祖 更像是就组织相关事务 交换信息的合作伙伴 让他去帮领祖搜集 刺探军方情报 这超出了他们之前说好的范围 而且 别人可以不清楚 眼前这个男人却应该知道 他的立场会优先选择持家 站在安布雷拉一边 安布雷拉是跨国集团 他作为安布雷拉未来继承人 不该在国家阵营上随意站队 说难听一点 领祖所说的那些间谍卧底 背后的势力 说不定还是安布雷拉的大合作伙伴 他跟领祖在打击犯罪的事情上 可以多多互动 做其他的事就要考虑 等等 之前投影展示的那些照片里 那种写公式时的特殊手法 好像不是中华会有的特征 更像是某个小地方的习惯 那里跟日本有情报共享制度 也让他下意识地认为 不会是那里 但他却一时没有想到会进行情报分享 不代表所有情报都会分享 神盾舰的数据资料关系到国防安全 日本是不会跟其他势力分享的 知道数据资料的应该只有日本军方 和一同制造神盾舰的美国军方 确实不排除那个地方会拍间谍来收集数据资料 如果是那里的话 他就要改变主意了 那里一不是他前世老家 二不是安布雷拉的重点发展地区 之前安布雷拉想挤进那里发展 那里的本土财阀还联手进行封锁 带动政治层面 也有些排挤安布雷拉 看在对方这么重视安布雷拉的份上 他不去给那些小间谍搞点事情 都说不过去 反正他也得去一趟洛霞湾海岸 注定要提前离开大阪发布会 多花一天时间掺和一下剧情 也无所谓了 公安委员坚持非持沉默 也没有催促 继续道 我知道你没必要为邻祖做这些 只是我认为 这件事对你我都不会有坏处 有合作的可能 海岸上那些设备和笔记 不像是境内人士的手笔 从图层手法 图层七料 写作习惯来看 对方背后的势力 目前可能 跟安布雷拉的关系并不融洽 如果你这次愿意收集情报 领祖可以搜集他们境内的商业情报 挑一个价值相当的情报 跟你进行交换 安布雷拉现在正缺乏一个 打进他们本土的契机 对吧 不 交换情报这种事就算了 时飞迟拒绝到 安布雷拉有自己的商业情报网 目前也想平稳发展一段时间 不打算继续扩张 情报够用吗 公安委员 就算提出用情报来交换 也还是被拒绝了吗 但是我可以去试试 时飞是看着公安委员 目光平静到 就到你今天 对我坦诚地回馈 领祖身份 可不是能随便承认的 领祖的存在很特殊 自身有着超出 其他军警证情报部门的调查权限 却又被称为 日本不存在的部门 因为领祖除了极少数人 其他都是暗探 成员会分布在 军警证的各部门中 也会在军警证以外的地方就职 平时很少会有人 以领祖成员的身份进行活动 大家平时各司其职 偷偷给领祖信息中心 传输着大量的情报 也会操控一些人获取情报 让领祖拥有着覆盖 日本军警证 与民间的庞大情报系统 却又没人知道 领祖到底有多少人 分布在哪里 价格如何 即便内部的人 也没法弄清楚 某公安委员 今天直白地跟他说了 这一次 为了领祖来搜刮情报 要说本人不是领祖成员 似乎也不太可能吧 公安委员笑了笑 我可没说 我跟领祖有关系 只是转达了一下 领祖的想法而已 池飞驰 这么说也说得过去 行吧 他就让这老头子钻个空子 就当是这么回事好了 接下来 公安委员向池飞驰 分享了一些 此次间谍调查的情报 也跟池飞驰确认了 情报搜集流程 池飞驰不会对外公布身份 不会跟任何人搭档 在神盾舰上收集的情报 也不会经过公安委员 或者其他人 事情结束后 池飞驰需要用自己的证件 到警察厅来一趟 到信息处理室里 向零的信息中心提交情报 为了防备 有人趁机窃取信息中心的情报 电脑会随机分配提交方案 到时候 只要按提示做就可以了 如果池飞驰暂时不需要领祖的回馈 可以把机会留着 以后再从领祖换一个双方 认为能换的情报 也可以累积几次来换一个 更有价值的情报 安布雷拉的情报网在发展发展 未必比不上领祖的情报网 而且 安布雷拉的情报网 还可以覆盖全球 池飞驰不缺少情报获取途径 只是也没有拒绝这种贡献累积 打工就要收报酬 别管报酬 自己看不看得上 自己又能不能用上 该收就得收 绝对不让上次那样 打五个一白宫的情况再出现 当天晚上 池飞驰跟阿利博士 月水七归 会员挨搭飞机到了大阪 入住酒店不到一个小时 小田切明也的电话 就打进了池飞驰手机 飞驰 你现在不忙吧 不忙 有什么事 其实是我老爸找你有事 他说 有人模仿H的某个作品犯罪 警方想找H了解一些信息 他知道H是你 不过H的身份 是Sank公司 和你都在保密的事情 所以他才打电话给我 让我找你商量一下 能不能让你以H的身份 给警方提供信息 另外 可能需要你去现场看看 你那边怎么样 方便配合他们调查吗 我这里没问题 不过太多人知道H的身份也不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警方不要让太多人知道H的身份 是啊 我也认为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这也是我老爸打电话给我的原因 他希望我们 能让警方得到需要的信息 又尽量不要影响我们的商业计划 或者个人生活 总之 他说这个案子 不方便对外透露太多 具体怎么安排 就由你去跟他沟通吧 我现在给他回个电话 让他再打电话联系你 OK 电话挂断两分钟后 小田切闽郎的电话 又打了进来 池飞池接起电话 假装不知道 警方有什么事找自己 小田切闽郎 也没有说具体的案件情况 只说是海上保安厅 想找池飞池帮忙 需要池飞池去一趟弱霞保安部 同时 小田切闽郎 还直接了当地说了 警方能提供的条件 只要池飞池愿意帮忙 海上保安厅愿意替池飞池保守秘密 知道H身份的 不会超过五个人 会把所有知情人的身份 告知池飞池 知情人也可以保证 不会对外泄露H的身份 那起案件很麻烦吗 不 其实未必会有五个知情人 照我跟他们沟通的结果来看 应该只有落霞海上保安部警备科课长 和一两个人会知道H的身份 说五个人只是以防万一 实际上应该只有两三个人会知道 他们对外解释时 不会说你是H 会说 他们是因为 听说你帮警示厅破案时 表现出的能力很强 特地邀请你去帮忙调查 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 小田切闽郎有些犹豫 确实有点复杂 所以还是等海上保安厅的人告诉你吧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在大阪 目前住在大阪新斋桥附近的莫比亚斯酒店 持飞驰客客气气的回应 如果他们不是很着急 要我去现场 我想参加一下 明天大阪新科技发布会的开幕式活动 中午12之后有空 如果情况紧急 他们也可以随时联系我 那我就这样回复他们吧 小田切闽郎道 你在大阪算是一件好事 这一次想找你帮忙的是 落霞海上保安部 大阪离那里不算太远 不管是你过去 还是他们过去接你 都不算太麻烦 还真是不好意思啊 飞驰 又要麻烦你帮忙调查 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而且这次我要是能帮上忙 答谢不答谢的话 也该由海上保安厅的人来说 好吧 那我就不跟你客套了 改天有空的话 你带上妹妹跟明 也来家里玩吧 接下来 我会把你的基本信息 联系方式告诉那起事件的负责人 他应该会跟你确认一下 具体的见面时间 没问题 我等他们联系 沟通结束 池飞池放下了手机 起身到了窗前 伸手把那道只留了一条缝隙的窗户打开 嘎呀 窗外的两只乌鸦 飞进了屋 一只乌鸦爪子上 抓着一个巴掌大的盒子 进屋后 把盒子放到池飞池伸出的手上 跟同伴飞到桌上 低头在水杯里喝水 另一只乌鸦 是路上交替运输的另一名送货员 进屋后 也急着飞到桌上 吃起了小碟子里的碎饼干 池飞池把窗户合上了一些 拿着盒子到了桌旁 打开盒子 拿出里面装了鲜红血液的瓶子 把血液掺进了酒店前台之前 送来的威士忌酒中 脑海始终在整理着 接下来几天的行动方案 他们说的海上保安厅 隶属于国土交通省 总部在东京 在各地海岸边 分有66个监部 本身属于警察性质 平时有负责海上巡视 港湾警备 打击海上刑事犯罪 维护海上治安 预防走私偷渡 海上事故调查 海上情报搜集等工作 也会负责救助海难 管理海上通讯 搜集海洋情报等任务 虽然海上保安厅 被民间称为第二海军 但那是因为 海上保安厅 是日本活跃于海域的 第二大力量 在一些海军 不变出面的情况下 海上保安厅 也会被派出去 本质上 海上保安厅 和海上自卫队是不同的 海上自卫队 才是正式的军事力量 神盾舰这样的军舰 自然是归海军管 也就是说 决定他能不能登上 神盾舰的 不是海上保安厅 主要还得看 海上自卫队军官 神盾舰上 最高指挥者的态度 当然 公安委员说了 会让他登上神盾舰 那就一定能让他 登上神盾舰 其实海上自卫队 本就有很大的 可能邀请他 公安甚至不需要 安排他走后门 只需要让防卫高官官 再表达一下 对公开演习的重视 就可以了 例如 让防卫省发布 一则内部通告 这一次公开演习 将首次对民众 开放神盾舰 要是出了意外 会影响民众 对于日本海上的信任 影响民众 对于日本国防安全的信心 所以 此次演习不容有失 必须确保 不会出任何问题 上面重视 就算他去海岸边 看了那些被遗失设备 并且肯定地说 危险分子 没有成功做出 电磁推注器 神盾舰上的指挥者 也还是会觉得 心里不踏实 不出意外的话 海上自卫队 会主动邀请他 登上神盾舰 让他在公开演习 当天待在神盾舰上 留意一下 沿岸和海域上的情况 如果他发现 神盾舰有可能遭遇 电磁推注器武器的 远程打击 就可以第一时间 告诉神盾舰上的 最高指挥 让海上自卫队 能及时做出应对 就像公安委员说的 多带上他一个人不算多 他的底细经得起查 可能不需要领祖 做些什么 他也能收到邀请 不过 接下来这两天 他应该需要 接受一下特别审查 在意军舰 一般不会对外开放 这一次公开演习 相当于海上自卫队 主动把这座 神秘堡垒的大门打开 邀请他人进屋参观 还会把屋里藏着的 大宝石 拿出来展示一下 对于心心念念 想偷走宝石 但一直无法 进门的小偷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而主人家知道 小偷很可能要来 知道小偷有很多手段 可以偷走珍宝 也一定会对 进门的人选 加强审核 普通民众 想要申请参加 这一次公开演习 最基本的条件 就有本国国籍 成年人 在国内生活超过十年 有正式工作 且能够出具税收证明 没有犯罪记录等 申请人 还需要到所在地所确认 就是为了防止间谍 或者犯罪分子 混上神盾舰 他跟参加公开演习的 普通民众不同 海上自卫队 要他帮忙警戒 就要向他透露一些内幕消息 可能还需要 允许他去一些 不允许民众参观的地方 另外 在演习时 他的意见 也有可能左右 神盾舰舰长决定 所以 对他的审查 会比普通民众更严格 对于海上自卫队的人来说 即便他是大集团负责人的孩子 也不代表他不会是间谍 领祖或者警察厅 不可能把他公安顾问的身份 泄露出去 他也不会让领祖或者公安 把他的身份告诉他人 这一次审查 要他自己来通过 他要尽量帮领祖 收集神盾舰在意人员的情报 最好可以上上下下的人 都接触一下 那么 他在审查人员报告中的 安全指数越高 神盾舰上的指挥者 就会越信任他 他完成任务的过程 也会越轻松 顺利 所以 他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的 不是自己能不能登上神盾舰 怎么才能登上神盾舰 而是他要怎么在审查中 获取足够高的信任度 算上明天 海上自卫队 只有两天时间 来确认他是否可靠 同样 他也只有两天时间 来争取对方更多的信任 对于他们来说 时间都太紧张了 第二天上午 池飞池参加了发布会的开幕活动 说是科技产品发布会 其实也没有特别 高科技的产品 除了少部分电子设备 电器 更多的是 面向小孩子和家庭生活的小物件 第一天 只对一些新奇的旧产品进行展示 之后两天 才是新产品的发布 展示活动 虽然阿里博士的新发明展示 排在最后一天 但还是跟池飞池等人去了会场 听到开幕活动 主持人提到 自己发明的轨道电车玩具 温泉人偶等就发明 笑得合不拢嘴 开幕活动持续了一个小时 随后的会场内自由参观时间里 池飞池陪着阿里博士 和两个女孩子逛了一圈 给三人介绍了一些冷门有趣的发明 回到酒店吃了午饭 一行人在酒店休闲区休息时 若霞海上保安部的人 才联系了池飞池 是 你们到了吗 我在一楼的A3休闲区 就是在大厅右侧走廊镜头 池飞池用手机听着电话 在沙发间站起身 转身看到一个身材壮硕的中年男人 打着电话走到走廊间 在对方朝自己挥手之后 出声确认道 是 我看到你了 月水汽龟 辉元哀和阿里博士坐在沙发上 好奇探头看着走廊上的中年男人 走廊那头 中年男人放下了手机 没有急着挂电话 转头朝大厅方向招呼了一声 很快 一个少年轻一些 跟中年男人一样 穿着休闲服的男人 快步到了中年男人身边 和中年男人一起走到了休闲区 他们是海上保安厅的人 池飞池对月水汽龟三人解释道 他们最近遇到了一起 比较特别的安建 需要我去帮忙提供信息 昨天晚上我收到消息时 他们希望我暂时保密 等他们来了再说 所以 我现在才告诉你们 海上保安厅的人 月水汽龟打量着走来的两个男人 若有所思到 最近海上发生了什么安建吗 不清楚 会员挨抬头看着走过来的两个男人 神色淡定道 如果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很可能是做安手段 很恶劣的重打安建 也可能是因为 海上的安建不怎么受关注 阿里博士感慨到 城市里人口密集 发生在城市里的安建 很容易有人牵扯进去 也很容易被人注意到 但是海上发生了什么安建 却很少被人关注 除了一些特别的安建 大多数安建 都没什么媒体会报道 也对 大海毕竟不是人类的生活区 会员挨把手里的果汁杯 放回了桌上 人的精力有限 对于那些与自己生存 生活关系不大的地方 人类没那么关注 也是正常的 不 这一次搞不好 真的是什么重打安建哦 月水汽龟视线 停留在走进两人的手上 正色分析道 常年在海上 海岸边工作的人 要比在城镇里工作的人 承受更多的日照 就算是冬季 他们每天承受的紫外线照射 都会比正常人多 所以 这类人守备这类裸露部位的肤色 会比正常人更黑一点 就算是那种不容易晒黑的体质 常年在海上 海岸边工作 守备跟其他被衣物遮挡部位 也会有明显的肤色差 一般来说 海上保安厅会要求着正装工作 所以 他们守备肤色也会更黑一些 而且 跟肤色差距线不确定的渔民不同 他们的肤色差距线 会在手腕上 持飞驰手里拿着的手机 还在通话状态 走到旁边的两个男人 听着月水汽龟的分析 忍不住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 会员爱留意了一眼 持飞驰手里的手机 也观察起两个男人的手腕来 只有后面那个大叔手腕上 有比较明显的肤色差距线 前方那个大叔手上的肤色差距线 却不怎么明显 应该是因为他平时不参与巡逻 海上行事勘察等工作吧 是啊 他能走在另一个人前方 怎么想 也不会是普通文员这样的职务 应该是常年待在办公室 坐镇那一类人 这样的人亲自跑这么远来 找人了解信息 所以我才怀疑 最近发生了重大海上行事案件 月水汽龟视线一向 后方那个人的手 思索着道 而且后面那人 不仅手腕上的肤色差距线明显 手掌 手指上 还有很特别的硬件 像是常年使用枪械的人 一般巡逻人员 普通文员应该不会配枪 只有刑事案件调查人员 警备客人员等职务 才经常配枪 他的职务也不简单 已经担任要职好几年了吧 两个男人呆呆看着月水汽龟和辉原哀 从两人惊恶的表情中 池飞池突然就理解 为什么总是有人问柯南 你到底是什么人了 此刻 来接他的这两个人 应该也很想问月水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才刚打个照面 连正式招呼都没能打一个呢 就已经被人把大致的职务等级 工作环境给扒出来了 辉原哀打亮着后面一人的手掌 猜测到 不会是军队里的人吧 后面那人憨了憨 迅速把自己双手藏到了身后 用防贼防流氓般的警惕目光 看着月水汽龟和辉原哀 前方的中年男人回过神来 加快脚步上前 到了池飞池身旁 主动挂断了手里的手机通话 伸手拿出证件 向池飞池出示 池先生 你好 我是若霞海上保安部的高岛治和 按照约定来接你 池飞池看了一眼证件 发现证件上的职务 是警备科科长 没有声张 朝高岛治和伸手 你好 我是池飞池 高岛治和 在月水汽龟 阿里博士 会员挨站起身时 快速把证件收了起来 伸手跟池飞池握了握 正色道 接下来就麻烦您跟家人 朋友说一声 随我们去一趟现场吧 月水汽龟有些意外 不只是在这里了解情况 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吗 池飞池指示着月水汽龟 我要去若霞保安部一趟 明天不一定能回来 只能缺席发布会了 不过 我后两天不出席发布会 也没什么影响 你们在这里安心参加发布会 要我去帮忙吗 月水汽龟问着 又向高岛治和头去询问的目光 毕竟我也是侦探嘛 是侦探月水汽龟小姐 对吧 高岛治和与其温和 但不增加人手的态度十分坚定 这次的事件比较特殊 我们暂时不能向太多人透露 之所以寻求池先生的帮助 是因为他可能知道一些关键信息 所以很抱歉 我们不能让你参与进来 带我去怎么样 慧月艾突然出声 在高岛治和看向自己时 快步上前 藏身在池飞池腿后 伸手拉住池飞池的裤腿 探头看着高岛治和 就像一个撒娇黏人的小孩子 还摆出一副怯生生的模样 我想跟哥哥一起去 阿里博士 小艾这是吃错药了吗 池飞池 小艾的演技是越来越好了 高岛治和一看慧月艾这样子 有些头疼 犹豫着看向池飞池 这个吗 不方便带小孩子去吗 慧月艾装出一脸不舍的模样 松开了手 转身跑回月水汽龟身边 伸手拉住月水汽龟的手 那我还是和汽龟姐在这里帮博士吧 哥哥忙完了 要给我买礼物哦 知道了 池飞池神色平静地应了一声 对阿里博士和月水汽龟道 那我走了 有什么事电话联系 月水汽龟点了点头 叮嘱道 路上注意安全哦 高岛治和想到慧月艾之前委屈的样子 就觉得池飞池有点忽略了小萝莉 俯身看着慧月艾 努力让自己笑得更温和一些 小妹妹 池先生是去帮我们抓坏蛋 他忙完了就回来 你在这里要听话呀 慧月艾懒得再装小孩子了 点了点头 装出怕生的模样 往月水汽龟身后躲 最终 月水汽龟 慧月艾和阿里博士 还是送池飞池到酒店门外 看着池飞池跟着两人 上了停在路边的车 目送车子开远 阿里博士还是有些担心 到底是什么案件弄得这么神秘 飞池这一次去帮忙 该不会遇到那种 作案手段凶残的危险罪犯吧 我想应该不会 月水汽龟低头看向慧月艾 刚才小艾不是试探过了吗 我提出可以去帮忙 对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但是小艾提出想要跟去 对方却犹豫了起来 如果是危机四伏的调查 听到小孩子要跟去 对方应该会态度 更加强硬地表示反对 既然对方不反对小艾跟去 就说明在对方看来 池先生身处的环境 不会有什么危险 没错 那起事件应该只是需要高度保密 不会有什么危险 慧月艾坦然转身回酒店 海上保安厅不是警示厅 跟我们接触不多 也缺乏信任 不排除他们是想隐瞒 内部有罪犯同伙之类的丑闻 那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也正常 阿里博士明白了 慧月艾之前 怎么突然提出要跟去 又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原来小艾提出要跟去 就是为了试探飞驰的处境 会不会有危险啊 总之 我们回去 慧月艾到了门口 又突然顿住了脚步 转头看向车子离开的方向 脸色有些难看 忘了叮嘱飞驰哥 海边风大 最近早晚气温低 他要小心别感冒 也要小心呼吸到不舒服 月水气龟 连忙拿出了手机 我给他打电话 离开的车子里 高岛志和坐在了副驾驶座 池飞驰跟稍微年轻一些的男人 坐在后座 负责开车的 是一个同样穿着休闲服的年轻女人 之前一直留在车里等待 并未跟到酒店去 车子开出一段距离后 高岛志和酝酿了一下 转头看向后座 想主动开口 跟池飞驰说话 听到池飞驰的手机震动 见池飞驰拿出手机 又把话憋了回去 池飞驰也注意高岛志和的举动 跟高岛志和说了一句抱歉 我接的电话 才接听了来电 月水 怎么了 我们刚才有事忘了说 海边风大 最近早晚温差大 你不要随便脱外套 小心感冒 月水气归柔声 细雨的叮嘱 还有 你之前有过呼吸道 受到冷气刺激而咳嗽的情况 等到了近海地区 要是你感觉咽喉或者鼻腔干燥 就戴上口罩 或者用围巾挡一下口鼻 在池飞驰听电话时 车里其他三人都没有说话 不仅是坐在副驾驶坐的高岛志和 转头看着池飞驰 池飞驰身旁稍微年轻一点的男人 也在悄然看着池飞驰 就连前面开车的年轻女人 也在车子等红绿灯时 抬眼从车内后视镜 偷偷观察池飞驰 池飞驰察觉到了车内 其他三人的视线 始终垂谋听电话 没有刻意去看车里三人 电话那头 月水气归不放心地叮嘱着 如果你觉得哪里不舒服 要及时告诉警官们 千万不要逞强 小爱这里 你不用担心 我会帮忙照顾好的 需要帮忙的话 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池飞驰虽然觉得月水气归这么说 有点像是 他被警察逮捕 并且很快会被投入监狱 但还是认真答应道 我知道了 你也不要担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而且 我身上有感冒药之类的常用药物 如果身体不舒服 我会及时服药 那你自己注意 我就不啰嗦了 月水气归说着 声音放得更轻了一些 我刚才看到 车子驾驶位上 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警官 你可不要被 若霞海上保安部的美女警官们 给迷住了哦 坐在池飞池身旁的男人竖着耳朵 能够隐约听到 一点月水气归说的内容 嘴角微微抽了一下 这辆车子 并没有在酒店门口停留太久 几乎是他们 一上车就开走了 前座驾驶座上的人 也一直没有下过车 月水小姐这样都能看清 开车的人 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侦探的眼睛 也太好了 池飞池语气 平和地反问月水气归 你觉得我会吗 那怎么说得准啊 虽然我觉得 你没那么容易被迷倒 但这也不是概率为零的事情 我当然想要提前提醒你一下了 月水气归说完 赶在池飞池说话之前 准备尽快6号 好了 我不打扰你了 你跟警官们聊一聊 或者在路上休息一下吧 晚一点再联系 晚一点联系 电话挂断 池飞池收起了手机 车上其他三人 马上收回了观察池飞池的视线 该开车的人继续开车 该搭话的人开口搭话 池先生 你跟月水小姐 是在交往吧 高岛志和字前做转头 看着后方 笑秘秘道 你们感情真好啊 我们算是在热恋期 池飞池神色 没什么变化地客套着 让您见笑了 哪里 高岛志和感慨叹息 年轻真好啊 前座开车的年轻女性 突然出声道 不过 您说到女朋友时的反应 似乎不太热切 感觉有点冷淡呢 池飞池抬眼看前方 视线正好对上女人 映在车内后视镜上的双眼 神色平静地回应道 每个人的性格不同 而且我认为 我的反应热不热切 是我和她的私事 前座的女人 没有向她做过自我介绍 也没有穿着警服 或者是海军制服 但她上车时 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出现在剧场版剧情中 防卫省情报保全队 派到弱霞地方队 来调查间谍的特别派遣人员 名叫腾景七海 军衔是一等海佐 与一艘军舰的舰长评级 腾景七海 现在就出现在她身边 还特地到大阪来接她 传达出了两个信息 一 海上自卫队已经决定 邀请她登上神盾舰 二 对她是否可信 要给予多大知情权的审查 在她上车时 就已经开始了 腾景七海之所以说出这种话 是出于情报人员的敏感 敏感地察觉她的情感有些淡薄 敏感地怀疑 她跟女友的感情 会不会有问题 就算不知道 她跟女友的感情会影响什么 腾景七海 也会忍不住想试探一下 试图获取她更多的信息 腾景七海可能设想过 她跟女朋友不合 这是人际关系信息 也可能设想过 她会不会表面上应对得当 实则性情冷漠 这是个人性格信息 她该怎么做 配合 趁机向对方传递 我很靠谱的信息 不 她始终相信 顺从只能换来一时的成效 想要得到真正稳固的结果 还得靠自己来掌控局势 想让对方给出高印象分 不能只是一味地表现 然后等着对方打分 而是应该争取自由 在评券上书写分数 至少是干扰分数的权利 就像一个好学的学生 想要控分 最佳的办法 让自己把试题悉数掌握透彻 而不是一通答题之后 迷迷糊糊地等着老师批改 虽然她可以伪装自己 天真无邪好试探 在暗地里掌控局势 悄悄影响三人 但她觉得 那样反而会更麻烦 连续几天 扮演一个天真的家伙很麻烦 被揭穿 或者被发现之后 很麻烦 所以 她想试试用心理战术 来夺取主动权 第一步 告诉对方 我不是绵羊 请认真对待 就像她刚才回复的那样 她反应热不热切 是她和月水的私事 一个跟她刚见面 评价她的态度 是不是不好呢 后面的话 池飞驰没有说下去 但藤井七海也知道 池飞驰的意思 就是你管得太宽了 想想池飞驰说的也没错 一时噎得不知该说什么 耳朵也因窘迫而浮现红韵 啊 高岛之河憨了憨 尴尬笑着打圆场 池先生 他只是有点好奇 才那么说了一句 如果有冒犯之处 我带他向你道歉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没有介意 也不是发脾气 池飞驰回应道 只是想声明 我并不是热衷于分享 私人感情问题的人 高岛之河 看着池飞驰始终平静的脸色 觉得自己可以试着信一下 点头附和道 可以理解 有时候 我也不喜欢对外 透露个人感情问题 池先生平时应该就是那种 不喜欢出风筒 不喜欢对外泄露 太多私生活的人吧 所以 H的身份 才一直是个谜 坐在池飞驰身旁的男人 开口说着 见池飞驰转头看来 笑着朝池飞驰伸出右手 我是海上自卫队 弱霞地方队的警务官 名叫关口城 一等海卫 是除了高岛课长之外 知道你那个创作者身份的第二个人 他是藤井七海 我也把你的身份告诉他了 接下来 他会协助我接待你 如果我有事的话 可能就需要他带你去看现场了 总之 接下来 还请您多指教 也请两位多指教 池飞驰伸手跟关口城握了一下 回忆着关口城的信息 也是剧场版里出现的人物 似乎是海上自卫队里 负责调查神盾件数据 被窃取事件的负责人 一等海卫 比藤井七海的军衔低了三级 受藤井七海指派 调查间谍事件中 海上自卫队里的内鬼 互相知道对方的身份 知道对方的调查工作 也是给藤井七海 真实身份打掩护的人 刚才关口城介绍了一通 也确实没有提藤井七海的职务 军衔 把藤井七海这个上司 说得像是自己的助手一样 想着 池飞驰故意发问 藤井小姐 也是海上自卫队的自卫官吗 女性自卫官并不多见 一般都是从事宣传工作的吧 藤井七海之前 被池飞驰噎了一次 说话谨慎了不少 再加上一身休闲服 带来的生活气息 和水无连奈相似的诱缘双眼 整个人显得温和无辜 是啊 我才入职没多久 平时有从事宣传工作 当然 也会负责一些文员的工作 刚才说了越界的话 还希望您不要介意 我刚才的话有些强硬 也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池飞驰客套了一句 又看了看高岛之河 直白问道 来找我的是 海上保安部警备科课长 海上自卫队的自卫官 这一次要我去提供信息的事 应该不是普通的 海上刑事案件这么简单 对吗 这个嘛 关口城和其他两人 事先就商量过应对方式 却还是故作迟疑地 跟前面高岛之河相识一眼 才一脸诚挚地 看着池飞驰 因为关系到神盾舰与国防安全 所以我 只能等到了之后 才能把具体情况告诉您 希望您能够理解 池飞驰轻轻点头表示理解 没关系 那就到时候再说 还有 关口城又露出歉意神情 路过京都的时候 我有一份工作文件 要送到京都当地 需要你们等我两个小时 这样没关系吧 池飞驰百出怎么样都行的态度 也没关系 关口城松了口气 重新笑了起来 到时候 可以让藤井带您去逛逛京都 打发一下时间 您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池飞驰把问题 丢给藤井七海 藤井小姐 有想去的地方吗 啊 藤井七海一愣 我吗 没错 时飞迟到 我没有想到去什么地方 所以问问你的想法 关口城先是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这次事件 关系到神盾舰和国防安全 中途又在京都逗留 故意给他接触人的机会 就是想看他会不会对外传递信息 间谍都有联络人 有同伙 如果他是那种沉不住气的间谍 发现自己接下来可以接触到军舰信息 国防机密 肯定会琢磨着 怎么联系同伙 怎么趁机窃取信息 只要他一有动作 故意布局的三人 就可以发现他有异常 当然 大多数间谍都不会那么急躁 所以 这一次 也只是初步的筛选试探而已 而他把问题丢给藤井七海 就是想由藤井七海来决定要去哪里 这样的话 藤井七海决定的地方 会是他无法预料的 他也不会有向他人传递信息的机会 他在争取主动权的同时 也需要确保 这些人不觉得他可疑 最好连怀疑的机会都不给对方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藤井七海顿了顿 我有个提议 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 不如试试这样的方式 先考虑自己喜欢安静一点的地方 还是热闹一点的地方 再考虑自己想去看古建筑 还是去现代街区 这样说不定就能知道自己 想去哪里了 持飞持见 藤井七海 只一把选择权交给自己 也就接下了 认真考虑了一下 两个小时左右 那我们就找条古建筑街道逛一逛 之后 再找家咖啡厅喝咖啡 去清水板商业街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没意见 藤井七海回到 那我们就去清水板商业街吧 高岛之河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关口一味 就照之前说的 你待会儿 开车去送文件 我们就在清水板商业街等你 你忙完了再联系我们 下午三点多 车子开到了京都清水板商业街外 关口城等其他三人下车后 开着车子离开 池飞池 高岛之河 藤井七海 进了商业街 沿着街道散步 这是清水寺门前的一条石板路 路边商铺售卖着京都特产 工艺品 也有美食店和咖啡店 街上有不少游客来来往往 还有的年轻女孩 换上了华丽的和服 行走在石板铺就的古朴小路上 池飞池进入清水板商业街没多久 就在一家店里买了一叠打印纸 随后找了咖啡店 进店落座 点了一杯咖啡 拆了打印纸外包装 藤井七海留意了一下 池飞池手上的打印纸 实在不知道 池飞池买一叠打印纸做什么 心里疑惑 面上若无其事地向服务生点了咖啡 又转头问道 池先生 您要点心吗 我不用 池飞池拿出一支笔 在抽出的一张纸上写写画画 你们想吃就自己点 那我也要一杯意识特浓咖啡 高岛之河犹豫了一下 另外 再上两份你们店里最受欢迎的食物吧 藤井小姐 应该不介意尝一尝这家店的食物吧 好啊 藤井七海笑了笑 我不介意 那就这样吧 高岛之河笑眯眯地对服务生道 有需要的话 我会再跟你说 服务生在本子上快速记录了东西 再次向三人核对了一次 鞠躬后离开 那么请三位稍等 藤井七海见服务生离开 看向池飞池放在桌上写写花花的打印纸 看到上面疑似公式计算的文字后 一脸好奇地问道 池先生 你是在计算什么吗 池飞池头也不太得轻声道 帮你们计算 从海岸上远程打击海上军舰 需要多强的电磁推注力 藤井七海 他们刚才说过 海岸边发现可疑遗弃的事情了吗 没有吧 那池先生又是怎么知道的 高岛之河也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 左右看了看四周 确认他们在的角落四周 没有可疑的人 才压低声音道 您怎么会知道 知道我们是为了这个 我最近没有出海 也不是经常出海游玩的人 海上行事安件 不太找我了解信息 而且 你们找的是H 在考虑到高岛课掌式警备课的人 之前你们又说到 事关神盾舰和国防安全 我能想到的就是 嫌疑人X的现身 那部电影 池飞池低声说着 笔在纸上迅速写出一串串公式 简化的计算步骤 电影开头有利用电磁推注 让一颗子弹摧毁军舰的手法 你们来找我 应该是海滩上或者海岸区域 出现了可疑的设备 洛霞保安部得知消息后 发现那些设备 有可能是那部电影中的电磁推注器 以此推测 可能是有人想利用电影里的手法 攻击神盾舰 最近神盾舰有公开演习活动 过两天的早上 会自武鹤港出发 时间 出航港口已经公布 这么一来 想对神盾舰下手的人 也能够锁定神盾舰的几个航行路线 进入攻击范围的大致时间 藤井七海 他们是不是泄露太多信息了 高岛之河 不愧是名侦探毛利小五郎的徒弟 男部女侦探 月水弃龟的恋人 现在的池先生 跟之前酒店里的月水小姐一样 那种一切了然于凶的 坦然自信的姿态 会让人有点不安 就像是什么事都瞒不过这些人一样 就算是对方没法对神盾舰 造成什么损伤 只要在演习当天 在民众上甲板参观时 让攻击落在甲板上 就一定会造成动乱 也会严重影响到 民众对海上安全的信心 同样 为了保证民众对海上军事力量的信心 神盾舰也不能因为一些可疑设备 就改变已经确定的出航时间 出航港口 持飞持神情平静冷淡的低声道 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 对此事格外重视 所以 海上保安厅警备克克长 落霞地方对警务官一同找上了我 只是一个简单的推理 但一切都变得合理了 他是故意说出这些的 让对方发现 他不是小绵羊 是为了约束这些人的试探节奏 在这些人心里 种下一颗不能急 对方不好糊弄的种子 随后 说出事实真相 让这些人产生威胁感 接下来 这些人可能会担心 随便一句话 又让他看出更多 说话会更加慎重 到了这时候 主动权就已经在向他所在的方向偏移了 在之后 只要让这些人觉得不管我说点什么 他都知道的 而我又不能不说 再稍微引导一下 就能让这些人的心态 从谨慎小心 变成白烂 反正他都会知道的 那我不如就说了吧 从而让他知道更多信息 也就相当于给了他更高的知情权 彼此间共有的秘密多了 关系也会变得亲密起来 藤井七海 是一个可以左右神盾舰舰长态度的人 只要藤井七海 对他的信任度足够 他上了神盾舰之后的活动权 就会大一些 一些机密地区可能还是不能去 但他也不想去那些地方 他只是想尽量多接触 神盾舰上的在意人员而已 他很高兴 这次负责间谍调查的关口城 藤井七海都来了 近距离接触 有利于他把握节奏 随时调整计划 引导事情往他所想的方向去发展 你说的没错 我们是在海岸上 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设备 高岛之河一看 持飞池都说出来了 也就没有再遮遮掩掩 想到那些可疑设备 和即将开始的公开演习 心情就变得沉重 找到你 也是希望你 能够帮忙看看 对方有没有成功 或者说 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毕竟这个手法是你提出来的 电影里也还原过一次 简单的电子推注 加大钢珠破坏性的实验 我很想肯定地说 不可能 持飞持右手拿笔 刷刷在纸上写字 目光始终停留在那些公式上 为了避免有人魔旁作案 对外公布的悬疑作品中 作案手法 一定是理论上可行 但实施起来很难 或者理论上可行 但实施起来成功概率很低 那部电影中 袭击军舰的手法属于前者 想要成功很难 要打中军舰 就要让子弹穿过 足够强的异常电磁磁场 利用电磁推注力增强速度 穿透力 甚至是破坏能力 数据稍有差错 就会导致子弹飞不出去就爆炸了 把远程打击 武器变成自杀武器 这就是我在电影中 简单还原手法时 只敢用钢珠的原因 其实早在那部电影 被创作出来之前 就有科学家在研究电磁推注武器 但是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人做出 利用一颗子弹 就能摧毁军舰的电磁推注器 我们找物理学家研究过 高导致和神色凝重道 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而且 他们对我们发现 那些设备的地点 设备的类型 进行过测算 得出的结论 是这么做的人 大概率没有成功 中途就放弃了 不过对方确实已经 初步架设起了电磁磁场 这一次神盾剑公开演戏 太重要了 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想 拜托您也去看看 腾井七海觉得 高导致和说得太多了 他们之前商量的节奏 完全乱了 忍不住出声道 高导科长 关于这件事 是不是等关口一位 回来之后 再讨论比较好啊 这是海上自卫队 和海上保安厅 共同的工作 我们之前也说好了 要大家都在场 一起商量 啊 也对 高导致和想到自己 把关口城丢到了一边 有些干大地笑了笑 是我忘了之前的约定 池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还是等关口一位回来 我们再进行讨论吧 没关系 池飞池专注垂谋 看着纸上数据 我把可能会用上 当前可以计算的数据 先算出来 高导致和 看着池飞池 打算比算到底的架势 想到了若霞保安部 临时成立的计算小队 那些快烧死机的电脑 好奇问道 您不需要电脑吗 用电脑也行 不用也行 池飞池在纸上 快速写上他人 看不懂的速算数字 无所谓道 我没有带电脑 就不用了 也是打发一下时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三人坐在咖啡店喝咖啡 吃点心 持续杯咖啡 池飞池一直坐在座位间 写写画画 打印纸用了三十多张 全部写得密密麻麻 高导致和 腾井七海 都分别去了一次洗手间 只有池飞池 全程坐在原位 别说跟外人接触 全程连椅子 都没怎么磨一下 直到关口城 联系高导致和 池飞池才把用过的 没用过的打印纸 交给腾井七海保管 自己跟关口城 去了一趟洗手间 自下车到重新上车 池飞池 就只跟办公用品店老板 咖啡店服务生 说过两三句话 没有跟其他人交流过 跟他人社交距离 也一直保持着半米以上 在池飞池上洗手间时 高导致和顺便回收了自己 前一次到洗手间 放的窃听器 腾井七海收拾文件时 把三人坐过的位置 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有可疑物件 被留下之后 才起身到了咖啡店外 给关口城打了电话 关口一位 没有任何异常 你窃听不到 也是正常的 他中途根本没有去过洗手间 刚才准备离开时 才跟高导客长去了洗手间 意外状况是 他已经知道我们 为什么找他了 刚才就是帮忙计算 不 我跟关口客长 没有主动跟他说到这些 等我们会合之后再说 关口城把车子 停在商业街外 三人走到商业街外上了车 换了高导致和开车 腾井七海陪池飞池坐在后座 车子再一次出发 往海岸边开去 路上 腾井七海和高导致和 说了池飞池之前的推理 池飞池倒是没有参与 一声不吭地坐在座位上 一直在打印纸上做笔算 一开始 他是想找点事情做 让自己不要乱跑 不要喝太多咖啡 跑洗手间 瓜田不纳缕 理下不正观 他在争夺主动权的同时 也会尽量避免三人觉得他可疑 要让三人觉得他强且可信 他甚至连一点怀疑的机会 都不想给这三人 事实上他也做到了 只不过他试着用合图落书 五行八卦去整理数据时 发现他制药的套路 也可以用在电磁推出器的计算上 那种玄妙感 很容易让人沉迷其中 沉迷推算 难以自拔 车上其他三人 沟通着池飞池的推理 见池飞池那么认真在计算 本来是不想打扰池飞池的 但时间久了 也担心池飞池专注时间太长 用脑过度 腾井七海犹豫了一下 还是主动出声问道 池先生 你从两个多小时前 就在算这些 要不然还是休息一下吧 等一下 两分钟 池飞池手中的笔不做停顿 稿纸还有两张就用完了 腾井七海 关口城 高岛治河 看这架势 如果不是稿纸 要用完了 池先生应该还不打算停下休息 两分钟后 池飞池停了下来 把两面写满的打印纸 全部收到了一起 把笔收好 用左手按住右手发僵的手腕关节 慢慢活动 关口城听到池飞池收拾打印纸的动作 跟之前的高岛治河一样 在副驾驶座上扭头看着后方 好奇问道 您平时除了写剧本 作曲之外 对物理学也有兴趣吗 只是一点点 不算浓厚 池飞池如石道 高岛治河忍不住出声道 看您刚才那么专注 不像只有一点兴趣哦 我刚才觉得 有趣的只是数学 池飞池顿了一下 而且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高岛治河 用数学推算来打发时间 真是反人嘞 关口城 根据他们掌握的资料 池先生在上学时期 就是不怎么热衷于社交 比起团体活动 更喜欢单人活动的人 喜欢用一个人就能做的数学推算 来打发时间 倒也正常 腾井七海意识到 池飞池是个机敏的人 进入了小心谨慎状态 又不甘心 时间就这么浪费掉 一路纠结着 要不要开口试探 当前剩余生命值 80% 纠结中 血量0 1% 纠结中 血量0 1% 高岛智河带路到办公楼里的 一间休息室里 正是给池飞池看了巡逻队 发现可疑设备时拍下来的照片 照片大概就是池飞池在公安委员那里看到的那些 还有十多张应该是在昨晚之后 才补充拍下的周边环境照片 由于时间不早了 高岛智河等池飞池看过照片 就邀请池飞池和其他两人去吃了晚饭 在附近给池飞池订了酒店房间 送池飞池入住 池飞池没有带换洗衣服 回房间之前去附近商城转了一圈 这一次 关口城 藤井七海 高岛智河 没有一直跟在池飞池身边 只有藤井七海一个人乔装打扮后 悄悄跟了池飞池一路 确认池飞池买了备用衣物就回去 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到了第二天 池飞池才发现 藤井七海就住在同一家酒店 同一楼层 藤井七海没法说 自己也是外派到当地的 用方便招待您来解释 很快又带着池飞池到海岸上 看那些发现可疑设备的地方 那些可疑设备 分布在海岸上 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大部分都用涂层伪装成了岩石 只有少数涂层剥落 露出了机器洁白的本色 但是在灰白的岩石间 也不算醒目 远看很容易忽略 陪池飞池看现场的 只有藤井七海一个人 一个上午的时间 两人跑了五处有设备的海岸 池飞池通过昨天推算的数据 帮忙锁定并找出了 藏在山洞中的第六台设备 警备客的人赶到山洞里 检查机器 拍照 池飞池又和藤井七海 到了附近的渔村 在一户人家付钱 吃了一顿当地特色家庭餐 就在藤井七海 以为池飞池 只是想体验当地特色时 池飞池突然跟那户人家 偷偷打听起事情来 你们村子 中间有一条很宽的大路 我们来的时候 看到路上 有不少货车车轮的痕迹 是有商户 会到你们这里来收购海鲜吗 藤井七海 跟池飞池相处了十多个小时 知道池飞池不是那种 喜欢打听陌生人生活的人 顿时察觉到 池飞池不是无端问这个问题 这户人家 有一对中年夫妇 一个13岁男孩 和一个9岁女孩组成 一家人都是比较开朗的性格 男人陪着池飞池 坐在木屋廊下 笑得很自豪 是啊 我们村子里有不少捕鱼好手 不到的海味既新鲜 又有分量 经常会有商户到我们这里来采购 我们村可是这一带有名的 海鲜供应原地呢 是签了长期协议的商户吗 池飞池又问道 是有两家长期来收购的商户 虽然没有签协议 但大家也更喜欢 跟合作过的人合作 当然 也有一些偶尔来一次的客户 如果那阵子出海的人 都满载而归 也能供应一部分 男人一脸 我已经懂了的表情 笑着问道 您不会 也想来村子里收购海鲜吧 我听您的口音 像是关东人 是有考虑过到 不过 我担心海鲜供应不足 我对这里的市场状况 不是很了解 所以想谨慎一点 池飞池没有刻意演戏 但中年男人 也不是什么细腻的人 想到池飞池这么年轻 就要来一厢发展 再想到自家儿子 早晚也会长到 池飞池这个年纪 心软成了一片 慢慢来 不用着急 中年男人原本响亮的嗓门 都放轻了一些 笑着安抚道 我了解这里 要是有什么想知道的 可以尽管来找我 说到这个 前不久我到这附近 来调查渔村数量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了一家商户 运送海鲜的车子 车子有深蓝 灰两色 对方说 他们不是第一次来这附近 收购海鲜 可以跟我合作 我有点担心 对方是骗子 池飞池问道 您知道那是哪家商户吗 你说的是 深蓝车子上 喷有灰色标志的冷冻车吧 中年男人见池飞池点头 认真回忆着道 那辆车子来过村子里两次 不是我们的老客户 我也不敢保证他们靠得住 不过听说他们是 某家金融公司投资的海产店 池飞池看着中年男人 语气不紧不慢地问道 您记得是哪家公司吗 我想多打听一下 他们公司的口碑 我记得是 中年男人皱眉回想着 右手一拍大腿 眼睛重新亮了起来 竹川征兴社 藤井漆海 脸色大变 什么 这不是他们调查到的 那家间谍所利用的空壳公司吗 他让关口海卫 查了很长时间 才锁定那个自称竹川的男人 确认对方借助一家争信社 做演示 在境内进行间谍窃密活动 不过他们 为了摸清对方的同伙 暂时还没有正式开始抓捕行动 池先生明明昨天晚上才到这里 怎么会这么快 就得到了竹川这条信息 不会错的 中年男人只顾着 为自己能帮到忙而高兴 没有注意到 一旁藤井漆海惊恶异常的脸色 笑眯眯道 他们公司的标志是三根竹子 也用灰色油漆 喷到了车厢上 我听当时开车的人说 那是因为他们的老板姓竹川 金融公司也叫竹川 所以才会用三根竹子排列成 穿字这样的标志 应该很好认 我也见过他们老板一次 是个认真踏实的中年男人 明明经营着金融公司 却还是会为了确认海产新鲜程度 自己跟着司机过来 当然了 也可能是因为他也才刚刚开启海产店 所以才比较小心吧 他是跟什么人收购的海鲜 藤井漆海一脸焦急地问出声 竹川可是潜仓数年 收买过海上自卫队的自卫官 窃取神盾鉴数据的狡猾间谍 如果竹川有来这个村子 跟某个人接触 那个人也值得调查 中年男人觉得 藤井漆海这种焦急反应 有点奇怪 疑惑地观察着藤井漆海的神情 如实回答道 竹川先生以前没有来过村子里 也没有提前跟人预定好海鲜 所以他是在村里的海鲜 急事购买的 如果各家的海鲜 没有被预定完 就会把海鲜 集中在村里的广场上出售 很多商户也都是开车到那里收购的 藤井漆海也意识到 自己反应太过 连忙缓和了神色 假装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真是不好意思 不知不觉就急躁起来了 池飞池回头看了一眼藤井漆海 又对中年男人道 他一向如此 说话有时候会比较急躁 希望你不要介意 藤井漆海低头盯着地面 默认自己就是一个脾气 不实急躁的人 啊 没什么 中年男人忍不住评价道 真是看不出来 这位小姐看上去 像是那种很温柔的人 大多数时间还是温柔的 你们两人是恋人吗 不是 她是我的学姐 也是准备到关系发展的伙伴 我的女朋友这次没有跟来 原来如此 我妻子之前还肯定地说 你们不是恋人 因为你们举动不是很亲密 没想到 这次又被她说对了 您太太看人真准 以前也是这样吗 哎呀 她就是喜欢琢磨这些有的没的 不过一直看得比我准到是真的 之前有一次 中年男人说到自己老婆 看人准的过往 陆陆续续说了五件事才停下 持非持耐心听中年男人说着 不时附和两句 等中年男人自己停下 才想办法绕回之前的话题 您太太对他们的评价还真有趣 对了 她之前有见过竹川征信社的人吗 她对那些人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想听一下她的建议 她经常在海鲜集市 竹川征信社那些人来村子的那两次 她应该都看到了吧 但是她没有跟我说过 你等一下 我叫她过来 中年男人很热情地放声喊来自己的妻子 跟妻子介绍了年轻人来关系发展 遇到竹川征信社提出合作的情况 又说到年轻孩子们不容易 让妇人听得连连感慨 积极把竹川征信社来村子的两人描述了一遍 又以自己看人的眼光仔细分析了一遍 竹川征信社旗下 海产店来村子收购海鲜的 一直都是三个人 老板竹川 一个高瘦的司机 一个负责协助司机搬东西的大块头 中年妇人的关注点 比较有生活气息 比如竹川先生袖口总是不太齐整 肯定没有妻子 或者已经分居了 如果他有太太 一定会帮他把衬衫整理平整的 一个人再怎么仔细 也有很难兼顾到的地方 比如 司机是个喜欢占便宜的人 在海鲜集市上购买海鲜时 总是找理由拿赠品 每次逛了一圈 都能拿走十来斤的赠品 再比如 大块头看上去憨厚老实 其实也很精明 对海鲜种类 不预计很了解 以前可能也会出海打鱼 总的来说 妇人对那个叫竹川的男人的印象是 方脸宽鼻 留着清爽的短发 两次来都是穿休闲外套和牛仔裤 平时着装 应该也倾向于方便活动的那一类 衣服很干净 但是袖口等细节处会有褶皱 是一人独居 做事认真 比较有计划 每次都会提前规划好回去的行程 对手下做事的人比较严格 但很少会历声训斥手下 也不会说太难听的话 聊了一会儿 池飞池姑摸着这对夫妇 已经把能说的都说了 谎称下午有事要忙 跟夫妇俩道别离开 腾井七海想着竹川的两个同伙 心不在焉地跟着池飞池出了村子 到了停在路边的车子前 才想起自己先前的疑问 出声问道 池先生 你一开始打听蓝灰色车子 应该是有目的的吧 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个呢 丢在海滩上那些设备 都是不容易买到 运输麻烦的大型设备 想要把设备 送到这么隐蔽的地方 对方应该有自己的交通运输工具 一般的家用轿车 绝对放不下这些机器 要考虑的就是中 大型运输车 或者带车斗的越野车 池飞池打开车门 探身进后座 拿出海上保安厅提供的 海岸打印地图 把打印地图放在车前盖上 俯身用笔在地图上 标注出六个圈 这是发现六台设备的具体位置 分布在海岸上 附近都有 可以供大型货车通行的路 腾井七海立刻凑近看着 点头确认 没错 池飞池在最右边 圆圈附近的路上 标记了一个点 这条路的一侧 是高耸的岩壁 道路相对较窄 靠岩壁这一侧的路上 又容易有岩石掉落下来 我们今天早上 来到这个转弯处的时候 车子转过弯 才看到路边有一块大岩石 你已经及时打了方向盘 却还是差点让车子 车身寡蹭到那块岩石 当时我让你停车 打开车窗 探头看过那块大岩石 那块岩石 应该堵在路上有一个多月了 岩石被封的地方 落了一层沙土 比较阴凉那一侧的凹坑里 还长出了一些植物 藤井七海 想到早上差点撞上岩石的惊险 猜到了池飞池的意思 努力回想着 早上堵了一半道路 那块大岩石的情况 我也觉得 那块岩石落下来很久了 你的意思是 把那些设备 运送到海岸上的人 在路过那里时 用来运送设备的中大型车子 很可能寡蹭到了岩石 对吗 我们的车子不算大 我早上的反应 也已经很快了 但车身还是差一点 就擦到了岩石上 如果是中大型车子 车身确实有很大 可能会擦到岩石上 不是有很大可能 而是一定 池飞池盯着地图 看海岸上那些设备的 涂层剥落情况 那些设备放置在那里 应该不满一个月 也就是说 他们被送过来的时候 那块大岩石 就已经在路上了 同时 把设备运送过来的人 特地选择了 比较偏僻的路段 地区 这样 他可以在搬运设备时 不被别人注意到 只是同样的 他们留下的痕迹 也会不容易被路过的车子 路人所掩盖 我当时在那块 大岩石顶部的位置 看到了一点点蓝色 灰色的漆 那应该就是那辆 车子寡蹭留下的痕迹 介意我抽烟吗 藤井七海 惊讶路上 有这样线索 连忙摇头道 不介意 您请 池飞池把笔放在地图上 往下风处走了几步 才拿出香烟盒 早上你发现 路上有岩石堵路 会影响行车安全 你的第一反应是 打电话向 试一所道路管理处反应 那块岩石 已经在路上堵了一个多月 如果有其他车子 通行的话 应该早就 打电话给道路管理处 反应情况了 也就是说 那段路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很可能只有对方的车子 海上保安厅 这两天派去调查的车子经过 就算有一两个例外 那也可能是去海岸上抛尸的 总归不会是什么好人 我早上打电话 给道路管理处的时候 那边说 两天前 有若霞保安部的人 联系过他们 他们会在明天之前 派人过去清理 不过 在若霞保安部打电话之前 就没有人再打电话 给他们反应这件事了 那条路上通过的车子 确实少得惊人 腾井七海 跟着池飞池的思路分析 另外 你说 车漆是蹭在岩石顶部 说明留下寡蹭痕迹的车辆 都是中大型车辆 也符合运送设备车辆的条件 所以 你才能肯定 那就是对方留下的痕迹吧 毕竟这一个月以来 恐怕就只有那一辆中 大型车子经过那里 没错 蓝色漆和灰色漆 分布在同一区域 也不像是两辆车流下的 池飞池背靠车子 点燃了香烟 目光平静地看着前方 继续分析到 以那块岩石的高度来看 越野车和矮一些的货车 没办法把车漆 蹭到岩石最高处 对方驾驶的 应该是大型货车 另外 那些医疗设备都比较罕见 对方想在运送路上 不被人注意到 就要选择箱形货车 或者在货车上方 拉上塑料布 而岩石上 没有残留着 一次塑料布纤维的东西 说明对方 不是在车子上 拉了塑料布 而是驾驶了一辆车漆 有蓝 灰两色的箱形大货车 腾井七海站在车前盖旁 看着地图点了点头 又问道 那你怎么知道 对方会到附近渔村 去收购海鲜呢 只要走这样偏僻的道路 就不太会被人注意到 那么 他们运送设备到海岸上之后 空车离开 也没关系吧 被遗弃在海岸上的那些设备 涂层漆脱落的程度不同 虽然他们所在环境的日晒程度 潮湿程度不同 也有可能导致涂层漆脱落的程度不同 但是差距不会那么大 那些设备有的涂层漆还算完好 有的 却基本已经剥落掉了 持飞持看着远处的海岸线 轻声道 出现这种情况 就说明 对方不是在同一天 把那些设备送过来的 我大致计算了一下 对方至少是间隔两天 送去一台设备 六台设备 一共用了半个月左右 连续半个月 往返海岸边 隔两天就要来一次 如果不是对方太闲了 就应该是 对方借助了某种 他人觉得合理的事情 来掩盖自己搬运设备的行为 我会这么想 就奇怪了吧 你之前提出要到附近渔村去吃午饭 也是故意的吗 腾井七海 向持飞池确认 那个时候 你就怀疑 对方是在用收购海产来掩饰了 对吗 没错 持飞持侧头 看向车前盖上的地图 除了到渔村里收购海产 这附近好像也没什么值得人 开着箱形货车 隔两天跑一趟的地方了 那么 选择到那户人家吃饭 也是你考虑过的吧 腾井七海 回想着近村的情况 那户人家院子里 晒着捕育工具 墙上有很多风干的咸鱼和海菜 旁边还有一个 似乎放了海产的大水缸 一看就是那种常年出海 收获丰富到 可以对外出售海产的人家 那家人很有可能会记得对方的车子 还有 还有那户人家的太太 好像很有好奇心 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他出门拿风单的海菜 就一直在好奇打量我们 可能是那种 喜欢留意村里生面孔的人 有利于我们套取情报 对吗 聪明 持飞持表示赞赏 也是确认腾井七海的猜测没有错 补充道 他们家院子里 有不少小孩子的玩具 比如自行车和竹剑 而且 面向院子的那个房间窗户后 也拉着粉色的窗帘 说明他们家里有小孩 一般家里有小孩的人 会比较好说话 找他们打听消息 至少比那种独居的阴沉男人要好 藤井七海 侧头看着持飞持 一时无言 也就是说 今天早上这人的脑子 也一直没闲着 对吧 一个上午的时间 这人可能已经 撒出了百八十个新眼子 作为防卫上的情报人员 他跟持飞持 同样在海岸上转了一圈 却根本没有注意到 持飞持注意到的那些东西 也没有注意到 持飞持那些新眼 这是他从未预料过的情况 不过他也没有感觉挫败 沮丧 不是他不认真 是这人对细节的捕捉能力 对情况的整理能力太强了 他需要重新把持飞持的个人资料 在脑海里过一遍 这家伙到底是 持飞持见藤井七海呆呆盯着自己 觉得那种视线 有点像你到底是什么人 主动解释了一句 毛利老师以前跟我喝酒时 就说到 在找人了解情况时 该怎么选定合适的人 你今天跟我在一起 适合选择有小孩的人家 如果是我一个人 或者是两名男性 就可以考虑看上去热情开朗的 独居男性 大家坐在一起喝两杯 很快就能聊起来了 甩锅毛利小五郎 有时候 老师就是用来背锅的 藤井七海哑然失笑 很快笑着肯定道 我听说过毛利先生 他以前是警事厅的警察 之后辞职去做了侦探 对吗 如果是他的话 确实会有丰富的走访调查经验 池先生应该是毛利先生 最得意的徒弟了吧 那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侦探了 这次能接待池先生 真的让我见识到了 名侦探的本领 谢谢藤井小姐的夸奖 不过 你要不要打电话 跟关口先生汇报一下情况 路上那块岩石上的车漆是证据 不要让道路管理处的人运走 另外 池飞池转头对上藤井七海的视线 目光平静 那个叫竹川的男人 应该就是主导这件事的人 作为一个征信社的社长 他本来可以不用跟到渔村来的 既然他来了 说明他就是那个 想把设备运到海岸上来的人 麻烦的是 他很可能跟境外势力有勾结 啊 藤井七海 金鳄看着池飞池 静 静外势力 竹川是间谍这件事 也被看出来了吗 池飞池收回了视线 叼着香烟 垂眸看地面 之前关口一味给我看的那些照片里 有一本被烧毁的记事本 虽然被烧得看不出多少内容了 但看仅存的内容 那应该是在海岸上布置医疗设备 制造电磁推出器的计算式 上面内容是手写出来的 那些字整体过于圆润 写字方法 不太像是日本人的习惯 还有一些公式的写法 也不像是日本境内会有的 所以 应该是有境外人士 把那本笔记本给了竹川 竹川运来那些医疗设备 也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我怀疑他有可能跟境外势力有勾结 被境外势力买通了 筹谋着袭击神盾舰 制造日本海上防卫危机 或者他本身就是他国潜伏进来的间谍 这 这样啊 藤井七海听着池飞池说完 深呼吸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 只是原本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 他也需要一点时间来重新调整计划 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会很麻烦 斟酌了一下 藤井七海抬眼看着池飞池 神色认真的低声道 竹川是间谍 我和关口先生都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池飞池侧头看了看藤井七海 反应没有藤井七海想象中那么大 视线很快重新一向地面 那为什么不对他进行抓捕 只要抓住了他 应该就不用担心 有人在海岸上破坏神盾舰的公开演习了 还是说 竹川的同伙还没有锁定 答对了 藤井七海苦笑了一声 神情很快又严肃起来 拿出了手机 池先生 具体情况 我会在联系关口一位之后告诉你 我怎么样都行 池飞池无所谓地回应着 继续盯着地面抽烟 心里彻底放松下来 接下来 这些人的想法应该会是 他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让他跟着 有些事早晚也会被他发现 那再向他多透露一点 也没关系吧 计划成功 距离神盾舰出航不到20个小时 他算是把分累计够了 藤井七海 无奈看了看池飞池 用手机给关口城打电话 池先生真是 表面上怎么都行 实际上也确实随他们安排 有时候 衣服对什么都兴致缺缺的模样 就像一个进入自闭期的成年人 但是稍不注意 池先生就能悄悄撒出 180个新眼子 一个小时后 关口城 藤井七海 池飞池 在海上自卫队 若霞地方队办公大楼里碰头 关口城迎两人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招呼池飞池坐下 关上门并检查过屋里 才坐在办公桌对面 池先生 刚开口 关口城又迟疑地看向 站在池飞池身旁的 藤井七海 我来说吧 藤井七海走到办公桌侧方 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看着池飞池正色道 池先生 我重新向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藤井七海 防卫省情报保全队成员 一等海佐 这一次受命来调查竹川 有关的间谍窃密事件 海上自卫队 若霞地方队一等海卫 关口城受我指派进行调查 目前知道 竹川是间谍的人不足十人 你会知道 这件事在我们意料之外 我可以告诉你 一件本不该对外泄露的事情 竹川确实还有我们 一直没有锁定的同伙 那个同伙 窃取到了重要的机密情报 一旦我们抓捕竹川 惊动竹川 可能就会让这条线断掉 导致竹川那个同伙 改变原定计划 从别的渠道出境 到时候 竹川同伙手里那份机密情报 可能就会外流 我们必须要在他们离开境内之前 把他们都抓住 所以池先生 为了不走漏风声 我们接下来 可能会对你做出一些活动限制 关口城 尽量让语气显得和缓 轻快一些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这种限制不会持续太久 过两天就会结束了 我们原本 也想邀请你 参加这一次神盾剑公开演习 想拜托你在神盾剑上 帮忙留意一下演习情况 虽然我们也不认为 能有人制造出电影中 破坏军舰的那种电磁推出器 但演习不容有失 我们想尽量稳妥一些 邀请你上去看一看 神盾剑平时是不开放的 这一次公开演习很难得 我不会参加 不过藤井一左会去 到时候 你待在他身边就好 藤井七海 也认真的看着池飞池 如果有什么发现 我希望你可以及时告诉我 这两天就委屈你 不要离开我太远 我知道 既要你帮忙 又要限制你的活动范围 这样很过分 但是 我们要以国土安全问题为重 希望你能够理解 没关系 池飞池反应平平 我能理解 藤井七海 还是我怎么样都可以 对吧 池先生还真是好安排啊 竹川的同伙 是不是打算混上神盾剑 池飞池又问道 关口称 池先生怎么知道 藤井七海 百八十个新眼子来了 神盾剑的秘密数据 对于间谍来说 应该是很值得冒险的东西 这一次神盾剑开放给民众参观 也是窃密准难得的机会 竹川在海岸上 做出一些可能会干扰神盾剑的可疑举动 他的同伙 也很可能会对窃取神盾剑上的数据感兴趣 他们不感兴趣 他们背后的势力 也会让他们抓住这次机会 池飞池一脸平静地分析道 而你们一个人在神盾剑上 一个人留在陆地上 应该是打算由藤井一佐 在神盾剑上守护数据 找出那个神秘间谍 并进行抓捕 关口一位就留在这里 只要藤井一佐那里抓住了间谍 关口一位 就可以马上安排对竹川的抓捕 我说的对吗 藤井七海看了看一脸惊恶的关口城 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无奈叹了口气 没错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再这么下去 我都想禁止自己和别人跟你说话了 关口城忍住想点头的冲动 没错 他在认真反思 他们是不是不该跟池飞池再说话了 再说下去 老底都要被掀完 等等 他们现在好像没有多少老底可先了吧 大概的情况 池先生都已经知道了 池飞池知道 藤井七海是在夸张 现在藤井七海 应该已经过了重点防备 谨慎发言的阶段 进入了反正瞒不过他的百烂时期 如果你们介意 我也可以不说出来 就假装我什么都不知道 关口城 这叫什么话吗 藤井七海也被噎了一下 一头黑线道 如果您之后有发现 还是请您直接告诉我们吧 说着 藤井七海突然愣了愣 有了好主意 收起了调侃的心思 坐直了身 正色对池飞池道 池先生 其实神盾剑的资料 以前就有一部分 被对方拿到手了 我们怀疑神盾剑的在意人员中有内鬼 目前关口一位已经锁定了那个内鬼 因此 我们才得到消息 那个手中有神盾剑部分资料 被我们称之为X的间谍 在明天公开演习的时候 会混上神盾剑 你们也没有惊动内鬼 对吧 池飞池整理了一下头绪 也就是说 他们窃密团队 现在不知道 你们已经锁定了竹川和内鬼 并掌握了他们的动向 而你们 得知间谍X要登上神盾剑之后 决定将计就计 等着手里握有重要机密的X现身 把X也一并锁定 所以 明天演习是一个针对间谍X的 影蛇出动的圈套 差不多是这样 不过 我们不能百分百确定 X一定会登上神盾剑 目前也没有任何 关于X的情报 所以 与其说是圈套 不如说是一场 在神盾剑上展开的对决 是窃密 与情报保全的对决 腾井七海目光 惩治地看着池飞池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 明天甲板开放之后 我会找机会 观察登上神盾剑的民众 尝试着找出X 你明天也需要跟在我身边 以你的能力 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要是你觉得有人可疑 请务必告诉我 池飞池点了点头 我会尽力的 掌控节奏 加上一些引导 这些人能够向他透露的事情 很容易被划分为自己人 而且腾井七海 要到处寻找可疑的人 他跟在身旁 也可以接触不少人 有利于他收集 神盾剑在意人员的情报 算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腾井七海犹豫了一下 还是摆出了不容商量的态度 明天公开演戏活动中 神盾剑会在下午6点左右 返回港口 自现在到明天下午6点 我希望你 尽量不要跟其他人联系 包括你的恋人 你可以发一条信息 让他们安心 但是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 另外 信息发送前 我需要查看信息内容 是否存在泄密的可能 这个也没问题 池飞池 对此早有预料 见腾井七海提了 也就干脆利落地答应了下来 在腾井七海和关口城的监督下 给月水汽龟发了一条简短的信息 接下来调查不便通讯 明天晚上 我会再联络你 麻烦你顺便转告小爱和博士 不要担心 信息自UL聊天软件上发出 很快得到了月水汽龟的回复 知道了 注意安全 我们这边情况很好 你忙完了 记得联系我 在腾井七海看过信息之后 池飞池就退出了软件 把手机关机 这样就可以了吧 啊 这样就好 腾井七海没想到 池飞池能直接关掉手机 愣了一下 不过 你正说一句就关机 没关系吗 池飞池反思了一下 反问道 有哪里不对吗 我的意思是 腾井七海解释道 你这么打个招呼就消失 他不会生气吗 虽然在我的立场上 我希望你传递到外界的信息 越少越好 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多跟他说一两句 不用了 他是侦探 之前他也有监视目标 不便接电话的时候 池飞池到 所以 特殊时刻 没法接电话这种情况 他是可以理解的 提前打个招呼 不要失联太久就没关系 从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 也只是一天的时间而已 腾井七海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差点忘了 侦探也有跟踪 监视目标人物的时候 从某些角度来看 侦探跟情报人员 好像也没多大区别 当天晚上 池飞池要跟关口城 在同一个房间住一晚 考虑到关口城的住所 不比酒店近 家床也不如酒店方便 两人就回到了酒店里 找工作人员 换了一个双床房间入住 两人不便联系外界 就用不联网的 电视看了一会儿节目 讨论了一下 跟着竹川去收购海产的两个人 池飞池不认为 那两个人是间谍 根据他们去吃饭 那户人家的妻子所说 跟着竹川去村子里 收购海鲜的是两个男人 一个是司机 喜欢占小便宜 每次都要从海鲜集市上 顺走不少赠品 一个帮忙搬运的大块头 对海鲜 捕捞季节很了解 可能是某个地方的渔民 先说那个司机 如果是间谍的话 那个司机做事 应该会尽量不惹人注意 避免给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自然也不会到处占便宜 被很多渔民给记住 之后是大块头 大块头的体格 会很容易引起关注 渔民知道他对海鲜 捕捞季节很了解 说明大块头 在海鲜集市展示过自己 在这方面的知识 也不符合低调的原则 这两个人 很可能只是竹川雇佣去开车 搬东西的 竹川肯定不会对那两个人说实话 芭城还是对两人说 自己是去收购海鲜 至于送到海滩上的那些设备 竹川可以跟两人说 这是以前店里用过的设备 不能随便丢弃 要交高额的垃圾处理费 我觉得那笔钱太冤枉了 所以才想送到野外丢弃 要是竹川聪明一点 还可以跟那两个人说 省下来的垃圾处理费海 可以给你们做奖金 反正我是不想 把那么多钱交给不相干的人 那还不如给你们 你们可要帮忙保密啊 这么一来 那两个人也会自觉帮竹川保密 当然 虽然那两个人 有可能是被利用了 但关口城 还是跟京都府警的公安部 拜托一同进行间谍调查的公安警察 去调查司机和大块头 第二天早上五点 两人起床之后分开行动 关口城继续追踪竹川的下落 也要安排人手 追踪那个司机和大块头的行踪 池飞池和腾井七海 开车到了海上自卫队的航空基地 准备在航空基地登上神盾舰 神盾舰在早上五点半抵达基地靠岸 五点半到七点半会进行执勤人员更替 安全检查 航行检查等程序 在七点半前往附近的五鹤港口 到了早上八点 港口提供给民众的登舰处正式开放 民众在港口核对个人信息之后 排队登舰 一个小时内 所有人员登舰完毕 神盾舰就会自五鹤港前往若霞湾 于下午五点半返航 自卫队成员更替执勤人员的动作很迅速 在神盾舰靠岸十分钟内 基本就已经完成了检查 登上了神盾舰 池飞池跟着腾井七海到登舰处的时候 现场就只有执勤结束 准备回住所休息的自卫队成员再往外走 腾井七海换上了一等海佐的制服 比穿变装时坚毅干练得多 路上的自卫队成员看到腾井七海 纷纷指不尽力 悄悄打亮着跟在腾井七海身旁 穿着变装的池飞池 池飞池一身变装 跟走在一群穿制服的人中间 确实比较醒目 不过池飞池没有左右打亮四周的人 扫视了一眼 就把目光投向前方登舰处 一个面容沉塑的中年男人等在登舰处 身上制服属于与腾井七海 同级的一等海佐 等腾井七海走到近前时 主动上前两步 伸手跟腾井七海握了一下 腾井一佐 你们来了 历史舰长 真是不好意思 还要麻烦你 特地来接我们 腾井七海 神情跟中年男人一样严肃 跟中年男人握手后 向中年男人介绍池飞池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的池飞池先生 有关于他的具体情况 我已经在路上跟你说过了 事情发展 跟我们原先的预估有些出入 不过我想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以他之前表现出的能力 说不定也能在其他地方 帮上我们的忙 说完 腾井七海又转头 看着池飞池 介绍起中年男人来 池先生 这位是历史一等海佐 也是神盾舰的舰长 他是知道你那个身份的第四人 应该也是最后一人 邀请你登舰帮忙 也是我们商量之后的结果 考虑到神盾舰内部出过内轨 现在不确定 是否所有人都可信 所以他会协助我隐瞒身份 也会隐瞒我的调查任务 登舰之后 你跟随我行动 如果出了意外 我们两个失去联系 你要尽快找到他 他是值得信任的人 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你好 我是池飞池 你好 我是历史游记夫 两人握了握手 历史游记夫神色放得和缓了一些 直视着池飞池 眼里也带上一丝笑意 不用太紧张 神盾舰上有很多信得过的自卫队成员 不可能让人在我们的军舰上 干掉我们的情报官 情报官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干掉的 藤井七海忍不住说了一句 神情也放轻松下来 对池飞池道 我们去检查随身物品 之后就登舰吧 要是你觉得 跟着我观察人比较辛苦 可以跟我说一声 我会带你找历史一座 随后 藤井七海 又向历史游记夫低声解释道 池先生之前因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 住院治疗过 之后病情好转 平时情绪很稳定 不过医生说过 他需要注意精神压力 压力不能太大 所以 如果他感觉身体不适 我会带他来找你 希望到时候 你能够给他安排合适的地方休息 历史游记夫有些惊讶 想到是他们找池飞池来帮忙盯着 就觉得怎么也不能让人累坏了 当即点头保证道 没问题 可开放区域有休息室 到时候 我可以安排池先生去休息 池飞池走向随身物品检查处 又回头道 对了 还有我让藤井一座提到的宠物蛇 飞池从池飞池衣领下 搜一下钻出来 支起脖子 看着历史游记夫 检查处的自卫队成员 被某条活蛇吓了一跳 很快冷静下来 打量着飞池 这条蛇还挺可爱的 很神奇 就算冷血动物满身灵甲 会给它们带来一丝威胁感 但它们 也能从这条蛇身上 感觉到可爱 历史游记夫 看着飞池的源头黑豆眼 也觉得某条活蛇有点呆萌 笑着点了点头 对检查处的自卫队成员嘱咐道 这条蛇 也算是今天公开演习的观众 检查一下 就让他跟着主人一起登舰吧 检查处的自卫队成员 给活蛇做登舰检查 他们还是第一次呢 池飞池在路上 就听藤井七海说过 能带的 不能带的东西 把手机留给了检查处的人 集中保管 跟普通民众不同的是 池飞池跟着藤井七海 有可能会遇到间谍 不排除会跟间谍对峙 所以 池飞池身上的药物 巧克力 小型氧气瓶 压缩充气垫 匕首等物 经过检查 确认里面没有毒物 微型相机 以及传信装置之后 都被允许带上神盾剑 到了飞池 池飞池掰开飞池的嘴 给检查的人看了看 有人用探测仪器 在飞池身上晃一晃 确定飞池体内 没有金属物之后 飞池就得到了通行许可 藤井七海 也接受了随身物品检查 随身带了配枪 不过身上没有池飞池 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很快就通过了检查 历史游记夫 带两人到了剑桥航行指挥处 向池飞池展示了航行路线 还给池飞池找了一本 会交给参观民众的 神盾剑参观指导手册 藤井七海 把池飞池丢给历史游记夫照看 自己到舰长办公室等地方检查 池飞池留在航行指挥处 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安静看完了指导手册上的参观说明 又研究起了航行路线 在他登上神盾剑的时候 他的邻足隐藏任务 就已经开始了 神盾剑上的在意人员很多 他不可能全部观察一遍 相比其可能待几年 就退役的普通自卫队成员 收集自卫官的情报 明显更有价值 之前他做了那么多准备 现在终于混进了 外人禁止入内的航行指挥处 接触的都是神盾剑上的自卫官 当然要抓紧时间收集情报了 收集情报 也不必一直盯着这些人看 那样会显得他行迹可疑 他可以用以听为主的办法 来达成目的 这些人的姓氏 植物都在对话中被叫出来了 声音声色 有无口音 也可以是一条信息 如果有口音 或者有独特的说话习惯 还可以判断对方的家乡是哪里 然后是说话内容 习惯的表达方式 语速 声音是否洪亮 虽然大部分人说话 都习惯说的 洪亮坚定不拖沓 但人与人也是不同的 这些区别 可以用来揣摩一个人的性格特色 有点可惜 这些人都在忙着工作 说的都是工作上的事 没有人说闲话 不然他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早上八点 神盾舰抵达武鹤港口 有登舰资格的民众 开始登舰 藤井七海 回到了舰桥航行指挥处 看到室内其他人忙忙碌碌 池飞池安静 坐在窗前看地图 计算航线 有种拼图嵌入错误的怪异感觉 愣了一下 走到池飞池身旁 低头看着池飞池 在地图上画出的线条 情况怎么样 在藤井七海回来时 历史游记夫 也走到了两人身旁 同样低头看着桌上那张 讲话短说 神盾舰进入若霞湾之前 会途径海上保安学校 白山与港等区域 距离不算太远 当然 这些地方平时有人来来往往 不会让人把可疑设备放在那里 所以 这些地方是不会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 神盾舰这一次的航行路线 比较靠近西侧海岸 就路线来说 基本是顺着发现可疑设备的海岸前行 池飞池用笔指着左侧 那一条航行路线 抬眼看向历史游记夫 如果对方真做出电磁推注器 这样的出航路线 就是让神盾舰暴露在对方的武器 打击范围内 舰长是故意选择西航线的 对吗 藤井七海 立刻朝历史游记夫 投去询问的目光 故意选择一条 全程暴露在对方武器 打击范围内的路线 为什么 没错 我是故意的 历史游记夫肯定着 转头看了看四周 见其他人都在忙碌 没人靠近三人身边 才注视着池飞池 正色道 坦白说 邀请池先生登舰 是想让心里安稳一些 但并不代表我有多担心 军舰会被海岸上的武器打击 我相信池先生 和众多物理学家的判断 相信目前还没有人 做出那样稳定的电磁推注器 所以 我认为 西航线会是安全的 M 池飞迟早才到了 立石游记夫的打算 并没有对立石游记夫的 信心感到意外 你怀疑对方把设备 放在海岸上 真正的目的 不是制造电磁推注器 而是想恐吓你这个舰长 让你在这次公开演习中 选择远离海岸的东航线 对吗 藤井七海 在立石游记夫自信回答时 也想明白了 看着立石游记夫轻声道 所以舰长 才故意选择西航线 没错 对方在海岸上放那些东西 很可能是在逼迫我 为了稳妥而选择东航线 东航线上 有可能布置了圈套 比如在海域中 抛下了爆破武器 我们不能让对方得逞 立石游记夫神情严肃道 选择西航线 唯一的问题就是 离海岸比较近 需要承担被电磁 推注武器打击的风险 可是那样的武器 存在概率很低 舰上还有防御装置 这么看来 选择西航线 才是最安全的 如果对方猜到 你会这么想呢 池飞池看着立石游记夫 反问道 他有点好奇 假设对方预判了 立石游记夫的预判 也选择在西航线上 做手脚 立石游记夫会怎么想 怎么做 立石游记夫愣了愣 不是那种动静小 速度快 让我们来不及 张开防御网的电磁武器 神盾剑都能在 攻击接近时探测出来 并根据情况 选用不同方案 来清除危险 而事实上 对方也不太可能 有那样的武器 不然也不用这么试探我们 就算他们有准备 最多也只是用 漂流物炸弹 深海爆破武器等方式 尝试攻击神盾剑 这些攻击 神盾剑都有可能拦截下来 所以 舰长的选择很明智 池飞池在心里 评估了一下 历史游济剑的能力 把地图放到了一旁 提醒道 另外 比起防备海岸上的打击武器 我认为这次出航 真正该防备的是 海上武器 可能是对方没有能力 给神盾剑造成损伤 但是他们 可以制造动乱 舰长 我赞同池先生的观点 并且希望你提高 海面警戒等级 相对的 可以适当降低 对海岸的关注 腾井七海 指示着历史游济剑 目光认真道 要是我们把太多精力 放在海岸上 对方却在海面上 制造动乱 我们可能会反应不及 或者手忙脚乱 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会影响民众 对海上自卫队的看法 历史游济副考虑了一下 神色沉塑地点了点头 转头跟副舰长沟通 调整了警戒方案 腾井七海 等着历史游济副 把事情交代好 才出声道 舰长 我刚才简单看了 几处记要种地 没有发现异常 现在获得参观资格的人 都已经登上神盾舰 我申请查看公开区域的监控 观察有无可疑人物 历史游济副点了点头 转身带路去监控区 跟我来吧 我带你们去监控区 腾井七海对池飞池发出邀请 池先生也跟我们去看看吧 要是你有什么发现 请及时告诉我们 监控区就在航行指挥处旁边 有自卫队成员盯着监控 历史游济副带路到了监控区 站在工作的自卫队成员后方 给腾井七海 池飞池介绍了那些 有监控的公开区域 一块块监控分屏上 舰上各处公开区域的情况 都会实时显示出来 时间是早上8点28分 距离登舰处开放不到半个小时 获得登舰资格的民众们 已经完成了全员登舰 要么在公开区域看风景 要么在可以拍照的区域 用相机和同伴合影 到了早上8点40分 海上自卫队队员 才开始组织民众 进入舰内的一间会议室 安排民众一排排坐好 发放神盾舰参观指导手册 而且还把每一张面孔都看了一遍 留意了每个人的举动 随后朝历史优积夫轻轻摇头 我暂时没发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目标 持飞持剑两人看向自己 回应道 我也是一样 这样啊 如果X已经登上了神盾舰 一定会努力隐藏在普通民众中 不会那么容易暴露 X想做点什么 也会去没有监控的区域 我们一时看不出异常也不奇怪 历史优积夫表示理解 又道 总之 这里会有人继续盯住 只要发现有人做出异常举动 他们就会及时告诉我 你们也可以随时过来这里看监控 多谢舰长 腾井七海看着监控画面中的会议室 毛利小五郎吗 没错 那个大名鼎鼎的名侦探毛利小五郎 也得到了邀请码 还抽到了登鉴资格 还带了两个高中女生 和四个小孩子 历史优积夫看了看监控中的毛利小五郎一行人 转头对持飞持道 对了 那位名侦探 好像还是持先生的老师 没错 他是我的老师 持飞持看着监控中说笑的毛利一行人 简单叠两人介绍了一下 长发的女高中生是他女儿 短发女高中生是他女儿的同学 那四个孩子里面 戴眼镜的男孩站住在他家里 其他三个孩子 是那个男孩的同学 都是我认识的人 原来如此 腾井七海犹豫了一下 还是态度坚定地对持飞持道 可能你很想去跟毛利先生他们打声招呼 但是我坚持之前的计划 希望你能够跟着我 不 你想错了 持飞时想也不想到 我不想去打招呼 历史由济夫 投以关注目光 难道名侦探毛利小五郎 和徒弟关系不合吗 喂 为什么 腾井七海跟持飞迟熟一点 惊讶地直接问了 你跟毛利明侦探之间的 师徒关系不好吗 我们师徒关系很好 持飞是收回看监控的视线 但是之前他们邀请我 填写申请登鉴资料时 我说过 我要参加科技产品发布会 因此拒绝了他们 现在我过去打招呼 还要跟他们解释我 为什么会登鉴 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被小孩子缠住走不了 腾井七海失笑 看来你跟那些孩子的关系很不错 他们也是我妹妹的同学 持飞迟很想提醒两人 别小看熊孩子 尤其是某个眼镜男孩 但想到提醒之后 要伴随着解释 突然就懒得说了 毕竟只是些小孩子 他提前做出提醒 两人大概也不会太重视 还是让两人亲自感受一下比较好 他也能在旁边看得乐子 上午九点 神盾舰正式出航 神盾舰的航海长 三等海卓锦上文中 负责接待登鉴民众 到了会议室 向登鉴民众表示了欢迎和感谢 又介绍起今日活动安排 在神盾舰上活动的注意事项 介绍完毕 锦上文中又带人安排了下一步活动 带领登鉴民众到神盾舰的战情中心 展示对空作战演习 战情中心简称CIC 是机密重地 不是公开监控区域 在剑桥航监控区 没办法看到战情中心的情况 历史游记夫也没有一直待在监控区 早早就回到了剑桥航行指挥处坐镇 关注全局情况 对空作战演习快结束时 剑桥处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警报声 同时 战情中心那边指挥者的声音也传了出来 这里是CIC 侦测到Alpha目标 方位5度 距离8000 历史游记夫脸色一变 居然侦测到Alpha目标 藤井七海神色沉重 向历史游记夫投去交流的目光 舰掌 Alpha目标就是体积足够大 会自主前行 有可能会对神盾舰安全 产生威胁的目标 他们之前就在防备敌人 使用海上漂流炸弹 这类武器破坏演习 难道真的遇上了吗 历史游记夫稳住心神 拿起通讯设备上的对讲机 声音晨缓清晰地对那边下达指令 这里是历史舰长 各个雷达开始进行锁敌 我将前往CIC 藤井七海等历史游记夫把对讲机放回去 出声道 我跟舰长一起去看看 历史游记夫点了点头 转身往外走的同时 对指挥处的其他人下了新指示 我将前往CIC 即刻开始 舰桥改由副舰长指挥 池飞池美等藤井七海相邀 主动跟了上去 他知道间谍事件 进出过神盾舰机密重地 已经知道了不少 目前还需保密的事情 包括藤井七海的真实职务 那也是连副舰长都不知情 他却已经知道的事情 不管藤井七海 历史游记夫对他印象如何 他知道的是 关系到军事机密 两个人都会谨慎再谨慎 他又不是什么想窃密的间谍 这种时候 还是别做出可疑的举动比较好 那样大家都能省心一点 去战情中心的路上 藤井七海也想到 池飞池会跟熟人碰面 跟池飞池商量着新计划 池先生一会儿见到毛利先生 是不是能趁机 跟他们接触 混进登鉴民众中 近距离观察里面 有无可疑人物呢 我觉得 大家应该会对我这个 没有跟其他人登鉴 不穿军服 却能跟自卫官 混在一起的人感兴趣 不仅毛利老师和那些孩子们 会问得没完 其他人也会格外注意我 让我混进民众中 很可能不会为调查 带来什么帮助 X会防备我 我又会被其他人 其他事消磨掉不少精力 这么说也对 我甚至觉得 我不该这么早 跟毛利老师他们见面 可是 用这个怎么样 见藤井七海犹豫 历史优济夫 拿出两个小型对讲机 一个交给池飞池 一个交给了藤井七海 我跟藤井一左进到CIC 池先生不用跟进去 留在外面走廊上 你们用这两个小型对讲机 保持联系 这样就可以避免 池先生被毛利先生那些人注意到 只要时刻保持通讯 就能保证 你们知道对方在哪里 在做什么 藤井一左 不用担心池先生 把秘密告诉别人 池先生也能听到CIC的情况 如果池先生一会儿 在走廊上 发现什么可疑人物 或是想到什么关键 也可以及时告知藤井一左 藤井七海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池飞池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两人调试了对讲机的通讯频道 又设置了加密通话 保证只有两人手里的两台对讲机 能够接入通讯频道 确认过对讲机通讯状况良好 池飞池就在走廊上 跟藤井七海 历史游记幅分开 躲到旁边的岔岛间 战情中心气氛凝重 不断有人汇报情况 下达指令 Alpha目标方位50度 距离7500 了解 为目标临时转向变速的可能 做好准备 预防目标可能发动攻击 生物 自然物体 可能性为零 敌我识别信号 没有反应 是不属于友军的潜水物体 启动Nixie 船舰停止于当前位置 登舰民众站在CIC入口处 不被允许进入乱看 觉得这是演习的一环 并没有担心 只是受沉重气氛感染 大部分人目不转睛 盯着看的时候 还是放轻了呼吸 毛利小五郎兴奋感慨 这场戏变得真实起来了呀 毛利兰忍不住出声赞同 是啊 感觉好有魄力呀 带队的锦上文中知道 这不是演习的一环 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看了看小声议论起来的民众 没有说出真相 柯南发现 神盾剑真的停下来了 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对劲 也没有出声参与讨论 发光信号弹准备 信号弹发射 即将显示于第三屏幕 屏幕上显示出 发光信号弹升空的画面 看得圆太 不美 光燕三的孩子激动鼓掌 真是太酷了 好厉害啊 小孩子后方 不明真相的其他人 也纷纷鼓掌 完全把这当成了一场 精彩的演习 晾成这样 应该是真的吧 林木原子出声调侃 毛利兰也把这一切 当成了演戏 笑着回道 怎么可能 全体准备对前战斗 历史游记夫 自登舰群众身后走进门 对颈上文中立声道 红色警戒 颈上文中神色疑速 遵命 长官 历史游记夫 加快脚步走上前 请求即刻进行数据确认 立刻通报剑桥 腾颈七海 跟在历史游记夫身后 拿起对讲机低声说话 Alpha目标在不断接近 接下来可能会紧急回避 转向航行 站稳 注意安全 OK 外面走廊插道中 池飞驰靠着墙壁 用对讲机做了回应 下一秒 神盾剑紧急转向 脚下能够感觉到 不平稳的晃动 登见民众感觉 这一切真实的有些过头 也纷纷开始不安 腾颈七海 站在历史游记夫身后 转头看了看议论纷纷 脸上 有惊慌神情的人们 轻呼一口气 低声用对讲机问道 你在外面有看到 可疑的人吗 没有 放心 我会继续盯着 池飞驰待在走廊间 听着那边 有人喊着发射对潜鱼雷 有人喊着航行方向 左转20度 突然有点遗憾 自己没能到甲板上 看炸弹鱼 对前闪光鱼雷发射出去了 对讲机那边 传出腾颈七海的声音 接下来 爆炸冲击推动的海水 会冲击船舰 船舰会晃得更厉害 找个靠墙的地方 站稳 我就在墙边 随后 剑身再次晃动 而且比之前晃得更厉害 池飞驰有腾颈七海的提醒 又一直靠墙站着 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对讲机那边的说话声 没有之前那么高昂 稀稀素素的有些听不清 过了片刻 腾颈七海才轻声道 警戒解除 不是潜艇 而是一艘废弃船 雷达探测船上 未搭载爆裂物 现在船舰即将返回 公开演习航线 形势已经平稳了 应该会带民众参观 舰手甲板 让他们进行参观 我要过去看看 先会合 池飞驰轻声回道 红色警戒解除 登舰民众以为自己 只看了一场精彩演习 再次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警上文中松了口气 若无其事地宣布 作战演习结束 组织民众前往 舰手甲板上参观 登舰民众自由活动的 公开区域 与舰桥航行指挥处 在相反方向 民众离开时 也是自持飞驰 所在走廊的另一边离开 双方并未撞上 待民众离开之后 腾井七海才跟着 历史游记夫 离开CIC 到走廊插道口 找池飞驰会合 跟池飞驰走 另一条路到甲板上 神盾舰回归公开演习航线 稳稳当当地行驶在海面上 登舰民众穿上了旧生衣 到了甲板上 天气多云 甲板上晴朗却不炎热 海风清凉宜人 听说可以拍照 可以找自卫观合影 年纪大的人 纷纷拿上相机四下合影 小孩子倒是目标明确 一点时间都不愿耽搁地跑到炮台旁 这个大炮好壮观啊 近看之下 感觉更雄伟了眼 获得登舰资格的 不止柯南 元泰 不美 光艳 也有五六个小孩子 被各自的家长带来参观 高兴地围着炮台拍照 柯南 我们也过去拍照吧 不美高兴地招呼柯南 好 柯南应了一声 注意到了栏杆前的小男孩 男孩也是七八岁的年纪 背对大家 站在栏杆前看着大海 似乎对炮台一点都不感兴趣 他记得之前在CIC 这个男孩是一个人 神盾间受到海水冲击时 这个男孩还摔倒在地 旁边也没有家长照看 现在男孩身旁站着一个戴着眼镜 身材瘦高的中年男人 看上去丝丝纹纹的 似乎打算牵男孩离开 难道这就是男孩的家长吗 把小孩子一个人丢在CIC 小孩子摔倒了 都没人管 这个男人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真的没问题吗 勇气 我们该走了 男人声音温和地跟男孩说话 朝男孩伸手 来 牵好爸爸的手 柯南看着男人牵上男孩离开 连忙追了上去 那个 你叫勇气 是吗 两人停了下来 男人松开了勇气的手 转头看着跑到旁边的柯南 名字叫勇气的小男孩 精神有些违靡 不像其他孩子一样 兴高采烈 面对柯南的热情 也只是轻轻嗡了一声 太好了 柯南假装天真的感慨 你终于找到你爸爸了呀 男人俯身看着柯南 与其温和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小弟弟 因为刚才船 晃得很厉害的时候 勇气的爸爸不在 对吧 柯南仰头看着男人 所以我当时好担心呢 啊 当时我刚好去厕所了 男人直起了身 笑着解释 原来是这样 柯南见勇气 脸上似乎写满了心事 越发觉得古怪 打量着勇气 声音像小孩子一样稚气 目光却有着不服年龄的探究 所以 你当时才会落单一个人啊 勇气被打量的心里不安 低下头没有回应 男人又朝勇气伸出手 好了 我们到那边看看去吧 勇气 柯南目送男人 牵勇气离开 没有再追上去 不对 就算是去了洗手间 也应该感受到了 那次的剧烈晃动 可是这个父亲 在CIC作战演习结束之后 一直到现在的 甲板自由活动前 都不见踪影 真的很古怪 你这小子 毛利小五郎 一把拎起柯南 一脸不满地殉道 我叫你别在甲板上乱跑 在柯南刚才走神之际 毛利兰 林牧原子 和三个孩子 也找到了旁边 真是的 毛利兰也无奈埋怨道 我才一不注意 你怎么就跑得找不到人了呢 对 对不起了 柯南老老实实地道歉认错 这才注意到 腾井七海这个女性自卫官 在毛利兰身后走过 有些惊讶 海上自卫队里 女性自卫官的人数很少 一般都在宣布部 一般不会出现在神盾舰这样的在意军舰上吧 而且 看这位女性自卫官的制服 军衔居然跟舰长是同一级别的 林牧原子见柯南呆呆走神 不满问道 我说柯南 你真的有在反省吗 腾井七海 原本在四下张望 观察着甲板上的人 听到林牧原子的声音 转头朝声音来源看了过去 这么一看 视线就跟柯南对上了 这是池先生认识的 啊 好厉害 柯南患上激动表情 伸手指着腾井七海 同音卖萌 是女性自卫官业 腾井七海 刚才对上那一眼 他心里是不是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毛利小五郎 抬头看到腾井七海 眼睛一下子亮了 手一松 把柯南放了下来 柯南趁机往前跑了两步 出声怂恿其他人 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就请他一起拍张照片吧 光严 不美 袁泰积极回应 立刻围上了腾井七海 真的耶 姐姐 你好漂亮啊 请跟我们拍一张照片吧 柯南 跑到腾井七海身前 摆出礼貌董事的模样 自卫官姐姐 可以跟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吗 腾井七海 低头看着柯南 一阵为难 拍 拍照啊 情报保全队的主要工作 虽然是防止情报泄露 但是有时候 也要收集情报 调查可疑人物 作为情报人员 他平时留下的个人照片都很少 更别说跟人合影 把自己的相貌留在别人的照片里 但是 他身份不能暴露 接下来还要在甲板上观察登见民众 面对小孩子童真的邀请 他不应该用我不方便这种冷硬的态度拒绝 要不 答应下来 等事情结束之后 再让池先生帮忙沟通一下 让这些人把他的照片删了 真漂亮啊 名侦探与美女自卫官 这个组合很好 毛利小五郎也积极凑上钱 几乎凑到了腾井七海脸前 目光深沉地注视腾井七海 这位小姐 不 这位神圣的女性自卫官 还请原谅这些小鬼 对你做出的失礼行为 腾井七海 先是被毛利小五郎 突然凑近 吓得脸色微变 看着毛利小五郎 这副压抑激动 努力扮演绅士的模样 呆了一下 神色渐渐变得古怪起来 跟池先生完全是两种性格啊 爸爸 你克制一点 毛利兰不满提醒 你少啰嗦 毛利小五郎回头跟毛利兰说着话 退了一步 总算是拉开了跟腾井七海之间的距离 我正要邀请他 跟我们一起合影啊 毛利兰不买账 邀请的话 也不要贴得这么近啊 柯南看着腾井七海右手里 拿着的对讲机 想起在CIC演习的时候 腾井七海 似乎就跟着舰长到了CIC 那个时候 这位女性自卫官 是不是也在用对讲机说话 当时气氛紧张 他没怎么注意 这位女性自卫官 隐约看到了一点影子 由于光线昏暗 他也以为是CIC的自卫官 在联络剑桥 现在对方一直用手拿着对讲机 他越回想越觉得 对方当时用的 应该是无线对讲 当时那个Alpha目标 牵扯了神盾舰上 这些自卫官的注意力 联络基本都集中在舰桥 CIC两个地方 用指定设备联络更安全 更合规 这种情况下 这位女性自卫官 还用无线对讲 联系其他人 说明对方 很可能不在各指挥处 和舰长评级的女性自卫官 跟在舰长身边 还用无线对讲 联系其他人 虽然舰长似乎也默认这种行为 但是 很古怪 到底有什么事情 需要让一个舰长 同级的自卫官 在那种时候 联络指挥处以外的人 难道当时还有什么 和Alpha目标一样 值得注意的事情吗 等等 这个对讲机 现在似乎也 柯南走进藤井七海右手旁边 看到对讲机上 米粒大小的 提示灯亮着微弱的绿光 想到对讲机 可能还在运作 心里觉得惊讶 打亮着那个 悄无声息的 无线对讲机 突然凑上前 对准了对讲机的传声孔 大声喊话 啊 这是无线对讲机吧 藤井七海 被柯南的动作吓到 想到自己和池飞池 一直用对讲机 保持联络畅通 脸色大变 迅速被过手 把对讲机藏在了身后 不知道池先生那边 有没有被吓到 不过 池先生跟这些人关系不错 应该能有所预料 预料这种事 还是太难了 希望池先生心脏还好 毛利小五郎 都被柯南吓到了 气得咬牙切齿 伸手朝柯南抓去 小鬼 你一惊一乍地做什么呢 柯南连忙往旁边一躲 语气无辜又委屈地喊道 我只是看到自卫官姐姐 还拿着对讲机 想让你们看一看了 毛利小五郎 伸手抓了个空 火气还是没有消下去 朝柯南再次伸手 一个对讲机而已 有什么好看的 柯南敏捷地往旁边躲 趁机看了一下 藤井七海被在身后 用手指悄悄调试 对讲机音量的右手 在心里反驳毛利小五郎 当然有好看的了 这位女性自卫官手里的 无线对讲机一直都在连通状态 本人也很在意他 突然对着对讲机喊话的举动 是担心 太影响那边的人做某项工作吗 爸爸 柯南只是见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激动过头 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 毛利兰劝着毛利小五郎消气 说着说着 自己先气了起来 你也会因为激动 而做出一些夸张的举动啊 就像刚才那样 突然凑近这位女性自卫官 毛利小五郎心虚 没有再伸手去抓柯南 挠头站直了身 那怎么能一样呢 柯南决定把拍照的事先搞定 转头找光燕要相机 光燕 数码相机借我一下 从光燕那里拿到了相机 柯南就跑开了一些 招呼其他人站好 好了 大家站得近一点吧 我要拍照了 等 等一下 腾井七海急忙拒绝 我不太方便拍照 当然可以拍照了 柯南故意用小孩子 置气的声音说话 转头看了看四周 跟民众合影的自卫官们 不然你看 腾井七海 不便说出自己身份不同 见周围到处是配合着 民众合影的人只能强颜欢笑 也对 他好了 不美高兴地跑到腾井七海身旁 我站这里 袁太和光燕跑到另一边 那我们站这边 腾井七海决定 事后找池飞驰帮忙 也没有抗拒 等着其他人往自己身边靠拢 看着镜头 尽量让自己轻松自然一点 被迫微笑营业 难怪池先生 不想来跟这些人打招呼 真的容易惹上麻烦 现在的他 比任何时候都能理解池先生 在腾井七海 被柯南一行人纠缠时 池飞驰站在通往舱室的通道口 侧身背靠着墙 静静看着外面热闹的甲板 早在柯南对准腾井七海 那个对讲机喊话前三分钟 池飞驰就已经把对讲机声音 调到了最小 因为他看到了有趣的人在靠近 勇气 那个男孩是什么人 戴着眼镜 看上去思思文文的中年男人 牵着小孩 慢慢往通道口走着 与其温和地问道 是你之前就认识的朋友吗 叫勇气的小男孩 脸色白了白 一张稚气的脸紧绷着 否认道 才 才不是朋友 中年男人准备把孩子带回室内 没有注意到 通道口有人靠在墙边 低头微笑看到男孩 真的吗 嗯 勇气紧张地咽了咽唾沫 鼓起勇气 抬眼看着男人 解释道 刚才船舰晃动的时候 我摔倒了 他当时就在旁边 伸手扶了我一下 原来是这样 我相信勇气不是一个会撒谎的孩子 当然 也不是一个会惹麻烦的孩子 男人正准备威胁两句 看小男孩的目光 刚变得锐利起来 突然察觉到 前方不远处有人 往前慢走的脚步停了下来 收敛了眼里的凶狠 抬头看了出去 前方通到门口 一个身形修长的年轻男人 靠墙站着 正盯着他们看 在这个室内室外的焦点处 光与影的分界线 也倾斜着留在了年轻男人身上 留在了年轻男人身后的墙壁上 年轻男人的长裤与鞋子 笼罩在阳光里 穿着黑白两色冲锋衣的上身 头部则隐在阴凉的阴影中 在他看过去时 对方黑发下的双眼 依旧注视着他 瞳孔子意深沉 似乎在想些什么 似乎又什么都没想 勇气见男人突入地停下脚步 疑惑地抬头看了看男人 又顺着男人的视线 看向通道口的池飞池 一秒 两秒 三秒 池飞池直视着男人 看着对方面部情绪 从惊讶 防备到不自在 心里默默报数 被陌生人持续注视的时候 人们通常会有隐私被窥探 个人空间被入侵的不是感觉 他想看看这个间谍的心理素质怎么样 没错 他记得这个剧场版的剧情 这个男人就是腾井七海要找的间谍 登剑前在洗手间打晕了勇气的父亲 再用勇气父亲的生命安全 来威胁勇气 假装成勇气的父亲 带着勇气登上了神盾剑 带着小孩子的人 确实不容易被怀疑 对视第六秒的时候 男人垂眸主动避开了持飞驰的视线 抬手推了推眼镜 持飞驰也没有再盯着男人的眼睛 视线吓一到男人的喉部 一般来说 人应该紧张 顶不住压力 而挪开视线时 通常会伴随着吞咽动作 而这个间谍 仅仅是垂眸回避视线 并没有吞咽动作 大概只是觉得 这么对视太奇怪 不想被怀疑 才会假装顶不住 主动离开视线 这个间谍的心理素质很不错 感觉很耐折腾 趁着对方身份还没有识破 他先用来打发打发时间吧 持飞驰视线继续下移 看向男人身旁疑惑又不安的男孩 出声问道 你叫勇气吗 男人扶眼镜的时候 心里也在琢磨着 该避开眼前古怪的男人 还是该主动打个招呼 说什么话会比较好 现在听到持飞驰主动问话 心里悄悄松了口气 又再次绷紧了神经 看向自己牵着的勇气 担心勇气说出真相 从登剑开始 他就注意过 获得登剑资格的民众 每一个人他都观察过 眼前年轻男人身高 样貌都出众 同色 气质十分特殊 要是对方在人群中 他一定会有印象的 但他并没有在人群中看到过对方 对方既不属于参观民众组 也没有穿着海军服 不像是海上自卫队的成员 就像突然出现在神盾舰上的幽灵 不知是什么时候登上了神盾舰 不知在这里站了多久 不知看到了 听到了多少 刚才有海上自卫队成员路过附近 也转头看了一下他们这一边 却好像没有看到对方似的 看了看他和勇气就离开了 如果不是他相信科学 他一定会觉得这个男人 就是神盾舰上的幽灵 不过 幽灵是不可能存在的事物 这个年轻男人 恐怕是特殊情报人员 出现在神盾舰上 很可能就是为了抓他这个间谍 嗯 勇气没有大人那么多的想法 受刚才沉闷的气氛影响 觉得池飞池也是怪人 抬头看了池飞池一眼 就迅速低下头 回应的声音也弱弱的 池飞池没有捉弄 柔弱小孩的兴趣 见勇气紧张 就没有再继续跟勇气搭话 抬眼看向男人 你们不打算在甲板上偷偷气吗 啊 男人放下了扶眼镜的手 假装自己迟钝的 没有受刚才气氛影响 脸上露出微笑 是啊 我准备带他去室内休息一下 这孩子身体不舒服吗 池飞池又看了看勇气 感觉他没什么精神 应该是运船吧 男人低头看着勇气 演出了无奈又心疼的表情 我们家不怎么搭船出海 以前他也有过运船的迹象 在船上待一会儿 很快就能缓解 没想到这次会这么严重 池飞池动身离开墙壁前 伸手经外套口袋摸了摸 拿出了两颗独立包装的硬糖 到了勇气身前 蹲下身 把手掌中的糖果递向勇气 要不要吃糖果 薄荷味和柠檬味 对运船应该会有一点帮助 勇气看了看池飞池平静的脸色 没有伸手 仰头去看男人的反应 男人有些犹豫 这怎么好意思呢 没关系 只是两颗糖而已 池飞池到 这样 那你就收下吧 勇气 男人不想让勇气拿池飞池的任何东西 看两颗糖 都担心里面有窃听器 定位器 但面上 还是得露出欣然接受的模样 要跟大哥哥说谢谢哦 勇气这才伸手 拿了池飞池掌心的两颗糖 想到自己接受了池飞池善意的馈赠 突然觉得 池飞池刚才直勾勾盯着他们的举动 也不是那么可怕了 原本紧绷的脸色缓和了许多 谢谢大哥哥 还有 薄荷油 石飞石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小号塑料瓶 打开盖子 又抬头看向男人 出声问道 他对天然薄荷之类的东西 不过敏吧 不 男人脑子里快速思索着应对方案 低头看着勇气 露出为难的模样 我工作忙 很多时候是他母亲在照顾他 小孩子有无特殊过敏源这种信息 他怎么会知道 如果他说不过敏 对方给这孩子用了薄荷油 导致这孩子出现过敏症状 他是冒牌父亲的事就暴露了 一定会被海上自卫队抓起来的 最好的回答 当然是说他过敏 你别给他用薄荷油 但对方行为古怪 他又怕对方已经怀疑上他 到时候不顾小孩子的情况 把薄荷油用上小孩子身上来 检验他是否说慌 如果他说会过敏 但这孩子身上没有出现过敏症状 他一样会暴露 这家伙怎么这么麻烦 我对薄荷不过敏 勇气突然果决出声 神色紧绷 没有抬头 去看男人的脸色 直直看向池飞池的眼睛 试着发出求助信号 但是我不能喝牛奶 妈妈从来不给我喝牛奶 男人觉得 勇气话太多了 本能地警觉起来 握住勇气手掌的左手 稍稍用力 警告勇气不要乱来 勇气心里一慌 又低头回避了池飞池的视线 小声地顺着男人 之前的话说下去 他还说 爸爸平时忙 我要听话 男人见池飞池 用左手食指沾平口的薄荷油 似乎没有起疑 心里松了口气 笑着道 这孩子平时很懂事 一直很体谅我 所以这一次 我特地请假带他来玩 想要补偿他 池飞池用食指 在勇气两侧太阳穴上 分别轻按了一下 把薄荷油流在勇气太阳穴上 神色如常道 有你这样的父亲 真是勇气的福气 男人 这话明明是夸赞 人家语气也很正常 但他就是觉得 哪里怪怪的 可能是因为他觉得 这个男人是个威胁吧 所以 不管对方说什么 他都会觉得不舒服 勇气说 到底只是小孩子 太阳穴被池飞池点了 两滴薄荷油之后 很快就感觉精神振奋 好奇地想要伸手碰太阳穴 暂时别用手碰 池飞池出声 阻止勇气的动作 见勇气乖乖停下 拧好瓶盖站起身 把薄荷油瓶子装进口袋 看着勇气道 现在有点凉 可能会让你不舒服 再忍耐一下 很快就会好了 到时候你就有精力 跟其他孩子一起玩了 一个真正的七八岁孩子 应该听不懂他再忍耐一下 可以试着 去找其他孩子玩的暗示 不过没听懂也是好事 正常孩子都不会是 间谍的对手 如果勇气听得懂 搞不好会被这个男人 发现异常 从而导致剧情 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现在他想抓间谍 X也能抓 只是他还想再观察一下 神盾舰上 几个高级军官的性格特征 那就只能让剧情 再往后走一走了 我没有觉得不舒服 勇气没有听懂 池飞池的暗示 乖乖忍住了用手 去碰太阳穴的冲动 看池飞池的双眼 倒是比之前亮了不少 感觉浑身比之前有力量了 大哥哥就像魔法师一样 滴滴 池飞池暂时 放进口袋里的对讲机 被断开重帘 发出了滴滴响的提示音 以后坐船 可以带上薄荷油 对付运船时 恶心反胃的症状很有用 池飞池从口袋里 拿出对讲机 调试着 动身往另一个通道口走去 如果有需要 你们可以随时找我 或者船上的自卫官 我会的 谢谢 男人转头目送着池飞池离开 看着池飞池身形消失在视线中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目光也冷了下来 神盾见上的幽灵 勇气被男人的脸色吓到 握着两颗糖果 不敢说话 男人也想到了勇气手里的糖 低头看着勇气 又恢复了先前温和的语气 勇气 把两颗糖丢到大海里吧 勇气还在想魔法师给的糖果 说不定能许愿 听男人这么说 有些迟疑 可是 男人冷下了脸 要是你不丢掉幽灵给的糖果 你爸爸可就回不来了 勇气连忙放弃了糖果 不 不要 我马上就丢掉 不远处 池飞池和腾景七海 在前往剑桥的通道中碰头 之前我用对讲机说话的时候 你怎么一直没有回应呢 腾景回头看了看身后 确认没人跟来 这才放松下来 是因为那个男孩 突然朝对讲机里喊话 吓到你了吗 看到毛利老师他们找上你 为了防止他们 听到我这边的动静 觉得你可疑 我就把对讲机的声音关掉了 池飞池看向自己刚才所在的方向 我刚才在通往公开区域会议室的那个通道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设备出了故障 特地断开重连了一下 腾景七海跟池飞池说起自己 被孩子们缠着合影 柯南突然对着对讲机说话 也顺便拜托池飞池事后 帮自己删照片 等池飞池答应下来 又收到拍照之后的事 我没有看到照片 只想着早点离开 毛利先生的女儿很礼貌 对了 那个男孩还问我在船上是负责什么工作 我说 我负责帮大家准备伙食 池飞池看着腾景七海 沉默 腾景七海 这是觉得 没人能看懂他衣物显示的军衔等级吗 一等海佐负责准备伙食 腾景七海还真敢说 腾景七海被池飞池盯着 总觉得池飞池目光里传达的意思是 你脑子还清醒吗 神色甘大的低声解释 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好随便说了一句 不过 毛利先生好像没有多想 他还给了我一张名片 我没有名片给他 只是答应他 有时间再联系他 说着 腾景七海拿出了一张金色底色的名片 对池飞池孝道 就是这个名侦探的名片 你的老师 跟你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性格呢 确实是 池飞池随口应声 又看了看腾景七海的笑脸 如果原本剧情没有改变 柯南没有遵守 不能带通讯工具上传的规定 带了阿力博士 做的小型卫星电话 现在估计 已经把腾景七海的照片 传给阿力博士 委托阿力博士 去调查腾景七海的身份了 看来有时候不知情 也是一件好事 要是腾景七海 知道自己的照片已经外流 估计就笑不出来了 你看我的眼神怎么怪怪的 腾景七海用不解目光 看了看池飞池 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把名片收了起来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我的脸上 有什么脏东西吗 没有 是我看错了 池飞池看向甲板上的人群 接过话题 你还要去调查吗 我大致把那些人都看了一遍 观察下来也没什么收获 又容易被拉着拍照 我看 还是在找别的方式吧 X演示得很好 在那种到处识人的地方 X应该也不会表现出异常 腾景七海转头 看了看外面路过的自卫队成员 放轻声音道 我要找个安静的地方 用卫星电话联系防卫省 去公开区域的建委吧 那里的人应该少一些 池飞池点了点头 跟腾景七海顺着通道往里走 我刚才遇到了可疑的人 腾景七海猛地停下了脚步 惊讶看着池飞池 神 什么 我还无法确定他是X 池飞池顿步等了一下腾景七海 等腾景七海跟上才继续往里走 是一对父子 晚一点我们去看监控 我从监控录像里把人指给你看 他们做出了什么可疑的举动吗 腾景七海急忙问道 我刚才在那边通道口 看到那个父亲带着七八岁的儿子过去 池飞池低声道 其他孩子都兴高采烈在甲板上 那个男孩却没什么精神 我主动跟他们搭话 那个父亲说 男孩运船 打算去会议室里休息 但是那个男孩似乎很害怕他父亲 说话时一直在看他父亲的脸色 腾景七海觉得疑惑 这样也不算奇怪吧 说不定那个父亲就是那种 平时比较严厉 对孩子要求严格的人 但是他说话与其温和 更重要的是 之后 池飞池说了 自己给勇气糖果 给勇气太阳雪点了薄荷油的事 也说了勇气回复的话 我会薄荷不过敏 但是我不能喝牛奶 妈妈从来不给我喝牛奶 她突然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虽然她之后又说 她母亲说她父亲平时忙 让她听话 但我觉得她那些话有点奇怪 我没有问她喝牛奶过不过敏 她却自己提到了 会不会是小孩子的联想呢 腾景七海尝试设想每一个可能 你问她会不会对薄荷过敏 她想到过敏 就想到自己喝牛奶会过敏 然后就一并告诉你了 小孩子经常会有这样的举动 可是 她之前看上去 明明是那种内向 羞怯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 面对刚见面的人 应该不会那么有分享欲 迟飞迟到 你是觉得那个男人有可能是X 冒充了那个叫勇气的男孩的父亲 对吗 腾景七海思索着道 那勇气为什么不找机会逃跑 或者是求助呢 如果他是X 控制一个小孩子 也不是什么难题 可能是用什么话吓唬 威胁了勇气 持飞迟顿了顿 当然 目前这只是我的猜想 腾景七海点了点头 转头对持飞迟正色道 既然你觉得可疑 那我们就多留意一下他们父子 直到确认他们有问题 或者排除他们的嫌疑为止 到了舰尾 腾景七海找了一个偏僻的联络 用偷偷带上船舰的卫星电话 联络了防卫生 汇报了之前遇到漂流船的事 持飞迟留在转角处放风 等腾景七海打完电话 才结伴往舰桥走去 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 由于无法确定那个父亲可疑 所以我还没有汇报这件事 被问到有没有收获 我说还没有 腾景七海说着说着 不由地愣了一下 意识到自己 好像没有必要跟持飞师透露这些 怎么汇报是他自己的任务 反思着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转开了话题 总之 我们先去看看监控录像 三个自卫队成员 手里拿着探测器 快步跑过两人身旁 卫星信号在那边 X又跑到这边来了吗 快点汇报船长 腾景七海回头 看着三人急急忙忙过去 尴尬的低声问道 他们是把我刚才卫星通话的信号 误会成X对外传信的信号了吗 持飞持点了点头 这不是很明显了吗 没想到船舰上的侦测系统一直在运作 腾景七海尴尬笑了笑 下次我还是去萧瓷市再打电话吧 那里有强烈的电磁场 可以避开神盾间内部的电波侦测 那里也不会有什么人获取 除了通话 可能会有杂音之外 没有什么缺点 啊 不远处 有人发出惊恐的叫声 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间回荡 十分瘆人 腾景七海脸色一变 迅速拿出手枪打开保险 快步往声音传来的地方跑去 跟在我后面 小心一点 池飞池走着跟了过去 尚未抵达声音来源地 就看到毛丽兰和柯南 跑到了传出声音那个工作间的门口 和腾景七海一起停在了转角后 留意着那边的声音 你们两个 这里不允许进入啊 对不起 我们想去厕所 不小心迷路了 毛丽兰背对着两人所在的位置 站在门口跟室内的人说话 室内的人似乎在慌张讨论着什么 这下麻烦了 我们快点通知舰长吧 请问 要不要让我父亲来帮忙呢 毛丽兰主动走进门 那个放在台子上的东西 是人的手臂 对吧 我父亲就是毛丽小五郎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沉睡的小五郎 腾景七海意识到 这里没有危险状况 没有可疑人物 转头跟池飞池对视一眼 两人一起悄悄离开 走远了一些 腾景七海 才跟池飞池 沟通了自己的想法 那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他们应该会马上联系舰长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可以等舰长了解情况之后 再去问舰长 现在我还是想去监控区 看看你说的那个男人 池飞池自然不会拒绝 他也想趁机再观察一下 监控区的那几个人 十分钟后 两人到了监控区 池飞池在实施监控中 找到了勇气 和那个可疑男人的身影 让监控区的自卫队成员 用系统锁定了勇气父子 找出了两人登舰之后 所有被拍到的画面 坐到联络的监控台前 看录像 藤井七海 跟舰长历史游戏父 沟通了一会儿 他回到监控台前 拉过一把椅子 坐到池飞池身旁 低声道 舰长说 后面的人 清理住排水装置 进水口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断手 手臂上套着 海上自卫队的制服袖子 很可能是海上自卫队的成员 现在可能有人遇害了 他要到后面看看情况 让我们接下来调查的时候 小心一点 池飞池点了点头 朝监控台方向示意道 先看监控录像 你们侦探是不是都那么大胆呢 我听他说 他们也准备通知毛利先生去看看 毛利先生也被卷进来了 藤井七海说着 把监控录像调成了十倍速播放 我要看快一点了 你那边没问题吧 没问题 池飞池肯定道 不管是看监控 还是毛利老师牵扯进来 都不会有问题的 现在也只有这样了 藤井七海 也一语双关地回答 接下来 两人都没有说话 把勇气父子 被拍到的监控录像 都看了一遍 登剑时 男人一直牵着勇气 还不时低头跟勇气沟通 进入会议室 了解参观注意事项时 男人坐在勇气身边 把一本参观指南 放在勇气面前 一边听景上文中在前面介绍 一边用手指指着侧子 侧头跟勇气说着话 似乎在解释给勇气听 去CIC参观作战演习时 男人也牵着勇气 跟在其他人身后 随后人群 进入了核心机密区域 没有监控摄像头 也没有再拍到父子俩 看到这里 一切都很正常 那两人就像一对 感情要好的父子 孩子有些精神不振 不过不管去到哪里 父亲一直温柔耐心地牵着孩子 孩子也都乖巧地跟着父亲 直到前往剑手甲板参观时 勇气先出现在通道外的 监控摄像头范围内 身上穿着救生衣 一个人跟在人群后方 到了甲板上 离开了监控范围 过了三分钟左右 男人才出现在监控摄像头下 左右张望 找到勇气的身影后 也走出了监控范围 又过了三分钟左右 父子两人出现在监控右侧上脚 摄像头只拍到了两人的鞋子 两人似乎是在跟什么人说话 三两句之后 又经过摄像头 到了通道口前方 走出了监控范围 但是 两人又不算完全出了监控范围 因为男人头部 还有头顶一小部分 留在了监控范围里 一个路过的自卫队成员 转头看了一下通道口的方向 随后又没事人一样离开 而男人则一直留在那里 腾井七海暂停了监控录像播放 看了一下时间向迟飞驰确认 就是这个时候吧 你跟他们搭话的时间 迟飞驰看了时间 肯定道 没错 谈了两分多钟 随后我就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我故意回避了一下监控 可能不会拍到我 腾井七海继续播放录像 之后两分钟时间里 监控只拍到了男人头部 头顶那一点点部分 没有出现迟飞驰的身影 又看了一分钟 就在两人以为 接下来不会有什么内容时 勇气又出现在了监控录像的下角 身后跟着男人 两人一前一后走到了栏杆前 而后勇气把手里的东西 往栏杆外丢了出去 什么东西 腾井七海暂停了监控录像播放 操作着监控台 应该我给勇气的两颗糖 池飞驰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颗同款薄荷糖 放到了操作台上 腾井七海已经把暂停画面中 勇气右手前方的部分放大 仔细观察了一下 看了看操作台上的糖果外包装 皱眉道 没错 包装图案一样 你吃吗 池飞驰看向操作台上的硬糖 我这里还有两颗 都是我妹妹给我剩下来的薄荷糖 也可能是故意给我留的 腾井七海 想着监控里两人的丢糖行为 担心池飞驰受到打击 犹豫了一下 还是拿起了操作台上的糖果 谢谢 那我就尝尝吧 池飞驰恩了一声 视线转回监控画面上 心里调整着对腾井七海的评价 比他想象中心软 当然 他给腾井七海糖果这件事 要是写进工作汇报中 很容易被以后调阅情报的人 发现他的身份 这种容易暴露自己身份的事 他就不写进去了 另外 负责监控区的自卫队成员长官 跟不熟悉的人沟通时会紧张 他早上来监控区 就发现对方面对 历史游记夫这个舰长不紧张 只有面对他和腾井七海时 会有点紧绷 拘谨 等他这一次过来 对方的反应好了一些 虽然不像面对历史舰长 不像那样从容 但也不像一开始那样 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 性格属于内向型 自我要求高 这也算是个人特征 至于这里的其他自卫队成员 他也没有经历观察得太仔细 收集一下大概信息 记下比较明显的特征 就差不多了 腾井七海拆开糖果包装 把糖果放进口中 包装纸就随手 装进了外套口袋里 回想着监控录像的内容 在CIC的演习结束后 那个父亲跟勇气分开过 勇气独自跟着大家到了甲板上 过了三分钟左右 那个男人才到那里 这确实有点可疑 让小孩子一个人去甲板上 是很危险的 不过 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是父亲和孩子走散了 可能是父亲去洗手间了 有些人就是比较粗心 容易忽略了小孩子 可能遇到的危险 至于丢了你给的糖 虽然也可以解释为 X担心糖果里有窃听器 或者别的可疑物件 谨慎考虑之下 让勇气把糖丢掉 但你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人 或许只是父亲 不愿意让小孩子 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丢弃行为确实有点失利 不过也不能作为 他是X的根据 看视频无法确定 他是不是X 要确认的话 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看看能不能找到 他和孩子分开的时机 迟飞迟到 小孩子很容易问出真话来 也是 如果他就是X 我们趁他跟孩子分开的时候问话 也能保证孩子的安全 我让他们多加留意 之后 我要再看一下 其他人被拍到的监控录像 腾井七海 起身跟监控区的自卫队成员 打了招呼 把其他人出镜的监控录像 转到面前的监控台上 调到了10倍速播放 池飞池坐在旁边 时而留意一下监控录像的内容 时而留意一下 监控区自卫队成员 跟各处沟通的情况 通过沟通内容 整理着其他指挥处的 自卫队成员的信息 副舰长留在了舰桥做指挥 比起历史游记复制的舰长 副舰长的魄力稍差一点 但很稳重 下达指令也都是以稳为主 负责搜寻舰内 卫星电话信号的 是在航行中 专门负责内部安全巡视的人 也要跟监控区保持沟通 差不多也能让他捕捉到 一些个人信息 个人特征 他突然意识到 这一次领组的情报收集任务 要解决的问题 可能不止如何获取大量信息 还有一个 最终报告要写个人信息汇总 要写航行中的重点事件 他写上两天 不知道能不能写完 一个小时后 腾井七海收到了 历史游记夫的联系 得知海上自卫队 对民众说要进行直升机演习 安排直升机升空 把那只断臂 送到了警示厅解剖检验 顺便又把警示听刑事部 海上保安听刑事课的人 悄悄接到了神盾舰上 监控区的人 已经在换班吃饭 池飞池和腾井七海 也去了食堂 吃过午饭后 才准备绕过甲板 到舰尾处打听一下警察 对断手的调查情况 舰长跟警察在会议室 不方便给我们传递信息 我们先去外面听一下 腾井七海还走着 突然注意到 飞弹发射器舱袋上 有一个手机 愣了一下 那个是 池飞池也看到了那部手机 上前观察了一下手机 好像是海上自卫 对内部发放的手机 腾井七海走到旁边 弯腰用戴着白手套的右手 把手机拿了起来 翻看着手机里的通话 简讯 神情凝重道 是替普一等海卫的手机 之前舰长 跟我联系的时候说过 看住排水口 发现那只断手上的衣袖军章 手表 那只手应该属于替普海卫 他们联络过路上基地 替普海卫下落不明 随后 还有人在弱霞湾的造船场 发现了替普海卫的尸体 警方已经赶到现场了 替普海卫的尸体上 也确实缺少了一只手臂 这么看来 那只手臂的主人 就是替普海卫 神盾剑自武鹤港出发时 筑排水装置启动过一次 尸体的手臂 应该就是那个时候被卷入 切断 之后 那只手臂卡在了筑排水口的滤网上 他的尸体 则是飘到了弱霞湾造船场 既然替普海卫的手机 出现在了这里 那也就是说 他可能是在这里遇到了袭击 手机在争执中掉了下来 然后凶手 把他推进了大海 或者杀死他 并把他的尸体丢进了大海 我这么分析 应该没错吧 藤井七海 把手机快速查看了一遍 抬眼看着吃飞吃到 最后一封简讯 在昨晚九点过后发出 最后一通电话 则是在今天早上五点半 据我所知 警察推定的死亡时间 也在早上四点到六点之间 替普海卫 虽然是神盾舰上的在意人员 但这一次 没有排他的班 今天早上五点半的时候 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他是偷溜上来的 也有一个可能 他并没有出现在这里 是有人 把这部手机放在了这里 而且是在不久之前 池飞池看着 藤井七海手里的手机 之前甲板上有那么多人 出航前还有巡视检查 如果手机在早上五点半 就掉在这里 不可能不被人发现 藤井七海觉得 池飞池说的有道理 愣了一下 咒没整理头绪 其实替普海 未有理由偷偷潜入神盾舰 他是神盾舰上的情报管理官 同时也是跟竹川勾结 出卖了神盾舰情报的人 关口一位已经盯上他了 他今天早上出现在这里 说不定是夜里 偷偷潜入神盾舰上 窃取情报 在早上五点半 打电话把情报传递了出去 然后他被某个人杀害 可能是间谍杀人灭口 也可能是神盾舰上的在意人员 发现他泄露情报 一气之下杀了他 在他死亡的五点半 神盾舰正好在基地靠岸 动静会很大 也不会有人注意这里 发生了什么 凶手就趁着这个机会 从基地飘到五鹤港 海水流向是东南方向 再之后 他的手臂在五鹤港口 神盾舰启动驻排水装置时 被卷入 尸体自五鹤港 飘到若霞湾造船场 海水流向是西北方向 池飞池提醒道 那一带的海水流向 没那么慢 那 藤井七海 还是试着跟池飞池 以不同观点进行辩论 会不会是他的尸体 意外挂在了神盾舰的舰底 被神盾舰带到了五鹤港 在驻排水装置启动之后 尸体因为入水口的吸力 而脱离了原本挂着的位置 在手臂被切断之后 尸体就顺着海水流向 飘到了若霞湾造船场 是有这个可能 池飞池没有否认 藤井七海的假设 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 是死去的替普海卫 是否是在神盾舰上遇害 目前还没办法确认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刚才这附近有很多人在拍照 却一直没有人发现这部手机 要么是替普海卫 在别的地方被杀死 凶手把他的手机 带到这里丢弃 遭受袭击并被杀害 凶手把他的手机收了起来 不久之前才放在了这里 不管怎么样 都证明凶手还在神盾舰上 而且不久之前还来过这里 藤井七海觉得 这个观点是没办法反驳的 任可点头 没错 凶手应该是在下午12点过后 才把手机放在这里的 可是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如果被拿走的手机已经没用了 直接丢弃到大海里 不就可以了吗 是挑衅吗 也可能是想让人觉得 替普海卫是在这里遇害的 池飞池刚说了一句 听到附近传来靠近的脚步声 说话声 立刻停了下来 藤井七海 快速取下了手机的SD储存卡 把手机放回原处 低声道 替普海卫的手机储存卡里 很可能存有神盾舰上的机密资料 我不能让机密泄露出去 至于手机就放在这里吧 我们先到旁边躲一下 两人藏身到另外的通道口 看着两个海上自卫队成员 往另一边通道口出来 似乎是准备在甲板上巡视 到了飞弹发射器旁 一个自卫队成员扫射到了 飞弹发射器舱盖上有异物 叫住了同伴 小心翼翼地上前蹲下 拿起手机看了看 让同伴守在原处 自己折返回去找警察 藤井七海 躲在另一边的通道口 悄悄探头看了看 留下来的自卫队成员 小声道 再等等看 如果那部手机是 X不小心掉在这里 或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的 可能会有人来找手机 我要确定 手机落在了警察手里 还是落在了某个人手里 此非是能理解藤井七海 想尝试钓鱼的心情 看了看外面的甲板 同样把声音放得很轻 如果这里没有收获 藤井七海 神色凝重地低声道 那我接下来要去舰长 是确认一下神盾舰的情报 替扑海卫之前 就已经泄露了很多情报 如果他今天早上 真的潜入了神盾舰上 说不定又倒走了其他情报 我必须确认清楚 池飞池点头表示理解 没有再说下去 在藤井七海心里 那个杀死替扑海卫的人 很有可能是间谍X 或者间谍同伙 替扑海卫本不该出现在神盾舰上 手机却落在了这里 藤井七海恐怕是在担心 替扑早上不会真的潜入神盾舰 盗取情报了吧 会不会又有机密情报泄露出去了 守在这里 藤井七海是想看看 会不会突然杀出一个抢夺手机的人 如果有这么一个抢夺手机的人 他们就可以准备抓人了 那个家伙肯定有问题 而如果没有这么一个人出现 那就只能把手机交给警方调查 藤井七海的主要任务 是调查情报外泄事件 尽力保全情报 并抓捕间谍 怀疑又有情报被泄露 肯定要去确认清楚 过了五六分钟 离开的自卫队成员 找来了木木十三和高木舍 随后 木木十三留在原处勘察现场 高木舍又折返回去 找来了毛利小五郎 左腾美盒子和海上保安厅 派来调查案件的人 一群人发现 这很可能是替扑海卫的手机 查看了手机里的通讯信息 毛利小五郎 做出了藤井七海一开始的推断 替扑海卫是在这里被人袭击 而后凶手把替扑海卫推下了海 藤井七海趴在通道口偷听 忍不住回头看了看 站在后方阴影中的池飞池 眼神中透出你听 你家老师也这么想的意思 外面 左腾美盒子发现了被打开的 SD卡插槽 这部手机的MicroSD插槽 怎么会是开着的 我不记得 有把插槽盖打开啊 高木舍疑惑道 通道里 池飞池默默站在阴影中 看了看对面钢铁墙壁上的凹印 虽然防卫省的情报保全队 更像是军中督察队 但也有一些情报调查工作 作为一个来调查海军泄密事件的情报人员 藤井七海悄悄拿走了SD卡 却不把SD卡槽盖子盖上 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怎么想都觉得 这不是一个情报人员该犯的错误 外面的警察还在说着 手机储存卡的事 SD记忆卡呢 里面是空的 该不会是被凶手拔走了吧 这么说来 杀害替扑海威的凶手 他的目的就是 那部手机里的记忆卡吧 藤井七海趴在通道口看了看 见自己的行为 误导了毛利小五郎和警方 有些尴尬地缩回头 对池飞池指了指通道内 转身带路往舰长室走去 柯南留在另一边通道口 偷看警方检查手机 发现藤井七海探头偷听 右后退消失 皱了皱眉 动身跑过了毛利小五郎等人身后 往藤井七海消失的通道口追去 毛利小五郎隐约听到了身后跑过的脚步声 转头往身后看 却晚了一步并未看到柯南的身影 毛利老爹 怎么了吗 木木十三出声问道 毛利小五郎一脸疑惑地收回视线 没有 没什么 柯南跑进通道入口之后 听到网上的楼梯有轻微脚步声 立刻追上了二楼 看到藤井七海站在一个房间前 连忙停下脚步 躲在楼梯口 探头往外看 下一秒 一只手按在柯南左肩上 一只手自柯南身后绕向前 手中刀子横着割在了柯南脖子上 柯南浑身冷汗刷一下冒了出来 感觉到一抹良意 紧紧贴着自己的脖子 没敢转头 也没敢随便喊出声 双手慢慢往身后背去 他根本不知道身后什么时候来人了 现在对方把刀子放在他脖子上 只要用力一划拉 他脖子上就得被割出一道斜口子 情况危急 手表麻醉针 麻醉针 哒 哒 藤井七海走到了柯南身前 低头看了看柯南惊慌 看向自己的小脸 看到柯南脖子上横着的刀 惊讶地移动视线 看向蹲在柯南身后 把刀搁在柯南脖子上的驰飞驰 意识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这么吓唬小孩子 不太好吧 吓唬 柯南左手背在身后 按着右手手腕上的手表 双眼警惕观察藤井七海的神情 以此来辨别藤井七海 对自己有没有恶意 对方看上去 好像有些无语 没关系 池飞驰一脸平静地 把刀子自柯南脖子上移开 拿刀的手也缩了回去 他惊得住下 柯南听着声音有些耳熟 愣了一下 想起这种平静到没有波澜的声音属于谁 感觉大脑里有什么东西 轰一声炸开 矮身卸掉池飞驰搭在左肩膀上的手 往前两步之后转过身 看着池飞驰淡定地把匕首合拢 装回口袋里 气得差点跳起来 十 池飞驰手急眼快 伸手捂住柯南的嘴 为了防止柯南缩头躲开 另一只手还放在柯南脑后 固定柯南头部 转身看了看身后的楼梯 低声提醒道 小点声 柯南充满火气的责问 被堵了回去 半月眼盯着池飞驰 抬手拍了拍 池飞驰捂住嘴上的手 快点放开他 他知道了 池飞驰赶在柯南火气爆发前 及时松开了手 什么叫我惊得住下 柯南一脸不满的低声责问 你知不知道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藤井七海 见柯南没有大声嘲嚷 松了口气 心里也有些无奈 他也觉得 这么吓唬小孩子 有点过分 这孩子先前缠着他合影 突然对着他手里 未关闭的对讲机大喊 是有些调皮 但也不是坏孩子 这孩子刚才被吓得小脸煞白 连他都害怕 孩子会被吓傻了 我是夸你有胆量 池飞驰对着柯南 睁着眼睛说瞎话 把折叠刀合上 收进了口袋里 别把我当其他小孩子敷衍 柯南气呼呼地盯着池飞驰 把刀子横在别人脖子上 这也是很危险的行为 要是我刚才被吓得乱动 不就被刀子给割伤脖子了吗 这一次 柯南受到惊吓的反应很到位 大大满足了池飞驰的恶趣味 池飞驰神清气爽 很有耐心哄柯南 从外套口袋里 拿出最后一颗薄荷糖 撕开外包装 将糖塞进柯南口中 站起了身 把糖果包装纸 装进外套口袋里 贴在你脖子上的是刀背 保证不会割伤你 不过下你确实是我不好 小爱省吃俭用 留给我的薄荷糖 还有最后一刻 就给你当赔礼道歉的礼物了 柯南含着薄荷糖 清凉的味道直冲咽喉 似乎帮忙压下了心里的火气 脸色也好了不少 会员那里有很多果味硬糖 哪有省吃俭用这么夸张 他前几天跟我说过 糖分能够提供能量 有利于大脑分泌多巴胺 能够帮大脑抵抗坏情绪 如果我实在不喜欢甜味的食物 也可以随身带上几颗味道清凉 整体甜度没那么高的薄荷糖 察觉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 试着吃一颗 吃飞吃低头看着柯南道 他这段时间 从盒子里随机摸出来的薄荷糖 一颗都没吃 全放进我的口袋里了 真是的 柯南一头黑线地吐槽道 被你这么一说 到处能买到的薄荷糖 好像变得珍贵起来了 藤井七海 很想点头赞同 普普通通的一颗薄荷糖 在池先生这里 好像变成了 缓解坏情绪的良药 想到他之前 把池先生的薄荷糖给吃了一颗 他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池先生把糖给勇气 给柯南这样的小孩子 没什么不好 小孩子有时候 是需要糖哄一哄的 但是 他怎么也毫不客气地吃了一颗呢 念头涌上脑海 藤井七海有些犹豫地 看着吃飞吃 我之前吃掉了一颗 没关系 吃飞吃回应得十分坦诚 我不喜欢工业糖精的甜味 薄荷糖对于我来说 只是比甜度高的糖稍微好一点 吃不吃都没关系 全部给你们也没什么 藤井七海 等等 池先生身上 应该只带了四颗糖吧 先给了那个叫勇气的孩子两颗 然后给了他一颗 现在最后一颗 给了这个叫柯南孩子 他能看出 池先生有多不喜欢工业糖精的甜味了 带来四颗糖 一颗都不想给自己留 不过 这话他就不说出来了 以免眼前这个戴眼睛的小男孩想多了 觉得池先生把不喜欢 不想要的东西丢给自己 要是小孩子闹腾起来 他们就该头疼了 会员是想 让你用糖来缓解坏情绪 好不好吃都没关系吧 柯南半月眼提醒 有关系 吃飞吃纠正到 在不喜欢糖的前提下 靠吃糖来获取正面情绪的效果 也会很勉强 柯南 他居然没办法反驳 池先生 这里随时可能会有人上来 我们时间不多了 你先照看一下这孩子 我去看看情况 一会儿 我们再送他回去 腾井七海想起正事 跟池飞池打了一个招呼 转身走到走廊里的第一个房间 柯南看了看那个房间 疑惑地低声问池飞池 你卖这里做什么呀 还有 你怎么会在神盾见上 我们登见参观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你在人群里 你 没等柯南问完 到了房间门口的腾井七海 伸手梳着门锁密码 却发现密码锁设备 没有半点反应 脸色微变 再次拿出了衣服下的手枪 转头对池飞池正色提醒道 池先生 门锁坏了 你带着小孩子退开一点 说着 腾井七海将手枪子弹上膛 右手握紧手枪 左手拧着门把手 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 这里的门锁 不可能无缘无故损坏 门锁坏了 就说明有人非法入侵过 对方可能还在屋里 他必须要小心 柯南敢在池飞池表态之前 动身跑向房间 池飞池对柯南的反应见怪不怪 转头看了一下身后的楼梯 确认楼梯间没有异常响动之后 也跟了上去 腾井七海轻轻推开门 伸手打开了墙壁上的照明灯开关 见屋里没人 放轻脚步进门 跑到浴室前 侧身贴墙站定 看头看了一眼浴室 确认浴室里没有埋伏之后 小心翼翼地拿着枪走进浴室中 柯南跑到门口 抬头看清了门框上方舰长式的标示牌 见池飞池跟了过来 压下了心里的疑惑 加快脚步进了房间里 池飞池跟在后方 低声提醒道 你慢点 我不会赶你走 柯南停住了脚步 回头忧愿地瞥了池飞池一眼 没有再急着 往船来响动的浴室方向跑 早说嘛 腾井七海自浴室里出来 见池飞池和柯南都跟来了 愣了一下 才对池飞池摇了摇头 没有人在里面 池飞池反手把身后的房门关上 声音遗留放得很轻 我们站在走廊上 容易被人发现 还是待在屋里比较好 你去检查 我帮你听着外面的动静 腾井七海看着柯南考虑了一下 想到现在需要尽快确认 情报有无丢失 小孩子这里可以事后再解释 也就没有磨蹭 快步到了办公桌后 收起手枪坐到椅子上 把桌上盒上的笔记本电脑打开 掉看着电脑里面的资料 柯南到浴室前探头看了看 见浴室里确实没有人影 又走回了门口 到了池飞池跟前 伸手拉拉拉池飞池的衣角 等池飞池低头看向自己 才用小孩子的语气问道 池哥哥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呀 那个电脑里的内容 只有舰长能看 对吧 其他人偷看那些东西 是会被抓起来的哦 舰长室的门锁坏了 说明有坏蛋进来过 池飞池配合着柯南 也用上了应付小孩子的说话方式 那个姐姐 是在检查电脑里的重要文件 有没有被坏蛋看到 偷走 那你们为什么不先去告诉舰长呢 柯南指着办公桌上 被翻看的电脑 那台电脑是舰长式的东西 应该让舰长自己来检查 比较好吧 舰长现在有很多事要很忙 池飞池眼也不眨地 继续发挥着敷衍精神 让那个姐姐先帮他检查一下 没事的 柯南 这里是在意军舰的舰长室 那台电脑里 会有不少军事机密 哪里是别人可以随便帮忙检查的 他又不是小孩子 池飞池就别用这种忽悠人的鬼话 来敷衍他了吧 真的没关系吗 柯南懒得再装出小孩子天真的表情 半月眼盯着池飞池问道 还是说 你们早就跟舰长商量过 舰长默认 那个自卫官姐姐 可以看他的电脑呢 那个自卫官姐姐 之前跟我们说 他在船上负责准备食物 但他衣服上的军衔 是一等海佐 跟舰长评级 怎么想 他都不可能负责准备食物这种工作 他其实来帮舰长抓那个坏蛋的吧 腾井七海 惊讶地看了看柯南 现在连小孩子都这么聪明了吗 柯南分析着 神色逐渐严肃起来 会偷偷跑到舰长时来碰电脑的坏蛋 是打算窃取情报 对吧 池飞池就知道 只要给柯南一点暗示 柯南自己 就能推理出真相来 没错 池先生 腾井七海一脸犹豫地出声打断 看向池飞池身旁的柯南 现在我们 还没有找到X 最好不要走漏风声 柯南皱眉沉思 X 他记得之前他在走廊上打电话 卫星电话的信号被侦测到 去查看情况的两个自卫队成员 就说到过 X 那两个自卫队成员 似乎也在找X 这里池飞池和女性自卫官也在找X 结合舰长室的门锁被破坏 这些人都在找的X 很可能是潜入神盾舰上 谋划着窃取神盾舰情报的间谍 没关系 池飞池低头看着柯南 目光平静得有些冷漠 他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踪 我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放他走 柯南 把我们带上他说的像是我们杀他灭口 也就只有他家小伙伴了吧 藤井七海也知道 XX的意思是带上柯南 更加为难 我们带上小孩子到处调查 会不会不太方便啊 我想让他帮我个忙 XX看着柯南 认真考虑之后补充道 如果他碍事的话 就找个地方让他睡一觉 藤井七海点了点头 收回视线 继续查看电脑上的资料 调阅记录 传输记录 柯南见两人当着他的面 就商量怎么安排他 心里一阵无语 不过想到自己 还要从这两人口中得知一些信息 也只能假装什么都没听到了 有一部分操作记录被删除了 应该可以恢复 藤井七海看着电脑屏幕 脸色骤变 这 这是 柯南迅速跑到办公桌后 跳起身 用手撑着桌面 看向电脑上显示的内容 电脑上被调出了不少页面 交错着分布在电脑桌面上 他能看懂的是操作记录 上面有当前的调取操作记录 还有上午十点左右 有不少操作记录 小弟弟 藤井七海被柯南跑来 看电脑屏幕的行为 弄了个措手不及 看着柯南 不知道该不该驱赶 抱歉 这孩子好奇心太强了 持飞驰走到桌旁 伸手把柯南从桌上 拎到自己身旁放下 神盾舰上的资料比较复杂 他看一两眼 不会看出什么来的 请你见谅 啊 没什么 藤井七海想想 柯南看他一两眼 确实没法看出什么 没有在纠结柯南的行为 咒煤对持飞驰道 今天上午十点左右 有人利用这台电脑 监控着神盾舰 钓越过神盾舰武器搭载的资料 并且还使用过外接设备 对一部分资料进行了下载 持飞驰知道 藤井七海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了 但是那个时候 舰长去了CIC 不可能在这里操作电脑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应该到了这里 窃取了资料 藤井七海皱着煤 焦躁地开始咬大拇指的指甲盖 之后没多久 住排水口发现了端壁 舰长一直没有回来过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资料 已经失窃了 10点左右的操作记录 是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持飞驰问道 藤井七海 看向电脑上的过往操作记录 上午10点06分开始 上午10点25分结束 操作持续了将近20分钟 那是作战演习期间 原定计划中 作战演习会在上午10点10分结束 但今天作战演习结束的时候 侦测到了Alpha目标 时间延续到了10点30分 持飞驰平静提醒道 那个时候 登舰参观的民众集中在CIC看演习 舰长发布了红色警戒 自卫队成员基本都进入了备战状态 至少会两个人在一起 藤井七海眼睛一亮 那么 我们只要调查出 当时没有跟其他人待在一起的人 就可以锁定嫌疑人了 在那种情况下 落单的人绝对不多 虽然不排除在神盾舰有同伙 会帮他打掩护的可能 但是混上神盾舰不容易 有同伙的可能性很低 至于神盾舰上的自卫队成员 在红色警戒期间 就算是两人一组的巡逻队 也需要用对讲机 跟其他区域的巡逻队保持联络 所以 就算和同伙在自卫队成员中 也会因为联络不及时 而被发现 说着 藤井七海又看向电脑上的资料框 引发红色警戒的那艘漂流船 很可能是 和他同伙的安排 他们确认了神盾舰公开演习的航道 刻意安排漂流船 进入神盾舰公开演习航道中 把舰长引去CIC 确保舰长在那段时间 不会回到舰长室来 方便他们窃取资料 另外 让神盾舰进入备战状态 他们就能在这里 调出神盾舰的武器搭载资料 记录神盾舰应对Alpha目标的攻防数据 窃取到他们之前 没能窃取到的一部分资料 但是制造这样的时机下手 也方便我们锁定它 大姐姐和池哥哥说的那个 是想要窃取神盾舰情报的间谍 对吧 柯南站在池飞池身旁 没有再去看电脑 见藤井七海惊讶看向自己 同音麦蒙提醒着 但是是怎么确定 神盾舰公开演习航道的呢 这个好像没有对外公布 登舰参观演习的 大家都不知道 而且 为了公开演习期间的安全 海上自卫队 也不会有多少人 提前知道这件事吧 和同伙能提前准备漂流船 一定是早在出航前 就知道了航线 真的好厉害呢 他要提醒一下 神盾舰上可能出了内鬼 还是那种可以提前 得知出航路线的高层 藤井七海一看 连小孩子都能知道 神盾舰上有内鬼 在心里叹了口气 看向池飞池 这个可能跟池先生 登舰的原因有点关系 四天前 海上保安厅的巡逻队 在若霞湾沿岸巡逻时 发现了可疑的医疗设备 池飞池低头看着柯南 那些设备外表涂了 岩石色的涂层 被隐藏在海滩岩石间 由于那些设备 都是难以购买到的设备 这次却发现了三台以上 再加上神盾舰公开演习临近 所以海上保安厅的人很重视 立刻找人来研究过那些设备 设备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外接太阳能供电板 磁力也经过调整 真正让人在意的是 那些设备分散在各处 通电后 磁力好像可以互相影响 有人提出了 那可能是电磁推注器 腾井漆海接过话 看着池飞池道 就是Tank公司发行的 某部电影开头所说过的理论 可以利用一颗子弹摧毁军舰 嫌疑人的现实吗 柯南仰头看着池飞池 昨天我们跟博士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海上保安厅有事 需要你去帮忙提供信息 就是这件事吧 池飞池点了点头 虽然物理专家研究过 认为那些设备 不可能组成那么强大的电磁推注器 但海上保安厅 还是联络了警视厅的小田切部长 问出了我就是H的事 邀请我去看看 不 与其说是海上保安厅的议员 不如说是海上保安厅警贝克 与海上自卫队的共同议员 这一次公开演习关注度很高 我们不想出任何问题 所以才邀请池先生来看一看情况 结果他看出 那可能是境外间谍所为 还查到了一名间谍的线索 邓请七海证色道 那是间谍的同伙 也是我们最早锁定的间谍 为了把那个人的间谍同伙都引出来 我们并没有急着逮捕那个人 那个人的间谍同伙 就是吗 柯南问道 没错 邓请七海继续道 池先生调查到那个人的身份时 我隐瞒了真实身份 以普通海上自卫队成员的身份 带他去看了现场 结果我没想到 他会发现那么多 为了防止他贸然去调查 那个间谍而惊动对方 我只好跟他说了一些内幕情报 在他知道内幕情报之后 我们也对他的自由 做出了一些限制 让他在事情结束前 尽量跟我们的人待在一起 所以 池哥哥才出现在神盾舰上吗 柯南问道 我们没有发现他在神盾舰上 也是因为 他不是跟我们一样 在武鹤岗登舰 而是跟自卫官姐姐 一起提前到了神盾舰上 其实历史舰长原先也打算邀请他登舰 虽然历史舰长不认为 能有电磁武器对神盾舰造成损伤 但还是想准备周全 打算邀请池先生登舰看看演习 顺便帮忙警戒 腾景七海解释到 在池先生发现那个间谍 得知一些内幕情报之后 为了让他不离开我的视线范围 我们就更加赞同让他登舰 而且他表现出的观察力 追查线索的能力 也让我折服 我希望知道内幕情报的他登舰后 也可以帮我留意一下的踪迹 柯南了然点了点头 难怪池飞驰这家伙 会跟自卫官混在一起 目光带着一丝警惕 今天上午十点左右 也就是我和舰长前往CIC的时候 我们在走廊上分开了 随后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你都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虽然我们一直在用对讲机保持联络 但是舰长室离CIC不算远 对讲机的通讯信号可以覆盖到这里 而CIC环境吵闹 就算你当时离开走廊 来到舰长室 我也很难听到 你行走时的脚步声 也就是说 我没办法确定你当时一直在走廊上 他刚才对着小孩子说那么多 只是想借机整理头绪 原本他们没打算让池先生知道这么多的 但是短短几天时间 他们就快把池先生当成自卫对自己人了 不 在上午一起巡视 调查时 他就已经把池先生当成自己人了 是比舰长都要亲近的自己人 刚才整理了一遍 他发现自己对池先生的信任 甚至是依赖 是在这几天调查期间培养起来的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信任池先生 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但是自己短短两三天 就这么信任一个人 他现在想想 就觉得不可思议 也有种自己是不是踏进陷阱的怀疑 如果池先生是 出现在海滩上的设备 就是一个诱饵 是为了让海上自卫队 海上保安厅 邀请池先生 到若霞海岸的诱饵 随后 池先生在查看现场时 故意把竹川的行动漏洞 身份给挖出来 是为了让他主动说出 竹川是间谍的事 并且透露一些情报 让自己能够被邀请登舰 同时也展示了个人能力 让他幸福 以便在登舰之后 更好地引导他们 逐步获取他们更多的信任 并且制造单独行动的机会 他这样怀疑 也说得过去 一些能力出众的间谍 是很擅长 跟人拉近关系 蛊惑人心的 而且发现 Alpha目标后 是池先生主动说到自己 不想跟熟人碰面 没有跟他们去CIC 在上午10点 到上午10点半这段时间 池先生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 是有机会到舰长室 来窃取情报的 在没有抓住之前 可能是任何一个人 这么想着 藤井七海神色越发戒备 看着池飞池问道 你能证明自己 当时并没有离开 CIC附近吗 柯南没想到 自己会见证一场内部怀疑 有些错愕地 看了看藤井七海 又仰头看池飞池 他不相信自家小伙伴 会是间谍 只是现在的情况有点麻烦 要是处理不好 他刚发现 并尝试加入的这个调查小队 就会分崩离析了 池飞池被藤井七海 用警惕目光盯着 并 没有太大反应 神色始终平静的 有些冷淡 那个岔道通往服务器机房 有监控摄像头 应该可以拍到整条走道 包括我站的位置 我没有离开过那条岔道 你可以去看监控录像 藤井七海愣了一下 看着池飞池坦荡的样子 愧疚顿时涌上心头 抱 抱歉 我只是 只是必须要怀疑一切可能 可以理解 池飞池无所谓的回道 怀疑他是合理的 并不是针对他 甚至比起生性多疑的一些人来说 藤井七海已经算是迟钝了 瓜田不纳缕 理下不正观 此次事关间谍窃密 他又在登鉴调查室上有所算计 自然要防止自己被怀疑 在靠近核心区域时 尽量让自己有不在场证明 藤井七海犹豫了一下 不管怎么样 我等会儿 还是要去看一看监控 你暂时不要离开我的视线范围 池飞池点了点头 没问题 藤井七海见池飞池 确实坦坦荡荡 心里松了口气 拿出了 自己从替补海味手机里取下来的SD卡 插进了桌上的读卡器中 那我再确认一下SD卡里的内容 然后我们就去监控区 柯南本来就不认为 池飞池会是间谍 见两人把问题解决了 立刻把注意力放在当前的事情上 自卫关姐姐 这张记忆卡 是从替补海味手机里取下来的吗 警官们在外面 发现了替补海味的手机 可是里面的记忆卡不见了 你为什么要把记忆卡拿走啊 啊 替补海味是弱霞地方队的情报员 负责管理神盾舰的情报 藤井七海觉得 听懂的说法 他的手机记忆卡里 可能有神盾舰的情报 那是很重要的东西 姐姐是负责保护神盾舰情报的人 不能让别人看到这些内容 所以就把记忆卡拿走了 等我检查过 里面没有神盾舰情报之后 会交给警方的 是这样啊 柯南声音稚气 语气天真 在藤井七海刚放松下来时 又一脸认真的卖萌 但是军舰情报 是不允许跟人保存的吧 就算是管理情报的人 替补海味 也不能把资料下 载到自己手机记忆卡中 记忆卡里有神盾舰情报 是怀疑替补海味 偷偷存了情报吗 藤井七海 他之前为什么会担心 这个男孩 会没法理解他的话 早在这个男孩说 他们不该碰见掌视的电脑时 他就该知道 这孩子对一些军事常识 是很了解的 好过分哦 柯南见藤井七海愣住 又转移了目标 仰头看着池飞池问道 偷偷存下情报 是违反规定的吧 池飞池觉得这件事 说不说的决定权 在于藤井七海 看向藤井七海 关于这件事 藤井七海一看 柯南又把好奇的目光 投向自己 预感到自己不回答 是得不到安宁的 在一想 柯南都能想到 替补海味可能违规了 无奈叹了口气 坦白道 替补海味确实违反了规定 他跟坏蛋有勾结 不过小弟弟 这件事我告诉了你 你可要帮姐姐保密 不能告诉别人哦 这样的话 替补海味的死 就有可能跟坏蛋有关 对吗 柯南故作天真的问道 他跟坏蛋有联系这件事 那些等一下在讨论 池飞池拎起柯南 离开办公桌旁 回头提醒藤井七海 我们已经待在这里很久了 抓紧时间 别停留太久 藤井七海点了点头 用电脑查看着 SD卡里的内容 柯南被池飞池拎到门口放下 也没有再往办公桌那边跑 跟池飞池打探着消息 池哥哥 今天早上海上保安厅的巡逻人员 在武鹤港口附近 发现了可疑的废弃船只 我们在排队登舰的时候 就看到了报道 这件事你听说过了吗 那艘出现在武鹤港的废弃船只 会不会跟今天海上 飘过来的船只有关啊 间谍是不是用很多船 做过漂流实验之类的 我听说了 我们早上去海市基地登舰的路上 藤井一左接到了电话 他跟我说过 那艘废弃船的是 池飞池看了看 办公桌后的藤井七海 说起了自己知道的消息 武鹤港发现的那艘废弃船 应该不是漂流实验的残留物 柯南收回视线 那艘废弃船 跟这件事没关系的话 可能只是巧合 池飞池 因为那艘废弃船里 有可疑的通讯设备 分量足够摧毁船只的炸弹 一些零件也是别国才有的 柯南 还是跟间谍有关 所以 那不是漂流实验船 是间谍丢弃在海边的通讯船 池飞池道 柯南回过神来 又问道 我们只要在神盾舰上抓住 就可以把坏蛋团队的人 全部抓住了吗 另一个关键人物身份明确 池飞池回道 藤井一左 已经让人监视着那个人 等我们这边抓到 那边就可以动手抓人了 藤井七海觉得 池飞池对某个眼镜男孩 很有沟通欲望 说了不少重要信息 不过想到自己之前 从柯南身上感受到的南缠镜 也就能理解了 快速检查完 SD卡里的内容 拔下了SD卡 里面有一些大内存文件被删除了 等神盾舰靠岸之后 我会找人试着还原 如果里面是机密文件 需要彻底清理干净 在那之前 我们必须把找出来 总之 我们先去监控区看看吧 三人离开了舰长室 顺着通道前往舰桥 路上 两个巡逻队员 跟三人擦肩而过 柯南回头看着两人走远 继续跟着池飞池往前走 放轻声音道 池哥哥 十点到十点半这段时间里 没有跟其他人在一起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 对吗 其实这样的人 我知道一个 嗯 藤井七海 立刻把视线投向柯南 追问道 那个时候 没有跟大家 在一起的人吗 是谁 是一个带着小孩子的男人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 只知道他带来的孩子名字 叫勇气 柯南认真回答道 舰长先生 到了CIC没多久 船身在海浪冲击中 猛地晃了一下 当时勇气就在我旁边 他没有站稳摔倒了 那个时候 他身边没有大人跟着 直到去了甲板参观 我才看到了他爸爸和他在一起 原来是他 藤井七海神色有些惊讶 又带着一丝 他还真的有问题的感慨 回想着监控内容 我们看过监控 那个叫勇气的男孩 去甲板上的时候 确实是一个人 跟着大家去了甲板 大概过了三分钟 那个自称他父亲的男人 才到了甲板上 不过 CIC所在区域没有监控 没有拍到他什么时候离开 怎么离开那里的 我们也一直不确定 他在作战演习期间 有没有离开过CIC 如果你能证明 他当时没有在CIC 那实在太好了 我可以肯定他当时不在CIC 柯南肯定地说着 又好奇问道 姐姐和池哥哥 也发现他很可疑了吗 是啊 藤井七海转头看向池飞池 是池先生觉得那个男人 有点奇怪 池飞池见柯南投来好奇目光 坦白道 你们在甲板上参观的时候 我就在附近的通道入口处 他们跟你分别之后 就往我躲藏的地方走 那个男人一直牵着孩子 低声说话 看上去很温和 不过孩子没什么精神 似乎一点都不开心 我就主动跟他们搭了话 原来你当时看到 我跟他们说话了呀 柯南也认真分享了 自己当时的想法 跟勇气父子沟通的结果 我也差不多 是因为发现勇气不高兴 觉得他们父子关系 好像关系不怎么好 再加上船身晃动的时候 勇气身边没人 所以我才去跟他们说话 我问过勇气爸爸 作战演戏期间 为什么不在CIC 勇气爸爸解释 说他是去洗手间了 藤井七海担忧地皱了皱眉 他已经知道 你注意到他那时不在CIC了吗 是啊 柯南重重点头 又朝藤井七海笑了笑 不过没关系的 我只是小孩子 听他解释之后 我又没有再追问下去 他应该会觉得 他已经把我胡弄过去了吧 但是小鬼有可能到处跟别人说 那样会导致自己 被海上滋味队盯上 驰飞驰接过话 声音凉嗖嗖到 有机会的话 还是干掉比较好 喂喂 柯南一头黑线 你不要老是吓我啊 没吓你 我是想提醒你小心一点 驰飞驰锤眼看着柯南 平静假设 如果他看到你一个人 站在甲板栏杆前 周围又没什么人 他一定很乐意 把你顺手丢到大海里去 柯南噎了一下 没法反驳 这倒是 如果有机会 对方肯定不介意干掉他 他们在海上 对方只要把他往大海里一丢 连尸体都不用考虑怎么处理 腾井七海见柯南不吭声 以为柯南被吓住了 想到之前 柯南被驰飞驰下的小脸惨白 就忍不住出声宽慰柯南 小弟弟 你接下来就跟着我们 不要乱跑 我会保护好你的 柯南乖巧应声 是 驰飞驰若有所思 实在不行 可以拿柯南当诱饵 柯 男 下话线 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怎么这么大 虽然他也不排斥自己去当诱饵 只要可以帮忙抓到间谍 他很乐意去试一试 但驰飞驰先说出来 他觉得自己 是被驰飞驰绑在钓鱼线上 被迫悬挂在间谍面前 这样不太好吧 腾井七海顿了顿 语气没有再犹犹豫豫 坚定地摇头道 不行 小弟弟去当诱饵太危险了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来抓住X 没必要让小孩子冒生命危险 驰飞驰没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也是 柯南不觉得 驰飞驰真的会把自己当诱饵 拆穿道 以前遇到坏人的时候 驰哥哥为了保护我们 肩膀还被坏人用刀子刺伤了 不是吗 我才不相信你会把我当成诱饵吗 驰飞驰 名侦探在这么卖萌 他可就要认真考虑死神小学生幼儿 怎么制作比较好了 以前他在一脚炎 为了护住小鬼头们 被凶手用刀子刺伤 那是因为 袁泰 光艳 不每三个孩子 仅仅七八岁 面对危险 缺乏应对能力 小挨头脑虽好 但关键时刻 那句小孩子身体 也很难挡住凶徒 柯南身上麻醉针 足球 伸缩腰带 脚力增强鞋 全副武装 应付一两个歹徒 完全没问题 那能一样吗 这段剧情里 柯南身上藏着卫星电话 手表里有隐藏优盘 再加上那些进攻型 防守型道具 身上装备比间谍X 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 就算去当诱饵 也是那种 一个人就能干掉X的诱饵 柯南不知道 驰飞驰心里 已经评估起小学生诱饵的成功率了 见驰飞驰不吭声 还以为自己戳穿了 驰飞驰唬人的言论 让驰飞驰不好意思接话 说回了正事 话说回来 X哥哥那个时候 跟勇气他们聊了些什么呀 就是问他们 怎么不在甲板上多待一会儿 勇气看上去怎么没精神 那个男人说 勇气运传 他带勇气回会议室休息一下 然后我给了勇气 一颗薄荷糖和一颗柠檬糖 还给他涂了一点薄荷油 吃飞吃到 让我在意的是 我问那个男人 勇气会不会对薄荷过敏 他说不上来 说勇气很多时候 都是在妈妈在照顾 就算是妈妈照顾的比较多一些 小孩子的过敏源不是小事 作为爸爸 怎么也应该会知道吧 柯南皱眉思索着 那个男人看上去 像是温柔又有耐心的父亲 不应该忽略这种问题 之后勇气告诉我 他喝牛奶会过敏 他妈妈从来不让他喝牛奶 当时他看着我 目光有点奇怪 吃飞吃回忆着勇气 当时看自己的双眼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张 获得国际摄影奖项的照片 照片上的小孩子 饿得兽骨凌寻 看向镜头的眼睛里 带着渴望和期盼 勇气那个时候的目光 跟那个很相似 让我感觉 他的处境可能不太好 柯南心情沉重 神色也跟着变得沉宁起来 小孩子说到自己对牛奶过敏 一般不会有那样的反应 就算是想表达自己喝牛奶 却总是被妈妈阻止 也不该只有期待 渴望的目光 应该会有一点埋怨 没有埋怨的话 勇气当时很可能是想求助 不过勇气很快又说 妈妈说 爸爸平时工作忙 要他听爸爸的话 那个男人也说到 自己这次带勇气过来 是想好好陪勇气 迟非迟到 看他们相处 似乎又像是一对 感情要好的父子 柯南点头表示理解 正色道 因为作战演习的时候 那个男人不在勇气身边 勇气在甲板上 又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也怀疑过 他们父子有问题 不过后来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我观察过 他们相处得很和谐融洽 我也觉得 或许是我想多了 如果他是间谍X的话 很可能是 冒充了勇气的父亲 混上了神盾剑 一直在胁迫勇气 配合他演戏 有他在旁边 勇气恐怕是不敢说实话的 我们必须要找机会 单独接触一下勇气才行 这就是 我想让你帮忙做的事 迟非迟到 就算你没有提供 作战演习时 那个男人不在 CIC的信息 我也想让你帮忙确认一下 他们父子有没有问题 藤井七海 这才想起迟非迟 刚才确实说过 要让柯南帮忙 惊讶看着迟非迟 迟先生想让这孩子帮的忙 难道是 你是小孩子 接触勇气会比较容易 迟非迟垂谋 对上柯南的视线 轻声说出了 柯南和藤井七海 同样想到的一个计划 把他们父子分隔开 勇气那边交给你 那个男人交给我 我来牵制那个男人的注意力 你把勇气引走之后 和藤井一左会合 跟勇气好好谈一谈 看看他是否被威胁了 柯南认真点了点头 又提醒到 要带勇气到 让他安心的地方 让勇气说清楚情况 可能需要十分钟左右 那个男人很关注勇气的位置 你想要拖住他 恐怕不太容易 不 拖住他不难 持飞持神色从容道 必要时 我会考虑用上物理拖延法 物理拖延法 藤井七海疑惑出声 打晕他 或者囚禁他 持飞持道 柯南 他就知道 如果一切都是误会 我们可以再解释 道歉 藤井七海思考着可行性 但如果他是X 你的处境会比较凶险 或许可以 由我来负责这部分任务 登船检查很严格 他身上不太可能有枪 最多有一把小刀 持飞持没想把猎物 让人在晋升格斗这方面 我可能比你有优势一点 柯南考虑之后 也觉得持飞持可能要比 藤井七海靠谱一点 对鱿鱼的藤井七海道 就让池哥哥去吧 他打架很厉害的哦 五分钟后 三人来到监控区域 藤井七海 掉出了上午十点到十点半 CIC附近插道的监控 监控可以拍到整条插道路 也拍到了持飞持在插道口 背靠着墙壁的身影 期间 不管持飞持用对讲机 跟藤井七海沟通 还是船身晃动时靠近墙壁的行为 都十分自然 没有任何问题 检查过后 藤井七海再次就自己的怀疑 向持飞持道歉 随后又询问了舰长 历史游记夫的动向 得知历史游记夫跟警示厅 海上保安厅的人 开会讨论着替扑海卫死亡事件 藤井七海决定不跟舰长讨论商量了 先行动再说 等舰长结束会议之后 麻烦你们转告舰长 我去附近进行搜查 藤井七海 为了不走漏风声 惊动X 没有说自己有了怀疑目标 为了不影响士气 也没有说舰长是电脑资料失窃的事 神色从容地交代道 具体的情况 等他忙完了 我会再跟他交代 解释 是 我会转告舰长的 监控区的小队队长 严肃点头 池飞池在一旁调看着监控 找到了勇气 父子最近一次出现在监控中的画面 紧跟着又找到了毛利兰 林木园子和三个孩子 身影所在的监控画面 柯南跪在旁边的椅子上 双手撑着操作台 凑在一旁看着 监控画面中 毛利兰 林木园子带着三个孩子 参加着室内寻宝活动 跟大部分登见民众在一起 身边并未有异常 怎么样 腾井七海走到两人身旁 抬眼看向监控画面 柯南离开这么久 他的同伴们有没有着急找他 看起来还没有 柯南好奇心太强 经常跟着毛利老师 警官们打听案件情况 他们可能是觉得 柯南在毛利老师那里 还没有开始找人 池飞池把监控画面 切到活动室后方 能把毛利兰一行人的举动 看得更清晰 不过小兰有点担心 可以让他们联络一下 附近巡逻的自卫官 让他们去一下活动室 就说 有个叫柯南的小鬼 在剑桥附近迷路了 会有自卫官带柯南回去 让他们不要担心 这样 他们应该就不会急着 到处找柯南了 那我联络一下 那一带的巡逻人员 你们再确认一下 嫌疑目标的位置 腾井七海说完 又转身去联络巡逻队 池飞池没有在看 活动室的监控 继续在众多监控画面中 追寻勇气父子的身影 柯南全神贯注地帮忙找人 不经意看到勇气的身影 眼睛一亮 伸手指着对应的监控画面道 池哥哥 这里 池飞池把那附近的监控 都调了出来 开始追踪 预判父子两人的活动轨迹 看样子 他想带勇气去甲板 可能是想尽量 避免勇气接触他人吧 甲板上人多的时候 他把勇气带到室内休息 现在很多人都在活动室里 参加室内寻宝活动 他又带勇气去甲板上 柯南盯着监控 在第四监控画面 看到勇气父子的身影时 心中一定 嘴角也露出了微笑 果然是打算去甲板 虽然甲板比较开阔 没有室内那么容易靠近他们 但甲板上 也有适合小孩子玩捉迷藏的地方 看准时机 我可以悄悄把勇气带走 等腾井七海联络过巡逻队 三人立刻动身前往甲板 安全起见 腾井七海在即将抵达甲板时 还用对讲机联络了剑桥指挥处 让剑桥指挥处在甲板上 甲板附近隐蔽通道处安排了人手 大多数民众在进行室内寻宝活动 甲板上人不算多 却也有稀稀落落十多人 分散在甲板各处 勇气父子待在炮弹发射台旁边 男人背靠着炮弹发射台 低头看着手里参观指南附赠的 公开区域地图 勇气则是趴在旁边 低头看着炮弹发射台的底座走神 柯南穿好救生衣到了甲板上 放轻了脚步 迅速跑到炮弹发射台另一侧 紧跟着 池飞池也到了男人身前 在男人察觉并看来时 主动开口打招呼 又见面了 是啊 男人不知道池飞池又来做什么 心有警惕 下意识地看了看身旁的勇气 嘴上跟池飞池客套着 多谢你刚才给勇气使用的薄荷油 他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带他到甲板上来看看 那就好 池飞池按照计划 吸引男人的注意力 其实我是来找你的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炮弹发射台另一侧 柯南探出身子 伸手碰了碰勇气身上的救生衣袋子 勇气原本在看着池飞池和男人交谈 察觉救生衣被人触碰 惊讶转头看了过去 柯南朝勇气比划了虚的手势 又朝勇气招招手 勇气回头看了男人一眼 没有出声 动身走到了柯南身旁 柯南凑到勇气耳边 压低声音说话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 你先不要说话 跟我去一个地方 可以吗 勇气又回头看了男人所站的位置 回头看到柯南眼里的坚定和期待 犹豫着点了点头 不声不响地跟着柯南 往附近通道口走去 不远处的通道口前 腾井七海假装要到甲板上巡逻 看到柯南这么快 就把勇气叫来了 心里松了口气 果然还是让小孩子来 比较容易一点 毕姓羽公 男人满心都是池飞池 找自己做什么的精一猜测 并没有注意到 身旁的小孩子被带走了 你呢 怎么该怎么称呼 我姓池 池飞池指示着男人 与其十分平和 羽公先生 我来找你 是因为我有两个问题 想要请教你 哦 男人看了看池飞池的眼睛 再次看着那双眼睛 他还是觉得 那种平静过度的情绪 和紫色融合在一起 会有一种诡异的穿透力 让他看到那双眼睛 就觉得不舒服 只能用抬手推眼镜的动作 来回避一下那道目光 缓解一下自己心里的不适 有什么 我能够帮忙的吗 池飞池视线与脚注意到 柯南带着勇气 往通道口移动 觉得自己 应该把男人的注意力 吸引得更牢靠一点 视线始终盯在男人脸上 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或者说 不满 牵扯到勇气的话题 会让男人下意识地去看身边 从而发现勇气不在了 所以还不能说 问出比较奇特的问题 会让男人怀疑 他是不是在故意拖延 一样 会让男人注意到 勇气不见了 最好的话题 是那种男人没想到的 可以引起男人思考的话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男人回忆着 自己跟池飞师接触的画面 摸不准池飞师 为什么会找自己说这个 大脑思考着 嘴上 已经给出了万金油回应 我们只是之前见过一面 彼此之间不算熟悉 我不认为 我会对你有什么误会 当然更谈不上不满 更何况 你之前那么关心勇气 我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所不满呢 池飞师见男人说到勇气 也没有旁边看 知道自己 已经把男人的注意力 暂时牵制住了 男人把自己的行为 举止回忆了一遍 确定自己 没有对池飞师表现过敌意 假装无奈地笑了笑 这个问题 好像应该由我来问 池先生 你是不是对我有误会啊 你看到我之后 伴随着沟通 你的身体慢慢变换了角度 池飞师捶眸 看向男人的右手 引导男人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身上 人再感到不适 不愿意跟某个人接触的时候 很难让身体直面对方 就像猫狗不会对不信任的人露肚皮 人也是一样 当心里有抗拒时 人通常会做出 双臂交叉抱在身前的动作 在自己和对方的身体之间 制造一道防线 有些人知道 这种动作的含义 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态度 会对动作加以约束 有些人会觉得 这样抗拒意味明显的动作不礼貌 会尽量避免做出这种动作 也有人只是不便做出这样的动作 但是 即便不做出双臂 或者双腿交叉的动作 人还是很难让自己的身体 正面向对方打开 也就演化出了一些人 在表示抗拒态度时 不会交叉手臂 而是选择像你现在这样 微侧着身体 让自己的手臂 离对方更近一些 另外 在看到我之后 你拿着地图的右手放了下来 却没有一方到底 而是横在了身前 拿地图的右手 垂在身侧的左手 都保持着五指收拢握紧的状态 不远处的通道口 腾颈七海 将肩膀靠在墙壁上 右手拿着调低音量的对讲机 放在耳旁 听着那边的说话声 忍不住打量了一下 那边低头看自己双手的弦音目标 很快收回视线 神色有些古怪 让池先生去牵制对方的注意力 也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至少他没想过 使用这种方式 现在池先生这么做了 他也可以事后诸葛亮的分析一下 给对方制造被看穿的威胁感 说一些对方身上真实存在的问题 确实能让对方 把更多注意力 放在两人的谈话上 照这种节奏 他觉得池先生 还能再拖上好一会儿 腾景海佐 情况怎么样了 柯南带着勇气进了通道里 回头看了看 那边炮弹 发射台前说话的两个人 池哥哥那边没问题吧 腾景七海回过神来 对柯南轻声肯定道 没问题 池先生跟那个人 在谈肢体语言 他还没有注意到 勇气不见了 柯南一想到 池飞池以前跟罪犯拖延时间 完事后 转手背刺的辉煌战绩 顿时就不担心 池飞池拖不住人了 转身看着一脸茫然的勇气 神色认真道 勇气 这位是神盾舰上的自卫官姐姐 他和其他自卫官 会保证传上每一个人的安全 我现在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那边那个男人 他真的是你爸爸吗 勇气转头看了看 炮弹发射台的方向 神色紧张 纠结 吹在身侧的双手 也紧紧握着 我 我 你先放松一点 不要着急 柯南看到勇气犹豫 就知道他们之前的怀疑 八成是正确答案 只是现在需要勇气一句肯定 海上自卫队才方便抓人 没有催促勇气回答 对勇气笑了笑 你之前说过 你爸爸希望你充满勇气 所以才会给你取名字叫勇气 对吗 勇气脸色缓和了一些 点头小声回应道 嗯 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但只有你说实话 坏人才有可能被抓住 柯南鼓励到 向警察或者维护秩序的人 说出坏人做的坏事 也是很有勇气的行为 我觉得你没问题的 勇气再次转头 看了看炮弹发射台的方向 又收回视线 看了看柯南 和低头看着自己的藤井七海 深吸一口气 目光变得坚定起来 声音还是放得很轻 也还透着一丝紧张 他不是我爸爸 登船前 我爸爸去了洗手间 就没有回来 他告诉我 要是不听他的话 我爸爸就回不来了 所以 柯南听说 勇气真正的父亲 目前下落不明 心里咯噔一下 仰头看着藤井七海 自卫官姐姐 X还有其他同伙 留在海岸上吗 他们不应该有这么多人 但不排除 他们收买了一些 一些混混 藤井七海 本来想说亡命之徒的 不过看到勇气 强人紧张的脸色 改口用混混 拿着对讲机的右手 放了下来 上前弯腰看着勇气 正色保证道 我会联系岸上的警察 让他们派人偷偷去看一下 如果勇气的爸爸被绑架了 警察会把那些坏人抓起来 把勇气的爸爸救出来 小孩子心思单纯 勇气一听到自卫官要帮忙 听到警察会去救自己的父亲 就觉得自己父亲一定没事了 轻轻松了口气 柯南笑着对勇气道 没办法摆脱坏人的时候 跟坏人相处 是很需要勇气的事 不过有机会求救的话 我们也不能把求生的希望 寄托在坏人身上 抓住机会求助别人 也是很有勇气的行为 你真的很勇敢啊 勇气 勇气眉头舒展开 脸上也有了笑容 转头看向炮弹发射台的方向 是你们帮忙 藤井七海手中 调小音量的对讲机里 传出男人不耐烦的声音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由于男人情绪激动 音量提高 柯南和勇气站在旁边 也能听清 听到男人恶狠狠的话 勇气脸色又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柯南已经顾不上勇气在旁边 见对讲机里的声音 又小得听不清楚 上前伸手抓住 藤井七海手里的对讲机 把音量稍微调大了一点 没错 不管是之前遇到你 还是现在 我都握着拳头 不过 我就是不太喜欢 跟陌生人接触的那种人 出现什么反应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 听着男人恼火的质问声 藤井七海把对讲机 塞到柯南手里 转身用挂臂内线坐机 联络了剑桥指挥处 喂 我是藤井 安排到甲板上的人 炮弹发射台旁边 男人脸上恼火不满的表情 七分伪装三分针 向池飞池质问完 又转头看向身侧 勇气 我们 池飞池默默观赏着 男人将注的表情 这家伙总算注意到 孩子不见了 男人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 绷紧了神经 脸上的表情反而放松了 转身张望四周 寻找勇气的身影 声音也变得严厉了一些 勇气 现在不是玩捉迷藏的时候 不要胡闹了 窝在池飞池衣服下 打短的飞池叫了起来 主人 他腰带上有机关 机关弹出了一把 有指环的刀 池飞池 难得遇到一个 还算有趣的家伙 飞池让游戏本就不高的难度 一降再降 下一秒 飞池声音又低了下去 再次变得散漫 他拿到了刀子 并把手指塞进了刀柄指环里 但刀刃只有成年人类 半截食指那么长 比你和团子的爪子差远了 So 男人迅速转过身 挥动左臂 左手里握着指环刀披落 池飞池提前退了一步 离开了男人手臂 攻击范围内 看着锋利又带凹陷血槽的短刃 在自己身侧划过 低声纠正飞池的判断 飞池 你这次的判断太大意了 这种刀刃长度足够切断你 不应该小看 刀刃上还有放血的血槽 要是扎进了身体里 造成的伤口会大量出血 这是我以前就跟你介绍过的 男人本来就留意着 池飞池的举动 听到池飞池说话 大脑下意识地解析了一下 一击落空的左手 也没能及时收力 随后大脑解析 池飞池的话语失败 又让迈步向前的动作 带着一丝迟缓 刀刃长度 血槽应该是说他手里的武器 这个他能够听懂 但是 这家伙在跟谁说话 他们旁边还有其他人吗 距离这里最近的自卫官 还在那边栏杆前发愣 注意到并冲过来的自卫官 才刚从通道口出来 谁都不可能是这家伙的对话对象 难道这是一种 分散他注意力的战术 抱歉 主人 飞池态度真诚地认错 刀刃太小 我没有看清血槽 是我不过小心 接下来 我一定会认真对待的 男人认定 池飞池是在分散自己注意力 动作不再迟疑 踏步上前的同时 丢掉了右手的地图 左手握紧的刀子 也再次向池飞池划去 目光凶狠异常 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池飞池又往后退了一步 左手伸进口袋里 拿出折叠棍 顺手将棍子迅速甩开 并挡到身前 挡住刀刃的同时 视线一向男人身后 提醒道 你要被枪口瞄准了 男人见池飞池 还分心关注自己身后的动静 咬紧了后槽牙 嘴角却忍不住露出一抹冷笑 下一秒 男人右手用力抓紧 自肩膀上滑落的背包肩带 将背包用力向身前甩 砸向池飞池那张 让他讨厌的脸 几乎同时 池飞池从口袋里 伸出来的右手 也伸到了前方 手中打开的折叠刀 还没用在男人持刀的手腕上 就先接触到了背包 顺势刀刃一次一条 切断了背包背带 男人用力甩向池飞池的背包 顿时脱手而出 飞向了半空 精彩 飞池躲在池飞池衣服下喊叫 双方都动用了空出的右手 准备给对方来一击突袭 结果没想到 对方也是这么想的 现场出现了技能对碰 并消除的情况 现在双方都没有达到 一开始的目标 不知道 他们又会怎么应对 池飞池 突然觉得 飞池还是安静睡觉比较好 男人 真是阴险啊 这混蛋 居然还带了刀子 四周 腾颈七海安排的自卫队成员 向两人包围而来 放下武器 原先在甲板上 警戒的自卫队成员 则护着其他民众撤离 两队人没有过多沟通 但依旧配合默契 让现场保持着一定的秩序 男人在池飞池手里 站不了上风 眼看着自己 也没有机会抓普通民众 来当人质 视线往左右迅速瞟了一下 选定了一个相对瘦弱的 自卫队成员 当做新的挟持目标 池飞池有一阵子 没听飞池的战斗解说了 被飞池的喊声 吵得大脑轰轰响 不想再耽搁下去 主动发起了攻击 上前一步 主动跟男人拉近距离 右手里折叠刀转了一圈 变成反卧式持刀 割向了男人左手 掐住指环刀的手指 男人手中的指环刀 还架在伸缩钢棍上 只分神了一瞬 就看到刀刃已经到了自己手指前 连忙将拿着指环刀的左手 缩了回去 不再被指环刀拦住的钢棍扬起 重重落在了男人头上 碰 男人大脑温鸣之际 看清了池飞池平静的脸色 对方动手的速度可以这么快 那种你这种实力不值得玩下去的反应 真是 可恶 动 男人侧身倒在了地上 池飞池给了男人一棍之后 就单手合上了右手中的折叠刀 把刀装进口袋里 在男人倒地的第一时间上前蹲下 按住男人套着指环刀的左手 示意赶到的藤井七海 安排人上前取武器 搜身 解除敌人武装 小心一点 藤井七海亲自下场 蹲到男人身旁 把男人手指间的指环刀取了下来 将男人双手反减身后 叫来人把男人的双手捆绑住 自己则细心地检查起男人的衣领 袖口 腰带等位置 池飞池剑自卫队的人能够搞定 拿起放在地上的棍子 起身退开 给自卫队成员让出了空间 一边动手将伸缩棍回缩 一边走向炮弹发射台旁边的柯南和勇气 小孩子不要离得太近 勇气看着池飞池手里的棍子 脑海里仍然残存着这根棍子 仰起后重重 砸在男人头上的画面 立刻点头回应 我 我知道了 柯南看着池飞池手里的棍子 眼皮也跳一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家小伙伴就迷上了敲别人的头 不是砸棍子 就是拍板砖 看得他都替那些被打倒的人感到头疼 毕竟被打头是真的疼 喂喂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 毛利小五郎的声音自通道口传来 人味道 声鲜质 很快 毛利小五郎 舰长历史游记夫 警示厅木暮十三等警察 出现在通道口 木暮十三一眼就看到 大群自卫队成员汇聚在甲板上 快步上前询问情况 这里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那么多民众 被护送到里面去 历史游记夫见腾景七海 放下了手里的动作 主动起身迎上来 看向腾景七海身后的自卫队成员 腾景一左 你们这是 舰长 我们刚抓住了X 腾景七海眉宇间难言喜色 历史游记夫 惊喜向腾景七海确认 真的吗 X已经抓住了 是的 腾景七海 努力保持神色淡定 让自己显得稳重一点 转头看向炮弹发射台旁边的三人 并不打算抢攻 池先生早就对那个男人有所怀疑 之后多亏了柯南小弟弟提供线索 才让我们确认 那个男人的嫌疑 当然 那个叫勇气的小弟弟 也站出来 指证了那个男人 勇气的父亲 在登剑前去了洗手间 之后就没有再回来 X冒充他父亲登剑 并用他父亲的安全威胁他配合 现在勇气的父亲下落不明 我们需要马上联系海上保安厅 去确认一下他父亲的安全 必要时 可能需要京都府警 帮忙解救他父亲 历史游记夫看着勇气 一脸期待又忐忑的神色 正色对腾景七海点了点头 我这就去联络海上保安厅 和京都府警 你在神盾舰上 安排一间临时审讯室 对X进行加急审讯 应该也能问出那孩子父亲的情况 说完 历史游记夫又转头跟慕慕十三 毛利小五郎打招呼 各位 很抱歉 我先失陪一下 慕慕十三件历史游记夫转身就走 只能把疑问的目光头像腾景七海 你们说的 X到底是什么人 跟替扑海卫被杀害的事件有关吗 左腾美和子疑惑 把目光头像池飞池三人 柯南怎么也牵扯进来了 还有池先生 等 等一下 毛利小五郎看到池飞池 带着两个小孩子走近 忽然意识到 自家大徒弟不该出现在神盾剑上 飞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老师 池飞池到了近前 跟毛利小五郎打了招呼 又道 这件事说来话长 慕慕十三 知道池飞是什么德行 黑着脸打断道 那我们就找个地方坐下来 慢慢说吧 腾景七海知道这件事不解释一下 肯定过不去 却也不想暴露自己情报保全队员的身份 主动上前一步 假装自己只是立石游记夫的助手 那么 我们再用一下各位之前用的会议室吧 等我安排好审讯室和审讯人员 针对X展开加急审讯之后 我会跟舰长一起向大家做出解释 十分钟后 一群人到了会议室 神盾舰上 没几个人会想到 在会议室里被查 查水自然是没有的 白板上关于替扑海卫被害案的线索 已经被擦除 刚从会议室里出去的慕慕十三等人 又坐回了会议桌前 池飞池故意挽众人一步进门 等其他人都坐下了 才找了一个跟谁都不沾的角落 带着柯南 勇气上前 柯南放左手边 勇气放右手边 很好 现在谁都别想凑过来跟他说话 毛利小五郎原本都已经站起了身 准备换到池飞池身旁 见池飞池左右两边的位置 被小孩子占据 又一脸无语地坐了回去 高木舍坐在椅子上 看了看白板 又看向门口 总觉得我们好像忘了什么 应该是忘了我们吧 门外有人推开半眼的门 走进屋内 带头的是京都府井行事部的 林小璐文迷 短眉和上条的凤眼 透着一股传统雅气 说话也温和平缓 对上木木十三扭头看来的目光 朝木木十三轻轻汗手 木木警官 我是京都府井行事部的林小璐 跟着林小璐文迷进门的男人 面容刚毅 也微微低头自我介绍 我是车哲 木木十三站起身 有些不好意思的 真是不好意思 之前用海事电话联系你们的时候 我们说过 等你们到了 会让人去接你们过来 只是刚才外面发生了动乱 我们去剑手甲板看了看 没有来得及 去直升机升降点接你们 没什么 神盾剑上到处都有自卫观 我们不会迷路 既然剑手发生了动乱 自然要以处理动乱 和保护民众安全为主 林小璐文迷走到木木十三身前 转头看了看四周 最终把目光停留在池飞池身上 语气依旧平缓 直升机下降时 我也看到了 剑手甲板上有人在对峙 不少自卫对成员包围了过去 当时我就觉得 在对峙的两个人中 有一个人的身影很艳熟 果然是池先生吗 池飞池对林小璐文迷点了点头 肯定林小璐文迷看到的是自己 也算是打招呼 那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林小璐文迷又看向其他人 难道凶手已经被抓住了吗 不 关于甲板上的动乱 木木十三看向池飞池 目光忧怨道 我们也在等池老弟和舰长的解释 他们抓住了一个人 似乎牵扯到了什么胁迫事件 不 历史游记夫走进门 这不只是胁迫事件 还是一起间谍窃密事件 剑 间谍 木木十三等人惊讶出声 就连毛利小五郎都打起了精神来 间谍潜入神盾舰上盗取情报 那可不是一件小事 各位不用担心 现在那个间谍X被抓住了 他窃取的机密情报 还没有传递出去 他用来下载机密文件的储存卡 也已经被我们给找出来了 历史游记夫说着 发现勇气坐在椅子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对勇气笑道 勇气 海上保安厅已经在洗手间里 找到了你爸爸 他很安全 只是被打晕之后 绑在了洗手间隔间里 你要跟你爸爸打电话吗 勇气双手撑在桌面上 前倾着身体 一脸欣喜地问道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们用外面走廊上的海事电话 就可以跟陆地上取得联系 航海长井上 钟上自立石油肌肤 身后走出 到了勇气面前 笑着道 走吧 勇气 我带你打电话 是 勇气没让井上文中抱下椅子 自己迫不及待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 往前走了两步 又停了脚步 转头看着池飞池问道 大哥哥 这里还需要我帮忙吗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再等一等 没关系的 池飞池看着勇气乖巧的模样 说话的耐心回归了一些 你先去跟你爸爸打个电话 如果需要你帮忙 我们会再找你的 那就说好了哦 勇气高兴地走出了两步 又停了下来 一脸歉意地回头对池飞池道 对了 你之前送我的两颗糖 被那个坏蛋逼着 丢进了大海里 真的很抱歉 我已经知道了 池飞池回到 都是那家伙不好 不是你的错 勇气势然松了口气 这才放心地 跟着井上文中出门 历史游记夫走到会议桌旁 目光一向向柯南 这里还有一个 柯南察觉到 历史游记夫在看自己 心里咯噔一下 假装没事人一样 转头跟池飞池说话 池哥哥 你是不是觉得累了呀 医生说 你要注意休息 不能让自己太累 自卫观姐姐 要是需要人协助她说明的情况 就由我来吧 池飞池一秒 不肯耽误地答应下来 那就麻烦你了 他们这是合作双赢 历史游记夫健壮 又把视线从柯南身上移开 等着藤井七海 把会议室的门关上 跟藤井七海对视点头后 出声招呼众人落座 各位先坐下来吧 木木十三落座后 主动出声问道 历史舰长 被你们称作X 并抓走的那名男子 就是间谍吗 没错 他是潜入神盾舰上 窃取情报的他国间谍 历史游记夫看向池飞池 我们之所以邀请池先生来帮忙 也是因为我们先前得到了一些线索 觉得他可以提供帮忙 总体来说 这一次间谍事件 还在控制中 池飞池出现在神盾舰上的原因 就这样三两句被了接过去 毛利小五郎 木木十三等人 虽然惊讶 有间谍混上了神盾舰 但现在间谍已经被抓住了 这些人更加关心的问题是 替普海卫被害 会不会是因为替普海卫 发现了X的踪迹 这才被X给杀害了 说到替普海卫的死 林小鹿文迷说起了京都府警调查到的线索 舰长 我们出发来这里之前 已经把替普海卫 遇到杀害之前的行踪调查得清清楚楚 替普海卫在今天早上五点半左右 被一艘观光船的职员目击到 他当时站在武鹤港的山崖上 挥舞着日本国旗 木木十三疑惑皱眉 替普海卫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最令人在意的一点是 他昨天的行踪 林小鹿文迷不急不缓地说着 转头看向了下午 才被找上传来的关口城 替普海卫 昨天在若霞基地内 曾经接受过你的侦讯 对吧 关口先生 按理来说 我们不应该过问 海上滋味对内部的事 不过现在替普海卫死了 我们需要把情况了解清楚 我想请问一下 你审问替普海卫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 关口城被东京 京都两地警察盯着 汗了汗 抬眼去看藤井七海的脸色 关于这点 池飞池在一旁默默看着事态发展 接触下来看 关口城聪明踏实 说到就会尽力做到 现在看来 关口城遇到紧急情况时 心理素质不太强 这样的人当自卫官很合格 很有前途 却不适合作为一个情报人员 当然 关口城本身就是自卫官 这一次只是受藤井七海的指示 暂时负责调查队伍里的内鬼 并不是真正的情报人员 心理素质不强 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他人留意着关口城的反应 也把视线转到藤井七海身上 关于这件事 藤井七海犹豫了一下 还是想保全一下 海上自卫队的名声 我们不能随便对外透露 一旁 最早发现 替普海卫那只断臂的 自卫队成员不解问道 藤井一左 对于同为海上自卫队的我们 你也无法透露吗 他们跟替普海卫一样 是神盾舰上的在意自卫队成员 替普海卫突然被秘密真讯 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 说不能对外透露 难道他们也算是外人吗 自卫官姐姐 你就告诉大家吧 柯南同意卖萌 因为替普海卫的死 可能跟他在做的事情有关 早点把他的死亡调查清楚 大家也能早点安心 不是吗 藤井七海看了看柯南和池飞池 想到这里 就有两个知情人士 觉得自己继续隐瞒 海上自卫队内部的人士有些不公 而且 海上自卫队有内鬼的事 早就被外人得知 名声好不好 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 当即叹了口气 好吧 这件事关系到海上自卫队的声誉 防卫省并不想这件事被公布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保守秘密 木木十三等人知道藤井七海要说大事了 竖直了耳朵 替普海卫是弱霞地方的情报官 负责管理神盾舰的情报 但是我们调查发现 他跟间谍X以及同伙有勾结 对间谍泄露过神盾舰的情报 藤井七海说着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 将盒子里打开 拿出了里面的SD卡 看向木木十三一行人 今天下午 我比各位早一步 发现了替普海卫的手机 并取走了他手机里的SD卡 十分抱歉 我这种行为可能给你们的调查 带来了一些阻碍 不过 我也是为了保护神盾舰的资料 不被别人看到 这是我此次登上神盾舰的任务 木木十三 想到自己一行人之前 因为SD卡消失而困惑不已 心里一阵无语 只是藤井七海这么诚挚的道歉 也没有再纠结这个问题 那么 能不能大致告诉我们一下 SD卡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 间谍收买他的证据 他人的把柄 奇怪的联络方式之类的 因为现在不排除替普海卫 跟间谍出现分歧 被间谍杀害这个可能 左腾美和子 向藤井七海解释着 又犹豫了一下 也不排除有人发现 他对外泄露神盾舰的情报 想到他背叛了国家和队友 一怒之下杀死了他 所以 SD卡里的内容 或许可以辅助我们 确定凶手的杀人动机 SD卡里的内容被删除过 剩下一些 都是比较正常的储存内容 藤井七海坦白道 我正准备找人复原SD卡里被删除的内容 确认里面是否有机密资料 如果有的话 我们要对SD卡进行更彻底的销毁 林小璐文靡出声问道 需要我们调派网络技术科的人员过来吗 是非是见其他人犹犹豫豫 为了自己不被这起时间拖住 决定推进一下破案进度 出声提醒道 我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凶手是冲SD卡来的 在杀死替普海卫之后 凶手应该会直接拿走SD卡 会不会是替普海卫 提前把手机放到了某处 高目社说着 自己反应过来 不 不对 我们检查过手机里的通话记录 最后一次通话 在今天早上五点半 替普海卫手上坏掉的手表 也停留在五点半 由于手表上的日期轴 还会彻底转正 毛利先生指出 那应该是早上五点半 而京都府警的林小璐警官说 今天早上五点半 有人目击到替普海卫 在武鹤岗的山崖上挥舞旗子 而替普海卫手表停止 是因为外界撞击 所以替普海卫有可能是在早上五点半过后 没多久就身亡了 那个时候 他可能还在打电话 至少电话会在他身上 或者在他附近 凶手在行凶之后 应该能够找到他的手机才对 另外 我认为替普海卫被害的地点 不在神盾剑上 池飞池又提出了自己的第二个推断 有人目击到替普海卫 早上五点半 在武鹤岗山崖上 而早上五点半的时候 神盾剑刚始入弱霞基地停靠 替普海卫 要从武鹤岗山崖上 赶到弱霞基地 差不多需要半个小时 也就是早上六点 那个时候 剑手甲板上 有不止一个巡逻队成员 在做最后的检查 不可能有人 能够瞒着其他人 跟他在甲板上起冲突 并杀死了他 根据法医推断的死亡时间 替普海卫 是在早上四点 到早上六点这段时间身亡 木木十三皱眉思索着 就时间上来说 他也不太可能会死在神盾剑上 上午神盾剑 有剑手甲板参观活动 那个时候 有很多人在剑手甲板上活动 却没有人发现 那部被放在飞弹发射器舱袋上的手机 那个地方不算隐蔽 如果那部手机上午就在那里 应该会有人在上午 就发现了那部手机才对 但直到下午一点过后 腾井一左 和我路过那里时 才看到了那部手机 随后你们也被巡逻队的人找了过去 迟飞迟说着 又总结到 也就是说 替普海卫 有可能是在神盾剑之外的地方身亡 而凶手或者某个人 把他的手机带到了神盾剑上 却并没有拿走他手机里的SD卡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所有人都在消化着 迟飞迟说的信息 柯南也在整理着头绪 目前为止 他和迟飞迟的判断一致 而且 那个把替普海卫手机 放在甲板上的人 很可能就是凶手 左腾美盒子 也想到了这一点 发现替普海卫身亡 却不声张 不报警 还拿走了他的手机 并放在神盾剑甲板上 这么做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凶手本人 就算不是凶手 也会是知道很多事件内幕的人 林小路闻迷幻声道 我们只要找到这个人 应该就能知道事件真相了 会议室里 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沉寂 把这个人找出来 又谈何容易 对方到现在都没有露面 指望对方自己站出来 不太现实 替普海卫的尸体 被海水泡过 连手臂都被住排水口切断了 他们也没法从尸体上 获得更多的线索 另外 手机上也没有留下 什么明显的指纹 当然也没有值得调查的污渍 痕迹 对方能把手机放在甲板上 说明对方 就在神盾舰上 想从神盾舰上偷偷离开 没那么容易 就算提前准备了船只 也没办法瞒过侦测系统 所以 这个人现在还在神盾舰上 池飞驰再次做出提示 忍不住瞥了柯南一眼 您侦探还干不干活了 他配合着柯南 让柯南留在了会议室 但柯南现在却一声不吭 这是打算把推理的活都交给他 柯南低着头 专注思考着线索 并未注意到 池飞驰的目光 池飞驰只好继续自己来 同时 在今天早上五点半到六点这段时间内 对方会在武鹤岗山崖那一带 目前身在神盾舰上的人之中 像是木木警官 高木警官这样的人 就绝对不会是那个人 其他人顿时感觉 思路被打开了 那也绝对不可能 是我 毛利小五郎 脸色轻松了不少 我早上五点半的时候 正在酒店里呼呼大睡呢 到早上六点多我才睡醒 跟我一起睡的柯南小鬼 可以作证 我那个时候在京都的家中休息 也不可能到武鹤岗来 林小鹿闻迷有了一个有趣的小发现 微笑着道 早上五点半 时间还太早 很多人都还在睡觉 应该很容易把嫌疑人排查出来 柯南猛然抬头 看向在场一个穿着海上保安厅制服的男人 也就是早上在武鹤岗 发现了可疑船只的海上保安厅巡逻队员 发现对方紧拧着嘴角 喉部有吞咽动作 顿时意识到自己的怀疑没错 考虑之后 还是决定引导其他人 注意队伍里有嫌疑人 故意用稚嫩同音问道 苍田先生 你早上巡逻时 在武鹤岗 发现了可疑的废弃船只 那么 你今天早上 应该一直在武鹤岗那带巡逻 对吧 池飞池跟其他人一样 看着那个海上保安厅的巡逻队员 其实他和对方在前两天就见过 这人是若霞保安部警备客的人 是客长高岛制和的部下 他跟高岛制和道 若霞保安部那一天 还是这个姓 苍田的警备客成员 给高岛制和送了资料 不过他们也只是见了一面 互相看了一眼 并没有太多交集 大概是这段剧情里 间谍X事件占了太多戏份 那个时候 他没有注意到 是他见到的苍田 就是这次事件里的关键人物 你早上有没有在武鹤岗那一带 看到可疑的人 柯南还在假装天真的追问苍田 替扑海卫呢 你巡逻的时候 有看到他吗 木木十三发现苍田一脸紧张 当了多年的刑事警察 经验和直觉 都让他想到一个答案 也让他心里一沉 苍田先生 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早上巡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替扑海卫 或者可疑的人 苍田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但还是坚持到 没有 我参与这起事件的调查之后 才知道 替扑海卫这个人 藤井七海看着苍田 可是你发现 废弃船只的位置 距离山崖很近 你在巡逻期间 也是需要定时 跟若霞保安部基地联络的 对吧 只要向若霞保安部警备客了解一下 就能确定你早上五点半左右 是不是在山崖附近 木木十三 还是希望苍田能够自己说出来 陈生道 再加上你登上神盾键之后 替扑海卫的手机 也出现在了神盾键上 我们有理由怀疑 你跟替扑海卫身亡事件有关 持非持绝的 有必要让苍田明白 他们是可以有证据的 替扑海卫早上五点半 出现在武鹤港 挥舞旗子 很可能是向间谍传递信号 而五点半那通电话 也可能是打给间谍 可能跟他联络的那个间谍 已经被确定 等抓住那个间谍之后 警方可以向他了解一下 电话里有没有听到 什么特殊的声音 苍田突然站起身 带动腰间紧棍 和手枪碰撞 发出清脆的响声 高木社看到苍田伸手 去碰手枪 顿时警惕地站了起来 拿出了手枪 不要动 木木十三见苍田 不像是对他们有恶意 伸手示意高木社 不要着急 苍田接下了腰间的紧棍 手枪 放到了桌上 低头看着会议桌 有些崩溃地解释道 我不是故意 要杀死他的 早上我巡逻的时候 在路上看到了可疑的人 当时他穿着黑色长风衣 正在用手机打电话 我看到他 觉得可疑 就喊了一声 没想到他立刻逃跑 连手机掉在了地上 也不管 我追着他到了山崖边 想要抓住他 他用手里的手提箱 砸向我的时候 脚下的岩石突然裂开 我已经伸手抓住他的风衣了 但他还是掉了下去 最后 我也只是抓住了一件风衣而已 他那个时候 应该正向间谍泄露情报 所以才会那么紧张吧 腾井七海推测道 我那个时候 不知道他的身份 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发现他掉下山崖 坠入大海之后 我跑下去试图找过他 苍田低头叹了口气 老实交代了 今天早上发生的一切 找到一半 我就发现了那艘可疑的船只 之后 我就通报本部 并联络海上自卫队 忙得不可开交 闲下来之后 我收到了京都辅警传来的消息 听说在神盾舰上 发现了替谱海威的断壁 我连忙检查了落水男子 留下来的随身物品 这才发现 早上我看到的 形迹可疑的男子 是替谱海威 虽然这是工作过失 但是还是 自卫队成员这件事 依旧让我心生恐惧 于是我就恳求长官 让我加入这起事件的调查小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木木十三沉声问道 难道就是为了把替谱海威的手机 放到神盾舰上来吗 是 苍田低头看着桌面 替谱海威的断壁 是在神盾建筑排水口发现的 我想 大家可能会怀疑她 是在神盾舰上遭到杀害 所以我才把手机 带到神盾舰上 放到了甲板上 之后的事情 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 手机被发现了 我也假装不知情 林小鹿文迷站起身 从口袋里拿出了手铐 走到苍田身旁 向苍田投去询问的目光 苍田先生 我们现在要带你回去了解情况 苍田没有抗拒 朝林小鹿文迷点了点头 后退了两步 正对着其他人鞠躬道歉 由于我个人自私的行为 才会误导了办案方向 真是十分抱歉 事件真相大白 柯南彻底放松下来 悄悄看向池飞池 他家小伙伴之前说 木木警官 高木警官这样的人排除嫌疑 该不会是故意引导他们 先往内部调查一下吧 他越想越觉得 池飞池就是故意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他们又解决了一个事件 剩下的时间里 就叙叙旧 轻轻松松地等着神盾舰靠岸吧 藤井七海感觉到 自己携带的卫星 移动电话震动 愣了一下 有些心虚地看了 历史游记夫一眼 拿出了卫星电话 舰长 我接一下电话 柯南之我不是蛇精病 历史游记夫愣了一下 看到藤井七海手里的卫星电话 一脸不赞同道 我之前应该跟你说过 在神盾舰上 不能使用私人电话 你可以用船上的海事电话 之前他们侦测到的 卫星通讯信号 该不会就是你打电话 发出的信号吧 真的很抱歉 藤井七海歉意地笑了笑 之前忘了跟您打声招呼 或者申请对外通讯权限 后来发生了替补海卫的事 您又一直在了解情况 开会 我在搜查过程中 有发现的时候 用卫星电话联系过陆地上 不过 发现我不小心 引起巡逻对误会之后 本来是打算去萧辞市使用的 不好意思 给大家添麻烦了 柯南汗了汗 很快又在心里悄悄松了口气 他去萧辞市 偷偷使用过卫星电话 如果藤井七海 也去萧辞市打电话 并撞上他 他使用卫星电话的事 就暴露了 藤井七海是海上自卫队的人 君贤高 在神盾舰上 地位也比较特殊 很可能是防卫省 专门派来调查 间谍事件的人 偷偷用卫星电话 能解释得过去 但他不是奉命来调查的人 又是小孩子 要是他被发现 使用卫星电话 会很麻烦 他也该庆幸 他现在的身份是小孩子 不然就不是麻烦这么简单了 肯定会被当成 间谍抓起来审讯 还好 藤井七海之前 也使用过卫星电话 还误以为引起骚动的 只有自己一个人 这些人应该不会怀疑到他身上来 历史游记夫 见藤井七海这么诚恳地解释 缓和了脸色 无奈道 算了 你就在这里打电话吧 不用往萧辞室跑了 下不为例 是 藤井七海接起电话 走向角落 我是藤井 是我 竹川已经进入京都了 确定吗 是 X已经抓住了 你们那边可以抓紧时间行动 是另外一个间谍吗 林小鹿文明原本 已经带着苍田到了门口 听到藤井七海的话 转头提议到 需要的话 可以使用警方的N系统 N系统能在警用监控系统中 追踪特定的车辆和人脸 人脸识别十分精准 如果你们需要 我联络大阪府警配合你们 藤井七海考虑了一下 没有拒绝 感激到 那就麻烦你们了 那神盾舰上的海事电话 就借我用一下吧 可能还需要你们把对方的照片 传给大阪府警 林小鹿文明语气文雅从容说着 又转头对苍田道 苍田先生 你稍微等一会儿吧 柯南趁着一群人说话之际 悄悄溜到了门口 溜到林小鹿文明身后 放轻脚步 跑出了刚才被林小鹿文明打开的门 到门外左右张望了一下 还是选择了萧慈氏的方向 他还要给福布 博士打个电话 说一下情况 让那边不用担心 也不要总是联系他 他之前到萧慈氏打电话时确认过 萧慈氏外面没有监控摄像头 现在城景七海 也不会去那里打电话 去那里去最安全的 池飞池注意到了偷溜出去的柯南 看了看在一起商量抓捕计划的其他人 还是站起身往门口走 路过藤井七海 毛利小五郎身边时 出身打了招呼 藤井一左 毛利老师 我去一下洗手间 现在X已经被抓住 出卖情报的内鬼Tip已死 竹川的行踪也已经锁定 藤井七海 已经不用担心他走漏风声 惊动间谍组了 他应该也能自由活动了 萧慈氏 柯南到了走廊间 仗着阿利博士已经把信号调整到不可侦测状态 没有进到萧慈室里 转身确认没人跟踪自己 就侧身站在走廊上 拿出阿利博士做的小型卫星电话 小型卫星电话的外观是一只手表 侧面有加强信号的天线和伸缩摄像头 正面则是迷你数字按键和一块小小的显示屏 表带上还有一块伸缩U盘 功能很多 十分实用 柯南把自己手上的麻醉针手表换了下来 按了一下卫星电话手表的电源键 发现显示屏上不断跳出未接来电记录 没有直接回播电话 而是选择输入阿利博士的手机号码并播出 福布那家伙给他打了十多个电话 要是他现在回播福布的电话 一定会被那家伙扯着嗓子埋怨的 第一 通话接通 柯南连忙低声道 博士 是我 电话给我 那边传出嘻嘻嘻嘻的声音 大板腔的年轻男生听得柯南眼皮一跳 连忙把卫星电话放了下来 下一秒 电话里传出福布频次不满的吼声 我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宫腾 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都打不通 知不知道我们在这边会很担心你的 电话那头传出远山和叶疑惑的声音 宫腾 呃 磕 我是说柯南 柯南 福布频次强行解释 都是这小鬼把我气的 都想起宫腾那个经常失联的高中生侦探了 这样 远山和叶信了 又叮嘱道 不过柯南只是小孩子 你说话就温柔一点嘛 不要老是凶巴巴的 好了好了 我们说正式吧 月水气龟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柯南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柯南听到月水气龟 有些像哄小孩子一样的语气 下意识地选择同音卖萌 我能听到 气龟姐姐 你们已经会合了吗 是啊 一个小时前 我 不是 小爱 小爱就跟福布他们在五合港会合了 福布隔两分钟给你打电话 但是一直没有打通 所以我们有点担心 月水气龟问道 你那边又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吗 我这边确实遇到了一点突发情况 柯南察觉到有人过来 吓得背过手 把卫星电话藏到身后 抬头看了过去 池飞池看到了柯南有些惊慌的表情 继续一步步往前走 视线下移 看向柯南背向身后的手 什么突发情况 是有新线索了吗 月水气龟问着 又道 我们这边也有了一点收获 福布把替普海味脖子上 沾到的红色涂料样本带过来了 小爱做过检测 是 TBT 也就是很多船只会用的防水涂层 另外 我们调查过五合港最近两天的海水流向 应该不会把替普海味的尸体 从五合港 冲到若霞湾造船场 结合上替普海味身上沾到的红色涂料 我们猜测替普海味死后 它的尸体挂在某艘船上 被带到了若霞湾造船场一带 但是我们查过以公开的资料 神盾舰上 应该没有使用过那种防水涂料 随着池飞驰走到近前 柯南整个人也被笼罩在影子中 柯南仰头看着池飞驰神情冷淡的脸 在池飞驰继续走近时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坏消息 他偷偷使用卫星电话 被发现了 好消息 发现的人是池飞驰 自己人 坏消息 池飞驰这家伙 冷着一张脸 让他不确定 接下来会不会被训 好消息 池飞驰不是小五郎叔叔 很多时候 对他们好奇之下的行动 都比较宽容 对小孩子也不会太粗暴 坏消息 池飞驰见柯南往后退 主动停下了脚步 没有再靠近柯南 不过视线始终在看柯南 被往身后的手 也就是说 让替扑海卫尸体 飘到若霞湾造船场的船只 不是神盾舰 月水气龟的声音持续传了过来 另外 你传不来的 那张女性自卫观的照片 我们又核对了一遍 以公开的女性自卫观中 并没有长相相似的人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她 但好像又不是特别眼熟 池飞驰蹲下身 伸手把柯南的右手 拉到了两人中间 垂眸看看这柯南手腕上的 卫星电话手表 出声道 是高岛课长去酒店接我那天 负责开车的女性 你应该看到她了 啊 没错 我想起来了 那天 月水气龟顿了一下 很快惊喜笑道 池先生 你果然也在神盾舰上 之前海上保安厅的人 找你到若霞湾海岸帮忙 你昨天又突然说 要进行特殊调查 没法联系我们 我就在想 你会不会是因为 坐船到海上 才没办法打电话联络我们 不过因为你登上神盾舰 是个没有根据的猜测 柯南又没有提到 你在神盾舰上 所以 我还以为 是我自己想多了呢 我倒是觉得 也可能是飞驰哥 在若霞保安部里帮忙调查 听说了神盾舰上发生了事情 所以才跟着若霞保安部的人 搭直升机 到了神盾舰上 福布评刺也没有多惊讶 兴趣十足地加入了猜测队伍中 在我听七归姐 博士说过你 去帮海上保安厅调查之后 我怂恿他们 在午饭时间 给你打过电话 结果手机没有打通 我也在想你 可能是去了神盾舰上 由于没有证据 我也没有跟其他人说 怎么样 飞驰哥 我跟七归姐猜测的两个可能 哪个是对的啊 柯南一脸无语 福布那家伙 居然这种事后 还在想 谁猜对谁猜错 他登船前跟博士联系 博士只说了 池飞驰去帮海上保安厅 提供线索了 并没有跟他说 池飞驰在进行 不便接听电话的调查 否则他应该也会猜到 池飞驰登船了 现在倒好 就只有 他被突然冒出来的 池飞驰吓了一大跳 应该是七归姐猜对了吧 会员爱语气淡然 却也笃定 如果飞驰哥 在忙着调查其他的事 就算听说神盾舰发现了事件 他也不会跑到神盾舰上 去凑热闹 他跟好奇心强烈的侦探 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也对 福布评刺也觉得是这样 很快又笑道 真是没想到 他跟公 跟柯南会在神盾舰上碰头了 江湖川看到飞驰哥的时候 应该很惊讶吧 会员爱声音 透出一丝丝感慨 实则在幸灾乐祸 因为他早上跟博士联系的时候 博士觉得 飞驰哥去秘密调查的事 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没有告诉他 他应该没想过 飞驰哥会到神盾舰上 是啊 被吓了一跳 柯南半月眼 撇向池飞驰 不过 在跟踪可疑女性自卫观的时候 发现对方鬼鬼祟祟的偷听警方谈话 跟踪对方一路到了偏僻区域 身后不知什么时候 来了一个神秘人 没有反应过来 脖子上就被对方架了一把刀 换了谁 都会被吓一跳的吧 咦 月水妻龟向柯南确认 池先生用刀子吓唬你了吗 池飞驰选择狡辩 我只是跟他开玩笑 哎呀 我想想也知道 这个小鬼一定被吓得不轻 伏步评刺忍不住幸灾乐祸 飞驰哥 你有没有拍两张照片 尽兴留念啊 没有 船上不允许使用移动电话 我的手机放在了弱霞基地 池飞驰看着柯南手腕上的卫星电话手表 柯南使用卫星电话 已经违反了参观守则 被人发现了会很麻烦 但也没办法 因为有海卫死亡案件 需要调查吗 伏步评刺理直气壮 我这里能够看到替补海卫的尸体 他在神盾舰上 把事件给解决掉 现在不用了 池飞驰平静回应道 事件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吗 我们这边 伏步评刺话未说完 自己停了下来 飞驰哥刚才说什么来着 其他人也没有说话 让通话陷入了诡异的沉寂中 灰云爱 如果飞驰哥掺和进去了 这种破案速度倒也正常 远山荷叶 评刺的脸色不太好 就像是吃东西噎住 被食物堵住了嗓子眼 事件解决了 月水漆龟也正了一下 才问道 依依 已经抓住害死替补海卫的凶手了吗 没错 人已经抓住了 至于具体情况 等我们回岸上之后 再让柯南告诉你们 时飞时想到自己来之前 答应腾井漆海的事 又道 月水 那位女性自卫官 是特殊调查人员 她的照片不能泄露出去 之前柯南拍了她和其他人的合影 她拜托我找柯南商量一下 让柯南把她的照片删除 柯南把照片传到了你们那边 这件事 我不会告诉她 不过希望你们 可以把她的照片删除掉 没问题 我们马上就删掉 不会留下来的 月水漆龟答应下来 照片只有我们几个人看到 博士的电脑 也有防止入侵的程序 所以看到的 就只有我们五个人 我们也会当作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那就这样 神盾键还有一个多小时 回到武鹤港口 到时候见 好的 到时候再见 池飞池伸手按下 卫星电话上的挂断键之前 听到伏不平次 喊出了一个等字 只是按键已经被按了下去 通话也随之被切断了 柯南自觉地把卫星电话关机 乖巧地对池飞池道 池哥哥 我们去找小兰姐姐拿相机 这就把那位自卫官姐姐的照片 删除掉吧 让福布刚才幸灾乐祸地笑话她 福布就在岸上 对案件真相好奇去吧 一个多小时后 神盾键在武鹤港口停靠 参观神盾键的民众玩了一天 见证了无比真实的作战演习 下船时依旧精神振奋 勇气被池飞池 顺便带下了船 看到自己父亲等在码头上 立刻高兴地跑上前 跟那个喜悸而泣的中年男人 抱在了一起 林伍原子夸张地长呼了一口气 真是太好了 那个小鬼的爸爸 看上去很精神 也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 毛利兰看着父子俩重逢相拥 也笑了起来 是啊 池飞池没有多看勇气父子 把视线一向人群 搜寻着月水七归 阿丽博士等人的身影 在她干涉下 小兰没有在这段剧情中 掉进大海 死里逃生 这样或许是让小兰和柯南 少了一段特别的情感体验 不过小兰是她家老师的女儿 说句难听的话 要是哪一天 她家毛利老师死掉了 她会像兄长一样照顾一下小兰 如果从兄长的角度出发 她觉得小兰有这种体验 也不是什么好事 没有就没有了 腾井七海站在岸边 跟两个自卫队成员沟通后 走上前将一个袋子 递给池飞池 池先生 舰长听说你要在武鹤港 跟大家一起下船 已经让人 把你留在基地的随身物品送过来了 你检查一下吧 池飞池收回视线 接过袋子 打开看了看 里面包括手机在内的三五件东西 对腾井七海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这些 麻烦你们了 哪里 腾井七海目光诚挚地看着池飞池 说话间用上了禁语 我们能这么轻松地抓住X 这么快查出替普海为死亡的真相 多亏了您提供的帮助 三个孩子看到了不远处的阿里博士 月水七龟和灰元埃 立刻挥手喊着 博士 七龟姐姐 小爱 我们在这边 啊 还有那个大阪高中生侦探 池飞池看了过去 果然看到了月水七龟一行人 穿过人群走了过来 除了腹部屏刺的脸有点臭 其他人脸色都很不错 腾井七海跟着看了过去 对上月水七龟的视线 片刻后 对月水七龟笑了笑 阿里博士到了境前 主动找到了毛利小五郎说话 三个孩子也激动地围到了灰元埃身旁 腹部屏刺更是一把捞起了柯南 不说半点正事 先戴着柯南的脸颊揪了揪 月水七龟犹豫了一下 还是靠近了池飞池身旁 琢磨着 是不是该跟毛利兰聊两句 以此来掩饰他偷听的行为 腾井七海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写了邮件 姓名的纸条 双手递向池飞池 总之 这次十分感谢您能来帮忙 这是我和历史舰长的私人邮件地址 如果您遇到了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无法违反工作中的规定 但会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你 谢谢 池飞池心里清楚 结交两个海上自卫对高官没坏处 尤其是在对方 对他印象很不错 自己又觉得 两人比较好 相处的情况下 更没有理由拒绝来往 结果纸条 从外套口袋里 拿出名片盒 翻出两张没有写植物的私人名片 递给了腾井七海 这是我的名片 我知道历史舰长现在很忙 就不去打扰他了 还要麻烦 你给历史舰长送一张名片过去 腾井小姐 还有我的名片 毛利小五郎 笑眯眯地凑到了腾井七海身旁 我之前给过你了 你记得收好 下次有事情需要帮忙的话 可以联系我 腾井七海 拿出毛利小五郎那张金色名片 和池飞池那张黑色底色的名片 放在一起 笑着收好 我会好好保管的 当天晚上 除了福布平次 骑摩托车 在远山河也回了大阪 其他人都在京都 找了一家酒店住下 打算在京都玩上一天 再回东京 三个孩子玩了一天 累得够呛 吃过晚饭 泡了酒店温泉之后 就回了房间睡觉 柯南也回去得很早 只有会员哀在泡澡之后 到月水七归房间里玩 我跟博士打过招呼了 让他们不用等我回去 如果玩得太晚 我就留在你这里睡一晚 会员哀进了月水七归房间 看到桌上摆着一堆 交错叠起来的花牌 回头问道 要玩花牌吗 我刚才在楼下纪念品店里 买的花牌 你想玩也没问题 不过 我想先用花牌占卜一下 月水七归把门关上 端起柜子上的茶盘 回到桌旁 往会员哀旁边的桌上 放了一杯茶 喝一盘薯条 晚上喝太多绿茶 红茶不太好 甜点也要尽量少吃 所以我打电话 叫了梅子茶和炸薯条 每人一份就差不多了 谢谢 会员哀自觉拉开椅子坐好 看向桌上那堆叠起来的花牌 花牌也可以用来占卜吗 我请教过一位朋友 他教了我一个办法 应该能行吧 月水七归 把自己那份茶点放在桌上 又动身 把茶盘送到柜子上 话说回来 小爱 我之前让你帮忙的那个 找机会拿到那位自卫官小姐 给飞驰哥的纸条 帮你看一下他的名字 然后在不惊动飞驰哥的情况下 把纸条放回去 会员哀说出了月水七归 拜托自己做的事 顿了一下才到 我完成了一半 月水七归回到桌前坐下 看了看会员哀淡然的神情 疑惑问道 一半是纸 我原本是想 让江湖川在晚饭后 就拉着飞驰哥去泡温泉 再让江湖川 趁着飞驰哥脱下外套的时候 从飞驰哥外套里 把纸条找出来 会约爱脸上 浮现一丝无奈 不过 江湖川提议去泡温泉的时候 飞驰哥很果断地拒绝了 他说自己要回去冲得早 今晚早点睡觉 你也知道 飞驰哥冷着脸 拒绝别人的提议是什么样子 好像没有商量的余地 江湖川纠缠了一两句 结果就被飞驰哥 用更冷的脸色再次拒绝了 虽然飞驰哥没有发脾气 但江湖川 觉得他要是再纠缠下去 肯定会被飞驰哥揍的 所以他就没有再提 自己跟着毛利大叔去泡温泉了 真是辛苦你们了 月水弃归想到 池飞驰一脸冷漠拒绝的模样 憨了憨 觉得两个孩子为了自己的事 真是尽心尽力 歉一道 都是我今天晚上 答应园子陪他去商店 早知道你们的行动这么不顺利 我就该留下来 帮忙吸引池先生注意力的 其实没有完成 也没关系了 但我不是半途而废的人 所以我用了另一个办法 在飞驰哥回房间的时候 提出要去他房间里玩一会儿 飞驰哥也同意了 池圆埃一脸无语道 他到了房间里 依旧没有把外套脱掉 我就借用了一下洗手间 假装自己踩着板凳洗手时 没有站稳 把洗手间里的瓶装清洗液 漱口杯 毛巾之类的东西都碰掉了 地上也洒上了一些水 你是想让他脱下外套 再去收拾那些 掉在地上的东西吧 月水弃归 看穿了池圆埃的计划 毛巾 漱口杯 瓶装清洗液 都有可能让衣袖沾水 他穿着长袖衫 又穿了外套 想挽起袖子并不容易 所以他很可能会脱掉外套 再到洗手间里收拾打扫 没错 不过计划还是失败了 他打电话 让酒店工作人员 送干净毛巾之类的用品上去 让工作人员 顺便把落地并沾的水的东西都收走 地上的水也被工作人员擦干了 他根本就没有亲自动手 会愿挨面不改色道 之后 我就进行了第三个计划 趁着他坐在我旁边 转头跟洗手间里的工作人员说话时 悄悄伸手进他口袋里 但是 飞驰从他一脚下爬出来 绕住了我的手腕 他也转头看着我 我想 既然被他发现了 那就尽快找出纸条 看一下上面的内容 要是既被飞驰割训 又没能看到纸条内容 那不是太亏了吗 月水气归 小爱心理素质真好 那种时候 都还能想着 把纸条给翻出来了 为了实现他这个心愿 小爱真是拼了 所以 我还是把纸条拿出来看了看 然后就放回他的口袋里 回原爱继续道 这就是我说 任务完成了一半的原因 纸条上的内容 我确实看到了 不过呢 我没能悄悄把纸条放回去 被他知道了 他没有生气发火吧 月水气归追问道 有没有问你 拿纸条做什么呢 他没有生气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当然也问了 我想干什么 我就告诉他 是受人之托 来看一看那张纸条上的内容 回原爱看着月水气归 脸色发白 不急不忙地端起了 桌上的茶杯 低头喝茶 跟你开玩笑的 要是我那么回答他 他一定会猜到 是谁让我这么做的 所以我只是告诉他 有点好奇 那个查不到身份的美女自卫官 到底是什么人 月水气归松了口气 又担忧道 可是小爱平时 不是那么八卦的人 他肯定会觉得奇怪的吧 与其说是觉得奇怪 不如说他直接问出来了 回原爱放下茶杯 抬头指示着月水气归 模仿了 池飞池镇静的表情和语气 你今晚要去月水那里 找他玩吗 月水气归 要瞒着池先生做点什么 真不容易 我被吓了一跳 就含糊地说 我是想来找你玩的 回原爱顿了一下 应该没有糊弄过去 不过他也没有追问就是了 只是让我们 晚上不要玩得太晚 早点休息 他大概已经猜到 是我让你去的 没想到还是被他注意到了 月水气归 无奈叹的口气 从旁边 拿过笔记本和笔 放到回原爱面前 既然都到了这份上 那就继续吧 小爱 麻烦你把在纸条上 看到的名字写下来 只要名字就够了吗 回原爱接过笔记本 放到面前 低头写字 我连邮件地址也记下来了 需要一起写下来给你们 不 不用了 月水气归连忙干笑着白手 我才不想发邮件去打扰人家 只是想知道他的名字 纸条上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神盾舰舰长的 一个是他的 历史邮寄夫这个名字 通常是男性使用 他的名字应该是这个 回原爱把笔记本上的名字圈出来 将笔放在笔记本上 递还给月水气归 腾井七海 月水气归接过笔记本 目光在七这个字上多停留了一下 又看着全名轻轻皱了皱眉 会原爱捕捉到了月水气归皱眉的反应 出声道 你在意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去问飞驰哥呢 就这么告诉他 你去调查这几天 跟那位女性自卫官 好像有很多接触 让我觉得不安 我想知道他的名字 只要你这么说 飞驰哥一定会告诉你的 而且他应该会跟你说一说他 这几天和女性自卫官相处的情况 这样你说不定能放心一些 可是我不想让自己嫌得小气 月水气归把笔记本放在一旁 轻轻叹了口气 之前我跟小兰闲聊的时候 他说他担心过 龚腾心一在外面调查时 跟美女委托人在一起鬼混 我当时觉得 小兰想太多了 没想到换做自己 真的会担心 男朋友到别的地方 去帮忙调查某个事件 在美女面前大展身手 然后留下了联系方式 特别是 会员爱见月水气归停住 疑惑追问 特别是 他们两个今天相处时 双方距离不是很接近 互动时的动作 也没有特别亲近的感觉 而且 他们才认识了两三天 我也不认为他们 会有那么快混到一起去 月水气归右手摸着下巴 认真回想得到 可是我觉得 那位女性自卫官 对池先生应该很有好感 在袁泰他们大声喊我的时候 池先生第一时间转头看我 那位女性自卫官 只是晚了他一点点 在看到我的一瞬间 他的目光好像带着一点审视 因为他和池先生之前 站在一起说话 我当时看他的目光 大概也差不多吧 那一刻我很确信 我们知道彼此的想法 哦 会员爱觉得这个问题 可以深入探究一下 算是恋爱中的第六感吗 听飞驰哥说 在海上保安厅的人 去大阪酒店接飞驰哥的时候 坐在车子前坐 负责开车的女性就是他 对吧 你打电话给飞驰哥的时候 还跟飞驰哥说 不要被美女警官迷住了 那个时候就有预感了吗 可能是吧 那天我也不确定 自己怎么想的 看到车子里 有年轻女性的身影 在电话里就忍不住那么说了 月水气归突然觉得自己 不该跟小孩子 聊太多情情爱爱 这样有可能会把 本就早熟的一年级小萝莉 带得更早熟的 连忙笑道 总之 我们在一起玩花牌吧 会员爱看着月水气归 拿起花牌洗牌 好奇问道 你想占卜的事情 跟那位美女自卫官 和飞驰哥有关吗 是啊 我想验证一下 自己的直觉对不对 看谈他是不是喜欢吃先生 我请教的那位朋友说 只要把新的花牌 按照特定方式 叠放半个小时以上 然后将花牌打乱 心里默念自己的问题 反面向上摊开 月水气归 把花牌背面朝上摊开 放到了桌上 认真的开始抽牌 凭自己的直觉 随机抽取五张 灰云爱 这跟外面那些 唬人的魔女占卜 也没什么两样嘛 区别可能只是那些魔女 男巫 占星师 用的是塔罗牌 或者水晶球之类的道具 七归姐用了花牌 具体解牌 就看抽中的花牌组合 花牌牌面丽图案 想知道感情问题的话 还可以看分值 分值越高 代表的喜欢程度就越深 月水气归 认真抽出了五张牌 再一一翻开 花牌一共有48张 每四张构成一组 12组牌 象征着1月到12月 上面印有不同的植物 在每一组的高分值牌上 则加入了动物 人 物品 其中 1月的松 3月的鹰 8月的方主 11月的柳 12月的铜 5个月份中的最高分值牌 一般计做20分 被称作光闸 5张在一起 就凑成了五光 剩下月份的牌里 最高分值牌的计分 则只有10分 月水气归翻开了牌 第一张就是8月方主中 分值20分的光闸月亮方主 第二张是1月松中 分值20分的光闸 鹤雨松 第三张是12月铜之中 分值20分的光闸凤凰与铜 第四张 出现了3月鹰之中 分值20分的光闸 鹰雨木 会员哀看着月水气归翻牌 忍不住坐直了身 他居然见证到 有人随手从48张牌中 抽出了4张光闸 难道今晚是一场 魔术抽牌表演吗 要知道 这可不是打牌过程中 跟场间的牌制换 凑出来的4张光闸 而是随手抽出来的 在四只眼睛的注视下 月水气归翻开了最后一张牌 只是一张4月藤中的五分牌 只差一张11月柳中的光闸 就能凑出五光了 不过四光也已经很难得了 随机抽出来的四光更难得 会员哀想到月水气归说的解牌规则 亦是不知该为月水气归的手气叫好 还是该为这组牌代表的含义 而替月水气归感到担心 如果玄学真的存在 这组牌就代表着 那两个人中的某个人 确实喜欢对方 七归姐 你这次问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问题是 她家飞驰哥喜不喜欢 那位女性自卫官 她一定要告诉七归姐 这是不科学的 不能信 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藤井小姐是不是喜欢 池先生这个问题 月水气归看着牌面 倒是没有像之前那样担心或者紧张了 想了想才到 以我那位朋友举例的解牌方案来看 光闸的分值虽然高 但是这组牌 与其说是喜欢 不如说是崇拜多一点吧 会原来一头雾水 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看牌面上的事物啊 月亮方主是月亮照应在山上 代表着远距离 剑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好感 松与鹤代表着医院 也就是开端 不过 松和鹤都比较孤高 有疏离感 随后是凤凰与同 凤凰是传说中的神兽 也是所有牌里最有虚幻元素的牌 会有地位象征 我那位朋友跟我提到的例子 就是凤凰与同 在感情问题中会象征着崇拜 顺从 月水七归看着桌上抽出来的五张花牌 再之后 阴雨幕的牌面 是三月樱花盛开时 垂下喜庆的布满 被布满挡住的是 针酒赏花的观光客 有遮挡的意思 类似于无法说出口的爱慕 会原来把这个当成了花牌牌一心姐的消遣 追问道 最后那张五分池的藤呢 大概是只放弃了吧 其实今天下午 我跟藤井小姐对视之后 她对我笑了笑 我感觉不像是挑衅 似乎是决定放弃了 月水七归琢磨了一下 又看向最后那张牌 不过藤树是四月 也代表着夏天 之前牌是八月 一月 十二月 三月 以天气的温度来说 八月的温度是最高的 之后回落了 是不是象征着池先生跟他听说的 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让他感觉有距离感呢 然后三月 四月都在回暖 最后出现四月中的五分牌 还是得小心一点 其实这些占卜 很多都是占卜人的心理映射 占卜人会看到自己 希望看到的 并没有那么神奇 会愿爱担心 月水七归过度沉浸在 不科学事物中 提醒月水七归注意科学 很快又觉得 这种时候 比起让月水七归回归科学 不如让月水七归放心 补充到 现在是四月份 最后出现这张牌 说不定代表着在四月中止了 听你这么说 我一下子就安心了不少呢 接下来就开始玩 普通的花牌游戏吧 月水七归 把五张花牌放回了牌堆里 重新动手洗着牌 突然笑了起来 其实我也不确定 我抽出来的牌准不准 解牌时 是不是带有自己的心理映射 不过 真正让人恐惧的是未知 我第一眼到五张牌 就感觉自己获得了一些信息 内心也安宁了不少 在恋情中 缺乏安全感 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吧 会愿爱觉得这个课题 超出了自己熟悉的领域 不太确定地说着 见月水七归 似乎是真的安心了 出声调侃道 七归姐 你不想再试一次吗 占卜一下 飞驰哥会不会喜欢 那位美女自卫官 我是想看 但是告诉我 这个方法的人提醒过 一套新的花牌 就只有第一次有效 月水七归低头专注洗牌 把打乱的牌合拢 而且对池先生这样的人 可能不管用 到底是什么 人叫你这么占卜的 会愿爱面上若无其事地 端起杯子喝茶 心里已经开始担心 月水七归 会不会遇到了神棍骗子 该不会是楼下纪念品 商店卖花牌的店员吧 一些人喜欢利用他人 在恋情中的不安全感赚钱 如果买点东西 偶尔玄学一次 能让七归姐心情变好 她倒是觉得没关系 她就怕遇到洗脑能力强 本性又贪得无厌的骗子 就算七归姐是侦探 恋爱中的状态 也会让人担心呢 侍红子 月水七归 把收拢整齐的花牌 放到桌上 抬眼对辉渊哀笑道 她好像有跟你玩 同一个网络游戏 她在游戏里的名字是 魔法美少女 慧红爱好不容易 把口中的茶水咽下去 呛得直咳嗽 月水七归连忙起身 小爱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慧红爱缓了过来 把茶杯放回桌上 一想到小泉红子 在游戏里的种种奇怪言论 心情又复杂起来 稳了稳心神 正色对月水七归道 我确实跟她在游戏里认识 私底下也见过面 她是漂亮的一眼 就让人觉得惊艳的女高中生 性格方面 人还是很不错的 还算开朗 跟大家相处的也很好 不过 她的妄想症比飞驰哥严重很多 她变小之后 被飞驰哥带动着 玩起了神奇大陆 游戏 这才发现原来世界上 有那么多特别的人 小泉红子 就是他们心目中 那个神经质 偶尔身上有种奇怪的可爱 一般人接受不了的 同有爱好者 他们有时候 在面对小泉红子 偶尔的神经言论时 也会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就只有飞驰哥 能够顺着那种奇怪的话题 聊两句 比如说 魔法美少女 刚才那个善言怪的技能 真是夸张啊 不过 有一种魔法药剂 好像就是这样 可以把人的双手变大 力气也跟着增长 攻击能力很强 我会做 只是那种药剂的材料 太难找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 那种药剂的主材料 稻草人 没有试过 为什么你可以肯定自己能做 魔法美少女 那种药剂制作方法很简单 以我的魔法天赋 那种药剂 怎么可能难得住我呢 就是这样 她能讨论的药剂 是化学药剂 生物提取物药剂 那两个人谈论的是魔法药剂 感觉大家有时候 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只有蛇精病 跟蛇精病的频道 是互通的 她想提醒七龟姐 小泉红子妄想症很严重 不要被带骗了 妄想症嘛 月水七龟 想起小泉红子魔女的身份 好奇问道 她是不是跟大家说 自己是魔女啊 是啊 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魔女 会魔法 会飞行 会制作魔法药剂 有时候 还会跟我们在游戏里提起 会云挨顿了顿 她说的一些话 只有飞驰哥能够很自然地接两句 她们好像也是 曾经一起在医院治疗过的病友 她还真是坦率 月水七龟小声嘀咕了一句 见会云挨疑惑看向自己 立刻改变了说辞 笑道 我是说 她不觉得跟大家说那些话 很奇怪吗 为什么可以这么坦荡地说出来 犯病的时候 她会认定那些就是事实吧 对于她来说 说出那些话 只是说出事实 不会觉得不对劲 当然也可以坦荡地说出来 会云挨突然有些感慨 每一次她都说得很郑重其事 不像是在开玩笑 这就是妄想症最可怕的地方 她彻底歪曲了一个人 对外界和自己的认知 这样 月水七龟汗了汗 为了不像池先生 红子那样被当成蛇精病 她决定 一定要守好自己相信科学的形象 同楼层的另一个房间里 池飞池坐在桌前 用笔记本电脑 整理着工作报告 神盾舰参观结束 此次任务剩下的部分 就是完成工作报告 接触过的那些海上滋卫队成员 她都要把自己探听到的 判断出的对方个人信息整理好 尽可能清晰明了地写出来 另外 她还要记录 发生在神盾舰上 那些事件的前后经过 录入的同时 要注意筛选一下内容 一些只有池飞池和当事人知道 他人很难知晓的秘密 他就不能写上去 否则很容易让人猜到 领祖这些情报 是有谁提供的 她在这方面 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 不小心写了一点池飞池 才知道的事情也没关系 她可以依靠自己前世 对剧情的了解 加入一些池飞池不在场 不会知道 也没有机会知道的事 让人排除她的嫌疑 这份工作报告 分为人 是两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要写不小的篇幅 她本以为这是一次特工行动 没想到 本质是一份文字录入园的工作 好在她有方舟可以使用 用她的左眼链接方舟之后 她能够把自己的意念 生成文字报告 只是用左眼一直链接方舟 很消耗她自身能量 她没有链接太久 生成了报告之后 就转用笔记本电脑来进行最后的整理 调整 嘎呀 乌鸦自黑夜中飞来 从打开的窗户中飞进了屋 将爪子里抓住的手机放到桌上 随后降落在地 化为一个黑发赤童的男孩 在男孩现身的同时 一身严实的长袖黑衣裤 也出现在了男孩身上 池飞池把桌上的购物袋推了过去 眼睛依旧盯着电脑上显示的文字 里面有水果和饮料 想吃什么自己拿 我还有最后一段要修改 很快就好了 飞沫正台拉过一把椅子 坐到了持飞池旁边 把脖子上挂着的圆球项链坠子 塞到衣服下 伸手拉过购物袋看了一下 拿出一盒切成小块的苹果 真是不好意思 主人 这么晚了还来打扰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事 只是最近我放假就到京都来 很久没有去看您了 难得您在京都 我就想过来 跟您和飞池待一会儿 飞池从电脑旁边 爬到购物袋前 用 脑袋蹭了蹭飞沫 持飞池把工作报告 最后一部分内容调整好 加密保存之后 关闭了电脑 飞沫 你做了人之后 说话客气了很多 飞池 他家主人 还是这么直接 没办法 我假期一直待在京都 总是跟那些世家子弟碰面 不仅客套话说熟了 我连京都枪都完全适应了 飞沫倒是不觉得 持飞池的吐槽有何问题 打开了装苹果筷的盒子 用牙签戳起一块苹果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还换成了京都枪说话 您听说 京都最近举办的 弥生杯割牌竞技赛了吗 明天是四分之一决赛 我已经进了一几组的八强 弥生杯比赛没有结束前 我都会待在京都 我前几天在大阪参加 科技发布会的时候 就听说过 这次在京都举办的 弥生杯割牌比赛 持飞池从购物袋里 拿出了一罐黑皮 拉开了拉环 毕竟主办方是全国割牌协会 是全国性的赛事 不少人关注着这次比赛 你之前发消息说 要在京都准备比赛 我就想你应该会参加弥生杯 不过 昨天今天的选拔赛转播 我都没来得及看 飞池用尾巴间 戳了戳装苹果的盒子 看着飞沫吐蛇杏子 飞沫 我也想吃这个 飞沫议会 用另一根牙签 戳了一块苹果 递到了飞池面前 继续对吃飞池道 我昨天参加第一场时 同场有60多人 在同一间场馆里比赛 第二场比赛 有30多人同场 就算您看了比赛转播 也不一定能看到我的情况 而今天的第三场选拔赛 昨天第二场决出的16人 又随机抽取对手 进行了交替赛 今天下午开始的第四场选拔赛 才是16-8的比赛 虽然参赛的人少了很多 但是一级组赛事的关注度 一直不高 现场没有多少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为参赛者加油打气的家属 倒是去了不少 我估计 转播也不会有多少一级组的镜头 以前迷生杯比赛中 一级组八强年纪最小的选手是12岁 你进入八强时 仅10岁的年龄 已经打破了记录 再加上你之前在京都三会大赛上的表现不错 关注你的人不少 电视台拍摄一级组比赛情况时 应该会刻意拍摄到你 池飞池就这话题 跟飞沫聊起了鸽牌比赛 鸽牌竞技 在日本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竞技体系 全日本鸽牌协会成立之后 鸽牌竞技选手被分为E B C B A五个等级 E级是初学者级 A级选手则是五级中的最高级 有资格参加名人战或者女王战 最后获胜的话 就可以成为新的名人或者女王 想要成为鸽牌竞技入门的E级选手 需要报名参加全日本鸽牌协会举办的官方赛事 也可以参加大型鸽牌会举办的非官方赛事 只要是参加了面向全国的大型赛事 且在入门组里取得好成绩 就可以成为E级选手 之后 选手想要继续晋级 还需要不断参加比赛 特别是全日本鸽牌协会举办的官方赛事 选手参加这类官方赛事时 会根据自己的等级 跟E、D、C、B或者A的同级人员进行比赛 只要在决赛获得优胜或者准优胜 经鸽牌协会成员推荐通过后 选手就能往上一竞技等级晋级 那样的官方赛事 每年都有好几场 也包括只有A级选手才能参加的最高巅峰赛事 名人战和女王战 官方赛事参赛人数多 参赛人员实力强劲 但通过优胜或者准优胜来竞技的概率很高 是快速竞技渠道 此外 选手也可以参加各大鸽牌会举办的大小赛事 只要在大赛事获胜次数多 名气足够响亮 即便选手没有在官方赛事中获得决赛 办决赛的优胜或者准优胜 鸽牌协会成员也会考虑推荐选手竞技 在日本 竞技鸽牌是类似于将棋 围棋这类竞技项目的传统赛事 而鸽牌的竞技赛也远不是靠反应就能赢的 比赛过程很消耗脑力和精力 鸽牌的比赛道具是写有小仓百人一手的100张牌 分为独闸和曲闸 独闸上面记录着合歌的上半部分 比赛期间由唱读人来念诵 曲闸上面是白手合歌的下半部分 是由参赛者在对决中使用的鸽牌 准备期间 比赛双方会在榻榻米上相段做 把100张曲闸混洗 每人随机拿取25张 两人一共拿取50张牌 剩下的50张牌会被弃制在一旁 弃制牌又被称作空闸 不会在本局中使用 双方各自拿取25张牌之后 要把自己拿到25张牌正面朝上 文字朝向自己 摆成三牌 被称作上段 中段 下段 自己面前的上段 中段 下段 三牌歌牌组合 叫做自阵 而对手抽取的25张牌摆出的上段 中段 下段 则叫做敌阵 自阵与敌阵的上牌之间 会间隔三厘米 两阵所在那一片空间的边界线 就是对局的竞技线 比赛正式开始前 比赛双方会用15分钟的时间来计牌 记忆自阵 敌阵 各25张牌 分别在什么位置 随后 是双方行礼 唱读人读续歌等礼仪环节 完成礼仪环节之后 比赛才正式开始 唱读人会先朗诵一首 小仓百人一首 之外的合歌 然后在100张读杂中 随即选择朗诵顺序 一张接一张的朗诵下去 比赛双方听唱读人念出的内容 需要找到写有下半句合歌的曲杂 手指先碰到那张牌 或者先把牌扫出竞技线的人 则为取牌成功 那张牌会从牌阵中移除 双方可以取掉自阵的牌 也可以取掉敌阵的牌 不过 由于决胜规则是先清空自己排阵的人获胜 所以 如果有选手把敌阵的牌扫出了竞技线 就可以从自阵中 选择一张牌送给对手 让对手摆在敌阵中 这是规则中的送礼 选手有时候会去抢敌阵中自己擅长的牌 抢自己方便扫出竞技线的牌 再利用送礼规则 把自己不擅长的牌 不方便取的牌送给对手 让对手放在牌阵中 无形之中降低自己的清空 自阵割牌的难度 要是选手知道 对手不熟悉某张牌 有时候也会故意把对手不熟悉的牌送给对手 给对手增加难度 另外 唱读人那里有100张牌 而对局内 对应下半句的 只有50张 会有50首合歌的上半句轮空 如果唱读人念到的上半句 在场间没有对应的下半句歌牌 双方的手就不能触碰到牌阵 要是有选手的手触碰到了牌阵 这种行为会成为守悟 而要是上半句对应的歌牌在敌阵中 选手的手却碰到了自阵 或者反过来 上半句对应的歌牌在自阵中 选手的手却碰到了敌阵 这种情况也是守悟 守悟也会触发送礼规则 如果对手出现守悟 选手就可以从自己牌阵中 选一张牌送给对手 减少自己牌阵里的牌 增加对手牌阵里的牌 如果某个选手在比赛期间频繁失误 对手只需要不断送牌 就能拉开双方差距 除此之外 比赛还有一些需要遵守的细节规则 比如 比赛期间跪趴在踏踏米上时 选手的头部不能超过自阵上段的牌 不能把头直接探到敌阵上方去 比如 如果一开始确定用右手取牌 右手就成为了取牌手 整场比赛中也只能用右手取牌 如果一开始确定左手为取牌手 那整场比赛就只能用左手取牌 再比如 在唱读人开始念上半句之前 选手的手不能离开踏踏米 不能提前伸到竞技线内 需要等唱读人开始念读杂上的内容时 选手的手才能进入到竞技线内 在歌牌竞技中 专业选手除了要把100首和歌背得滚瓜烂熟 还要掌握很多比赛技巧 比如决定字技巧 以中华诗词来比方 假设对局中存在秋风吹不尽 总是欲观情 秋风入窗里 罗杖起飘扬 秋风入前陵 肖色明高之三句诗 当唱读人念到秋风时 比赛双方都不会知道 对应的取牌是哪一张 当唱读人念到秋风吹的时候 选手才能判断自己 该取总是欲观情这一张牌 而秋风吹 就是总是欲观情 这张取杂的决定字 而如果唱读人念到秋风入时 选手也不知道 自己该去取哪一张牌 需要念到秋风入前 选手才知道 自己要去取肖色明高之这张牌 那么 秋风入前 就是肖色明高之这张牌的决定字 专业歌牌选手 会把每张牌对应的决定字背数 比赛时全神贯注地听 有时候 在唱读人刚发出决定字某个关键音时 双方就已经开始抢夺了 由于决胜可能就在半秒之间 双方抢牌时 为了尽快接触到牌 并把牌扫出去 只考虑出手的速度和准确度 就会忽略力道 整个人会变得气势汹汹 比赛期间 把榻榻米拍到啪啪响 也是常态 就连扫牌出场的动作 竞技圈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技巧 需要选手在平时反复去练习 虽然在取牌时 不小心把其他牌带出竞技线 不算手务 但实力越高的选手 越能够精准快速地用手指 按住某个位置的牌 精准快速地 按住那张牌特定的角或者边 在以最省时的方式 把牌扫出竞技线外 这样的选手 通常也很少 把牌阵碰得乱七八糟 对于大纲红叶 在割牌竞技上的自信与傲慢 识飞池也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日本割牌竞技选手 大致有校园社团组 专业割牌组 散人组三个团体 校园社团组的人数最多 日本学校里有很多兴趣社团 不少学校存在着割牌社 社团成员也会参加一些大小赛事 小学社团 一般是重在参与的娱乐比赛 到了国中 高中 有的社团成员会参加全国性赛事 正式成为有等级的竞技选手 专业割牌组 是指加入民间割牌会的人 那些割牌 会在全日本割牌协会进行注册 由私人经营 通常会招收一些有天赋的潜力股 或者招收有实力的竞技赛干将 有一部分割牌 会 还有曾经当过名人 女王的人坐镇 这样的民间割牌 会有出色的师资 训练比校园社团更正式 更专业 类似于专门培养网球职业选手 棒球职业选手的俱乐部 成员平时做的就是比赛训练 散人组则是 已经从学校毕业 又没有加入割牌会的人 当然 日本环境很在意一个人融入团体的能力 就算是那些已经从学校毕业 又没有条件加入大割牌会的人 也会凑在一起 组建一个割牌会 主要收容兴趣爱好者 所以 割牌竞技里 真正的散人并不多 大纲红叶在小学时 就已经加入了知名割牌会 从小名师指导 在竞技氛围浓郁的环境里接受训练 以参加专业赛事为目标来发展 自身也具备着过人的割牌天赋 今年已经竞技A级 实力不仅抵校园社团组的同龄人 强出一大截 也超过了不少职业割牌会里的竞技选手 被称为下一届女王的候补人 有这样的条件 大纲红叶当然会自信地认定 自己不会输给远山河叶 甚至有信心跟以前的割牌女王 扶不平次的老妈对局 就挑战规则来说 A级也确实有资格去挑战女王 飞沫是想给大纲红叶一帆风顺的比赛 历程添堵 才打算参加割牌竞技 一个是天赋与经验俱全 有着多年比赛经验的A级选手 一个是刚接触割牌 甚至是刚成为人的乌鸦精 在割牌竞技这方面 就算飞沫再有天赋 头脑再好 也很难在短期内 追赶并超越大纲红叶 要是等上两三年 大纲红叶可能已经成为了割牌女王 飞沫再去天赌 似乎又太晚了一点 飞沫给自己定的时间是一年 想在一年时间里 赶超大纲红叶 飞沫必须要有着超越 大纲红叶的头脑与天赋 还要有一个自身能力过硬 比赛经验丰富 教学方式适合飞沫的老师 前者 飞沫已经有了 在化形为人之后 飞沫没有一点点适应身体 而是利用各种训练 来让自己尽快适应 用学习格斗的方式 来提升自己 对身体各部分肌肉的掌控力 立刻入学小学 进行基础知识补全 还不断超纲学习 让自己尽快掌握人类的知识 变成了人 也是一个折腾自己 也毫不留情的狠人 适应身体 适应人类社会的过程中 飞沫发现自己的身体 具有不弱的潜能 在彻底适应身体后 那种潜能也没有被开发殆尽 似乎还有不小的余力 只要继续训练 各方面都可以比普通人强 没有找到割牌老师之前 飞沫就自己试着熟悉割牌 把割牌里的百人一手 背得滚瓜烂熟 记下了百张割牌的样式 和每一个细节 自己也做了一些摆牌 计牌 取牌的练习 虽然竞技技巧比不过专业选手 但飞沫发现自己的反应能力 计算能力 听力在训练中 可能比很多专业选手都要强 就天赋来说 飞沫绝对不会弱于大纲红叶 或者其他在割牌竞技中 精彩绝艳的人 而赶超大纲红叶的后一个条件 一个出色的老师 在水野家和飞沫的共同努力下 飞沫也得到了 飞沫一开始就没打算 只靠自己死命地追 在尝试接触割牌后 就告诉水野家 自己想参加割牌竞技 还没等老爷子发话 逐渐接管水野家的水野一和 飞沫名面身份上的伯父 立刻亲自出面 找到了曾经是割牌名人的千鸟车 千鸟车曾在名人宝座上连任五年 三十岁因身体问题而退役 随后和同样喜爱割牌的几个朋友 在京都创立了一个民间割牌会 取名叫千鸟会 千鸟会的会员不少 很多人都是冲着跟千鸟车学习而来 只是千鸟车身体不好 对于收徒的事并不热衷 也没有什么精力多教导学生 但千鸟会也没有因此而衰落 和千鸟车一起组建千鸟会的朋友们 自身也是有实力的割牌高手 虽然没有当上割牌名人 但不管是出去参加比赛 还是教导学生 也都拿得出手 发展至今 千鸟会在京都也排得上前列 是京都的三大知名割牌会之一 水野一和跟千鸟车有些交情 那天带着飞沫过去 倒也没有指望千鸟车会收徒 只是希望千鸟车能让飞沫加入千鸟会 让飞沫在千鸟会里接受训练 并且请千鸟车给飞沫介绍一个适合飞沫的老师 水野家可以聘请对方专门教导飞沫 水野一和几乎已经确定为水野家未来的家主 又是千鸟车的旧相时 亲自带着孩子登门拜访 千鸟车连犹豫一下都会觉得自己过分 当即就答应让飞沫加入千鸟会 不过介绍老师的是 千鸟车倒是没有急着做决定 只是让飞沫有时间就到千鸟会的训练场馆 参加一下给小孩子设立的歌牌竞技课堂 没课时可以自由在场馆里走走逛逛 只要不打扰别人训练 也可以围观一下师兄师姐们的对决 任何竞技项目中 有实力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竞技风格 有天赋的年轻人也会慢慢形成自己的竞技风格 师徒两人的风格不一定要一致 但一定不能有太突出的矛盾 师父按照自己的风格 去教导一个不适合自己风格的徒弟 很容易埋没年轻人的天赋和经历 千鸟车在不够了解飞沫的情况下 没有急着给飞沫推荐老师 是很负责任的行为 水野一和也没想让飞沫一来 就接受太专业的训练 飞沫正泰仅仅10岁的年纪 在水野一和看来是一个大问题 鸽牌竞技会有很多的枯燥训练 很容易让一个10岁孩子丧失对鸽牌的兴趣 水野一和的想法是 让孩子加入鸽牌里熏陶一段时间 确定孩子对鸽牌确实有兴趣 在循序渐进地进行系统性学习 期间让孩子参加一些比赛 利用大大小小的比赛 来让孩子从比赛中获得成就感 等孩子愿意为了成就感去忍受枯燥的训练 再加强训练难度就不会有问题了 这是很健康的成长方式 也是世家惯用的培养方式 能够不伤及孩子的潜能 有利于长期发展 飞沫早想过这种结果 没有当场口出狂言地说什么 乖乖巧巧地答应下来 当天就去了儿童组的鸽牌课堂里上课 菊姓平家的小孙女菊菜菜赖 也是飞沫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不过 飞沫的目标不是培养鸽牌兴趣 也不是结交有同样委屈的小孩子 到了第二天 飞沫上完当天两个小时的儿童鸽牌课堂 就去看一集组的训练 借着那个假期有联休 飞沫接连去看了两天一集组的训练 观察总结出了一些技巧 在其他人都结束练习离开后 叫上黑木镜斯当自己的陪练 自己找了一个合适练习 一集组的训练 很多都是基本功训练 但飞沫知道基础的重要性 可以一遍遍重复基础动作 全神贯注地练习两三个小时 才会停下注意 千鸟车要给飞沫找老师 自然也会关注着飞沫的学习情况 一个专注力惊人 有足够耐心练习基本功的孩子 已经够让人惊讶了 而那个孩子还是通过自己观察 模旁来练习 让千鸟车心里不是滋味 反思自己是不是该给孩子指指路 悄悄看了两天 千鸟车终于在第二天下午 进到了飞沫练习的河室内 提出自己会帮飞沫看看 学习进度怎么样 飞沫有不确定的地方可以问自己 飞沫表示 自己想跟黑木禁思模拟一对一竞技赛 让千鸟车帮忙看看自己实战里 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比起基本训练 初学者总是对激烈对决更有兴趣 这样的想法倒也不奇怪 千鸟车心情不错 也想趁机观察一下 飞沫在割牌竞技中的个人特质 欣然答应了下来 还主动担任起那次对局的唱读人 然后 千鸟车就见识到了 飞沫出众的记忆力 大脑计算能力 千鸟车事后 跟飞沫说起过飞沫那一天的表现 摆排根本没有任何技巧可言 取牌技巧虽然练得比较熟练 但那种取牌技巧 其实并不适合十岁孩子的手臂 即便如此 也还是表现出了超过一级 D级选手 有着接近C级选手的能力 那天晚上 身体本来就不好的千鸟车 有点失眠 翻来覆去 忽然提前预感到 自己的寿命长度 可能要因操心而大幅缩减了 他觉得 飞沫很有希望成为割牌名人 心性也很让他看好 他自己有名人战的经验 如果负责教导飞沫 可以帮飞沫更早 更稳当地登上名人宝座 培养出日本最年轻的歌牌名人 换了其他人 很可能会浪费飞沫的天赋和潜能 让飞沫和千鸟 会跟那个最年轻名人的荣誉擦肩而过 要是那样的话 他会惋惜到死都闭不上眼睛 培养出日本最年轻的歌牌名人 也是一个很值得努力的目标 这是他退役之后 第一次重新燃起早年比赛时的干劲 为了创造一个奇迹般的荣耀 他觉得拼一拼命也值得 就像他年轻时候拼命训练一样 有了期待的事物 他并不在意自己会不会因此少活几年 那天晚上 飞沫连夜回到了东京 在东京上了两天学 让千鸟车有了充足的时间去考虑 充足到让千鸟车牵肠挂肚 等放假后 飞沫又到了京都 早上依旧不慌不忙地 去上了儿童组的大课堂 千鸟车让人把飞沫找了过去 表示不理解飞沫 明明已经熟练了歌牌 为什么还要在儿童大课堂上浪费时间 飞沫也说了实话 其他孩子在学和歌 他则是在让自己更熟悉决定字 他认定歌牌没有最熟悉 只有更熟悉 这种学习态度 让千鸟车彻底没话说了 紧跟着问了飞沫一个问题 百人一首中最喜欢的和歌 是哪一首 飞沫的回答是 不闻流水声 瀑布久无缘 水尽名南尽 至今天下传 千鸟车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最喜欢这一首 小孩子挑选喜欢的和歌歌牌时 一般会选择有自己名字的和歌 或是选择有自己喜欢事物的和歌 有的甚至是听别人描述过 和歌中描绘的景色 喜欢上了和歌里描述的风景 而青春期开始之后的孩子 尤其是有心仪对象的 通常会喜欢那些跟爱情有关的和歌 或是借此表露心意 或是将心理筹绪投印在和歌中 千鸟车第一次听到 有小孩子说喜欢这一首和歌 还在想会不会是水让飞沫想到了谁也 飞沫如是说了自己的想法 我希望纵使再过千万年 人类也始终牢记 我明 我想参加歌牌竞技的初衷 是为了给大刚家的红叶小姐添赌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尝试去做一个 即便我退役后 名字也依旧会被人传送的传奇 这不是为了迎合千鸟车给出的答案 而是飞沫自己的想法 师徒选择是双向的 如果千鸟车觉得飞沫太字大 不认可飞沫的想法 飞沫也不会考虑跟着千鸟车学习 但缘分就是那么奇妙 千鸟车也认为 飞沫有希望成为一个传奇 主动打破了不收徒的坚持 成为飞沫顺利捕获的 前歌牌名人老师 一直没有收徒的千鸟车 终于收了徒弟 谁也一合得知这件事后 惊讶又高兴地 安排了飞沫的拜师礼 拜师一事结束之后 千鸟车干劲十足地 开始自己的指导大业 大概是第一次当师傅 身上总有着发泄不完的经历 即便是千鸟车提出一些累人的 不容易实现的训练构思 飞沫也能试着去完成 每次都是千鸟车察觉自己激动过头 察觉自己制定的训练计划太难了 反思之后 连忙叫停了飞沫的训练 两人也不完全是瞎折腾 千鸟车把飞沫 对百张歌牌的熟练度检测了一遍 除了飞沫喜欢的几张牌 还找出了几张飞沫 没有多大感觉 但很擅长记忆并锁定位置的歌牌 发现飞沫可能对一些特定的文字符号比较敏感 硬是帮飞沫琢磨出了一套迅速有效的记忆法 帮助飞沫去攻克那些不怎么擅长的牌 两人私底下讨论时 甚至提出过消灭所有不擅长歌牌 制造无短板名人这个会让人觉得疯狂的目标 另外 飞沫这句身躯 跟普通十岁孩子没有区别 躯干和手臂的长度绝对比不过成年人 这是飞沫在歌牌竞技中的劣势 在唱读人开始念上句之前 选手的手不能进入竞技线内 所有人的条件看似是对等 公平的 但飞沫躯干 手臂比成年人短 就意味着取牌时的身体活动幅度 要比成年人对手大一些 伸手拿过一支笔跟探身伸手拿过一支笔 不仅是体能消耗不同 后者要稳住身体重心 要手与身配合完成动作 执行步骤比前者多 速度也很容易受到影响 会比前者慢上一拍 如果飞沫和一个成年选手同时伸出手 对方很有可能会比飞沫快上零点几秒 按住指定牌 割牌竞技中 谁先摸到牌 谁才是有效取牌 为了飞沫在出手速度上 不输给成年对手 千鸟撤还根据飞沫的手臂 习惯动作 再结合上自己的经验 制作出了一套 适合飞沫使用的取牌法 这套取牌法 能够节省飞沫的体能 也能让飞沫 利用小孩子的身体优势来取牌 具体到对局中飞沫用什么座位 方便取牌手 迅速按住指定牌 不同位置的割牌 该怎么触到 不同位置的割牌 该触碰哪个位置 再到取牌手 往任意方向活动的轨迹 练习过程中 千鸟撤先是让飞沫 做出取某一张牌的动作 一点点更正到最佳的伸手角度 再由飞沫一遍遍练习 熟悉 笛子两针不同位置的50张牌 飞沫都练了个遍 之后还要持续训练 直到把那些取牌手法练习 倒成为本能 前段时间里 飞沫一放假 就到京都来 早上参加儿童大课堂 别的孩子学着合格背诵 飞沫则用特殊记忆法 反复记忆割牌内容 把自己的不擅长牌 一张一张的磨成擅长牌 大课堂结束后 飞沫会开始取牌训练 找一间无人的合适 在地上摆开笛子两针 不同位置的50张割牌 不断练习触牌 扫牌的动作 午饭后 飞沫会参加千鸟会内部的切磋比赛 千鸟撤收图的是 引起了整个割牌竞技圈的地震 千鸟会上上下下 更是惊讶的几天 才缓过来 每一个千鸟会的会员 都对飞沫这个千鸟撤 唯一徒弟 青传徒弟很有想法 都很想跟飞沫来一局 大部分人倒也没有恶意 有的人是好奇 飞沫为什么能被千鸟撤看好 想了解一下新来的师弟 有的人是想从飞沫身上 学到千鸟撤的割牌技巧 有的人想找飞沫切磋 纯粹是为了凑热闹 飞沫也需要大量实战经验 对千鸟会其他会员的挑战 几乎是来者不拒 还会主动对高晋级等级的人 发出挑战 开始切磋比赛的第一个假期 飞沫用两天时间 把千鸟会在训练场馆的 一级选手都对战了一遍 轻松地把那些一级选手 切得落花流水 后一个假期 飞沫又用两天时间 把千鸟会的D级选手 都切了一遍 到了第三个假期 千鸟会的C级选手 也全员被飞沫切了一遍 由于又在这个世界的 连休假期间 飞沫又开始挑战B级选手 飞沫得到千鸟车 专门制定的记忆法 取牌法 自身又不断练习 在训练中 听觉变得越发敏锐 脑力 专注程度也得到了提升 挑战B级选手 也没有多大压力 期间 飞沫还遇到了一个特别的 唯一一个 在挑战赛中 暗藏恶意的人 对方在比赛过程中 说了很多次你的天赋很好 但是在触地震下断牌有些声音 是不太擅长吧 你果然不太擅长 敌震下断牌 速度跟之前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不过其他都还不错了 这类言论 看似只是正常评价 但飞沫可以肯定自己 触碰敌震下断的牌并不慢 跟其他位置的取牌速度相当 飞沫在不经意间 看到了对方眼里 偶尔浮现的度恨和不甘 心里顿时想通了 对方想做什么 比赛中 如果一个有经验的前辈 反复对一个刚入门的孩子 说你这里不行 很容易让小孩子产生自我怀疑 再次伸手去 那个地方的牌的时候 一定会有不小的心理压力 导致动作变慢 最后真的变成了不行 以往的切磋比赛中 也有人因为自己止步不前 因为极度 在与小孩子比赛中 说出一些虚假苛刻的评价 想以此来摧毁一个 未来充满希望的人 千鸟车曾经见过类似的事 跟飞沫说过 还特地叮嘱飞沫 当前只需要跟千鸟会 内部的人切磋 不要急着跟外界的大人玩牌 但千鸟车大概没有想过 千鸟会内部 会有人对后背小孩子下手 好在飞沫不是普通小孩子 并没有把对方那些话放在心上 还有我觉得我取敌阵下段的牌 是有点慢 想再试一场为借口 又跟对方加赛了一场 乌鸦是报复心很强的动物 那一场比赛中 飞沫只盯着笛子两阵的下段牌 让那个B级选手 一次都没取到敌我两阵的下段牌 对方不断被飞沫抢走牌 大概是怀疑周围的人都在笑话自己 居然在对局中接连出现了两次守务 让飞沫在一局比赛中送出了15张牌 靠送礼就把自己的牌送出了一半还多 一个B级选手居然在比赛中接连守务 还被送礼送了15张牌 如果对手是A级 名人 那还说得过去 但如果对手是一个尚无等级的孩子 哪怕那个孩子是名人刚收的徒弟 败得这么惨 也很伤人自尊 加赛和谐地结束了 那个B级选手感觉自己落下了心理创伤 飞沫感觉自己得到了进步 并开始思考起鸽牌竞技中的心理战来 按理来说 飞沫早期参加对决时 千鸟车应该在一旁关注着 只是千鸟车是第一次做老师 也未曾想到 千鸟会内部会有人想借机使坏 再加上对飞沫的心性有信心 就大胆咧咧地 让飞沫一个人在外随便折腾 自己每天待在房间里 抱着鸽牌没日没夜的研究 花了大半个月时间 千鸟车给飞沫憋出了一个大招 一套适合飞沫的摆排法